难道今天要死在这里了 不 自己不能死 那一瞬间 越挫越强的秉性 从丁二苗的骨子里爆发出来 也许是扶植心灵 丁二苗拼尽全力 奋力向后倒退了两步 恰恰是逍遥步伐的套路 逍遥步伐一再逍遥 连贯如流水 绵绵不绝 丁二苗走出了开头 后面竟然轻松起来 两个呼吸以后 身在巨大的威压里 丁二苗已经可以闲停信步 最近退了 你们要我死 我偏偏不死 丁二苗心头狂喜 只想放声大笑 但是丁二苗不敢笑 他担心被阵外之人察觉 会进一步禁锢自己 现在要想办法逃出去 出去以后才可以放声大笑 随着逍遥步伐的前进 内袭也渐渐顺畅 但是身边的威压 有增无减 丁二苗的活动范围 也只有依仗方圆左右 虽然全力扩展了几次 但是空间活动增加有限 这样转圈 虽然可以自保 但是何时才能脱离这鬼地方 丁二苗脚下不敢停 心思也不敢停 思索着逃离的办法 一炷香之后 丁二苗几乎所有神通使尽 也没有办法逃出去 而外面的威压却更加汹涌 将丁二苗的活动范围 压缩到了仪仗方圆以内 如此下去 自己修为耗尽还是难逃一死 丁二苗咬咬牙忽然想到 既然我一人之力抗拒不了 何不吸收消化一点呢 一念至此 丁二苗立刻行动 一边踏着逍遥步 一边倒转内袭 开始吸收来自外部的威压 没想到这一吸收 就像天河打开了闸口 再也无法停止了 丁二苗只觉得武道威压 瞬间灌满了自己的丹天气海 让自己有一种即将暴力的感觉 狐野啊 丁二苗大吃一惊 急忙加速逍遥步伐 如风似狂的飞顿起来 这下逍遥的姿势没了 只剩下原始的疯狂 无意识的疯狂 因为只有疯狂奔行 丁二苗才会觉得好过一点 阵外 红军老祖等人大吃一惊 军道 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我等发出的真气 如泥牛入海 毫无所踪呢 难道是魔军老祖做法 在倒吸我们的真气 露鸭道军惊惊地说道 如果魔军老祖有这样的本事 那我们就是大劫临头了 天道将毁于一旦 女娲娘娘头上也在冒冷汗 虽然大家都知道不妙 但是此时此刻想收力却也不行 极力控制 体内的真气 却依旧奔流不息 向外倾斜而出 红军祖师建议道 大家一手玄关听我口令 然后直觉同时向天调转方向 唯有如此才能避开魔军老祖对我们的倒吸 不行 万一我们撤离的时候 魔军老祖尘是反击 我们就会一败涂地啊 红军老道说道 那该怎么办 难道坐以待毙 等到修为耗尽 被魔军老祖生擒活着吗 混坤祖师问道 红军老道咬牙道 按理说 魔军老祖承受不住我们七人的修为 不如再等等 卢牙道经点点头 目前也只有如此了 这边记忆已定 那边啊 却苦了丁二苗 不过丁二苗处于巅峰状态 也感受不到痛苦了 他机械地奔行着 全然没了章法 忽然之间 丁二苗下意识地察觉到 西侧的威压情人稍稍一顿 几乎没有考虑 丁二苗自然而然地向西冲去 冲出了这个混沌的漩涡 身上的压力忽然消失了 丁二苗恢恢恶地 奔行在虚空中 脑海里一片空白 体内混乱的真气 还在四处游走 让丁二苗的意识混乱 不知今夕何夕 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随着丁二苗的发疯 体内的真气 被慢慢地消化一些 终于丁二苗有了一点点清醒 他想起了置身漩涡中的事 想起了自己 吸收大量真气的过程 这些真气 要完全消化得好 丁二苗醒悟过来 立刻盘腿而坐 运转内息 将体内混乱的气息 汇聚到一起 然后让他们有序地 行走在自己经络中 连续运转大小周天 终于丁二苗睁开眼来 眼角露出了一点笑意 上次在红沙阵中 自己差一点 突破天人合一的境界 却终究被阻断 没想到这次 借助天界四大至高 和魔君老祖的力量 竟然意外突破了 丁二苗站起身 用感知洞察一切 西北七万九千里之外 还是佛教的圆锥塔 天界所有的兵力 都集中在圆锥塔的两侧 和魔君对峙 天界四大至高 和道家三清都在 只不过一个个 灭如死灰 师父三平道长也在 和纪潇潇顾清兰站在一起 纪潇潇四处打量着 眼中闪烁着 唯一的一点希望 而魔君的阵营前 全立着一个黑乎乎的巨蛋 巨蛋上散发出 无限的魔旗和杀戒 魔君老祖 原来也只是一个蛋蛋 丁二苗微微一笑 一伸手 天地旋转 四围变化 地水烽火一起流动 悄无声息的对阵的双方 带着方圆千里的阵地 都不知不觉的 移动在丁二苗的面前 果然负其同心啊 纪潇潇最先赶知道了 丁二苗的所在 大叫着扑了过来 二苗 听见纪潇潇的叫声 天界和魔君双方都是一愣 大家一起抬眼看去 只见远处站着一个 长身越厉的男子 面带微笑平平淡淡 普普通通 别走 魔君老祖突然从 黑色的巨蛋里 发出一声吼 接着 蛋壳中伸出一只巨手 轻刻间暴涨万丈 向着纪潇潇的头上拍去 潇潇 孤青来和火凤凰一声大叫 同时啊 呼了上去 但是魔君老祖的巨手太大了 覆盖苍雄一般压了下来 红君老祖等着想要救护 却已经来不及了 同时一声叹息 疼 魔君老祖的巨掌落下 拍击着天地震动 风云流转 但是很奇怪 却没有纪潇潇等人的惨叫 三平道长透过漫天尘埃一看 却发现 纪潇潇和顾青来火凤凰 都好好的站在丁二苗的身边 而丁二苗脸上的笑容没变 似乎他一直没有长大 依旧是那个 皎洁而又忠厚的乡下少年 没有人看到丁二苗用的什么法术 包括红君老祖等人 在所有人的眼里 丁二苗并没有任何动作 就把纪潇潇和顾青岚等人救了出来 作为当事人 纪潇潇和顾青岚也不知道 但是他们不需要知道 他们只要知道 丁二苗还是那个永远保护自己的人 就行了 黑色的巨蛋颤抖了一下 摩群老祖的声音从中传来 低沉而又悲观 你用的是什么神通 没有神通 心念所知 万法皆生 丁二苗淡淡一笑 带着纪潇潇等人上前 犹如闲庭信簿 天人何意 摩群老祖难难的问道 也许是吧 丁二苗脚下不停走向三平道上 砰 黑色的巨蛋突然爆开 无数道黑气向着天空逃逸而去 我军老祖要逃了 红均道人吃了一惊叫道 丁二苗扭头看了一眼 轻轻挥掌 向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各自推了一下 四周风云变化 一道巨大的旋风从地上冲起 随后消失不见 众人正在惊恶却听见空中传来 摩群老祖的大叫 丁二苗 我已经自暴躯体了 为何你还不放过我 要禁锢我残碎的冤神 我是好意 送你一场造化 丁二苗一笑 向天一招手 一个黑色蛋蛋落了下来 这个黑蛋还是摩群老祖 只不过经历了刚才的自暴 原神受损 导致黑蛋的体积小了许多 现在还有难关那么大 丁二苗将黑蛋拖在手里 心念一动之间 又抽取了摩群老祖的大半修为 黑蛋继续缩小 最后变成了鹅蛋那么大 摩群 我今天不杀你 但是要把你带去另一个地方 安排你做一个护天大神 享受香火祭拜 可好 丁二苗问道 摩群老祖愤愤的声音传来 我现在秀为百不存疑 还不是忍你百步 丁二苗一笑 收了黑蛋 转头看着鸦雀无声的 魔军部队 这些部队自从丁二苗出现以后 就一直在发呆 因为魔军老祖都不是对手了 所以啊 这些人都放弃抵抗了 你们心中没有杀恶之分 只有暴力之气 所以需要叫化 丁二苗的眼神扫了一圈 我帮你们找个归宿吧 一半归道家 一半为佛家 接受教化洗礼 以后也可以投胎做人 一看魔军不敢说话 各自归服 红军道人走上来看着丁二苗道 可是魔军之中还有许多修为高强者 全部收下 恐怕他们以后会作乱啊 鹿鸦道军也点头道 我们和魔军老祖斗法 修为都耗损一半以上 短时间里难以恢复 所以 叫化这些人 没事 我压一压魔军的修为 丁二苗一挥手 一道清风拂过 魔军部队中 人人损失了一半的修为 鹿鸦道军和红军老祖 这才放心 皆大欢喜 你们的修为 是被我吸收的 丁二苗这才一笑道 还有魔军老祖 也被我吸收了一半的修为 是你们所有人的力量 帮助我达成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红军老祖等着秘密相觑 随后一起攻守 也是你造化齐天 我等佩服 谢谢 丁二苗的嘴角带着一点坏笑 本来 我可以把你们的修为还给你们 但是你们当时不愿意撤离救我 差点让我魂飞魄散 所以 这修为我就不还了 你们自己慢慢修炼吗 这也算是你们的一点报应 红军老祖抱全道 魔军已经平定 我等慢慢修炼 也是对自己有益的事 如此安排 也是对我们的成全 丁二苗一笑 跟师父打了一个招呼道 师父 我们走吧 三平道长笑咪咪的点头 挥手跟天界诸人道别 丁二苗用手一指 丛上切下一块方圆无理的版图 然后带着纪潇潇和师父 还有顾清兰火凤凰 踏在版图之上 飞升而去 二苗 我们可以回家了吗 记忆萧萧兴奋地问道 是的 但是回家之前 我还要去找一个人 找谁啊 刘伯温 丁二苗一笑道 其实啊 他也是江子牙 也是诸葛亮 也是孙饼 只不过多次入室投胎 名字不同而已 顾清兰想了想到 你找他是要了解自己的前生吗 丁二苗点头一笑表示没错 玉帝所在的天狱里 灵霄殿前的新山上 一个中年文士和一个和尚 正在下棋 丁二苗用手一指 向那座山头移到了自己的面前 文士与和尚见到丁二苗 都不约而通的跪了下来 丁二苗却不说话 饶有兴趣的看着棋盘 班上丁二苗方才开口道 天地为棋盘 我们都是棋子 不知道啊 这里面哪一棵棋子是我呢 中年文士叩头道 先生已经在棋盘之外了 恭喜 丁二苗点点头问道 刘伯温 你站起来说话了 我想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把我放在棋盘之内 刘伯温道谢 站起身来 不得意的一笑道 我数次历劫轮回 入室辅助民主 也算是有些功勋的人 但是人间刀的皇帝终究是凡人 在我眼中和寻常百姓无異 所以我想创造一个天人道 乃至六道之中的一位子尊 这样的话 才显得自己更胜一招 更胜一招 你要和谁做对比呢 丁二苗问道 刘伯温一笑 用手指着身前的和尚 你的对手就是这位和尚 丁二苗看了看 问那和尚 你是朱棣手下的谋臣 道野和尚 遥广笑 和尚磕了一个头 站了起来道 正是贫僧 你根本就不是僧人 是个假和尚 丁二苗摇摇头说道 诚然如此 先生明察秋毫 我学习的也是道家法术 姚广笑也不否认 嗯 你们俩这一局棋 到底谁赢了 丁二苗又问 道野和尚面露愧色道 刘伯温赢了 我输了 怎么输的 说说吧 丁二苗笑道 道野和尚犹豫了一下 看着刘伯温道 还是让刘先生说吧 他是胜利者 说起来比较有意思 丁二苗点点头 带着纪晓晓等人坐了下来 等待刘伯温揭秘 太早的事就不说了 但是道野和尚的前世 是唐代的李春风 这个要说一下 所以我和他一直有瓜葛 一直在暗中较劲 刘伯温攻守 站在丁二苗等人的对面道 到了原末明初 我辅助周元璋 而道野和尚的师父 习应珍 却辅助陈有亮 与我为敌 博杨湖大战以后 习应珍大败 我帮助周元璋夺了天下 可是习应珍也狡猾 竟然留下了道野和尚 在我死后 挑作朱棣谋反 推翻了我打下来的江山 赶走了建文帝 可以说道野和尚帮助他师父 报了仇 丁二苗摸着下巴道 原来如此 你们还有这一场较量 那么你似乎发现不对 于是在牧盆地设下了鬼州大阵 企图帮助朱颖文的后人 夺回皇位咯 刘伯温一笑道 我没死之时就发现不对 但是气欲如此 天道难以逆转 所以我当时不能有所动作 只能设下一个隐秘的阵法 意图东山再起 可是没想到 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导致了明代灭亡过后几百年 阵法还没有发挥威力 当然鬼州大阵一直没有发力 也是我迷惑道野和尚的一朝起 丁二苗点点头问道 我的前生是谁 你从哪里找到的 宇宙初开之时 创始圆灵一分为六 化作六道灵气 其中四道应该对应在四大至高的身上 另一道对应在魔君老祖 而最后一道灵气 竟然落在一棵空心杨柳树上 这是我观察很久所得出来的结论 至今天道中没有人察觉 刘伯温说道 丁二苗也吃惊 自己已经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了 但是却感知不到那颗杨柳树的存在 刘伯温 你不可骗我 宇宙最高机密 天界四大至高都不知道 你能知道吗 丁二苗问道 刘伯温点头道 不敢欺骗你 四大至高用自身感知 察觉万事万物 而我修为不够 只能靠观察和推算 所以才知道那颗空心杨柳的秘密 丁二苗沉印了一下 抬手刀 继续说 那颗老杨柳一直枯萎不振 当时就在大罗天的西北边界 我寻找到以后 发现树上 还有一片唯一的叶子是绿色的 于是我摘下了那一片绿叶 偷偷溜到了人间道 将那一片叶子 送进了你母亲的府中 我的前生 就是那一片绿叶 丁二苗轻疑地问道 是的 刘伯温点头继续说道 当时你的母亲 已经怀有八个月的身孕 但是是一个死胎 这是受鬼咒大阵的影响造成的 绿叶附体以后 你才渐渐复活 挂挂坠地 纪潇潇和顾青兰都听呆了 这才意识到 丁二苗根本就不是人间道的人 而丁二苗也觉得奇怪 心里暗想 难道自己也是宇宙初见之时的老家伙吗 丁家受到鬼咒大阵的影响 世代单传 在鬼咒阵法被迫之前 是无法改变的 刘伯温笑了笑道 但是丁先生的魂魄很特殊 是杨柳之灵 而且还属于太古大神 根本就不在六道名册上 所以你出生的时候 鬼咒大阵根本就没意识到 直到那一年 你六七岁的时候 心智渐渐成熟 才被鬼咒大阵感应到了 丁二苗点点头 这个可以理解 六道的秩序 是在三清手里 建设成的 所有人的魂魄都有记录 但是自己那时 还是一片树叶挂在枝头 自然不会被记录进去 自己是一个凭空而来的人 没有前生 也没有人安排自己轮回 我小时候突然生死 是你安排我师父去解救我的 丁二苗问道 刘伯威摇摇头道 我没有安排 只是做了一点引导 然后三平道长路过坟地 带走了你 好险 要是算计有误 那二苗不是死了 顾清兰说道 不会 丁先生的援灵非常强大 即使生死也不会魂飞魄散 最终还是会回到大罗天 回到那一棵杨柳树上 刘伯温说道 我的第一次大造化 是意外吸收了 十二颗水晶头骨里面的能量 十二金鲜算是为我做了嫁衣 丁二苗想了想 问道 刘伯温 难道 这也是你布的局 那是封神大战后期 我的安排 那时候 我叫江子牙 和十二金鲜关系很好 可以忽悠他们 本来 我是想留为己用的 但是几次历劫 我发现自己没有那个造化 刘伯温说道 你究竟是禅教还是结教的人 丁二苗问道 刘伯温摇摇头道 都不是 我是人教的人 也就是老君的门头 老君 季萧萧突然想到了那个引领自己上天的老家伙 无名老道 本来以为他就是老君 可是后来在大罗厅见到老君才知道搞错了 老君不是无名老道 二苗 那个无名老道 后来一直没出现 知道他是谁吗 季萧萧问道 菩提祖师 猴哥的寿言师 以前学道 后来进了佛门 丁二苗说道 这个情况是丁二苗达到天人合一境界以后自己感知到的 原来是他 怪不得如此神通啊 季萧萧微微点头 刘伯温继续道 人教有一个信念 人定胜天 很感谢丁先生经历无数磨难和浩劫 帮我们证实了这一点 虽然你是新天之灵 但是今天的造化和你自己的奋斗也是分不开的 这期间稍有懈怠 最后的结局都会不一样 日了狗了 自己一直是刘伯温的试验品 小白鼠一样啊 丁二苗苦笑道 说来说去 我还是你的棋子 好在我跳出了你的棋盘 不再受你摆布了 先天之灾 岂可缠寂一辈子 恰逢六道浩劫 丁先生出来平定大局 其实也是应运而生 而我 只不过是这个程序的启动者而已 既然我的前生是一片树叶 那就我落叶归根之时 可是那棵空心洋柳 我怎么找不到 这个我也很奇怪啊 刘伯温深深皱眉道 我也找不到那棵柳树了 实在费劫 记忆悄悄接过话来 问道 你怎么会找不到 难道那棵树不在以前的地方了 刘伯温正中的点头 的确不在了 如果在的话 我可以感应到 丁二苗说道 或许绿叶被摘取以后 六树已经消亡 丁先生 其实找不到那棵树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你现在是宇宙至高六道第一人 刘伯温攻守道 六道之中 今后将奉您为尊 丁二苗摇摇头道 我不在意这些 也没打算号令六道 刘伯温 事说明白了 没事了 你们继续玩吧 说吧 丁二苗用手一指 已经把刘伯温和道演和尚 送回了远处 刘伯温似乎还有话要说 但是丁二苗却视而不见 带着纪萧萧等人转身而去了 二苗 这个刘伯温似乎有意追随你 纪萧萧说道 但是我却不喜欢带着他 他是一个谋士 所到之处必有阴谋 丁二苗一笑道 我只希望 和自己的朋友亲人在一起 不想和阴谋家在一起啊 众人一笑 点头称是 几乎是虚余之间 眼前盛世繁华 已经到了人间道 丁二苗将脚下的版图 化为阵图收了起来 带着大家落在大毛风下 重回故地 纪萧萧和顾青兰都是热泪盈眶 心情激动 三频道长也是倍感亲切 环视身边的一草一木 唏嘘不已 一削削看着丁二苗道 不知道我们 寻天一游 人间过去了多少年 一年半 丁二苗微微一笑道 还好没有耽搁太久 当时我就害怕 万一耽搁太久 回来以后 人间闹过去了几万年 那就不好玩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了 真的好想念啊 师妹不在毛山 云游去了 李青东 受限江道 正在烧香念经 给自己祈福 万书高 不太好 有些癫狂 丁二苗说道 虽然没有见面 但是丁二苗可以感知到一切 如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疯癫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季萧萧赤惊 他一直救疯癫的浅之 与生刺激就发作了 不奇怪啊 众人说说笑笑 向虚云观走去 这时候正是清晨 关门前 两个新来的童子 正在扫地 以前的童子大了 已经下山 自谋职业去了 李青东 又从毛山道院 挑选了两个十来岁的孩子 来虚云观深造 这两个孩子 不认识丁二苗等人 还以为是什么地方 来的乡客 我慌忙亲手问道 几位规合从何而来 季萧萧和丁二苗 都苦笑了一下 心头各种滋味 萧萧黎家老大回 香烟无改 并毛催 儿童相见不相识 孝文可从何处来 顾青兰也笑道 这首诗 简直就是写给我们的 两个孩子不明白 依旧周眉看着大家 你们进去通报里长教 就说 三瓶道长回来了 丁二苗笑了笑说道 我知道了 你们稍等 童子棘手 丢下扫帚 奔进了关门 李青东正在后天打坐 听见童子脚步匆忙 便睁开眼来道 清风明月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 掌救真人 外面有两男三女求见 说是三瓶道长回来了 慌张 三瓶道长是毛山老前辈 早已经先去多年 什么人如此大胆 竟然冒充我毛山前辈 李青东大怒 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 甩动衣袖 向前进而来 两个童子吓傻了 战战兢兢的跟在李青东的身后 万树高 却蹲在后殿的院子里 观察蚂蚁 对身边的一切 视而不见 李青东 一脉出山门 看到丁二苗和纪潇潇等人 顿时呆住了 丁二苗覆手而立 微笑不语 师叔 你怎么才回来呀 班上 李青东扑了过来 包住了丁二苗 老雷纵横 丁二苗轻轻推开 李青东笑道 能有点出息吗 一把年纪 还哭得像个孩子 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师父 三瓶道长 我从天界接回来的 李青东这才抹肝眼泪 推金山倒玉柱 跪拜三瓶道长 免礼免礼 你也是一把年纪的老家伙了 三瓶道长急忙扶起李青东道 毛山不作心 跪拜之力 棋手就好 棋手就好 李青东喜笑颜开 冲着后院大叫 万树高 你个女头还不滚出来呀 你丁氏柱组回来了 大家都回来了 班上 踢他的脚步声响 万树高 黑黑笑着走了出来 傻乎乎的打招呼 二淼哥 笑笑嫂子 蓝姐都回来了 他的脸上看不到惊喜 就是寻常的傻笑 似乎这不是久别重逢 而是丁二淼等人 感激回来了一样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吗 丁二淼笑了笑 走过去问道 什么呀 我一直在这里啊 万树高说道 很好 很好 丁二淼点点头 转身招呼师父进官 踏进前殿 三平道长按照规矩 给毛山师祖进香 但是丁二淼却副手 站在一边 没有上香 丁师叔 您不要给 总是爷上个香啊 不必了 我的心已经送到 再上香火的话 反而对他们有害 现在的毛山师祖 已经受不起 丁二淼的香火了 所以丁二淼 只是注目为理 对了 二淼 这次上天 为什么没有遇上 毛山祖师爷啊 他们应该也在天上吧 记忆萧萧问道 都在 但是他们 在天上属于文职 所以什么大战中 没有出面 我们自然没遇上 丁二淼说道 众人进入后殿 喝茶续话 丁师叔 吴师叔出门云游 已经一年多了 李青东说道 我已经知道了 他目前在南海一带 很好的 丁二淼点头 你怎么知道的 李青东有些意外 二淼现在天人合一 别说地球上 就算三十六天之内 六道之中任何事情 他都可以感知到 三民道长得意的一笑 这么厉害啊 师叔好造化呀 李青东又惊又喜 手指万叔高道 这个地图走火入魔了 丁师叔 你想办法救救他吧 万叔高咧嘴傻笑道 谁说我走火入魔了 我不是好好的吗 好你个鬼啊 给我闭嘴 李青东瞪眼 行我闭嘴 万叔高又傻笑 也不生气 也不畏惧 济笑笑笑 赵梅看着李青东问道 他到底受了什么打击 变成这个样子 李青东塌了一口气 把当初万叔高 现身大怀国的事啊 给大家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 众人默默的听着 都觉得新奇 被提及往事 万叔高立刻精神起来了 时不时的 抢过李青东的话 来亲自陈述 到最后啊 李青东干脆不说了 让他自己说 最后说到国破家王 其里子散的那一幕 万叔高山人泪下 耿叶不能语 众人都无语了 良久李青东叹气 看着丁二苗问道 师叔啊 你看这地图的模样 还有在旧吗 他从大会国回来以后 夏兵没来看他吗 丁二苗问道 夏兵来过啊 带着孩子在这里啊 住了一段时间 看见万叔高 沉迷于大会国往事 夏兵也很绝望 最后心灰意冷 带着孩子回山城了 说实话 夏兵也放弃了万叔高 只打算带着孩子 过一辈子了 丁二苗点点头道 我试试吧 走到万叔高的面前 丁二苗缓缓伸手 安在万叔高的额头上 来感知他的思维 可是万叔高的思维很混乱 脑海里一会儿是夏兵 一会儿又是红彩儿 一会儿是他的女儿夏依仙 一会儿又是他在大怀国的 一对儿女 丁二苗正欲切断 万叔高对大怀国的记忆 却突然看见顾清兰 和火风黄的眼神里 有一丝复杂的情绪 罢了 万叔高的病 我也没办法 丁二苗收回手 摇头道 各有各的远法 传道桥头自然指 有他吧 古往今来最难看破的 便是一个情字 丁二苗心里想 自己都无法安置顾清兰 和火风黄等人的感情 又何必自作主张 给万叔高的感情做个了断 楼椅也有感情 某区万叔高的记忆 对红彩儿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里面就像火风黄一样 他原本一非人类 天上的神鸟而已 但是他的感情 却和人类是一样的 施主也不行啊 李清东顿时大感失望 周梅道 只是苦了下兵了 受一点苦 也未必就是坏事 人生在世 哪有不受苦的 丁二苗一笑道 万叔高傻乎乎的点头道 对对对 吃苦没事 我不办吃苦 李清东气得吹胡子瞪眼 想要喝吗 最后却又认了 丁二苗看了看众人 眼光落在李清东的身上道 李清东 你在人间的事都解决了吗 这次回来真的带你们走了 去大黄世界 我的事一切妥大 就等着丁师叔躲我成仙 李清东眉开眼笑 却又忧思 说道 可是吴师叔怎么办 他不愿意去大黄世界 尊重师妹的选择 丁二苗说道 李清东点头道 也行 反正丁师叔现在神通无边 可以随时把吴师叔接走的 不 我这次离开 会有很长时间不会回来了 丁二苗摇摇头道 再次回来 至少也在十几年以后 为什么呀 李清东恶然 本来李清东以为 来去天地之间 可以潇洒无际 随时可以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可以常回家看看 听见丁二苗说不能常回来 李清东难免有些失望 因为我来往太频繁 会对地球弃场 形成伤害 不利于这里的人 丁二苗说道 李清东明白过来 连头道 那也行 我跟你去 就是我们走了以后 毛山熏观交给万叔高 实在 有些伪爱 堂堂毛山大派 出了一个疯疯癫癫的掌门人 这 丁二苗一笑道 不必担心 吴师妹还在人间道 一旦毛山有事 他自然会解决 而且临走之前 我会物色一个徒弟 交给万叔高条理 十几年后 我徒弟长大 也就是万叔高解脱的日子了 你把徒弟交给万叔高 就不怕万叔高 把人家调教成傻子 记忆潇潇问道 没事 我会整理一些法术 会计成策 让徒弟自己学习 万叔高不用教学 负责监管就行了 丁二苗 胸耀成舟 记忆已定 丁二苗带着 纪潇潇和顾清兰 火凤凰 离开了徐云关 向山城而去 三平道长却留了下来 和李青东谈天说地 李青东恭送到山门之外 挥手封别 只不过几个呼吸之间 众人已经来到了山城 顾清兰还是旧时模样 回家去看父母 顺便作别 丁二苗带着纪潇潇 去看李伟年 二苗 不知道李伟年 现在什么样子了 纪潇潇一笑道 还有绿珠 应该五六岁了吧 顶二苗哈哈一笑道 李伟年的样子 你看到以后一准吃惊 绿珠和栓珠 整整六周岁了 这个夏天过去 应该上小学一年级 吃惊 为什么会吃惊 纪潇潇问道 天机不可泄露 你见了就知道 不过 你可不要冲动 静观其变 丁二苗带着纪潇潇 走在山城的大街上 一边说道 记忆潇潇撇嘴道 我干嘛要冲动啊 莫名其妙 说话间 两人转过一个街角 却发现 前方正在打架 有五六个小伙子 手持棍棒 正在围殴一个 身穿灰色保安服的人 而被围殴的 正是兵王李伟年 李伟年蹲在地上 面对雨点般的棍棒 却不还击 只是死死的 抱着脑袋承受着 他的脸上挂着血 鼻情连肿 混杂 这些王八蛋凭什么打人 纪潇潇一愤天鹰 就要施展神通 为李伟年出气 丁二苗伸手 按住了纪潇潇的 小嫂 说好了静观其变的 别冲动 哦 纪潇潇一愣 忍了下来 前方的殴打还在继续 伙伙们 拳打脚踢 一边破口大骂 村子 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赖喊们想吃贴鹅肉 连人家的几岁小女孩 都不放过 你还是人吗 李伟年依旧不还手 就那样蹲在地上 下意识的护逐要害不畏 班上那伙人打累了 终于转身而去 留下了凄凉的李伟年 走到丁二苗和纪潇潇身边 那几个打手中 有人瞪眼 凶巴巴的道 好什么啊 信不信连你一起走了 丁二苗笑而不语 纪潇潇 却瞪眼反击道 我不信 问话的那人立刻就火了 挥拳向纪潇潇脸上打来 纪潇潇 也不躲闪也不招架 却见那人身体一转 砰的一拳 砸在路边的大树上 哎哟 那人一声嚎叫蹲了下来 全都让血肉模糊 几个混混们大惊失色 一起围了过去 看看同伙的伤势 又看看赌宁的急潇潇 这些人才知道 这次遇上高人了 于是扶起同伙 落荒而去 那边一尾年 摇摇摆摆的站起来 揉着眼睛 绕脸 嘴一下 兴奋的挥手冲了过来 二苗哥 人还没到眼前 酒气却已经到了 这还是大清早啊 李伟年就喝得醉醺醺的 顶二苗照眉道 李伟年 你看你现在的熊耀 以后别叫二苗哥了 我真不想认识你 二苗哥 一两年不见 你都在什么地方啊 李伟年挠着脑袋 憨笑着问道 继潇潇也照眉道 李伟年你变了 当年意气风发 现在萎靡不振 又不修蝙蝠 一个邋遢大叔的形象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绿珠呢 说起绿珠 李伟年顿时羞了笑脸 从口袋里摸出香烟点上 郁闷的道 绿珠在他自己家里 杨德宝不让我见他 为什么不让你见绿珠 喂 你不是对绿珠做了什么吧 他现在还是个孩子啊 急潇潇说道 没有 怎么会呢 李伟年的脸上一阵尴尬 挥手道 杨德宝的意思 是我的年纪和绿珠差太多 不可能在一起 他没有明确说出来 但是已经阻止我 接近绿珠和拴主了 有时候偷偷去看绿珠 所以引起了杨德宝的不满 刚才的几个人 就是他指使的 那你为什么不还手啊 纪潇潇很愤怒 以你一个兵王的身手 收拾几个混混没问题吧 李伟年摇头道 我要是还手 事情就闹大了 然后杨德宝就更加生气 会迁怒于绿珠的 我忍着 反正他们不敢打死我 丁二苗被气笑了 拉着纪潇潇就走 走吧潇潇 这些破事我们管不了 让他继续忍着 忍到绿珠大了以后再说 李伟年急忙追来道 二苗哥 别急着走啊 喝一杯叙叙酒 可是眼前一花 丁二苗和纪潇潇 已经消失了 二苗哥 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啊 李伟年失落无比 看着天空大叫 一场相识 丁二苗解决了绿珠和拴主的 投胎问题 也让自己明白了前生 可是现在呢 绿珠和自己也不快乐 难以见面 而丁二苗说走就走 一点也不念旧 似乎天大地大 只有他李伟年一个孤独者了 所以李伟年很惆怅 十五年后 会由我徒弟来找你的 那时候你跟着他走 就能见到我了 丁二苗的声音传来 似乎很远 又似乎很近 十五年 你徒弟 他叫什么名字 李伟年举目四看 一边追问 然而这次 没有等到丁二苗的回答 山城的另一条马路上 警华林希若 正在驾车赶往警局 忽然身边光影一动 副驾驶上多了一个人 卧槽 丁二苗 你吓死我了 林希若大只一惊破口大骂 这些日子 你都死哪儿去了 知道姐姐想你吗 后座上 纪潇潇悠悠的道 知道啊 所以我们来接你了 嗯 潇潇也来了 林希若这才知道 纪潇潇也上了车 靠边停下 看着丁二苗和纪潇潇问道 你们接我去哪里啊 是不是对我成仙啊 差不多 就是这意思 丁二苗笑着点头 问道 姐姐 跟我们一起去吗 林希若想了想 突然道 二苗 潇潇 我有一句实话 不知道你们听了 会不会生气 姐姐请说 保证不生气 丁二苗说道 林希若点点头道 我总觉得 以前的丁二苗好玩 而现在的丁二苗变了 老成了 话少了 不好玩了 所以我不想跟你们一道去了 那里没有好玩的人 去了也很苦闷啊 丁二苗和纪潇潇对视一眼 密密相去 没生气吧 林希若小心翼翼地问道 没有 不过 有点失落 丁二苗笑了笑道 姐姐不去 我也不勉强 过有缘法 姐姐自己感到快乐就好 谢谢理解 林希若伸出手来拥抱 丁二苗道 以后 还会再回来吗 丁二苗也拥抱着 林希若道 还会回来的 不过 总在十几年后吧 好 那时回来 我们再喝酒花拳 回忆当年 林希若松开手 脸上带着笑 眼中含着不舍的泪花 挥别 各奔东西 纪潇潇问道 二苗 其他的人怎么办 如瓶姐 你父母大哥 还有隔灶山鸡九爷 是不是一个个通知道 不用 我已经寂寞过去 询问他们的意见了 愿意跟我们走的 明天晚上一起动身 不愿意的 不勉强 丁二苗说道 啊 可是你的徒弟在哪里啊 记忆潇潇又闻了 丁二苗微微眯眼 感知着四周 忽然道 燕荡山中 有人睡啊 快去看看 记忆潇潇吃了一惊 正要细问 却已经被丁二苗 带离了原地 燕荡山 一条极其隐秘 而险峻的峡谷中 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 躺在草地上 丁二苗走上前 伸手抚摸着孩子的额头 道气慢慢渗入 调理修复孩子的受伤部位 使他渐渐醒来 叔叔阿姨 这是什么地方 我死了没有 那孩子六七岁 一双大眼睛 甚是水灵 坐起来问道 你没有死 告诉我 你叫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丁二苗问道 我姓叶 我叫叶孤帆 今年七岁 那孩子想了想 突然灭露惊惧之色 手指石壁上面道 上面有妖怪 这人的妖怪 妖怪 季萧萧蹲下来 抚摸着孩子的脑袋道 别害怕 慢慢说 燕孤帆哭泣起来道 我爸爸妈妈和妹妹 好像都被妖怪吃了 我们是来旅游的 在上面 大帐篷露营 半夜里挂了一阵风 然后身边都是黑乎 我听见我爸爸妈妈和妹妹的惨叫 然后 我被我爸爸推了下来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燕孤帆 口齿凌厉 土字清晰 将夜里的事情说了一个大概 继小小从身而起 飞蹲到上面的悬崖上 叶孤帆看呆了 问丁二苗 叔叔 刚才他阿姨是神仙吗 为什么会飞啊 那是我的妻子 算是神仙吗 丁二苗一笑 叔叔 这么说你也是神仙了 特地来救我的 对不对 叶孤帆很懂事 突然趴在地上磕头 叔叔 你们这么大的本事 去救救我爸爸妈妈 救我妹妹好不好 我救救你了 丁二苗安慰着夜谷翻道 别急 等你阿姨下来再说 说话间 纪小小已经探查了一趟 飘然落下 阿姨 我爸爸妈妈和妹妹 还在上面吗 上面没有人 但是有些零星的血迹 估计你爸妈 纪小小怀怀摇头 欲言又止 很显然 纪小小的意思 是叶孤帆的爹娘 和妹妹已经没了 阿姨 我爸爸妈妈和妹妹 是不是都死了 叶孤帆抓着纪小小的手 摇晃着问道 纪小小沉音不语 不好回答 叶孤帆 他们都没死 但是有可能被妖怪捉去了 丁二苗赶住了一下 随后道 你要想找到他们 就必须学好本事 将来才能有机会 这就是我们帮不了你 叶孤帆眨了眨眼睛 可怜巴巴的问道 叔叔 我有怎么样才能学好本事 上学读书吗 还是锻炼身体学习武术啊 苗学会道教法术 才可以打败妖怪 找到亲人呢 丁二苗取出一枚铜钱 丢在地上 然后祭出了三位真火 火光不大 但是颜色纯青 顷刻间融化了铜钱 这就是道家法术 愿意学吗 丁二苗问道 我愿意 我要去救我的爸爸妈妈 去救我的妹妹 好 你跪下拜师吧 我叫丁二苗 从此以后 就是你的师父了 这是你师娘 姬萧萧 丁二苗说道 夜姑翻大喜 毫不犹豫地跪在地上 砰砰砰 拨住磕头 孩子又不懂理 他只知道磕头 顷刻间磕了十来个头 行了行了 起来吧 姬萧萧拉起了夜姑翻 打量着他的脸蛋 这孩子天庭宝满地各方圆 五官三庭十二宫 都恰到好处 也是大鬼之相 只是幼年时期 要首先磨难 很好 我们的教派叫做毛山派 我这就带你回去 交给现在的毛山掌教监管 论备份 他比你还低一倍 你可以叫他掌教真人 丁二苗说道 我知道了 师父是娘 叶姑翻很懂事的点头 丁二苗点点头 一挥手 已经带着叶姑翻远去了 毛山虚云观 李星东和邱三平 正在合茶聊天 万树高还在逗蚂蚁 津津有味 我们回来了 二苗也找到徒弟了 姬萧萧笑着走了进来 身后是丁二苗和叶姑翻 三平道长和李星东都站起身 打量着叶姑翻道 这孩子不错啊 可以继承毛山大业 丁二苗叫过来万树高道 万树高 我的徒弟就交给你了 你监管他练功 传授他基本的道术知识 不可窃态 将来你的归宿 也着落在叶姑翻的身上 知道了二苗哥 万树高看着叶姑翻傻笑 叶姑翻有些惧怕 疯疯癫癫的万树高 往姬萧萧的身后躲了躲 我重新铸造了一把子母剑 剑中有剑 将来就是叶姑翻的法剑 这剑从外表看 就是一块扁铁 方便携带 但是中间暗藏短剑 就是我的万人斩 万人斩我也复原了 交给叶姑翻 算是一个礼物和传承 丁二苗看着万树高 继续说道 除此之外 我还整理了一些人间道 比较适用的法术 汇集成策 等到叶姑翻十二岁以后 你传给他 让他自己学习 万树高点点头 表示明白 另外 还有一套七步对法 是从九顿之书里面 画出来的 危机关头可以保命 你又监督一股翻练剑 丁二苗诱到 万树高继续点头 心不在焉 丁二苗絮絮叨叨 叮嘱了一大堆 万树高只是点头也不多话 到最后 丁二苗看着万树高问道 现在该你了 有没有什么要问我的 万树高想了想问道 二苗哥 你真的不带我升天成仙呢 机缘未到 劫难未满 不能带你去 丁二苗摇头 那好吧 你们在天上一定要好好的 一定要好好的 万树高说道 谢谢关心 我会的 丁二苗说道 我会在谋山诅咒你们的 万树高咬牙切齿地补充了一句 他虽然疯疯癫癫 但是啊 也有偶然清醒的时候 他知道大家都飞升了 自己却要留守谋山 所以心里愤恨不平 丁二苗哈哈一笑 挥手道 没事 谢谢你的诅咒 癞蛤蟆骤天越皱越鲜 我从树上就受到 鬼咒大战的诅咒 会好好的 众人都哈哈大笑 乐不可知 叶孤帆不知道大家笑什么 眼神咕噜噜地转动着 东看西看 李青东把天积盘拿了出来 郑重地浇在了万树高的手上 又拍了拍他的肩膀 眼中也有一些湿润 万树高无所谓 很随便地把天积盘夹在叶下 挥手道 你去吧去吧 去了以后别想我 我没事的 此日晚间 茅山续音观集集一堂 热闹非凡 该来的人都来了 该来的鬼也来了 鸡酒也 梁梁 临山县的刘老鬼 儒平和洪玉 丁二苗的全家 众人举杯痛饮 净醒而散 而此时 叶孤帆 已经进入了梦乡 丁二苗选择飞升的地点 在大毛峰的山顶上 选择这里也是表示不忘本的意思 毕竟自己的倒数源于茅山 这里是自己的精神故乡 万树高耸别 眼神酸酸地看着大家 丁二苗寄出阵图 正要招呼大家一起离开 却见西天一束星光射来 天伤星 丁二苗一呆 这次意识到 五二爷的事情还没办完 当时自己在阴私断案 和五二爷闹翻了脸 阴了他一把 现在也该解决了 犹豫了一下 丁二苗冲着众人说道 大家等我一会儿 我去幽冥道 把潘金莲的魂魄取来 一起带去大黄世界 你把他带去 以后如何处理啊 纪潇潇问道 可以让他在大黄世界 投胎做人了 现在我可以抹掉 他的前世记忆 不用担心 丁二苗一笑 纪潇潇潇点头 和丁二苗一起离开 前往幽冥道 一住乡以后 丁二苗和纪潇潇返回 已经取来了潘金莲的魂魄 在向西天看去 天伤星眨了眨眼 似乎在表示感谢 万树高突然扯住了 丁二苗道 丁二苗哥 有件事我忘说了 大事 什么大事 秦文君还记得吗 我又没傻 当然记得 秦文君怎么了 万树高黑黑一笑道 秦文君没死 还活着 胡说八道 我可以一眼看穿 六道之内的所有情况 但是没发现 此人的魂魄 真的 我不骗你 他就是在泰州 毒舍重生了 还搞一个很大的公司 叫做 飞天则是有些公司 飞天就是成仙的意思 所以说 秦文君还没放弃修仙的心思 而且啊 那个阴阳眼妹子王雨昕 也去偷奔他了 在他那里上班呢 不会吧 丁二苗正美 忽然抓紧万树高道 走 你陪我去泰州看一看 眨眼见 丁二苗和季萧萧带着万树高 落在泰州一家星级酒店的门前 泰州虽然是座小城 但是经济不错 比较繁华 此时已是深夜 依旧灯火辉煌 一个三十来岁 收着大背头 挺着大肚子的家伙 打着酒格 直高气扬的 从酒店里走出来 身后跟着几个跟班 你看他那模样 和老亲戚的三胖 有了一拼 丁二苗哭笑不得 指着那中年胖子 问万树高 你说这家伙 就是秦文君 就是他 飞天公司的老板 秦文君 万树高说道 你弄错了 这个秦文君 不是那个秦文君 原来的秦文君身上 有邪气 也有点仙气 而眼前之人 身上只有财气 没有仙气 俗人一个 丁二苗摇了摇头 说话间 那个飞天公司老板 秦文君走了过来 困惑的看着 丁二苗等人问道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刚才听见 你们说我名字了 认识 以前有个朋友 也叫秦文君 所以来看看 有人和我同名 也叫秦文君 飞天老板乐了 咧嘴大笑道 他一定没我帅 一定没我帅 嘿嘿 是啊 真帅 要不 王雨昕 也不会看上你 季潇潇 不无讽刺的说道 秦文君一愣 回头 问身后的跟班 王雨昕 谁呀 秦老板 他是新来的前台秘书 哦 怪不得没印象 秦文君点了点头 冲着丁二苗等人挥挥手 转身而去 丁二苗摇摇头 也带着季潇潇和外叔高 离开了台州 二苗 王雨昕为什么要来这里 你不会弄错了吧 莫非这家伙 真的就是以前的秦文君 秦毅潇潇 有点担忧 问道 绝对不是 我不会弄错 丁二苗摇摇头道 王雨昕来这里 只不过是怀念当初的秦文君 在这个家伙的身上 寻找一点 慰藉罢了 总之各有各的原法 只要雨昕妹子开心就好 毛山大毛峰 众人站在阵途之上 缓缓飞升而去 万叔高 呆呆仰望着 漠然乌语 这大荒世界上 一派忙碌 玉鼎成老城主柯怀里 在大荒散人 姬赫轩的帮助下 将大荒世界 治理得井井有条 一派盛世繁华景象 只是想起了早逝的柯彩莲 老城主难免伤悲 同时 丁二苗和季萧萧一去不复返 老城主等人也非常挂念 苦于无处寻找 无从打听 老城主也只能干等着 同样望眼欲穿的 还有秋双秋露两姐妹 这一天 老城主和姬赫轩 正在玉鼎王城的春风楼前闲话 忽然间 这天上响云涌动 一彩大风 贤婿回来了 老城主大喜挥手高呼 来人可是丁二苗啊 丁二苗带着大家落地 点头为礼笑道 正是我们 老城主别来无恙 可喜可贺 季萧萧也激动 上前握着老城主的手 老城主我们回来陪你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可怀里老泪总横 丁二苗给大家做了介绍 然后众人一起进大街落座 秋双秋露得到消息 一起跑了过来 站在丁二苗的面前 幸福的傻笑 一番寒暄 老城主大败烟席 为大家接风 三篇道长和鸡酒爷 李青东等人 都是第一次来到大黄世界 见此仙境 五五心花弄放 通饮之后 丁二苗独自走出大殿 来到柯彩莲当初的住处 独秀园 独秀园前的碧玉广场边 水塘里的荷花 开得正烟 红白两色 金香妖娆 丁二苗在柯彩莲的 碧玉坟前 覆手而立 看着前方的莲花发呆 恍惚中 那一株随风起舞的红莲 正是当初 一袭红衣 亭亭玉立的柯彩莲 只可惜 那红莲终究不是柯彩莲 何堂依旧 红颜不在 让丁二苗心中惆怅不已 江南柯彩莲 林夜空甜甜 莫言共彩莲 莫言独彩莲 莲堂西风 吹香散 一消可蒙 如睡寒 丁二苗眼眶微热 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这首彩莲诗 路人一和性 相逢在此间 忽然有天类般的声音 从何堂传来 丁二苗浑身一颤 如遭电击 谭也向对岸看去 只见何堂变一棵 已经枯萎的老柳树后面 转过来一个 雨孝燕燃的红衣家人 名谋后尺 倾国倾城 正是柯彩莲 莲儿 你还活着啊 丁二苗大喜过往 搜得一下飘过河塘 伸手来抱柯彩莲 父亲 我还活着 只不过是魂魄之身 柯彩莲 扑在丁二苗的怀里 岂不成声 没事没事 有魂魄就好 我有办法 让你复原 丁二苗激动不已 问道 我搜遍大黄世界 也没有找到你的魂魄 我以为你已经 魂飞魄散 消失在虚空中了 雷儿 这些天一来 你都待在什么地方 柯彩莲轻轻 推开丁二苗 笑道 你猜啊 说话间 身后脚步声响 却是纪萧萧走了过来 看见柯彩莲 纪萧萧更是惊喜外分 扑过来抱住柯彩莲 连声问道 雷儿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是我啊姐姐 真的是我 柯彩莲也抱着纪萧萧 亲如姐妹 当初柯彩莲是为了救护纪萧萧 才死于三萧城主的手下 所以纪萧萧感念旧情 对柯彩莲并没有促意 晚上 纪萧萧和柯彩莲才分开 指手相看 练儿 这些天你都躲在什么地方 害得我们千尝挂肚 纪萧萧也同样问道 我躲在附近的心里 柯彩莲微微一笑 丁二苗不解 谷在附近的心里 什么意思啊 纪萧萧萧问道 跟我来 柯彩莲拉着纪萧萧的手 转身走向那棵枯萧的老柳树 丁二苗盯着眼前的老柳树 突然间心头一亮 踏破铁鞋无觅处 原来这棵老柳树就在大荒世界 刘伯温说 自己的前生就是一棵空心老柳树 浑身灵气 集中在一片树叶上 最后被刘伯温摘去 投生在江南陵山县钉家 柯彩莲说 一直躲在自己的心里 那不就是说 他的魂魄一直寄存在 空心老柳树中吗 果然 柯彩莲指着 河塘编的老柳树道 我当时回飞魄散 却不知道为何 又被这棵空心柳树 吸收聚集了起来 躲在里面 我觉得很温暖很亲切 有夫君的气息 所以我就把这棵树 当成夫君的心了 这棵树有二苗的气息 集消消聪明决定 立刻醒悟过来 看着丁二苗道 二苗 柳伯温的那一片叶子 是不是从这棵树上摘去的 丁二苗伸手抚摸着 眼前的老柳 点头道 没错 我感应到了 我的根源就在这里 他就是我的前生 怪不得 这气息这么亲切 柯彩莲恶然不语 集消消正眉道 莲儿 我们平定大方世界的 结窍缠窍之争以后 也在这里待了很久 二苗 还建立了一座碧玉坟 那时候 你为什么不出来见我们 柯彩莲脸一红道 我在里面 一直是沉睡状态 在做梦 潜意识里不愿意醒来 担心美梦醒来 不见了夫君 直到今天 我在睡梦里听见夫君 吟诵 蔡莲师 才突然惊醒的 哼 原来你这丫头 在里面做春梦啊 季消消大笑 没有没有 柯彩莲脸色更红 插开话提到 现在我想明白了 我之所以被吸引到了这里 是因为夫君心里有我 如果他心里没有我 我想 我可能真的会随魄散了 他就是老柳树 老柳树就是他 他的心是空的 可以容下很多人 尤其是像莲儿这样 漂亮的女人啊 季消消不无调侃地 看着丁二苗 小嫂 你又胡说 丁二苗脸色一阵尴尬 看着老柳树倒 老柳树是我的前生 我能感应到 但是我不明白 他是怎么来到 大黄世界的呢 是啊 是谁送过来的 季消消也不解 大黄世界 是通天教主 和原始天孙 共同创立 用来斗法的战场 而老柳树 和红军道人平背 肯定是先于 大黄世界之前存在的 为什么会出现 大黄世界里呢 丁二苗围着老柳树 走了几圈 也猜不透其中的秘密 忽然树中有人说话道 丁二苗 落叶归根 你终于找到我了 你说话的声音 居然和丁二苗一模一样 丁二苗吃了一惊 问道 老柳树 是你在说话吗 是我在说话 也是你自己在说话 你我本是一体 老柳树里面的声音 嗡嗡传来 你很困惑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吗 你我一身 我明白了 我是你的分身对吧 丁二苗看着老柳树道 我的确不明白 你为什么会在大黄世界 没错啊 你就是我的分身 不过一生一灭 此刻 我的本身灵力即将耗尽 将来以后活下去的是你 而我会彻底消亡 老柳树的声音说道 我为什么会在大黄世界 是因为我自己来的 在禅教和结教纷争的时候 在大黄世界初见的时候 我就来到了这里 只不过 没有人会留意一棵老柳树 我本无心 不愿意参加任何纷争 但是看看热闹 总是可以的 丁二苗有点冒冷汗 问道 你来这里 就是做官禅教和结教厮杀吗 没错 一辈子这么长 不堪热闹怎么过下去 老柳树说道 可是刘伯温说 是在大楼天见到你的 没错 但是你要知道 我是来续自如的 他可以在大楼天见到我 那是我自己的安排 我知道自己缘起将近 所以必须选择重生 于是 那一片绿叶出现在刘伯温的面前 老柳树的声音 略带得意道 要不 你以为他可以尝试 他未免太高看了自己 丁二苗真的冒冷汗了 刘伯温以自己为棋子 却不料 他也早在别人算计之中 成为了别人的棋子 我借助刘伯温之手 去人间道 历劫重生 便成了你 老柳树大笑道 丁二苗 可曾记得那一句话 先有红军 后有天 我比红军早千年啊 先有红军 后有天 我比红军早千年 丁二苗缠音不语 脑海里泛起一点 来自远古的回忆 记忆中的画面是 鸿蒙初开的时代 也是在一个河塘边 红军道人的猪斑法器 与点一样 砸向一棵老柳树 但是老柳树的枝条飘动 将所有法器一写缠住 然后吞进了树干里 最终 红军道人攻守拜扶 老柳树也吐出了 所有法器 还给了红军道人 我记得了 很久很久以前 你和红军道人交过手 你收了他的所有法器 丁二苗难难的说道 我本空心来者不去啊 老柳树也是一笑道 如果不是这空心的特质 你也不能吸收 蝉脚十二金仙 留下的水晶头孤里的能量 更不能吸收 天界至高的 谋军老祖的修为啊 丁二苗点点头道 这一点我也感觉到了 当时卸身在天界四大至高 和摩军老祖的夹节之下 子孙闭死 谁知道 最终吸收了他们一半的修为 顺利逃出了 哈哈 逆掌城 我可以消失了 老柳树大笑 忽然迎风一晃 枝条开始粉画 纷纷扬扬扬的 随风飘远 季萧萧和柯彩莲都觉得可惜 转脸看着丁二苗道 能不能挽留一下 他没有死 只是变成了我 所以不用挽留 丁二苗挥了挥手 催动一阵大风 将整棵树化为鸡粉 河塘边再也看不见柳树的影子 唯有满塘摇曳的荷花 身后淋上一些刘老鬼和天文石飘了过来 跪在地上冲着丁二苗磕头道 主公 我们应该立刻着手 建立大荒时节的秩序 这种俗事你们配合凉凉和大荒散人 姬和轩协同办理吧 不必跟我说了 丁二苗说道 主公 但是你也别忘了我们当初的约定啊 刘老鬼又磕头道 当时我们说过 当你登基为皇的时候 要把姓氏改过来 认祖归宗 为建文大敌正名 丁二苗回身一瞪眼 我说你烦不烦 我见过你老子刘伯温 知道他怎么说的吗 主公见过老臣的先父 他和主公说了什么呀 你老子说 人间的皇帝在他眼里和蝼蚁无异 朱元璋是蝼蚁 朱允文和朱棣都是蝼蚁 不会的 先父一生 惊忠报国 大忠大孝 绝不会说这种话的 那是他在人间的事 但是回到天界 他的忠孝就换成了藐视 所以在人间是一回事 不在人间又是另一回事 你也不必于忠于孝 抱着朱允文的遗愿不放 另外 我本是鸿蒙初开宇宙第一人 一定要排辈分的话 朱允文还不知道排在我后面 多少位呢 丁二苗恢恢手道 此事今后不用再提 就这样了 刘老鬼默默地站了半天 终于一点头 带着天文士干活去了 打发走了刘老鬼 丁二苗倾静了许多 带着季晓晓和柯彩莲 前去看望老城主柯怀里 三日后 丁二苗正在河塘边散步 却见季晓晓找了过来 二苗快给我回去 有好事 季晓晓笑着说道 好 丁二苗一笑 和季晓晓携手 走向独秀园 院内不止一新 张灯皆彩 香花遍地 这是什么写情日子 大事不张的 丁二苗左右看着 一边问道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季晓晓推着丁二苗向前 笑语言然 一步跨进独秀园的主殿 丁二苗更是吃了一惊 只见满堂煮饮摇红 其炉天香 七个凤贵侠配的新娘子 一字排开 站在画堂之下 晓晓 这是干什么 丁二苗大救 你说干什么 季晓晓指着那些新娘子道 蓝姐 火凤凰 莲儿 秋双秋露 如瓶姐 红玉 他们都跟了你这么久 你总要给个名字吧 慢慢先图 大家聚在一起永不分离 不是更有意思吗 搜 一消消的话还没说完 丁二苗已经搜的一下飘了出去 孤晴兰和如瓶等人 都把红盖头摘了 一起追了出去 大呼小叫 丁二苗 你这是什么意思 蓝姐 如瓶姐 你们给我时间啊 让我考虑考虑 丁二苗还在向前飞奔 声音远远地传来 可是你要考虑多久啊 火凤凰大声问道 大概 可能 十万年差不多了吧 丁二苗的声音越去越远 你妹啊 十万年太久了 不行 漫漫先图 十万年也就一眨眼 实在不行 那就九万年吧 你们等着 九万年以后再说 另一边 茅山虚云罐里 叶孤帆一觉醒来 慌忙起床洗漱 洗漱完毕 来到院子里 却发现今天格外的清冷 两个童子也已经起床了 洗漱之后 给祖师爷上了箱 开了山门 在外面扫地 后院的西乡房卧室里 传来万数高的憨声 两位哥哥 我师父师娘还没起来吗 叶孤帆跑到山门外 询问扫地的童子 清风明月一起摇头道 不知道 我们也没见着 叶孤帆想了想 终于鼓起勇气 敲了敲万数高的房门 大清早的敲什么交啊 万数高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踢踏着拖鞋 开了门 瞪眼看着叶孤帆 掌教这人 我来问问我师父师娘的 叶孤帆窃窃窃地说道 万数高打了一个哈欠 挥手道 找你师父和师娘啊 告诉你啊 你见不到他们了 为什么 他们不在人间了 明白不 他们在天上 明白吗 万数高用手指了指天空 又道 等我穿衣啊 给你师父师娘立一个牌位 以后想他们了 就给他们上一炷香 不在人间在天上 还要给他们立牌位 难道师父师娘死了 叶孤帆呆呆地站在院子里 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 万赏 万数高终于洗漱完毕 胡子拉叉地走了出来 找了两块破木板 写了两个牌位 谋山丁尔苗之位 谋山记潇潇之位 写好之后 万数高把牌位丢给叶孤帆倒 拿到后店里 摆在挑桌上 每天早晚上香啊 叶孤帆才七岁的小屁孩 自然是照做了 他捧着牌位 走进了后店里 端端正正地摆在挑桌上 上香磕头 想到那个仙女一样好看的师娘 就这样没了 叶孤帆忍不住 又哭了一个稀里哗啦 万数高走了进来 老鹰装小鸡一样 把叶孤帆提起 直接拎到前地 丢在破团上 然后万数高转身 取过一本道德经 扔给了叶孤帆 七天之内 把这本书都背熟了 否则当心你屁股 知道了掌教之人 叶孤帆旁写书卷 眼泪又哗哗地下来了 这书里很多字不认得 怎么背啊 万数高抓了抓头发 冲着外面吼道 明月清风 把这小东西 送去茅山道院 让他跟班读书 就说是我的意思 明月清风答应一声 带着叶孤帆 向道院而去 从此 叶孤帆白天在道院学习 晚上回到徐云棺 背诵各种经书 十年后 叶孤帆十七岁 完成了茅山道院的学业 终于可以不读书了 当年的小屁孩 也长成了拉风少年 个头啊 比万数高还高了一点点 但是万数高却依旧 丰富颠颠的 有时候和叶孤帆 在一起玩蚂蚁 有时候有凶人扼杀 训斥叶孤帆 不过叶孤帆 渐渐长大 知道了趋吉 避凶建峰使舵 所以啊 情况大有好转 这一晚 功课以后 叶孤帆准备进房休息 却发现万数高 站在月色下发呆 长得真人 你为了训断 日夜操劳 早点休息吧 叶孤帆小心翼翼的 拍了一个马屁 万数高咧嘴一笑道 小肚仔子 你也知道我辛苦啊 倒是不忘我调教你一场 这样吧 从明天开始 我教你周规法术 学好法术以后 你就可以下山了 以后逍遥人世间 走黄江湖 快与人生啊 叶孤帆打了一个哈欠 说道 可是掌教真人的这句话 都说了五年了 我等了五年 也没等到你教我周规法术啊 五年前我就说过这话 没有吧 万数高皱眉 掌教真人要是不信 你可以问问 清风明月啊 叶孤帆美好气的说道 万数高想了想到 不用问了 我今晚就教你 现在就教你 多谢掌教真人啊 叶孤帆大喜 眼神一亮 万数高 列祖一笑 带着叶孤帆走向暗室道 纸上得来 终觉浅 觉知此事要功行 捉鬼这玩意儿啊 最重要的是实习 我几年前抓了一个千年女鬼 叫做唐敏儿 就被我关在这暗室里 你进去逗一逗她 见了她 就发掌心雷 说吧 万数高开了暗室门 一把将叶孤帆推了进去 随后 暗室里传来女鬼的轻笑 和叶孤帆的惨叫声 万数高在外面大怒 喝道 叶孤帆 用毛衫掌心雷啊 你也真够笨的 掌教真人 可是你从来没教过我 什么是掌心雷啊 叶孤帆惨叫 传出了虚云观之外 我没教过你吗 万数高一愣 急忙进了暗室 把叶孤帆救了出来 可是叶孤帆的脸上 已经多了几条血痕 掌教真人 我做错了什么 你可以惩罚我呀 但是别这么折磨我呀 叶孤帆坐在地上 大口喘气 万数高想了想到 对了 你师父留下了一些周规法术 让你自己学习 我把书本拿给你啊 你自己学习吧 到家的基础真是你都懂了 那些使用方法 看看就会了 多谢掌教真人 叶孤帆再一次道谢 心里在问候万数高的十八倍祖宗 万数高点头 走进自己的房间 丢出了一个巨大的吉他盒 叶孤帆打开吉他盒 发现里面没有吉他 乱七八糟的东西倒是一大堆 这是你师父让我交给你的 万数高指点着道 里面有很多法器 还有周规法术的详解 你自己啊 慢慢琢磨吧 叶孤帆打喜过望 道谢以后 抱着吉他盒 进了自己的房间 开始琢磨起来 这一琢磨 又是五年过去 叶孤帆已经长成了 玉树凌风的美男子 身材挺拔 精干利索 留着小拼头 脸庞啊 棱角分明 双目炯炯有神 而万数高就越来越老太了 满头白发 体型肥胖 整天醉醺醺的 哈气连天 叶孤帆啊 今天我去毛山道院开会 徐云官交给你了 这一日大清早 万数高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 摇摇摆摆的出了山门 往毛山道院而去 掌教师慢走 我会看我家门 洒扫庭院 安安心心的做功课的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胡闹 叶孤帆送出山门之外 这转身回到后院 突然想起五年前 被二世里那个女鬼 惨虐的事情来 叶孤帆的嘴角 露出一丝笑意 他捅开了万数高的房间 偷了二世的钥匙 长驱直入 二世里没有窗户 一片黑暗 女鬼 你躲在哪里呢 滚出来 解释一下本法师的手段 叶孤帆睁大眼睛 努力适应这暗室里的黑暗 这五年来 叶孤帆也经常随着万数高 在毛山附近一旦捉鬼 因为万数高 风风颠颠的 捉鬼失灵失不灵 叶孤帆也没有少吃苦头 但是自古英雄多磨难 叶孤帆经过这几年的历练 也算是捉鬼高手了 所以有了本事的叶孤帆 自然要来找这个千年女鬼 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可是叶孤帆连问了好几声 那女鬼却不吭声 靠 不出来是吧 那本法师就用掌心来把你震出来 叶孤帆大怒 在右手指上哈了气 与左掌心画下掌心雷 四处乱批 掌心雷接连乍响 那女鬼终于无处藏身 现身求饶 法师别打 求你饶了我 阴阳无极 赏清正法 叶孤帆又一道掌心雷 把女鬼打了一个跟斗 然后笑道 鬼东西 现在看出来了 法师饶命 求别再打我了 女鬼扶地叩手 声音发抖 显然已经害怕到了极点 叶孤帆这才得意的一笑 背去手来问道 女鬼 你叫什么名字 做了什么坏事 被掌教这人抓来了 奴家 奴家生得冒美 所以被你们掌教这人看上了 因此抓了来 女鬼回答道 叶孤帆来了兴趣 蹲下来问道 这么说 掌教这人 上岸上你了 是的 奴家长得好看 他自然喜欢 女鬼说道 放屁 叶孤帆哈哈大笑道 掌教这人 虽然猥琐 卧错 但是啊 还不至于看上你一个女鬼 唐敏儿 你玷污了掌教这人的情欲 等他回来 有你好看的 哼 不不不 我说的都是真话 女鬼抬起头来 读咒发誓 如果我骗你 就让我这辈子不得好死 哼 你已经死了 发誓管毛用啊 叶孤帆摇摇头道 我不相信你 女鬼的眼神一转道 要是不信 我带你去掌教的卧室 查看证据 真的假的 叶孤帆皱眉道 掌教这人的卧室 我也经常去啊 他的电脑里面 除了一些导国动作片之外 没看到和你相关的东西 难道你们有什么定清戏物吗 女鬼唐米尔脸色飞红道 据说人间出了一种新的玩具 冲上去以后就变成美女了 掌教这人的卧室里就有一个冲起美女 那 那就是努家的模样 还有这事 叶孤帆吃了一惊 坏笑道 原来掌教这人 还有啊 而且他在外面 有好几个老婆和私生子女 照片都在他的卧室里收着 你要不信 我带你去看 女鬼说道 叶孤帆站起来道 走 带我去看 女鬼点点头 又道 发誓 我害怕阳光 请你把我收在身上 叶孤帆皱眉 抽出一张收鬼符 将唐米尔收在符咒里 除了暗示 叶孤帆直奔万书膏的房间 捅开了他的门锁 女鬼飘了出来 手指万书膏的床头 那个充气美女 就在被褥下面 叶孤帆的嘴角 露出一丝坏笑 好 等我找到了 就给他充上气 挂在虚云罐门前示众 掌教这人回来看见了 脸上会有什么表情啊 说吧 叶孤帆大笑着掀开了被褥 可是就在这时 唐米尔 忽然化作一道阴风 嗖的飘了出去 女鬼休早 叶孤帆大直一惊 来不及话掌心雷 一道杀鬼却打出 女鬼被杀鬼绝命中 发出了一声惨叫 但是他到底 还是飘出了后院的墙院 大白天虚云罐的禁止 也没有启动 就这样 让女鬼跑了 叶孤帆又惊又怒 一个助跑跳上墙头 却发现 一丝鬼气向膝而去 糟糕糟糕 放跑了掌教真人 心爱的女鬼 可如何是好啊 叶孤帆吓得冷汗直冒 想来想去 咱也跑吧 只有把女鬼追回来 自己才能免于责罚 否则掌教真人回来了 一定会雷霆大怒 想到这里 叶孤帆跳下墙头 收拾了两件换洗衣服 背上师父留给自己的吉他盒 锁了虚云罐的大门 悄悄的向膝而去 追踪女鬼的下落 清明时节的黄昏 天气阴沉 愁云惨淡 仿佛正在酝酿一场连日的春雨 狼牙山南路 一个尖碑吉他盒的青年 独自走在弯曲的山路上 他一边走一边观望左右 时不时的还会驻足回望 似乎在寻找什么 山路两边都是杂草乱树 唐万横生 荆棘遍地 吉他青年的目光突然一亮 右手扬起 一把铜钱 向着侧前方的一颗矮松飞去 同时口中一声大喝 林宾斗者 接振猎前行 破 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叫声 从矮松的枝叶间传来 随后一道白色的鬼影急速飘起 逃进了远处更加优深的树林里 唐明儿 怪我给我回山 我可以既往不救 吉他青年追赶不及 手指鬼影消失的方向大叫道 要是不惊话 等我抓住了你 就尿壶把你封印起来 沉在毛坑里 叫你永世不得出头 四野寂静 有奸生的女生 从那片树林里飘出来 叶姑帆 你追了我五天五夜 从毛山追到狼牙山 闹够了没有 你没够 姐姐我却是烦了 树不奉陪 再见 声音渐渐飘渺空灵 托着似有若无的尾音 显然那女鬼啊 已经去得远了 那女鬼 叫做叶姑帆的青年 叹了一口气 走到矮松边 歪腰拾起通前 看着前方 悵然出神 唐明儿没抓到 毛山儿回不去了 既来之则安之 画画世界里走一趟吧 找叫真人嘛 让他在毛山自生自灭好了 叶姑帆自言自语了一番 李乐里接上的 吉他和背带 继续向前了 峰回路转 脚下山径盘旋 绕过一片树林 耳边突然传来流水叮咚之声 一条扩剑拦在前方 叶姑帆左右张望 突然定住了脚步 在自己右侧二十米外 一个年轻的女子 站在渐边几步远的地方 看着远处一动不动 那女子身材高挑 楚腰纤细 身着一套墨绿色的长裙 黑发披肩 背向叶姑帆而立 有风吹过 她的裙脚和长发一起飘动 竟然有几分出缠的韵味 仿佛 幽兰开在深谷 令人眼前一亮 有美女 刚好搬个路 叶姑帆的嘴角 扶起一丝笑容 抬脚向前走去 可是就在这时 那长裙美女一仰手 手里的飞机啊 飞上了天空 划了一道弧线 落进了山间里 我去 这是什么呀 叶姑帆不由的一呆 停住了脚步 爸 妈 你们都不要我 我就先走一步了 长裙美女突然抽气着 大叫了一声 浑浑向前走去 糟糕 这妹子要自杀 喂 等等 叶姑帆反应过来 急忙一声大叫 长裙美女沉浸在自己的伤心事中 根本没想到会有他人出现 听见叶姑帆的声音 他吃了一惊脱口温道 谁 等他回过头来 却见一个二十出头的大男孩 尖卑极的 正笑嘻嘻的 看着自己 缓步而来 是我 是我 叶姑帆黑黑一笑 抬脚上前道 门月 你不是打算在这里自杀吧 一边说话 叶姑帆一边打量着 这女孩的面容 在心里给他评分 大眼睛 双眼皮 高鼻梁 瓜子脸 皮肤白 下巴尖 不放不瘦 难得一见的满分美女啊 我自杀 跟你有什么关系 长裙美女脸色一沉 活着不容易 想死也不容易啊 正要跳河的时候 却遇上了这个 嬉皮笑脸的家伙 人家美女能不生气吗 美女这话可就大错特错了 叶姑帆的眼珠子一转 比较着双手 眉飞色骨的说道 今天啊 喜神在北 财神在南 龙日冲狗 九星三病 是我自杀的好日子 而且啊 此地偷枕青山 腰山白水 也是我的风水宝地 美女要是自杀的话 还请留换一个地方 这地方留给我 嘀嘀咕咕说些什么呢 长觉美女听得一愣一愣的 半上才张口道 什么 你也要自杀 没错没错 叶姑帆咧嘴一笑道 我和美女素不相识 要是死在一起的话 肯定会被别人所议论的 那么我一生的清白就毁在你手上了 所以呢 还希望你成全 让我先死 你要死的话 明天再来 长觉美女警惕地后退两步 突然一抱胸 冷冷的道 我今天不死了 你死吧 多谢多谢啊 叶姑帆又是一笑 走到剑边回头道 我是一个可怜人 死了以后肯定没人会给我超度 所以呢 我先给自己念一遍超声咒 说吧 叶姑帆盘腿坐了下来 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 嘀嘀咕咕不停 两分钟以后 叶姑帆站了起来 走到剑边坐视欲跳 看你搞什么鬼 长群美女冷眼相看 一言不发 可是走到剑边 叶姑帆却又退后一步 看了一眼万表 突然叫道 哎糟糕了 及时已过 今天死不成了 自杀也有这么多讲究啊 还要挑选及时吗 长群美女哭笑不得 板起脸来道 既然你不死了 我可以死了吧 哎可以可以 叶姑帆一本正经的点头 又道 不过 美女在自杀之前 能否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呢 什么要求 啊 说起来很丢人了 我长这么大 还没有谈过恋爱 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碰过 叶姑帆挠了到后脑勺头 你长得这么好看 临死之前 能不能大发自卑 让我 一气方泽 无耻 长群美女的牙缝里 愤怒的挤出两个字来 因为愤怒 她的脸色也变得一片通红 叶姑帆果然很无耻 一脸吟笑的搓着手道 美女别生气 这不是在商量了 你要是不愿意 我也不勉强 不过 我会在下游等着你 到时候你已经淹死了 无知无觉的 还不是任由 我上下棋手啊 无耻 人渣 垃圾败类混蛋 小人 长群美女气得浑石发抖 一转身 向山顶上走去 见死不救也是罪 总是也定了什么狗屁龟呢 现在好了 救了人还要挨骂 长群美女的身后 无耻人渣 加垃圾败类 兼混蛋小人的夜姑饭 耸耸肩 张了张 急得被带 缓步的跟了过去 你跟着我干什么 长群美女回过身来 恶狠狠地蹬着夜姑饭 清明世界鬼纷纷 路上行人要当心啊 夜姑饭摇摇头道 美女 上天有后生之德 我只想救你一命 并不恶意的 长群美女扭头四看 其夜幕已经垂下 莫矮沉沉 阴风飘忽 不由得打了一个鸡肋 回去吧美女 生命只有一次啊 要知道真心 别干傻事 夜姑饭查阴观色 进一步劝解 这人说话虽然难听 倒也是一变好心 长群美女心里思量一番 放下了愤怒 却悠悠地道 我死都不怕 还会怕鬼吗 夜姑饭扑得一笑道 不怕死和不怕鬼 是两碗事啊 比如你不怕死 就害怕死了以后 被我占便宜 是不是啊 长群美女一愣 无言以对 喂 这里真的有鬼的 你孤身一个人 走在山上 是很危险的 回去吧 夜姑饭又道 谢谢 可是无家可归 你就别管了 长群美女摇摇牙 转身上山 朝着夜幕中走去 鬼怪只说虚无缥缈 长群美女的心中 虽然害怕 但是啊 却不相信真的有鬼 夜姑饭摇摇头 不知道继续跟着 还是走自己的路 远处突然传来 沉闷的雷声 随后雨点 酥酥地落下 在树叶上 砸出啪啪声响 咳 怎么清明时节 就开始打了呀 夜姑饭抬头看了天 把鸡的盒顶在头上 向长群美女的 这个方向追去 长群美女 正在冷雨中忐忑 想我回走 又放不下面子 想继续进山 又害怕 正在她进退两难的时候 头上的雨点突然没了 抬眼一看 却是一个巨大的鸡的盒 遮盖在自己的头顶上 不知何时 那鸡的青年 已经追上了自己 不用谢 我叫叶姑饭 一叶姑舟的叶 姑饭一片日边来的姑饭 叶姑饭举着急的盒 和长群美女 并肩而行 主动开口道 你叫什么 我 我叫欧阳池夏 长群美女 终于开口 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这时候 居然于千里之外 是个不明智的选择 留在她的身边 好歹是个伴儿 欧阳池夏 很好的名字 居然还是傅姓 真好 叶姑饭一笑道 相遇就算有缘 我好人坐到底 送你回家吧 告诉我 你家在哪里 很远 欧阳池夏 回过头来 看着深沉的夜色道 还在几十里外 远方突然传来 尖细的鬼叫之声 在黑夜里 听起来格外清晰 这是什么声音啊 欧阳池夏 吓了一跳 而身不由己地 向叶姑帆靠了靠 鬼打架 叶姑帆凝神 听了一会儿 前面不能再去了 往回走 找个地方歇着吧 真的有鬼吗 欧阳池夏 想了想到 我来的时候 经过一个破庙 那里可以躲雨 现在身处野外 这黑夜冷雨 欧阳池夏 不自觉地 把这个叫 叶姑帆的陌生人 当成了可以依靠的朋友 如果没有 叶姑帆在身边 估计啊 欧阳大美女 要哭出声来了 那就走吧 叶姑帆收回鸡的盒 变魔术一样 弄了一只电筒出来 递给了欧阳池夏 女孩子胆小 拿着照明 谢谢 欧阳美女心中一暖 打开电筒 终于有了一点安全感 叶姑帆再次 举起鸡的盒 给欧阳池夏遮雨 两人远路而回 走到山间边 遮而向西 朝上游走去 走了约么十几分钟 前方出现了一栋 黑油油的建筑 这就是破庙了 欧阳池夏的电筒 照了过去 略带兴奋的说道 叶姑帆借过电筒 扫尸了一番 好 进去吧 从建筑风格上 可以看到 这是一座 百年历史以上的破庙 面南北北 一共三间 后面似乎带着院子 只是年久失修 庙宇破败 大门洞开 早没了香火和助手的僧人 欧阳池夏点点头 这要进庙 却突然一直害怕 这可是荒郊野外 万一这个叶姑帆不是好人 那该怎么办呢 有我在 不用怕的 叶姑帆一笑 当先进了破庙 我怕的就是你啊 欧阳心里啊 苦笑着 跟着叶姑帆走了进去 事已至此 别无选择了 进了破庙 叶姑帆举着电筒 四处一打量 这三间房里 中间是大殿 西边是供僧侣休息的偏见 东边是杂物间 如此看来 后殿里应该还有 摘房做饭的地方 大殿中 供着一尊弥勒佛像 坐在半人高的 青石佛堪上 只不过静游心声 欧阳池夏总觉得 这大肚和尚的笑容 非常恐怖 东边两边的房子漏水 后面的房子 已经倒塌了 只有中间的大殿 可以在些 叶姑帆检查了一遍 说道 就是没有大门 漏风 不过在野外来说 这就相当于 五星级大酒店了 欧阳池夏 默然乌语 心里想 这个叶姑帆挺乐观的 但愿他不是坏人 来 帮我打电筒 西边的偏见里 有一张破床 我看能不能伤一堆火 要不一夜下来 会把我们俩 冻成冰棍的 叶姑帆放下 尖头的吉他 把电筒 塞在欧阳池夏的手里 转身进了偏店 能生火自然是好事 可以驱散 寒冷和恐惧 欧阳池夏打着电筒 跟着叶姑帆 进了偏店 偏店里 果然有一张老实木床 叶姑帆 黑黑一笑 抬脚就踹 咔嚓咔嚓的声响中 原本就很破旧的木床 迅速肢解 其实叶姑帆的身上 是带有利器的 可以更方便的 劈开木床 只不过担心 吓着欧阳美女 所以叶姑帆没有拿出来 踹下了两条床腿 和几块床板 叶姑帆 捡了一些比较干燥的 来到大地外生活 欧阳赤夏 依旧打着电筒在一旁 看着 突然脸上一凉 一滴雨水 滴落在额头上 用手一抹 欧阳觉得 这雨水黏糊糊的 下意识的把手 凑到灯光前一看 却看到手心里 一片阴红 阴也还有血气扑鼻 不由的 发出一声惊叫 血 上面在滴血 啊 滴血 正在生活的 一股翻一愣 抬头看了一眼无良 突然变色 猛的站起 双手一合 并指往上一指 咬下一朵 口中喝道 手接金边天地洞 脚踏七星五雷云 六丁六甲随我星 凶神恶煞 献云星 急急如雷雷 咒语声中 叶谷翻的指尖上 仿佛有一道 隐隐红光向上射出 支付屋顶 疼 啊 一声闷响 随即从屋顶上传来 瓦片木屑 纷然而落 其中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也啊啊乱叫着 跌了下来 落在庙门中间 欧阳吹下 吓得花容失色 一声惊叫 呼过来 抱住了叶谷翻 喂 欧阳 你别怕 放开我 我来干掉这个鬼 叶谷翻正要追击 却被欧阳给拦腰抱住 及姐姐无法分身 急得两眼冒火 甩开欧阳美女 当然可以啊 而且一如反掌 但是叶谷翻 有些不忍 又怕对欧阳造成伤害 机会 稍纵即逝 就在这段 那个落地的黑影 就是一滚 忽然飘起 搜的一下 出了秒门 消失在雨夜里 哎 给他跑了 叶谷翻晚息了一声 这才拍了拍 欧阳美女的后背道 没事了 一个小鬼而已 像这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干掉了多少个 欧阳池下 还是不敢松手 瑟瑟发抖的 看着庙门 问道 这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是一个小鬼 倒行很低的 叶谷翻 安慰着欧阳池下道 要不 我出去把他抓来 给你看一看 你就不怕了 不要 欧阳池下 更加恐惧 说道 求求你不要走 留在这里陪我 好好 我不走 你放手吧 我来生火 叶谷翻 又在欧阳的肩膀上 轻拍了一下 说道 欧阳池下 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松开手 退后一步道 对不起 刚才我太害怕 所以 黑暗里 看不清 欧阳池下的脸色 但是啊 声音娇羞 大是尴尬 没事 叶谷翻一笑 从地上捡起电筒 依旧塞进 欧阳的手里 被美女抱一下 当然没事了 要是被别人 这样凶暴 可不好说了 还是用贱皮柴吧 要不我不容易伤火呀 叶谷翻弯腰 提起急的活 在盒子反面 摸了一把 一把黑乎乎的 扁铁 已经握在了手里 欧阳池下 很是惊奇 张了张口 迟疑着问道 你的剑 是从哪里出来的 盒子后面有暗格 打开暗格 就可以抽出宝剑了 叶谷翻一笑 挥了挥手里的剑 可是 你的宝剑看起来 就是一根扁铁啊 欧阳说道 的确 这把剑非常的丑 黑乎乎的 看不到剑锋 像扁铁 又像铁棍 就是不像宝剑 他叫无封剑 是没有剑锋剑刃的 叶谷翻看着手里的宝剑 略有些出神 这是我师父先去之前 留给我的 他说 剑意在于藏 而不在于杀 所以宝剑可以无封 欧阳听得似懂非懂 又问道 可是宝剑无封 你怎么劈柴啊 叶谷翻得意的一笑 忽然一手握住剑身 另一手一扯剑柄 嗖的一声响 一把明晃晃的短剑 已经握在了手里 破庙里 似乎都被剑弓 照得亮堂了一点 剑中有剑 欧阳被剑拔出的声音 吓了一跳 问道 说对了 他叫无封剑 也是子母剑 我师父的设置非常巧妙 叶谷翻一笑 这灰剑皮柴 剑影纷飞 嗖嗖作响 那床板啊 很快被劈成了碎屑 叶谷翻又剑取了一些干燥的木板 用剑刃削下更细的木屑 和牙签促剑差不多 然后打火机的火光一闪 细木屑上 终于窜起了火花 欧阳吃下就这样呆呆的看着 觉得眼前的叶谷翻太神秘了 几乎不像这个世界的人 火光闪烁 叶谷翻棱角分明的脸上 透着几个英气 嘴角含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竟然让人百看不厌 叶谷翻 谢谢你 欧阳池下提了提裙脚 在叶谷翻的身边蹲下 拿起火柴 缓缓的在火堆上添加 嘿 今晚听到最多的话 就是你说的谢谢了 叶谷翻抬起头来 盯着欧阳池下的脸刀 可是 蟹有什么用 能当饭吃吗 欧阳池下猛吃一惊 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他想要自己 用某种方式来报答吗 叶谷翻揉了揉鼻子道 知道你没有饭吃 不过我有 说着 叶谷翻打开了吉特盒子 吓死宝宝了 欧阳池下松了一口气 他在火光的照耀下 来看叶谷翻的吉特盒子 本来以为里面会有一把吉特 可是盒子打开 出现在眼前的 却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几乎都是欧阳没见过的 吉特盒子的规格 有点偏大 里面分为十来个暗格 每个格子里都放着一些东西 其中一个格子里 竟然放着一个小小平底锅 锅上有两小包未开封的方便面 八毛钱一袋的那种方便面 一边烤火一边做饭 两个耽误啊 叶谷翻嘻嘻一笑 拿着平底锅走到庙门外 眼下接了雨水 转回来 用砖头支了一个小灶 开始烧水 外面的风雨更急了 呼呼作响 夜风吹来 浑身半湿的欧阳池下 不由的打了一个冷战 哎 等一下吃了晚饭 就不会这么冷了 叶谷翻摇摇头 偷卸自己的外照 夹壳 还在火上烤着 叶谷翻 你是哪里人 做什么的 我是毛山弟子 就在毛山长大的 毛山弟子 欧阳池下有些吃惊 说道 是不是道士啊 叶谷翻点点头道 是道门弟子 但是和那些牛逼的道士啊 有些不同 我们的主业是捉鬼 捉鬼 欧阳池下想起了刚才屋顶上 掉下来的那个东西 唯有的后背一凉 又往叶谷翻身边 靠了靠 叶谷翻却展开了手里的外套 披在了欧阳的肩上 外套上戴着热烘烘的温度 让欧阳池下浑身一暖 油然一笑 谢谢 哎 又说谢谢啊 叶谷翻挑了挑眉头 欧阳池下脸一红 吹下了眼帘 看着火光 漠然不语 欧阳美女 可以说说你的事吗 为什么这么看不开啊 花花的雨声中 一股翻问道 我 我爸爸都不要我了 所以一时伤心 欧阳低着头 在火堆上添柴 火光映照下 他的眼圈微微泛红 显得楚楚可怜 不会吧 他为什么不要你啊 叶谷翻皱眉 一边把方便面的调料丢进瓶子锅里 用筷子轻轻搅动 因为我爸被狐狸精迷上了 所以不要我 我妈 欧阳池下叹了一口气 欲言又止 叶谷翻大笑道 狐狸精是吧 我祖传牛皮鲜 专治老中医 等我明天送你回家 顺便把那狐狸精打出原乡 欧阳池下一愣 随后抿嘴而笑道 我说的狐狸精是个人 是啊 我知道 我们长教真是说 狐狸精修炼得道 就会变成人的 叶谷翻认真地点头道 不过你放心 我可以让他献出原形的 欧阳池下 展颜一笑 直到叶谷翻在逗自己开心 欲说谢谢 又怕被取消 水开了 面好了 吃吧 美女 叶谷翻端起平底锅 送到了欧阳池下的面前 你吃吧 我不饿 担心面里边被我下了药是吧 好吧 我先吃微镜了 叶谷翻黑黑一笑 挑起面条 呼噜呼噜的吃了起来 不是 我没这意思 我知道 你不是坏人 嗯 叶谷翻一边吃面 一边点头 如果我是坏人 欺负你的话 也根本用不上那些下三滥手段 对吧 欧阳池下 腼腆一笑 心里对叶谷翻 健身好感 诚然如他所说 如果他有坏心 哪里还需要什么掩饰啊 直接扑过来 自己也没有任何办法 这是荒角野外 就算你交迫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眼角的余光无意中一扫 欧阳觉得大殿中的佛像 竟然微微一动 叶谷翻 你看那佛像 好像在动 欧阳迟疑了一下 终于收到 哎 难道是 迷了佛险灵了 叶谷翻从锅里抬起头来 眯起眼睛盯着佛像 忽然怀怀放下平底锅 低声说道 佛像底座下面有东西 什么东西啊 欧阳池下惊恐到了极点 伸手抓住叶谷翻的胳膊 指甲几乎牵进了叶谷翻的肉里 是 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东西 叶谷翻忍着胳膊伤的痛 抽了抽鼻子道 说话的功夫里 那弥勒佛像又晃了一下 发出了咕咚一声响 向南平移了二寸远 这回啊 欧阳池下看得清楚 吓得屏住呼吸 躲在了叶谷翻的身后 果然是妙巧 腰风大 洞浅毒舌多啊 叶谷翻却非常冷静 低声说道 欧阳别怕 你先放开手 不然我不能对付那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欧阳死不放手 压关打颤 是僵尸 会吃人的 叶谷翻拍着欧阳的手背道 你赶紧放手 等我收拾他 要不我俩都会被吃掉 僵尸 欧阳吓得脸色煞白 呆了半嗓 还是松开了手 叶谷翻揽着欧阳的肩头 推着他来到大殿的东北角的一声道 你就蹲在这里啊 别动 别说话 我来对付他 欧阳捂着嘴巴 拼命的点了点头 叶谷翻点头一笑 退回火堆边 轻手轻脚的打开机的活 从里面拿了几样东西装在裤头里 然后反手持无风剑 背在身后 一步一步走向佛像 佛像一晃 又向南移开了半尺 底座和地面的摩擦 发出吱吱声响 地面上露出了一个月牙形的洞口 一股腐朽的棍木味道 也从洞口里传了出来 叶谷翻脚步轻移 站在了洞口的北侧 冷眼相看 根据佛像的移动速度来看 还要那么几下子 地下的洞口才会完全露出来 又担心欧阳害怕 叶谷翻忙里偷闲 回头冲着欧阳一笑 还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见到叶谷翻如此淡定 欧阳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他也想回报叶谷翻一个微笑 可是努力半天实在笑不出来 其实欧阳不笑也好 这时候笑出来 估计比哭还难看 佛像继续移动 洞口扩大 呈现出一个半圆形 叶谷翻 尖谷左手 右手先扣了一张黄色的指幅 阴阵一戴 欧阳直下 蜷缩在大殿一角 一颗心悬到了嗓子眼里 似乎随时都会从胸腔里蹦出来 他捂着嘴巴 死死的看着叶谷翻那边的动静 额头上冷汗之冒 佛像又向南一滑 地面上的洞口完全漏了出来 叶谷翻不计反退 向后倒退了一步 类似野兽嘶吼的声音 突然从地洞里传来 随后 一个浑身黑毛的人形怪物猛的跃出 光影一闪 那人形怪物已经站在了叶谷翻的面前 竟然比叶谷翻还要高出半个头 而且怪兽的身材也比较雄壮 双眼里闪动着红光 嘴角两边是长约两寸的白森森的獠牙 更恐怖的是 黑毛僵尸的左手里还攥着一根人类的腿骨 似乎那是他的武器 欧阳持下 只觉得心头一阵几乎失去了知觉 这僵尸啊 比电视剧里的更加恐怖 妖孽 死而不将 我留不得你 叶谷翻却不害怕 漆身斜近 右手扬起 掌中的黄色纸服向僵尸额头拍去 口中喝道 毛山阵尸符 定 可是没想到 这黑毛僵尸一挥手臂 手里的大腿骨 冲着叶谷翻的手臂撒来 动作竟然也非常迅猛 妖孽竟然开了灵质 叶谷翻暗自心惊 小蟹一错闪在一边 黑乎乎的铁剑冲着僵尸砍了下去 响 长剑砍在僵尸的手臂上 竟然发出金属撞击之声 而且铁剑还被荡旗唠高 铁僵 叶谷翻的身体滴溜溜的一转 绕在了僵尸的身后 飞起一脚踹到 这一脚正中僵尸的屁股 僵尸被踢得向前一跳 口中大叫 看来这僵尸也被惹毛了 大发脾气 一边旁观的欧阳 看见叶谷翻出手 颇有大侠风范 不由他放下了一点恐惧 在心里期盼 希望叶谷翻大战神通 干掉这个恐怖的东西 说是准大石块 黑猫僵尸向前蹦了几蹦 忽然一转身 手臂向身后的叶谷翻 平扫过来 书间上回 破庙里叶谷翻 大战僵尸 定 叶谷翻弯腰 抖过僵尸的手臂 突然一转身 背向僵尸 胳膊向后一举 反手将黄色的指幅 贴在了僵尸的额头上 动作潇洒飘逸 一气合成 僵尸的喉头里 发出一阵奇怪的叫声 然后定出了身形 哼 还能蹦的吗 叶谷翻一笑 弯腰从僵尸的腋下绕了出来 走向欧阳池下动 没事了 欧阳美女 僵尸而已 不用怕 欧阳池下扑了过来 抱住叶谷翻的胳膊 颤抖着问 真的没事了 他 他会不会再动啊 叶谷翻肯定的一点头道 绝对没事了 等我吃完面 再来收拾他 这时候还想着吃面呢 欧阳哭笑不得 松开了手 但是看到那黑毛僵尸 还铁塔一样站在大殿里 欧阳又往叶谷翻的身后 躲了一躲 叶谷翻 把长剑放在地上拍了拍手 端起平底锅 在火上加热 一边说道 欧阳 你知道这里为什么会有僵尸吗 我 我怎么会知道 欧阳偷看了黑毛僵尸一眼 发现那僵尸 也正在看着这边 眼神里偷着恶毒和阴森 叶谷翻 端回平底锅继续吃面 说道 要是没有看错的话 这是一座假庙 是盗墓贼修建的 不远的地方 一定有一座王侯大墓 盗墓贼为了掩人耳目 在这里建个庙 然后在佛杆下面开洞 潜入了墓中 欧阳锦靠着叶谷翻问道 可是这僵尸 是从哪里来的 这就简单了 盗墓贼进入墓室以后 敲开了棺材 却没想到 里面睡着的是僵尸 僵尸干掉了他们 然后又倒洞 作为出入口 跳了出来 叶谷翻抬头 看那个黑毛僵尸一眼 问道 盗墓贼死去很久了 可是僵尸不会死 对吧 兄弟 僵尸兄弟 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懂 反正没说话 也没摇头或者点头 欧阳想笑 他又不敢 又问道 这个僵尸就是古墓里的主人 对 他应该是墓主 不过身上的衣物都腐烂了 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人 叶谷翻吃完了锅里面的面 看着欧阳问道 你饿了吧 欧阳 我煮面给你吃啊 不不不 我不饿 欧阳急忙挥手道 你别怪我 你赶紧把僵尸给吃 不 给处理了吧 叶谷翻扑的一笑 放下平底锅 站起身 撑了个懒腰 欧阳也站了起来 躲在叶谷翻的身后 我现在就来处理他 不过这东西啊 要放火烧了才可以 对了 欧阳 你啪啪臭啊 叶谷翻回到我身来 看着欧阳池吓到 僵尸焚烧的时候气味很重呢 啊 欧阳池吓皱眉道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有啊 用我的宝剑 把它大些八块 剁成肉酱 然后扮上生石灰 伸埋起来也行 叶谷翻耸耸肩道 可是这是一具铁匠 刀枪不入 要是把它剁碎 估计得一夜的功夫 而且这里也没有生石灰啊 别说了 好可怕 欧阳看了看漆黑的门外道 要不我们走吧 外面的雨还在哗哗的下着 一点没有止歇的意思 叶谷翻摇摇头道 这么大的雨 又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 我们能去哪里啊 说的也是 欧阳耻下 漠然无语 纠结万分 再心里后悔自己的冲动 不该孤身一人 来到这山上寻死 那你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僵尸送回去 让他出不来啊 想了半天 欧阳又问道 唉 只有这个办法 我先把他送回地洞里 给你眼不见心不烦 叶谷翻 叶谷翻叹了一口气道 不过对我来说 确实多了一桩石 将来以后还要来这里 消灭这具僵尸 免得他再出来害人 欧阳大喜道 那你赶紧让他消失吧 求求你了叶谷翻 叶谷翻一笑 打开极的盒子 取出一把 阔口通灵的 走到僵尸的面前 在手里摇了摇 口中喃喃念咒 咒语升起 那僵尸似乎接到了某种指令 脚蟹一蹦 身体呼的一转 向着他出来的洞口跳去 大殿面积本来就不大 僵尸跳了三跳 已经站在了洞口边缘 下去啊 等我有空再收拾你 叶谷翻 绕到僵尸后 抬脚一踹 僵尸再次跳起 刚好落在洞口中 搜的一下 消失不见了 呼 欧阳一手捧心 终于松了一口气 大功告成了 叶谷翻两手撑地 趴下来侧尔听了一会儿 地洞很山 估计啊 这里的古墓 至少在半里路以外 欧阳可不关心什么古墓 走上前说道 叶谷翻 你 你能不能把这个洞口堵上 堵上洞口总要安全一些 要不 僵尸突然又跳出来 还不吓死人 叶谷翻把头伸进了地洞里 来看佛像的底座 这时候 佛像底座还有一部分 悬在洞口上 借着火光可以看到 这块方石底座 是空心的 空心底座 估计也是空心佛像吧 叶谷翻起身 抬手敲了敲佛像 果然听见里面传来空空的回响 这是盗墓贼建的庙语 为的是掩人耳目 所以设计这个佛像和底座的时候 盗墓贼为了自己方面进出 特意做了空心设计 而且当时开启这个暗示 盗墓贼可能使用了交锁等辅助工具 或者人数比较多 可以合力将之移开 虽然是空心 但是这份量也够喝一壶的 想把它推过去可不容易 将尸力大无穷 我不能跟他比的 叶谷翻走到佛像的南边 伸手试了一下 佛像竟然只是微微一晃 我来帮你 欧阳想了想 走了过去和叶谷翻一起用力 可是欧阳能有多大力气 两人努力了半天 佛像也只不过向回移动了一二寸的距离 算了欧阳 你站一边去 看我的 叶谷翻喘了一口气 挥手让欧阳闪开 一个人能推动吗 欧阳擦了一把汗 关心的问道 我施工上身推的回去 叶谷翻退开几步 做了几个深呼吸 面色凝重 似乎又有大举动 欧阳迟疑着让开了 站在一边看着叶谷翻 心里想 这施工上身又是什么把戏了 越想就越觉得叶谷翻 神秘莫测 却见叶谷翻双手举起 绕过头顶之后 缓缓下压 一上一下放在胸前 掌心相对 突然口中大喝 翻天灵印结掌心 狼牙山上汇蜂云 弟子叶谷翻 有请施工来上山 急急如零零 咒语念吧 叶谷翻突然一跺脚 随后转过身来 双掌齐出 按在了佛像下面的方石上 去 佛像底座在地面上 刮擦出刺耳的尖叫 猛的向后平移 盖住了地上的洞 呼 叶谷翻收了识 看着欧阳一笑 叶谷翻 你真的太生气了 欧阳张大嘴巴 看着回归远处的佛像 对叶谷翻崇拜不已 施工保佑 不算我的办事 叶谷翻的脸色有些苍白 走回火堆边坐了下来 现在没事了 坐下来歇着吧 欧阳点点头 在一块青砖上坐下 看着叶谷翻的脸色温道 你 你没事吧 叶谷翻摇摇头道 没事 只是施工上身之后 会有疲惫感 叶过去就好了 欧阳挤了紧身上的衣服 心里感激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萍水相逢 叶谷翻一直照顾着自己 真像过去的侠食一样 休息了一炷香的时间 叶谷翻的脸色稍稍回转 指着平底锅 开口道 欧阳 你要是饿了 就自己煮面吃吧 我不饿 欧阳摇摇头道 叶谷翻 你这次来狼牙山是要做什么 我一时大意放跑了一个千年女鬼 这次就是来捉拿她的 叶谷翻一笑道 可是追到这里却遇上了你啊 千年女鬼 欧阳头上黑线一闪 顿了一下 温道 那你捉住她了吗 叶谷翻摇摇头道 唉 那个女鬼倒汗很深 也很狡猾 被她跑了 那你怎么办 去哪里找她 没地方找啊 只好到处流浪 到处乱找了 或者 等着她来找我 叶谷翻摊开手 挑了挑没烧到 总之啊 抓不住这个女鬼 我是不能回去的 那个猥琐的掌教之人 会把我关起来 让我面壁一辈子的 这么说 你无处可去 说 唉 要不欧阳美女可怜一下 收留了我 叶谷翻一笑 看着欧阳说道 出城虽然不大 但是找工作也容易 欧阳心以为真道 叶谷翻 明天一早 我们就回城里 我帮你找一份工作 让你暂时安静下来 你可行吗 谢谢啊 我这个人看懒的 又不习惯受约束 所以工作的事 就不麻烦了 叶谷翻摸了摸下巴道 欧阳美女药方面的话 可以借我一个十万八万 让我对付一阵子 十万八万 欧阳吓了一跳 愁愁道 这个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恐怕我也拿不出来啊 嘿 我开玩笑的 别害怕 叶谷翻一乐道 我们长教真是说 做我们这一行很赚钱的 世间金钱无数 只要有生意 日进抖金也不难 欧阳松了一口气一道 不过几千块我可以借给你 不 是送给你 等我回到出城 就有办法 你放心吧 叶谷翻 我不会让你露宿街头的 嘿 这么说 你不想许死了 叶谷翻 在火堆上添了一些柴火 看着欧阳的脸色问道 欧阳迟下 脸一红道 想了想 还是活着好 下午那时候 是一时想不开 嗯 就是嘛 好死不如赖活着啊 叶谷翻点头一笑道 你的烦心事 不就是家里那个狐狸精吗 禽兽之变 炸几何灾啊 你这么聪明 还怕斗不过他啊 实在不行 我帮你整大 火光熊熊 欧阳的脸色 也被烤得一片铜红 谢谢 可是我的烦心事 远远不止这些 啊 还有你妈妈的事 叶谷翻试探着问道 欧阳点点头道 我妈妈 昏睡了四年 一直是植物人状态 最近医生说 要我们做最坏的打算 谁知道这时候 我爸爸却突然喜欢上了 另一个女人 叶谷翻明白了 欧阳是在双重打击之下 突然情绪失控 才动了轻生的念头 欧阳 等我有空去看看你妈妈吧 叶谷翻说道 谢谢 其实我还是个医生啊 叶谷翻诱道 谢谢 什么 欧阳这才反应过来 盯着叶谷翻 你还是个医生 嗯 我们毛山弟子都懂的医术 山医 命 相普 学学武术 都有设计 只不过现在西医发达 而中医的 又 健身 晦涩 不易学习 所以啊 渐渐的好急无人了 欧阳不懂得什么叫做学学武术 只知道 关心自己的妈妈 急忙问道 那你学的艺术里 有没有治疗植物人的 有啊 太好了 叶谷翻 我明天就带你去看我妈妈 欧阳激动万分 情不自禁的抓住了叶谷翻的手 只要你能救回我妈妈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什么都 可以答应我啊 叶谷翻看着欧阳 突然坏坏的一笑 欧阳脸一红超灰手 却又突然刚一起来 一样脸到 对 什么都可以答应 包括嫁给你 行 我进来而为 叶谷翻微笑道 你先答应我啊 把这袋面吃了 要是夜里饿死了你 我不是竹篮大水一场空了吗 好 我吃面 欧阳俨然一笑 拿着平底锅 走向庙门 准备接水洗一下 可是走到门前 看见漆黑的夜色 欧阳又害怕起来 不敢出去 别怕 我陪着你 叶谷翻的声音从身边传来 欧阳心里一暖 竟然真的产生了 以身相许的念头 说实话 叶谷翻算是一个美男子 又懂得照顾女孩子 就是 有点神神叨叨 来历不明 热腾腾的方便面 吃进肚子里 欧阳觉得舒服了许多 长了这么大 第一次觉得方便面 也是人间美味 叶谷翻把火堆 向墙壁边移了移 说道 看来今夜里 否则走不了了 欧阳 就这样靠着墙 勉强休息吧 我 我不敢睡 欧阳扫了一眼 大地里的佛像 毕竟那下面的地洞里 还藏着一个极度恐怖的东西 怕我还是怕鬼啊 叶谷翻摇头一笑道 你安心睡吧 我来画几道符 保证白鬼不敢健身啊 说着 叶谷翻再次打开极的盒子 从里面拿出黄色的符纸和毛笔 扑在极的盒子上 沾着红色的液体 说话起来 欧阳好奇凑过去看 却见叶谷翻的毛笔字啊 非常有功力 只是写出来的东西 自己不大看懂 天元地方 绿令九章 无尽下笔 万鬼伏藏 叶谷翻一边写一边念 笔走龙蛇 顷刻间 画就了四道符纸 收好笔墨 叶谷翻站起来 在庙门两边的内侧 各自贴了一张符 又在佛像上贴了一张 最后一张 却贴在火堆边的墙壁上 叶谷翻 这是什么符啊 欧阳好奇地问道 佛像上的那一张 是毛山镇师符 其余三张 是毛山驱鬼符 叶谷翻指点着 说道 有了这几道符咒啊 就可以一夜平安了 不会有任何东西 来打搅我们 好神奇啊 欧阳左看右看 越看越新鲜 叶谷翻一笑 拿起宝剑 调转剑柄 递给欧阳吃下 给我干什么 拿着我的剑 如果我夜里不老实 对你一行不轨 你用剑来卡我 叶谷翻一本正经刀 这样的话 你不怕人不怕鬼 就可以睡得着了 欧阳捂着嘴巴 吱吱而笑 我相信你不是坏人 好吧 那我拿着防身了 防止你趁我睡着 向我下手 叶谷翻黑黑一笑 收回了宝剑 面对火堆 靠着墙壁 闭目扬身 追踪了女鬼 唐敏儿好几天 没吃 没睡 呃 叶谷翻难免有些疲惫 欧阳却睡不着 坐在叶谷翻的身边道 叶谷翻 可以问一下 现在几点了吗 我的手机被我扔了 看不到时间 呃 大概十点多了吧 叶谷翻睁开眼来 看了看 腕上蠢大的老实手表 大概十点多了 难道叶谷翻的手表 是假的吗 欧阳一愣 微微叹身 来看叶谷翻的腕表 这手表啊 假的 叶谷翻把手表摘下来 递给欧阳说道 反过来看 后面是个小楼盘 欧阳接过来一看 果然如此 表格下面的指针 是死的 背面却是一个精致 而且古朴的小楼盘 你好奇怪啊 叶谷翻 手表不能看时间 其他盒子里没有其他 欧阳看着手表 觉得自己遇上了一个怪物 谁说我的盒子里没有其他啊 叶谷翻一笑 拿过其他盒子打开 又打开其中的一个暗壳 拿出一个巴掌大的小吉他出来 欧阳顿时无语 又是几道黑线 从头上闪过 叶谷翻得意洋洋 随手在吉他上拨了两下 叮咚的音乐声 立刻从指尖传了过来 响彻这个寂静的夜晚 手表不能看时间 这个我没说错吧 欧阳想了想 收到 嘿 谁说不能看时间呢 叶谷翻 列起一根手指 竖在罗盘的表面上 收到 可以用数针对照日影推算时间的 精确到位 那夜里怎么办 夜里看某些天星和罗盘刻线的角度 也是一样的 那下雨天的夜里又怎么办 比如现在 那就只好瞎蒙了 反正你也不知道时间的 没法验证是否正确对吧 叶谷翻 嘻嘻一笑 欧阳玩耳一笑 这家伙倒是个诚实人 门外雨声见息 叶谷翻站了起来 收到 人有三级 我出去方便一下 五分钟以后回来 你自便 我 欧阳的脸色一红 看着叶谷翻走远 欧阳这才打着电筒 提心吊胆的走了偏见 一边在心里祈祷 低洞里的那家伙 千万不要在这时候跳出来 叶谷翻走到外面 为了表示自己的轻态 也为了给欧阳壮胆 一直在远远的咳嗽 五分钟后 再干咳着走了回来 欧阳早已经从偏见里出来了 正坐在火堆边 脸色红红的低头乌鱼 我睡了啊 欧阳 其实没事的 您可以休息一下 熬夜不利美容的 叶谷翻坐在机的盒子上 靠着墙壁 面向火堆说道 你睡吧 我给你加柴 欧阳说道 叶谷翻一笑 闭上了眼睛 长途劳顿 叶谷翻真的睡了过去 直到深夜里 叶谷翻被冻醒 睁开眼来 发现面前的火堆 已经快要熄灭 而欧阳池下 也终于顶不住 正偏着脑袋 靠在自己的肩上熟睡 可能是这样的意味 让欧阳感到温暖和安全 所以啊 他睡得也很香 不然惊醒欧阳池下 叶谷翻腾出一只手来 用长剑 将紧生的一点柴火 扒了在火堆上 让火光重新燃起 看看门外 似乎已经有了一点曙光 别躁 别躁 欧阳可能是做了噩梦 突然惊醒 两手啊 抱住了叶谷翻的胳膊 我没躁啊 欧阳 叶谷翻低声安慰 别怕 我一直在这里陪你 欧阳这才惊醒 微微抬头 盯着叶谷翻的脸 迷迷糊糊的看了半天 突然脸一红松开了手 尴尬的道 不好意思 我竟然睡了过去 没事啊 我的肩膀很便宜的 要我继续靠一会儿 叶谷翻笑道 不不 欧阳更加不好意思 扭头看着门外 问道 雨停了吗 天亮了吗 叶谷翻起身 撑了个懒腰道 很快就亮了 欧阳 起来活动活动 我送你回家吧 欧阳池下也站了起来 跟着叶谷翻 一起走到门外 看天色 雨注天晴 起明星 镶嵌在东方的天幕里 清晰可见 叶谷翻走开几步 回身打量着古庙 又左右张望 自言自语道 什么时候还要来这里一次的 是对付地洞里那东西吗 欧阳这才想到昨晚的事 打了一个机灵 叶谷翻 你还是别赖了吧 太危险了 想到佛像下的僵尸 欧阳就害怕 火火入地狱 谁入地狱啊 叶谷翻一笑道 重要杀鬼 刀僵尸 都是盲山弟子的职子 我们灭了他 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人 会死在他的口中呢 欧阳默默然无语 半赏才到 那我们先走吧 回去以后 多找一些人来帮忙 那倒不用 只要吃一顿饱饭 我就有力气消灭他 这两天他不出来 暂时没事 叶谷翻理了理 几条盒的肩带收到 走吧 往哪边啊 这边 欧阳一笑 轻轻地也拉叶谷翻的衣袖 虽然下了一夜的雨 但是山路之上并无泥泞 两人脚步轻快 向西而行 天色也渐渐明亮起来 山中薄雾鸟鸟 走了七八里路 阔建变成了一条小河 踏跷而过 两人向北直行 又走了三四里 柳暗花明处一个转弯 眼前忽然出现了一条水泥道 天边一轮红日 恰好跃出云层 快了 这里到市区 只有二十几里的路 只要坐上车 转眼就到 欧阳兴奋地说道 叶谷翻摸了摸下巴 笑道 你回去以后跟你爸爸怎么说 想好了没有 我 欧阳的表情一呆低头雾语 没事 我会帮你说话的 让你老爸不敢责怪你 你 你打算怎么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 到时候再说吧 叶谷翻高深莫测地一笑 欧阳也苦笑 和叶谷翻继续向前倒 我昨天扔掉手地之前 还给我爸爸 发了一条永别的短信 估计他看到短信以后 一定找了我一页 他只是脾气不好 其实还是很关心我的 现在想想 我昨天真的冲动了 他爱上了狐狸精 也有责任的 叶谷翻看着前路道 等我把你送回家 顺便帮你解决狐狸精 欧阳正要说话 却听见身后有车喇叭声响了 回头一看 是一辆下山的小面包 有车来了 我们可以回去了 欧阳急忙招手 示意面包车停下 面包车停了下来 驾驶员睡眼惺惺地问道 去哪里啊 去市区 帮你的车 欧阳急忙拉开了车门 招呼叶谷翻上车 车轮滚滚 一个小时以后 面包车根据 欧阳池下的指示 直接开进了 厨城东片区的 一个别墅园里 叶谷翻 你在车上等我 我去拿钱 欧阳匆匆拉开车门 跳下去 走向了北侧的一栋楼房 叶谷翻耸耸间 也下了车 左右打量着小区的环境 小区的房子不多 是新建不久的 每一栋别墅 占地面积都很大 是有钱人住的地方 看来欧阳池下 还是一个富家女 不大功夫 欧阳池下 匆匆跑了过来 给了车钱 说道 叶谷翻 走 去我家里吧 叶谷翻 抬眼一看 见一个五十岁不到的男人 正向这边匆匆走来 脸色铁黑 两眼不满血丝 门语之间 和欧阳有几分相似 看来啊 就是欧阳的老爹了 走吧 叶谷翻一笑 很自然地牵起了欧阳的手 迎着老欧阳走去 欧阳池下的手 微微一抖 想抽过来 却被叶谷翻紧紧攥住 竟然没有抽动 老欧阳快步走来 打量着叶谷翻 周眉问道 小伙子 你是什么人 我是欧阳池下的男朋友 是他以后的老公 我就来问问你啊 你为什么把他逼上了绝路呢 叶谷翻哼了一声 咄咄逼人的问道 欧阳池下 腾得一下红了脸 张口结舌 叶谷翻 爸爸 老欧阳更加惊愕不已 面对叶谷翻 质问的眼神正欲发作 却又强自忍了下来 半晌 老欧阳才一转身 向着自家别墅走去 口中说道 进屋里说话 那压抑的怒气 似乎随时都会爆发 啊 我就看你怎么解释 叶谷翻更加不示弱 拉着欧阳池下的手 熊冲冲气昂昂 大步跟了进去 叶谷翻 欧阳扯了叶谷翻一下 放满脚步头 谢谢你 可是 我自有分寸 别担心啊 叶谷翻挑眉一笑 拉着欧阳继续向前 欧阳只好忍住 听之认之 和叶谷翻牵手而去 进了别墅的前院 叶谷翻才知道 欧阳家的富裕 似乎超过了自己的想象 前院的面积 就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小 带着花园和浴池 假山流水 取经长廊 一应俱全 这份家产不小啊 不知道以后 我能分到多少 嘿 叶谷翻左看右看 肆无忌惮的 要瓜分老欧阳的家产 老欧阳在前面听得清楚 气得怒火天凶 恨不得把这小子一脚踢出去 但是现在 很多事没搞明白 老欧阳也只好先忍一下 假山后面 两条大狗突然扑来 冲着叶谷翻张口光跪 而身后的铁链子 正得哗啦啦作响 臭上 作死吗 叶谷翻一瞪眼喝道 两条狂躁而又凶猛的大狗 竟然打了一个战 一起向后缩去 这一幕落在老欧阳的眼里 脸上不由得闪过一丝惊腻 要知道 这两条狼狗 是带有德国猎犬的基因的 老欧阳花费重金买来 用以看家护院 这两条狗一直很凶寒 今天这样软弱 老欧阳还是第一次见到 进了楼下客厅 叶谷翻还没落座 却见一个 穿睡衣的年轻女子 怀里抱着一只花猫 从楼上走了下来 夏夏 你昨晚去哪了 莫名其妙的发一条短信 吓得我和你爸一夜没睡 那女人大约二十五六 单放眼瓜子的脸 也算漂亮 此时 她正狐疑的打量着叶谷翻 和欧阳池下 眼神中满是警惕 欧阳池下翻了一个白眼 转脸看着一边 逐渐把这女人当成了空气 察言观色 叶谷翻自然知道了 这女人的身份 她就是老欧阳爱上的女人 欧阳池下口中的狐狸精 你就是欧阳说的那个狐狸精吧 叶谷翻看着那女人 突然大笑道 难怪欧阳池下不喜欢你 果然是个丧明星啊 此言一出 欧阳家的三个人同时呆住了 欧阳惊恐忧甚 看着叶谷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虽然欧阳池下和这个女人之间视同水火 但是还没有发展到当面对骂的地步 现在叶谷翻把这个马蜂窝捅开了 今后再无余地 夏夏 你从哪里找来的 找来的混蛋 凭什么开口骂人啊 十一女子脸色血红 一把抛开怀里的宠物猫 手指叶谷翻大叫 你 你给我滚出去 叶谷翻却一笑 不但没有滚出去 反而大模大样的 在客厅沙发上坐了下来 收到 我是欧阳家的姑爷 是夏夏的老公 你让我滚出去 你老几啊 夏夏 这是真的吗 睡衣女子 胡子欲猎 风情全无 冲着欧阳池下吼道 欧阳池下也没料到 叶谷翻会如此呼赖 但是事与之此 他也不能在狐狸精面前示弱 咬咬牙道 是 他是我男朋友 以后就是我老公 欧阳家的姑爷 都给我闭嘴 闭嘴 老欧阳一挥手 突然发出了一声咆哮 所有的人都闭嘴了 唯有叶谷翻 依旧面带微笑 神情淡定 你叫什么 楼阳深吸了一口气 压抑住心里的怒火 看着叶谷翻 叶谷翻啊 你街舞酒 骂人是嗓门星 想干什么 搞清楚 这里是私人住宅 楼阳瞪着叶谷翻道 像书上说 女子掩恶 嫁及行妇 生杀灭横 防毒素 呃 奸额身反 虽三驾而未休 呃 全露生雄 纵欺负 亡不了 说的就是这个女人的面相了 叶谷翻依旧无所谓 扫了一眼 睡衣女子 淡淡的说道 她的衣裳 要嫁三次以上 要连克七个男人 这是注定的 你说是不是 萨门星啊 你 你胡说什么 睡衣女子身体一晃 急于晕倒 老欧阳更是脸色如铁 转脸看着女儿吼道 你带回来的小子究竟是什么人 毛山弟子 叶谷翻 叶谷翻站了起来道 欧阳池下走了过来 一拉叶谷翻的衣袖 冲着老欧阳道 你看我们不睡 我们走就是了 你和这个女人过日子吧 这个家我不稀罕 叶谷翻却止住了欧阳池下 看着睡衣女子道 要是我没看错的话 你已经结过一次婚了 对吧 你的第一个老公 是触犯法律受刑而死的 对吧 你 你简直一拍胡言 是以女人脸色血红 急于晒道 背靠墙壁 恶毒的看着叶谷翻道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哎 不是说了吗 毛山弟子 叶谷翻耸了耸肩道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你曾经嫁过人 又克死人的事实 改变不了 你可以不承认 但是总有一天 一定会选了十出的 老欧阳也面色冰凉 但是这次却没有发火 反而狐疑的看了睡衣女子一眼 好 下下 你见不得我 就串通这个野小子来羞辱我 好 我走 水衣女子 咬牙切齿的瞪了欧阳池下一眼 突然一头冲了出去 奔向大门 淫妇 等等 老欧阳犹豫了一下 也把腿向外追去 叶谷翻一挺身 挡在了老欧阳的身前道 别去啊 他会咳死你的 咳死我 关你什么事 老欧阳大怒 挥手啊 推在了叶谷翻的肩头 老欧阳这一推 下了很大力气 满以为可以推开叶谷翻 谁知道叶谷翻身子挺拔 脚鞋稳如泰山 晃都没有晃一下 而老欧阳却受到反作用力 往后一个亮枪 爸爸 欧阳迟下急忙来福 老欧阳站定 吃惊的看着叶谷翻 喝道 你想干什么 我只想救你一命 叶谷翻也提高了声音道 昨晚 我在山里拦下来 要自杀的夏夏 要不是巧遇 你以为还能见到他 欧阳老板 难道在你心里 你女儿真的不如 那个狐狸精重要 而且我不会看错人的 她就是一个克服命 你要是不信 可以去调查一下 她的以前的 老欧阳跌坐在沙发上 呆呆的看着女儿 半赏才到 夏夏 你真的要自杀 欧阳迟下没说话 深深的低头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这样对我 老欧阳突然情绪失控 大吼大叫 你妈抛弃了我 变成植物人 对我不闻不闻 你要离我而去 你要去自杀 我这辈子究竟做了什么 你 是你抛弃了我妈妈 不是妈妈抛弃了你 欧阳迟下也情绪激动 看着老欧阳大叫 叶姑翻急忙 却为欧阳迟下道 夏夏 别激动 让我来跟你老爸沟通 欧阳转过身去 抹着脸上的泪水 老欧阳也双手 无脸 滴着脑袋 我说欧阳老板 生活里遇上了事 交去解决 你个大男人 冲着自己女儿发火 算什么英雄好汉 叶姑翻走过来 老七横秋的 拍着老欧阳的肩膀道 有什么为难的事 不妨说出来 我和夏夏 是朋友 一定会帮助你的 你帮助我 老欧阳抬起头来 不惜的看了 叶姑翻一眼 冷冷的道 你年纪轻轻 又是外地人 能帮我什么 小孩子哪里知道 大人的事 喂 谁小孩子 叶姑翻一条没道 茅山弟子 屈极避凶断阴阳 你的事 我未必就不能帮忙 茅山弟子 老阳愣了一下 盯着叶姑翻看了半天 问道 你真的是茅山弟子 那还有假 要不要看看 我在茅山道运的毕业证 叶姑翻 没好气的说道 老阳点了一根烟 深深的吸了一大口 这才道 我的厂子里死了几个人 你能看出来古怪吗 什么厂子 怎么死的人 叶姑翻 皱眉问道 老欧阳抽了一口烟 想来想到 预纸材料厂 起掉设备的时候 钢丝伤脱落 砸死了三个工人 还有一个重伤 我怀疑有人做了手脚 却找不到证据 什么 厂子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故 什么时候的事啊 欧阳池下 吃了一惊 回头问道 老欧阳叹气道 好几天了 一直为这事烦着 要不我昨天 不会冲你发火 欧阳池下 张了张口 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你怀疑 是什么原因呢 叶姑翻 皱眉道 要是真有什么内情 应该让警察来看看吧 老欧阳一瞪眼道 警察能解决 那就不叫事了 叶姑翻 怂怂见道 那到底是怎么样呢 起掉设备的时候 操控起掉机的工人 突然发疯 让设备掉落下来 砸死了人 老欧阳 踏了一口气道 唉 那个工人做事 一直很稳妥 可是那天 却就像发了疯一样 砸死了人 他还拍手大笑 而且被砸死的几个人 和他从来 没有什么仇恨 你说 他干嘛要弄死 那几个人 操控起掉机的人呢 叶姑翻问 关起来了 在警局 还是疯疯癫癫的 过两天 做精神鉴定 老欧阳说道 叶姑翻走了几步道 那人是不是被人做了法 亦是被控制了 老欧阳一呆 随后点头 我也觉得不对 但是这事 能找到证据吗 我要去现场看看才知道 叶姑翻说道 老欧阳想了想 最终苦笑摇头道 还是算了吧 欧阳耻笑愣了一下 拉着叶姑翻的衣袖 走到了外面 怎么样 我一过来 就把你赶走了 狐狸精吧 在外面的花园中 叶姑翻得意的说道 谢谢 可是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欧阳很感激 看着叶姑翻 问道 我爸爸喜欢的那个女人 真的是克服命啊 叶姑翻 郑重地点头道 这个绝对没错 我的像术 是我们长教真人的师父 茅山前辈高人 神算子李行东传下来的 在留下来的书里 李行东给这种面相 定为第一个相 神算子 好像很厉害的 那当然了 我们茅山的人都很厉害 叶姑翻 咧嘴一笑 欧阳也是一笑道 对了 场子里死人的事 你真的可以查清楚吗 如果是有人做法 我一定可以查到 要是其他的原因 就不好说了 叶姑翻说道 那好 我带你过去 到现场看看 欧阳说道 叶姑翻站住脚步 看着欧阳的脸色道 你现在需要洗个热水澡 然后休息 你一夜也没怎么睡 再熬下去会生病的 好吧 可是 我很想去看我妈的 欧阳迟疑着说道 你先休息一下 然后我陪你一道去 叶姑翻说道 那好 我先去洗澡 欧阳点点头 拉着叶姑翻走回了房里 欧阳上楼洗澡 叶姑翻坐在客厅里 老欧阳看了叶姑翻一眼 摸起电话 去门外打电话去了 叶姑翻自得其乐 摸起遥控器 津津有味的看着电视 直接把老欧阳的家 当成自己的家了 搬赏 欧阳迟下顶着一头 湿漉漉的头发 从楼上走了下来 他换了一套休息的运动衫 手里还提着一个包 是要出门的打扮 看电视吗 欧阳问叶姑翻 叶姑翻怂怂肩 没意思 好好的广告 总是插播电视剧 欧阳吃的一笑 脸上总算开朗了一点 怎么 要去哪里啊 老欧阳恰好打完电话回来 看着女儿问道 去医院看妈妈 欧阳冷冷的说道 头发干了再去 否则会生命的 叶姑翻说道 欧阳摇摇头道 没事 我们开车去 老欧阳看着女儿欲言又止 欧阳直下拉着叶姑翻 向外走去 走到门前 回头说道 叶姑翻还是个医生 我请他去看看妈妈的病 还是个医生 老欧阳更是吃惊了 疑惑的看着叶姑翻 叶姑翻一笑 和欧阳一起走向院门 院门外停着一辆代步车 欧阳上了车打火加油门 带着叶姑翻扬长而去 欧阳 事情过去了 就别放在心里 我看你老爸 还是关心你的 叶姑翻说道 我知道 我也不怪他了 也许现在 他比我更烦吧 欧阳打着方向盘道 这怀念以前 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 和和睦睦的日子 等我治好你妈妈的病 你们又可以回到 以前的日子了 叶姑翻很自信的说道 谢谢你 叶姑翻 遇上你真是 真是一场意外 欧阳笑了笑 加快了速度 除尘不大 十几分钟以后 欧阳带着叶姑翻 出现在市第一院的院子里 两人乘坐电梯 直接上了五楼的病房 在一个独立的病房里 叶姑翻见到了欧阳的妈妈 欧阳的妈妈 仰面躺在病床上 紧闭双眼 面色苍白 一个保姆模样的人 正在给他做肌肉按摩 见到欧阳走了进来 那保姆停下了动作 跟欧阳打招呼 你来了 夏夏 是啊 刘姨 辛苦了 欧阳点点头 在床边坐了下来 握着妈妈的手 眼圈又红了 叶姑翻看了看 那个刘姨 说道 刘姨 麻烦你出去一下 刘姨点点头 转身而出 带上了病房的门 叶姑翻伸出手 来搭在欧阳妈妈的脉搏上 诊断她的脉象 欧阳站起身 满怀希望的 看着叶姑翻等待奇迹 按赏 叶姑翻松开手 皱眉道 脉象没看出问题 是正常的 欧阳点点头道 医生说 问题出在脑神经 身体机能都是正常的 是不是脑神经 试一下就知道了 叶姑翻放下 几道盒打开 从里面取出一套金针 取出一根最细的 轻轻地扎在 欧阳妈妈的右脚底上 也连试探了好几个穴位 病人的身体 有时候会有反应 有时候却没有 叶姑翻起了针 看着欧阳池吓道 欧阳 就我看 问题也不在脑神经啊 那你的意思 我觉得你妈妈的 魂魄不全了 所以才会变成活死人 魂魄不全 什么意思 人有三魂七魄 魂魄出现问题的时候 就会有各种症状 严重的话 就变成了植物人 像你妈妈这样 昏迷不醒 叶姑翻说道 那怎么办 我看看 确认一下 叶姑翻转身 从急的盒里 取出一张符 贴在了欧阳妈妈的额头 欧阳好奇又激动地看着 目不转睛 叶姑翻退后几步 手里掐起指掘 口中点点有词 又过了半生 他才取下了指幅 仔细地看着 怎么样 看到什么没有 欧阳也凑了过去问道 跟我想的一样 你妈妈的魂魄出了问题 三魂都没了 难怪 回昏迷不醒了 叶姑翻说道 三魂没了 去哪了 有办法治好吗 这种病最好治疗 也最难治疗 因为他的身体 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找回魂魄 立刻就好 但是魂魄也是最难找的东西 而且自己的魂魄 还不用别人来代替 叶姑翻收拾东西道 欧阳 我会帮你的 但是不保证 百分百成功 太谢谢你了 叶姑翻 你觉得成功的把握有多少 欧阳问道 叶姑翻没有正面回答 樊问道 可知道啊 你妈妈在昏迷之前 遇到了什么事 三年前 正月十五庙会 我妈妈去了狼牙山 回来以后 就开始精神萎靡 后来摔了一跤 就彻底昏迷了 嗯 三年了 可能有些麻烦 欧阳 医院里 邮魂很多 不适合做法 所以要把你妈妈 接回去才行 叶姑翻说道 欧阳立刻点头道 这个好办 我立刻去办出院手续 等等 你要不要跟你爸爸说一下 叶姑翻紧重眉头问道 你担心我爸爸不同意 欧阳一呆 叶姑翻耸了耸肩 不知可否 疯疯癫癫癫的掌教 这人说过 世上最可怕的不是鬼 是人心 老欧阳的面相看起来 虽然不是奸恶之人 但是叶姑翻也不敢断定 欧阳妈妈的昏迷事件 和老欧阳没有关系 或许老欧阳嫌弃自己的妻子 人老猪黄 所以 不会的 我相信我爸对我妈妈还有感情 欧阳犹豫了一下掏出手机 给老欧阳打了一个电话 这应该是欧阳的备用手机 因为他扔了一个手机在山剑里 电话里 欧阳和老欧阳并没有争吵 沟通顺利 拘了电话 欧阳看着叶姑翻一笑道 我爸爸和我妈以前感情很好的 我爸迷上那个女人 也就是最近几个月的事 我爸等一下就过来 借我妈回去 叶姑翻点点头 突然觉得肚子有点饿 别笑道 嘿嘿 那个啊 欧阳啊 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啊 我饿了 要就吃东西 啊 对不起啊 是我太自私 只忙着自己的事 完全忽乱了你 欧阳这才想起来 从昨晚到现在 叶姑翻就吃了一袋方便面 急忙道 我们先出去吃东西 等下午爸爸来了 再一起回去 有东西吃太好了 叶姑翻咧嘴一笑 两人匆匆下楼 留下留姨在这里照顾病人 医院对面就有西餐厅 欧阳点了一个全家桶 要了饮料 叶姑翻甩开腮帮子 一桶风卷残云 欧阳没怎么吃 一个全家桶 几乎全部进了叶姑翻的肚子 吃饱了吗 欧阳问道 叶姑翻摸了摸肚子的 好像还差一点 不过大鸡不能暴食啊 大壳不能暴饮 就这样吧 中午再接着吃 现在已经是上午十点了 很快就是吃饭时间 欧阳一笑 起身带着叶姑翻 走回了医院 老欧阳恰恰赶到 给病人办了出院手续 众人一起返回 刘姨是欧阳家 聘请来照顾病人的 所以一起跟了回来 欧阳收拾房间 在叶姑翻和刘姨的帮助下 安置好了妈妈 这时候已经是到了午饭时间了 欧阳接一头 叶姑翻 我们先去吃饭吧 饭后你再做饭 饭后也不行 需要到晚上 成功的概率呢 会更高 叶姑翻摇摇头道 反正你妈妈都昏迷几年了 也不必急于这几个小时 欧阳点点头 把妈妈交给刘姨 带着叶姑翻再次出门 老欧阳也开着车跟了过来 他想听听叶姑翻的治疗方法 前方不远有饭店 老欧阳要了一个包厢 三人坐了下来 气氛很古怪 欧阳和老欧阳都不说话 叶姑翻却无所谓 没话找话的和欧阳搭讪 酒菜上桌 老欧阳刚刚举起筷子 叶姑翻已经吃了一盘红烧牛肉了 老欧阳美好气的 放下筷子问道 叶姑翻 你又几天没吃饭了 叶姑翻的嘴里嚼着菜 寒昏不清的说道 是啊 追踪一个千年女鬼 跑来跑去 有四五天了 你这车方便面呢 千年女鬼 但愿你不是来骗饭吃的 老欧阳很郁闷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养头喝尽 等到老欧阳放下酒杯 发现桌上的一盘烧鸡又没了 吃到七成宝 叶姑翻只在挺起筷子 说道 欧阳老板 别把我们毛山弟子 看成讨饭教肌的乞丐 不跟你吹牛 很多巨富大官 都把我们施作做上宾呢 我吃你一顿饭 是你的福气 以后你就知道了 欧阳迟下也很不满 看着老弟说道 爸 叶姑翻救了我一命 吃你几顿饭不过分吧 当然 也许在你眼里 我的命不值一顿饭钱 想想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老欧阳腾得一下红了脸 叶姑翻的本事 我亲眼看到过 昨晚捉鬼豆浆尸 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欧阳耻下又补充了一句道 我相信 他可以治好我妈吗 能治好当然好了 老欧阳 闪闪的点头 叶姑翻一笑 取出纸笔 刷刷的开了一张单子 说道 欧阳老板 这几样开谈的东西 你下午去买回来 我晚上要用 老欧阳接过单子 看了看 缓缓点头 酒足饭饱 叶姑翻和欧阳直下起身 离开饭店 返回欧阳家的别墅 老欧阳则直接驾车 去给叶姑翻买东西去了 回到欧阳家里 欧阳直下说道 叶姑翻 你要不要洗个澡休息一下 那是最好不过了 我正要这意思呢 没好意思开口 叶姑翻说道 跟我来 我给你放水 欧阳闭嘴一笑 带着叶姑翻直奔二楼 在卫生间里 欧阳帮叶姑翻放好了水 试了试水温 又道 没有换洗衣服吧 我给你拿了我爸爸的睡衣 你将就一下 谢谢 叶姑翻一笑 走进了卫生间 洗了澡 换了睡衣出来 叶姑翻发现 欧阳还在客厅里等着 叶姑翻 你就在我房间里休息吧 晚饭的时候我叫你 你的闺房啊 叶姑翻一笑 扭头四看 在这边 欧阳也笑了笑 招呼叶姑翻 进了左侧的房间 果然是女孩的闺房 收拾得干干净净 暗一箱袭人 床上还有个可爱的布娃娃 那我就不客气了 谢谢你啊 欧阳 你是伟大的茅山弟子 在我的床上睡一觉 都是我的福气 应该是我谢你才对啊 欧阳调皮的一笑 带上房门而去 叶姑翻也黑黑一笑 吸了吸鼻子 钻进了被窝里 黄昏时分 叶姑翻醒了过来 起床 打开房门的时候 却发现 门前放着一张椅子 椅子上是一套窄新的衣服 浅灰色的修鞋西装 牛仔长裤 上面还留了字条 字体清修 叶姑翻 这是给你买的衣服 换上吧 偷跑下山的时候 叶姑翻只带了换洗的衬衣 外照衣服 就身上的夹克衫 既然有了新衣服 那就顺便换了 叶姑翻一笑 把衣服拿进房里换上 还挺合身的 穿着新衣服的叶姑翻走下楼来 刚好遇到欧阳池下 怎么样 衣服合适吗 欧阳的眼神一亮 问道 换上新衣的叶姑翻 显得更加欲熟凌风 潇洒出尘 你选的衣服很合身 因为我看到了你的眼里 闪过一丝自豪 谢了 欧阳美女 叶姑翻黑黑一笑 说道 欧阳池下野一笑 给叶姑翻倒了一杯茶 问道 是不是每个毛山弟子 都像你一样贫嘴啊 不是啊 我所见过的毛山弟子 都不一样 只要叫真人 疯疯癫癫 有时候三天不说话 有时候说三天不停顿 叶姑翻 走过去接过茶杯 喝了一口 突然有些出神 又道 然后就是我师父和师娘了 他们很少说话 你说的 掌教真人不是你师父啊 欧阳有些好奇 也在叶姑翻的身边坐下 侧脸问道 叶姑翻摇摇头 不是 我师父的本事 比掌教真人大多了 你师父 一定是一个白发苍苍的 世外高人对吧 以后有时间 我们一起去看你师父师娘 不是 我的印象里 师父很年轻 二十多岁的人 师娘很漂亮 仙女一样 叶姑翻 黯然地看着窗外道 可是他们都死了 受我围图以后不久 我一下子醒来 就不见了师父师娘 死了 欧阳愣了一下 随后道 对不起啊 叶姑翻 我不知道会引起你的伤心往事 没事 叶姑翻一笑 问道 你爸爸买东西回来了吗 欧阳点点头 买回来了 不过我爸爸有事出去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嗯 东西买回来就行 到了夜里 我来做法 帮你妈妈召唤 叶姑翻放下茶杯 和欧阳一起 检查开摊 做法需要的东西 东西很简单 一方黄木 香炉 蜡烛 现香等等 检查完毕 叶姑翻又去看了看 欧阳的母亲 万事俱备 就等夜里开谈了 叶姑翻回到客厅说道 欧阳打开电视 把遥控器 塞进叶姑翻的手里 你先看电视 我和刘姨准备晚饭 对了 叶姑翻 你喜欢吃什么 说一下 我给你准备 哎 我对吃的不讲究 随便什么都行 只要毒不死我就好了 叶姑翻说道 在徐云冠 叶姑翻 需要自己做饭 伺候场交真人 朗一顿热一顿的 遇上什么吃什么 当年的清风明月 后期啊 因为岁数大了 都下山去了 万事高贤凡 就没有再找童子 只带着叶姑翻 在徐云冠里 毒死你 我还舍不得呢 欧阳开了一句玩笑 但是话一出口 脸色却又是一红 不等叶姑翻再说 就立刻转身去了厨房 叶姑翻坐在沙发上 津津有味的看着电视 没多久 晚饭准备好了 欧阳招呼叶姑翻吃饭 家里有酒 喝酒吗 叶姑翻想了想 反问 你喝酒吗 欧阳 欧阳耻下摇了摇头 微微一笑 那我今天就不喝了 不过 等我治好了你妈妈 我要求你陪我喝一杯 叶姑翻笑道 一言未定 只要你能让我妈妈醒来 我陪你一醉方秀 刘姨端了一碗饭 去一边吃去了 叶姑翻和欧阳坐在桌边 共进晚餐 边吃边聊 气氛愉悦 饭后 叶姑翻让欧阳去睡一会儿 养好精神 半夜里看做法 昨天夜里在古庙中 欧阳也没怎么睡 回来以后 又马不停蹄的忙了一天 所以叶姑翻 有些雷香惜雨 担心欧阳会生病 心里有些激动 我睡不着 欧阳说道 我教你一个 两分钟迅速入睡的办法 保证你可以睡着 叶姑翻不由非说 拉着欧阳 登登登的上了楼 欧阳拗不过叶姑翻 只好乖乖的跟着 躺到船上 心无杂念 深吸一口气 憋住十五秒 然后用十秒的时间 许许呼出来 两次以后 自然就睡着了 叶姑翻说道 那好 我试试 欧阳一笑 叶姑翻这才点点头 带上房门 回到楼下继续看电视 楼上 欧阳按照叶姑翻说的方法 试了试 竟然真的睡了过去 叶姑翻坐在沙发上 一直看电视到晚十点 外面车灯亮起 却是老欧阳开车回来了 接了客厅 劳阳不冷不热的 看着叶姑翻问道 做法开始了吗 我是专门回来看你做法的 言辞之间可以听出来 劳阳还是对叶姑翻 非常不信任的 毕竟他没有亲眼 见到过叶姑翻的手段 不急 等我看完这一集电视剧 现在还不是时候 叶姑翻无所谓 淡淡的说道 劳阳哼了一声 环视四周 又问 瞎瞎呢 在楼上睡觉啊 哦对了 你可以叫醒他了 叶姑翻大咧咧的说道 劳阳愣了一下 还是走上楼去 叫醒了女儿 欧阳之下 十一点多 叶姑翻在前院里布置法坛 法坛比较简单 一张条桌 上面盖了黄布 然后在桌上 点起三炷箱 三支蜡烛 把病人抬出来 放在法坛前 我来做法 叶姑翻整了整衣服说道 劳阳和刘姨点点头 把病人抬了出来 放在法坛前的折叠床上 病人依旧双目紧闭 无知无觉 叶姑翻 依反平时的嬉笑模样 要来净水 洗脸 洗手 然后手掐指掘 点燃了法坛上的蜡烛和香火 同时口中念念有词 念完咒语之后啊 叶姑翻走到病床前 取出三张纸服 放在病人的额头和两肩上 再用金针扎下去 然后叶姑翻走回法坛后面 闭目铭响了一会儿 忽然睁开眼来 掐着指掘向病人一指 口中念叨 茫茫阴名中 重重金刚山 灵宝无亮光 动罩颜迟帆 九幽诛罪魂 深随香蕴帆 三灯罩莲花 魂魄来潭前 积极如零令 欧阳父女俩 大气也不敢出 在一边紧张的看着 叶姑翻的咒语越年越快 只见病人额头上的金针 随着咒语剧烈的摆动起来 老欧阳诧异的看了叶姑翻一眼 这才知道叶姑翻的确有点本事 大约三分钟以后 叶姑翻的额头已经冒汗 但是病人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怎么样 欧阳池下紧张的问道 有些感应 但不是很强烈 我需要校正一下方向 叶姑翻擦了擦额头的汗 取出一块锣盘 放在了病人的胸前 效果欧阳池下道 夏夏 你在这里看着 看着这根红色的指针 指向哪个方向 欧阳点点头 蹲在床边 目不转睛的看着罗盘 叶姑翻再次退到法团后面 掐绝念咒 茫茫阴鸣钟 重重金刚山 灵宝无亮光 洞照颜池帆 九幽诸醉魂 身随香云翻 三灯照莲花 魂魄来潭前 急急如零零 欧阳盯着罗盘 交道 指针指向西北 在不停的摆动 叶姑翻点点头 停止念咒 让法团正对西北 又把病人抬到了法团面前 稍时休息 叶姑翻再一次做法 这一次 周语念了三遍以后 院子里的两条大狼偶啊 突然一起大叫起来 同时 四周阴风盘旋 愁云惨淡 天速瞬间就变了 欧阳池下和老欧阳都吃了一惊 举目环视四周 叶姑翻斜眼一看 这件四周的阴风之中 有无数游魂在窥探 一双双阴暗的眼睛正盯着自己 卧态啊 怎么引来了这么多鬼啊 叶姑翻吃了一惊 随即掐了一个箭决 向着四周乱点 毛山杀鬼有神方 上呼师祖受不详 一道红光 从叶姑翻的指尖射出 刺破了四周的黑暗 群鬼咿咿呀呀的叫着 迅速撤去 随后天色重袭恢复明朗 夜风徐徐 星光满天 叶姑翻受了试 看着法谈前的病人 深深的皱眉 怎么样 叶姑翻 欧阳跑过来急急的问道 没有成功 看来很急少啊 叶姑翻摇了摇头 走到病人身边 低头看着罗盘问道 西北几十里的范围内 有没有大山呢 有啊 除城四周都是山 西北是马公山 所以欧阳修说 还除皆山也 老欧阳说道 叶姑翻收了罗盘 起了金针 说道 把病人送回医院吧 让医生继续治疗 保住性命 等我明天去马公山看看 老欧阳哼了一声道 我早就知道 这一套不管用 医院里治疗了几年 也没气好转 你随随便便宁个咒就能治好 那真的是活谁去了 叶姑翻挠火道 哎 你什么意思啊 觉得我是骗人的神棍啊 刚才我念动咒语 白鬼晕急 难道你没看见啊 欧阳尘下也帮着叶姑翻道 就是啊 刚才叶姑翻念咒语 妈妈额头上的金针百动 可不是假的吧 刚才听到隐隐约约的鬼叫 不是假的吧 我相信叶姑翻 他的法术是真的不是骗人的 老欧阳叹了一口气 挥挥手 事已不用再说 然后带着刘姨把病人抬上了车 欧阳不放心妈妈 也驾车跟随 叶姑翻自然也陪着 众人把病人送回医院 安置好以后 转回来都快天亮了 不过叶姑翻采集了病人的头发 指甲和指尖 血带了回来 楼上的小客厅里 欧阳尺下给叶姑翻倒了一杯茶道 叶姑翻 你不要记内 天亮以后 我陪你一起去马公山 我妈妈康复的唯一希望 就在你身上了 欧阳 你还是在家里探货吧 我一个人过去 可能方便一点 不 你为了我妈妈的事 我当然要陪着你 好吧 明天下午动身 去马公山 叶姑翻点了点头 欧阳尺下也点头 又问道 你你看 我妈妈这是什么情况 你妈妈的魂魄 就在马公山一带 应该是被什么老鬼扣住了 所以我招魂不成功 如果是游魂 早就成功了 马公山的老鬼 欧阳愣了一下 忽然叫道 不会是我外公外婆吧 他们的坟墓就在那里 啊 不会吧 难道你外公外婆死了以后 没有得到超度 魂魄留在人间了 叶姑翻也一愣 随后道 明天去了以后就知道了 欧阳点点头 把叶姑翻送进客房 让他休息 叶姑翻进了客房休息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上午八点 欧阳早早起来 打算叫叶姑翻起来吃早饭 可是敲了敲叶姑翻的房门 却半天没听到回应 难道叶姑翻没办法帮我 所以不好意思偷偷跑了 欧阳迟疑了一下 打开了房门 房间里空无一人 叶姑翻的大吉他盒子 也不见了 真的走了 欧阳的心里一沉 一日说不出的难过和失落 可是就在这时候 有脚步声传了过来 欧阳侧目一听 发现有人从天台上走下来 叶姑翻是你吗 欧阳大喜回神跑了出来 是我啊 我起得早了点 在天台上打坐 叶姑翻 背着吉他盒子 笑音音的走来 欧阳转悠微喜 笑道 我还以为你偷偷走了 吓死我了 哎 我为什么要走啊 你的烦心事还没解决 赶我走 我也不能走啊 叶姑翻一笑 又道 哦 明白了 你以为我无法解决你妈妈的事 所以偷偷开溜了 是吧 欧阳脸色一红 没有了 我是来叫你吃早饭的 两人并肩下楼 在楼下的餐厅里吃早饭 老欧阳却不在 又不知道去哪里忙碌了 饭后叶姑翻擦了擦嘴巴头 欧阳 我们下午才去马公山 上午没事 你陪我去你家的预制材料厂 看看吧 欧阳点点头 好的 我们去转转 说走就走 欧阳拿了手提包和车钥匙 带着叶姑翻驾车而去 欧阳家的预制材料厂 就在除城东郊 也不算远 预制场啊 这占地广大 十来亩左右 一边是加油站 一边是家校 下了车 欧阳带着叶姑翻 在预制场里啊 转悠 接受到 这边的加油站和家校 都是我爸爸的产业 那个女人 就是以前学驾驶的时候 认识我老爸的 嘿 没看出来 原来你还是资本家的大小姐 什么资本家大小姐 现在的预制场和加油站 都不赚钱 就靠家校成长 我爸爸有点经济头脑 缺了这块地 等着地皮升值 欧阳摇摇头 带着叶姑翻 走向了预制场的办公室 预制场里大约是停工了 看不见人影 一个戴眼镜的老者 从办公室走出来 看见欧阳池下 别笑着打招呼 下下怎么来了 王伯伯 我来这里随便看看 欧阳池下笑着打招呼 又对叶姑翻说道 这是预制场的厂长 王伯伯 也是我们家的亲戚 叶姑翻点点头算是招呼了 在办公室里坐下 欧阳问道 王伯伯 我想问一下那天的事故 到底是什么情形 老汪皱起眉头 叹气道 没有人说得清啊 张勇好像突然发疯了 害死了三个人 张勇就是那个操作起调设备的人 他在这里几年了 平时有没有什么不对的 叶姑翻问道 他在这里也有三年了 算是老员工 平时做事很小心很负责 而且他是本地人 大家一直都比较了解 谁知道他会做出这种事啊 老王说道 叶姑翻点点头问道 张勇平时住在这里吗 这里有宿舍 有时候他也回家去 不过这次事故发生前一周 他都没有回过家 一直在厂子里 哦 带我去他房间看看 叶姑翻说道 老王点点头 找出一串钥匙 带着叶姑翻和欧阳 走向北面的一排砖房 砖房一共十来件 非常简陋 老王带着叶姑翻和欧阳 来到最西边的一间房门前 打开了房门 房间里只有一张床 一把椅子 还有一些厨具 别无他物 叶姑翻站在门前看了看 随即皱起了眉头 怎么有声部队吗 欧阳查阴观色问道 哦 哎 没什么 叶姑翻摇了摇头 缓步走进了屋子里 房间里被警察检查过 被褥什么的 都被翻得乱七八糟 叶姑翻随意看了几眼 便退了出来 看着老王倒 哎 王厂长 你随意吧 我和夏夏到处转转 老王点点头 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欧阳和叶姑翻 心不由僵 在月折场里闲逛 夏夏 这厂子附近不干净 有很重的鬼气啊 叶姑翻缓缓的说道 有鬼 欧阳有点紧张 问道 这次的事故 是不是和鬼有关 嗯 目前不清楚 等我从马公山回来 抽空在这里待一晚 抓两个小鬼 问一问 便知道了 抓鬼 你可以抓到吗 欧阳又害怕又惊奇 问道 一姑翻咧嘴一笑道 这里的鬼 没有多少道啊 还不是手道进来吗 你就放心吧 这么有自信 前天我晚上在古庙里 我也吓傻了 以后你抓住了鬼 一定要给我看一看 行啊 这事好吧 叶姑翻一笑 说话间 两人已经走出了预测场 站在了驾校的大门前 驾校正在上课 训练场上 站着许多学员 有男有女 其中还有几个年轻的美女 非常耀眼 而叶姑翻的眼光 就在那几个美女的身上 扫来扫去 叶姑翻 要不要 去驾校里面看一看 欧阳心中不满 酸酸的问道 好啊 进去看看最好了 谁知道叶姑翻一点也不客气 真的抬脚 向驾校里走去 欧阳愤愤的一跺脚 翻了一个白眼 跟了上去 老欧阳搞的是家族企业 驾校 预制厂和加油站 都是自家的亲戚 驾校里的负责人 自然也认得欧阳迟下 急忙上前打招呼 我就随便看看 你们忙 欧阳和负责人打招呼 笑着说道 一转眼 欧阳的脸色又是一尘 因为他看见叶姑翻的眼光 紧盯着一个美女学员的后腰 聚精会神 那个女学员上身是吊装 下面是一条低腰裤 所以腰间露出一段雪白的肌肤来 叶姑翻的目光 就在那一片肌肤上 真没想到叶姑翻也是一个轻浮之人 欧阳的心里塌了一口气 暗自私存 以后还是和叶姑翻保持一点距离的好 可是叶姑翻既然如此喜欢美女 那天在古庙里 却又为什么对自己守之以礼呢 难道是自己不够漂亮吗 想到这里欧阳的心里又是一阵酸意 但是欧阳的情绪变化 叶姑翻显然没有察觉到 依旧眼光似贼 在盯着前面的几个美女 一个美女学员发现了叶姑翻 挑逗的一笑道 小帅哥 也是来学车的吗 赶紧报名 还来得及做我的小师弟啊 不是 就是来看人的 叶姑翻也一笑 看人 好看吗 那美女学员继续聊过叶姑翻 她们都还好 你就不耐看了 脸上的粉太厚 看不到真是面目啊 叶姑翻 总结说道 那美女顿时变色 恶狠狠地 弯了叶姑翻一眼 转头看向一边 欧阳扑的一声笑了出来 叶姑翻这才收回目光 私下里随意走动 打量着驾校的建筑 怎么不看美女了 欧阳带着酸意 故作业余地问道 没有啊 没有看美女 她们和你一比 都不算美女 看她们干什么呀 叶姑翻很冤枉地说道 欧阳哼了一声道 做贼唏嘘了吧 看了就看了 干嘛不敢承认啊 刚才我看见你的眼光 就在那几个美女的 屁股上转来转去的 没有没有 别误会啊 叶姑翻脸色一红 拉着欧阳的手 走开几步道 我没有看她们的屁股 我在看她们后腰 下面一点的位置 那还不是屁股 哦 我明白了 那叫臀部是吧 欧阳没好气地甩开手 阴阳怪调地说道 说完了 欧阳又觉得自己很没用 不是说好了保持距离 不生气的吗 为什么又要生气呢 自己和叶姑翻 只是萍水相逢 为什么要这么在意他 吃这些没来由的飞醋呢 叶姑翻打量着欧阳的脸色 突然呵呵一笑 怎么 吃醋了 去去去 我为什么要吃醋 吃谁的醋 欧阳甩来甩头发 走到一边的休息区 看着围墙栏杆外的风景发呆 叶姑翻走过来 伸手搭在欧阳的肩膀上 欧阳的身体微微移动 但是并没有拒绝 叶姑翻的这种小机密 欧阳 我想你是误会我了 你一定觉得 我是一个好色之徒 对吧 叶姑翻问道 没有 你不用一身一鬼道 你听我说 欧阳 叶姑翻也抬眼看着栏杆之外 常然出神道 我七岁的时候 和爸爸妈妈在燕荡山露阳 准备看第二天的云海日出 而就在半夜里 突然遇到一阵黑雾 黑雾里有痴人的怪物 我们无处可逃 我被我爸爸推着 跌下了悬崖 爸爸妈妈和妹妹 从此都失踪了 欧阳很吃惊 牛脸看着叶姑翻问道 你小时候的事 叶姑翻点点头 继续道 然后是我师父和师娘救了我 但后来 却没有找到我爸爸妈妈 我妹妹比我只小一岁多 如果还活着 也是一个风华正望的姑娘了 她的后腰下面 有一个拇指搭的淡红色胎记 哦 我明白了 你刚才看那些美女 是在寻找你妹妹 是啊 不然我看她们干嘛呀 放着你个大美女 在眼前不看 去看那些庸之俗粉 欧阳脸色一红 结巴道 我也不是美女了 不好意思 是我错怪你了 没事了 走吧 美女 叶姑翻 拉着欧阳耻笑 想叫小门外走去 口中又道 以后我在盯着人家美女 后腰下面一点的位置的时候 你可别再冤枉我 说我偷看美女的屁股 好吧 以后我帮你看 看到一次人选就通知你 欧阳脸色红红的 钻紧了叶姑翻的手 多谢大美女 如果找到我妹妹 我一定以身相学 叶姑翻笑道 贫嘴 以后别大美女大美女的了 我不习惯 叫我瞎瞎好了 可是你的确是美女啊 真的很美吗 真的很美 是我眼里的第三美女 哦 原来我才第三啊 那么你心里的第一第二又是谁啊 欧阳略带称义 在叶姑翻的手心里掐了一下 叶姑翻黑黑一笑道 第一美女是我师娘季萧萧 第二个美女是我师叔吴展展 第三个就是你了 明白了 你有恋母情结对吧 欧阳一笑 又问道 怎么 你师叔是女的吗 哎 是的 师叔也是一个大美人 神仙一般身上有仙气 和凡人截然不同 我十岁的时候见过他一次 到现在都没见过了 也不知道他云游去了哪里 叶姑翻踏了一口气一道 哎 茅山啊 有很多高人 可惜都找不到了 现在就剩下一个疯疯癫癫的长教真人 你不就是高人吗 这么高 欧阳笑道 说说笑笑中 两人走回了夜制场 驾车返回 回到欧阳家里 吃了饭 叶姑翻又休息了一会儿 下午四点的时候 才带上几道活 和欧阳池下一起 驾车前往马公山 马公山也就在几十里之外 有车前往 这点距离自然不在话下 半个小时之后 叶姑翻和欧阳 在山南下车 徒步向山顶而去 站在一处山顶上 叶姑翻举目似望 又看了看 这手腕上的罗盘 指着西侧说道 那一带树林茂密 山北水南 极阴之地 最可疑了 欧阳很吃惊 说道 你看得很准啊 我记得我外公外婆的坟墓 就在那边 叶姑翻微微一笑 牵着欧阳池下的手 旋路而去 这一带是荒山 虽然景色秀丽 但是未经开发 所以没有游客 山间一片静谧 只有叶姑翻和欧阳的脚步声 在山间穿行了半个小时 眼前出现了一方小湖 小湖的南边 是一座小山峰 小山峰下 是一片杂乱的坟地 欧阳啊 你外公外婆的坟墓 就在这里吗 叶姑翻问 欧阳池下 看了半天 摇头抖 好像不在这里 我记得外公外婆的坟前 有大理石墓碑的 不过 应该就在这一带 叶姑翻顶顶头抖 不在就好 如果在这里啊 那就要签坟了 这块地 以前可能适合做墓地 但是现在不适合了 两人边走边谈 向墓地走去 欧阳问道 为什么以前适合做墓地 现在又不适合了 俗话说 斗转星移 风水溜溜转 明白吗 这片坟地啊 是一片流风地 风水气脉会移动的 百年前是一块风水宝地 而现在呢 则是一块死地了 叶姑翻 侃侃而谈道 或许当年的风水先生 没看出这一点 或许当年的风水先生 也曾经提醒过 建议这户人家 百年后千坟 但是年代久远了 那些后人们 终究没有千坟呢 好神奇啊 欧阳迟一下 似动非动 问道 你毛山弟子 也会看风水啊 嘿 毛山道术 包罗万象 算是极大成者 风水堪于之学 对于毛山弟子来说 只是小道 所谓 一流先生看星道 二流先生看水口 三流先生满山走 我毛山弟子 算是一流先生吧 说说笑笑 两人走到了坟地边 叶姑翻停下了脚步 拿下手腕上的小罗盘 拖在手里观看 忽然间 叶姑翻的脸色一变 抬头向坟地南边看去 南边是一片洼地 林木茂盛 其中一棵槐树最为高大 枝繁叶茂 独秀鱼林 去那边看看 叶姑翻收起了罗盘 拉着欧阳 向那边走去 树林里 也有些零星的坟头 似乎是一些无主坟墓 看不到任何祭拜的痕迹 这都清明了 而这一片坟地 却看不到任何扫墓的人 所以我想 这是一个陌落的家族 后人没了 叶姑翻 环石四周收道 你认为 我妈妈的魂魄就在这里 欧阳小心翼翼的问道 到夜里就明白了 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吧 叶姑翻 放下几道盒 和欧阳一起 撑起了带来的小帐篷 这时候天色一幕 山风渐起 吹着树叶 花花作响 欧阳躲进了帐篷里 看着渐渐黑下来的天色发呆 着急吗 欧阳 叶姑翻 打开了吉他盒 取出那个修真吉他 说道 我弹吉他 给你听啊 谢谢 对了 叶姑翻 你的吉他 怎么这么修真啊 这是我师娘 寄萧萧送给我的 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 人小嘛 所以师娘给我做了一个小吉他 说起师娘 叶姑翻的脸上 总是带着一点幸福 又说道 我们长教真人说 我师娘以前就是玩音乐的 唱歌特别好听 不输给任何明星的 你师父和你师娘 一定很爱吧 欧阳问道 叶姑翻点点头道 我师娘原本是大家小姐 富可敌国的 而我师父 是一无所有的茅山弟子 有一天 师娘被鬼附身了 自己的魂魄被撞飞了 师父历经一番辛苦 下到九佑地狱 找回了师娘的魂魄 从那以后 他们就相爱了 再后来 为了师父 师娘和自己的家庭 断绝了关系 和师父一起流浪天涯了 很感人的爱情故事 真羡慕他们 欧阳正正的出神 又道 和我父母年轻时候有点像 我妈妈是跟我爸爸私奔的 当年他们也挨得死去回来 可是现在呢 嘿 不说这个了 欧阳 我弹吉他 给你听吧 叶姑帆一笑 叮叮咚咚的弹起了吉他 这把吉他虽然小 但是音调俱全 音色优美 一点不逊色于大吉他 叶姑帆弹得很投入 欧阳听得很痴迷 不知不觉中 夜色已黑 外面的风声也大了许多 帐篷里点着一盏充电灯 看起来倒是很温馨 欧阳 你害怕吗 叶姑帆收起了吉他 问道 跟你在一起 我不害怕 要是一个人在这里 会把我吓死的 叶姑帆正要说话 忽然察觉到手腕上的小落盘一战 哎呻 别说话 叶姑帆打了一个手势 悄悄地溜出了帐篷 举目思看 欧阳也随后出了帐篷 站在叶姑帆的身边 可是欧阳看了半天 却什么也没看到 嗯 没事了 一些游魂 叶姑帆四处看了看 玄丁在大槐树下开始布置 欧阳站在一边给叶姑帆打灯 叶姑帆取出 在欧阳妈妈身上 采集了头发 指甲和指尖血 放在一个纸包里 点火烧了 让灰烬落在一个小碗里 然后叶姑帆在碗里加了朱砂水 调和以后当做墨汁 给欧阳的妈妈写了一个纸牌位 贴在槐树盖上 再然后叶姑帆取出三枚铜钱 在槐树下排开 每一个铜钱眼里啊 又扎了一根线香 点燃线香 叶姑帆退后两步 开始念舟 茫茫一鸣钟 重重金刚山 明宝无亮光 洞照炎池帆 九幽猪醉魂 身随香云帆 三灯照莲花 魂魄来探钱 急急如理令 这次 昼雨声刚刚响起 四周就有阴风向这边聚来 欧阳虽然看不到鬼魂 但是啊 也能察觉到这种阴森的气息 不由自主的向叶姑帆身边靠了靠 叶姑帆继续念舟 面前的大槐树开始摇晃起来 而且摇晃幅度越来越大 茫茫一鸣钟 重重金刚山 灵宝无亮光 洞照炎池帆 九幽猪醉魂 身随香云帆 三灯照莲花 魂魄来探钱 急急如理令 叶姑帆的声音突然加大 一声爆喝 嗖嗖嗖 三道浅白色的鬼影 从叶姑帆身后激烈飞来 猛的扑在大槐树上 大槐树又是剧烈的一晃 终于停止了 茫山收鬼符 定 叶姑帆动作奇怪 墙上一幕 一张黄色的纸符贴在排位上 半上叶姑帆 这才收回纸符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怎么样 叶姑帆成功了吗 欧阳焦急的问道 应该是成功了 欧阳 我总算是帮你做了这一件事了 叶姑帆看着手里的纸符头 刚才三道浅白色影子 看到了没有 就是你妈妈丢失的三魂 等我们回去 把三魂安置好 你妈妈就会醒来 叶姑帆 你太神奇了 太好了 欧阳大喜国王 情不自禁的扑过来 抱住了叶姑帆 在他的脸上一个热吻 欧阳 叶姑帆似乎被电流击中 身不由己的一将 失去了反应 叶姑帆自小在茅山长大 见到美女的机会不是太多 此时 被欧阳指下一把抱住 并且吻伤了脸 叶姑帆自然有些目眩神迷 而欧阳却因为兴奋 完全的忘乎所以了 小鸡捉咪一样 啪啪啪 连续在吻印 在叶姑帆的额头和脸颊上 吓吓 其实没什么 这些事对我来说很简单 叶姑帆善善的笑着 兴奋过后 欧阳这才反应过来 松开手 退后一步 结巴刀 对不起 是我太激动 有点失态了 没事 现在就回去吧 叶姑帆脸上烫烫的 脚下也有些发飘 好 回去吧 站姆就不要了 轻装前进 欧阳定了定神 拉住了叶姑帆的胳膊 叶姑帆点点头 背好了吉他盒 和欧阳并肩而行 可是刚刚一动步 四周的风声 却忽然呼啸起来 尖锐刺耳 无数旋风盘旋 在坟场四周 卷起漫天的树叶和杂草 挂脸生疼 而且还有一张张鬼脸 时不时的在阴风里闪现 同时 一声声阴森的鬼笑 从四周的旋风里传来 叶姑帆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欧阳吓得滑入失色 死死地抱着叶姑帆的胳膊 惊恐地看着四周 别怕 是一些孤灰野鬼 不足为惧 你放开手 我来收拾他们 叶姑帆安慰着欧阳 一边咬破中指 在左掌心画了一道血服 台长向前方劈了过去 阴阳无极 赏青正法 毛山掌心雷破 砰 红光一闪两个野鬼 一声惨叫 被震飞出去 但是四周的野鬼们 迅速扑上来 晾出白三三的牙齿 或者是一尺长的碧绿指甲 向叶姑帆和欧阳杀来 找死啊你们 叶姑帆大怒 抓着吉他背带 呼啦 甩了一个圈 把野鬼们全部逼退了 叶姑帆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鬼啊 欧阳胆战心惊 而扯着叶姑帆的衣服问道 吓吓 别发 便是十万鬼兵 又能拿我如何呢 叶姑帆好几上涌 伸手在吉的盒上一探 已经把无风剑握在手里 那些野鬼们不知道 叶姑帆手里的是什么法器 搜的一下飘开 在叶姑帆身边一丈外 团团团围成了一个圈子 而当姑回野鬼 死了以后还不去投胎 聚集在这里干什么 叶姑帆用无风剑指着那些老鬼喝道 谋山法师在此 当我折死 有种的都现身给我看看啊 这一嗓子喝出 野鬼们似乎颇为忌惮 又退开了一点 欧阳见到叶姑帆如此威风 真的这些老鬼连连后退 这才稍稍放心 怎么 都不用说人话吗 为什么拦住啊 谁是领头的 说 叶姑帆手指长剑 缓缓地转动着脚步 冷冷喝道 四周的野鬼们还是一言不发 一双双阴森的眼睛 躲在阴风里 看着叶姑帆 叶姑帆 不行我们冲出去吧 欧阳毕竟有些害怕 说道 白鬼聚集 必定有个领头的 这些鬼不开口 可能都已经迷失了本性 成了鬼畅 叶姑帆叹了一口气道 上天有好生之德 否则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灭了 走吧 说吧 叶姑帆一手指剑 一手牵着欧阳池下 浑浑地向东走去 那些野鬼们开始后退 但是却不撤走 始终围在叶姑帆的身边 而且四周还有野鬼 不断地聚集而来 越聚越多 阴霾漫天 欧阳的手电筒还亮着 但是却照不到仪仗之外 叶姑帆 四周这么黑 我们会不会迷路啊 欧阳颤抖着问道 这些野鬼数量虽然多 但是还没办法把我怎么样 不用怕 叶姑帆无所谓 继续往前走 惹急了我 我杀一劲百 看他们还敢不敢跟着我 欧阳心中烧定 紧紧跟着叶姑帆 忽然前方三丈远处 亮起了一点壁里的鬼火 一个杀眼的声音 从鬼火那边传来 问道 前面说话的 真的是毛山弟子吗 听见这声音 欧阳又打了一个机灵 嘿 郑主终于出来了 叶姑帆停下脚步 看着那一点鬼火 淡淡的说道 老鬼头 你要是不相信 不妨上前几步 试一试我的毛山杀鬼令啊 鬼火飘动 瞬间向前靠近了一丈多 悬浮在空中 刚才的沙哑声音说道 如此威风 看来真的是毛山发誓了 老鬼没多少道行 就来试一试你的法力吧 声音为止 那鬼火突然一分为三 向着叶姑帆的额头 咽喉和胸膛 挤手而来 小心啊 欧阳吓得一声惊叫 找死 叶姑帆也不多闪 一侧间 把大吉他盒 甩在身前 当当当三声响 三截人类的腿骨 射在吉他盒上 纷纷落地 先前的一点鬼火 却消失无踪了 老鬼 就这点手段啊 叶姑帆 把吉他盒甩在身后 冷笑道 以为躲起来 我就看不见你了 没有回答 四周一片安静 只有一双双鬼眼 一言不发的眨动着 好 既然你要缩头无归 我就把你救出来 叶姑帆忽然一行无风剑 左手握住剑身 右手抓住剑柄 用力挫 撑 一声笑响之后 叶姑帆的手里出现了一把 二尺来长 狭窄宝剑 寒光四射 有杀机 四周的野鬼们一声惊呼 搜的一下躲开老远 毛山杀鬼有山坊 上湖师祖受不降 老鬼 持我一剑 叶姑帆一个转身 手中短剑 向着刚才的大槐树一指 一道寒芒从剑尖飞出 直奔大槐树的树底 一声惨叫 从枝叶里传来 一个黑影抽出着乡下飘落 叶姑帆踏前一步 会长就批 阴阳无极 上清正法 砰 火光一闪 那黑影又一声哀嚎 伏地颤抖惨叫道 法师饶命 我知错了 现在求饶 不觉得晚了点吗 叶姑帆再次抢上前 一张指幅飞出 落在地上的黑影后背上 那黑影被指幅压住 大蛤蟆一样 趴在地上 虽然不住地挣扎 却没办法爬起来 老大被指幅 四周的野鬼们忽拉一下 跑得无影无踪 原本弥漫四周的雾霾 也瞬间散去了 叶姑帆带着欧阳直下走回来 蹲在那个老鬼的面前 问道 叶长 这回相信我是毛山弟子了吗 法师饶命 法师饶命 我相信了 地上的鬼影不住地磕头 连连哀求 现在还不能饶你 有些事我要搞清楚 叶姑帆不紧不慢 问道 你是哪一年的鬼啊 为什么要在这里呢 又收了这么多孤魂野鬼 想干什么呀 欧阳恐惧之心进去 安安静静地蹲在叶姑帆的身边 看着叶姑帆神鬼 地上的老鬼又磕头了 说道 我是晚清时期的人 生前是个强盗 小聚山林 最后被朝廷抓获 斩首于蔡氏口 担心因此会追究我生前的罪恶 所以一直在人间徘徊 不敢去盗案啊 你手上这把短剑我认的 就是当时砍我脑袋的星刀啊 叶姑帆愣了一下 随后大笑起来 欧阳却不明就里 问道 叶姑帆 你笑什么 这老鬼说的是真的吗 我笑着老鬼运气太衰了 生前死后 两侧栽在这把刑刀之上 叶姑帆指出了笑刀 我这把剑的前身 的确是清朝馈子手的 形形的鬼头刀 从满清入关到溥仪退位 大多数朝廷要贩都是那把刑刀斩首的 包括很著名的谭思同等人 后来呢 这把刀被我师父的师祖发现 重新锻造 改刀为剑 因为这把刑刀 砍人脑袋 不下于万数 所以啊 这把剑又叫做万人斩 万人斩传到了我师父手上 曾经毁坏过一寸 我师父重新铸造 现在变成了子母剑 欧阳张大了嘴巴 只觉得太神奇 太巧合了 一把剑 一个老鬼 一段轮回 见证了百年沧桑 尘世变幻 地上的老鬼点头道 这一片地 十五年前就变成死地了 因其极重 我流浪到此 决定占据这里 宁愿自己的魂魄至深 为了增加阴气 也为了让闲杂人灯 不敢靠近 所以我狙击了 父亲的孤魂野鬼 叶姑翻点点头道 明白了 你生前是个强盗 死了以后 还要做山带吗 对吧 法师明察 我的心里 也的确有 那么一点念想吧 你倒是老实啊 叶姑翻大笑 又问道 我来到这里 收了一个女人的三魂 你知道吧 那个女人怎么得罪你了 被你抓到这里了 叶姑翻说的女人 自然是指欧阳池下的妈妈 听到这里 欧阳也紧张 跟着问道 对啊 你为什么抓了妈妈的魂魄 法师明察 她是有魂无魄的残刺品 我抓她干什么 是她自己的三魂失落 无意中流荡至此的 因为这里鬼魂众多 所以她迷路了 就一直没有毁于去啊 还敢狡辩 叶姑翻用手里的无风剑 将指幅向下压了压 老鬼痛苦的大叫道 法师饶命 我真的没有骗你 叶姑翻哼了一声 说道 昨天夜里 我开了法坛 用病人的真身招魂 但是没有成功 如果依你所言 病人的魂魄迷路了 那么 昨晚我招魂的时候 他为何不回去 分明就是被你们扣押的 说吧 叶姑翻常见点出 又将压鬼夫往下暗揽 饶命饶命啊 老鬼叫得惨不忍怒 磕头道 我错了 我错了 你昨夜里招魂的时候 被我察觉到 所以我带着一根 孤魂烟鬼去捣乱 故意让这个女人的三魂 无法回去的 目的是什么 叶姑翻冷冷的问道 没有目的 就是好胜心害死人 我想见识一下你的法力 因为你太年轻了 我不相信你有大本事 现在见识到了 你死而瞑目吧 叶姑翻的长剑 用力向指幅上一拍 啪的一声 指幅落地 然后传来老鬼的惨叫 可是惨叫声到了半途 并夹着二指 四周终于恢复了寂静 地狱上的鬼影 也逐渐缩小了 被指幅完全覆盖 叶姑翻收起了指幅 弹了弹上面的灰尘 折叠起来 装进了口袋里 那个婉青捞鬼死了吗 欧阳好奇地问道 没有 被我收在指幅里 等我有空 把它送去阴间 这家伙生前死后恶观满盈 就让他这样魂飞魄散 未免便宜了他 叶姑翻一笑 把急的盒放在地上 收刀 没事了欧阳 老鬼被我抓了 剩下的孤魂野鬼们 等我做法驱散 这里以后 就会干净点了 欧阳点点头 来看叶姑翻如何做法 叶姑翻手持无风剑 呼地跳在一个坟头上 舞动起来 黑幽幽的宝剑 在叶姑翻的手里 呼呼声风 荡起漫天剑影 而叶姑翻 脚步轻快训捷 在坟头上 不住的跳来跳去 天清清地零零 凤无毛山师祖令 扫除妖魔天地镜 毛山火龙府 起 时不时的 叶姑翻还会弹出 一两张纸幅 纸幅向前飞出三尺远 砰的一声 燃烧起来 照着四周一片幽冥 看着叶姑翻 潇洒的身姿 欧阳如痴似醉 恍如身在梦中 若不是亲眼所见 欧阳绝对不会相信 现代社会 还有这样神奇的人 一道剑法捂完 叶姑翻 气领神弦地收了事 大气也不出一个 可以走了 欧阳 叶姑翻 拾起地上的吉德盒 背在尖头 拉着欧阳的手 走出了坟地 大事已定 妈妈的魂魄已经找到 所以欧阳格外开心 一边走 一边说个不停 叶姑翻 你怎么想起来 用吉德盒 做工具箱的 欧阳问道 二十年前 我师父行走江湖的时候 随身带着的是一把黄布雨伞 当时的万人斩 就藏在雨伞的边里 因为那把黄布雨伞太老土了 所以我师父也招来了巫术白眼 据说差点没讨到老婆 叶姑翻心情也好了 消道 所以啊 我师父总结自己的沉痛教训 给我设计了这个吉德盒 既可以藏住戾气 看起来又很时尚 以后找老婆也方便一点啊 欧阳眼口而笑 说道 放心 你一定会找到老婆的 声音娇羞 急不可闻 是吗 我找老婆啊 必须和你一样漂亮才行啊 叶姑翻 坏笑着说道 两人打着电筒 缓缓地在山里行走 温馨而又浪漫 来到山下 才是夜里两点 欧阳驾车 带着叶姑翻 连夜返回 叶姑翻 现在怎么办 你辛苦了一夜 我带你去吃点夜宵吧 欧阳一边开车一边问道 不用 直接去医院 现在我就可以让你妈妈醒过来 太好了 叶姑翻 我爱你 欧阳一片脑袋 又在叶姑翻的脸上 咽了一个吻 反正深夜里 路上没人没车没交警 不怕被人看见 叶姑翻又被电了一下 善善而笑 不用戏啊 看路 开车啊 欧阳点点头 把轿车开得飞快 不多久 杀进了城区 再穿过几条大街 转眼来到了市医院 病房里 照顾病人的刘姨被叫醒 看到叶姑翻和欧阳又来了 刘姨有些意外 问道 夏夏 怎么半夜来了 来叫醒我妈 欧阳开心的一笑 叶姑翻走上前 取出一根金针 扎在病人的脑门上 然后取出 收着病人三魂的指幅点燃 烟气鸟鸟 向着金针而去 盘旋缠绕在金针的四周 三清降下倒牛光 全针一点在印堂 三魂气魄龟皮囊 莫问他乡与故乡 叶姑翻突然一声大吓 手中掐掘 向着病人额头上金针一指 很神奇的一梦出现了 只见那些烟气 向着金针慢慢聚拢 最后消失不见 似乎是被金针吸收了一样 叶姑翻点点头 走上前起了金针 口中轻轻的呼出了一口气 叶姑翻 我妈妈什么时候才会醒啊 欧阳满怀希望的问道 现在就可以了 你大声的喊上鸡嗓子试试 叶姑翻一笑 推到一边 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现在就可以叫醒我妈妈了 欧阳半信半疑 在妈妈的病床前蹲了下来 握着妈妈的手 轻轻的换道 妈妈 妈妈 叶姑翻扑的一笑 说道 大声点 你那样叫 你妈妈只会越睡越香的 欧阳回头看了叶姑翻一眼 点点头 扭过头来大叫 妈妈 我是夏夏 我来看你了 一片安静中 欧阳的妈妈身体微微一抖 最后 嘴唇轻轻地动了下 妈妈 妈妈 你醒了吗 欧阳大喜 随即又大叫了几声 病人的眼睛终于睁开了 微微操过脑袋 张口道 夏夏 妈妈 欧阳泪如雨下 扑在妈妈的病床前大哭起来 欧阳的妈妈 想举手抚摸女儿的头发 却终究久病无力 手臂刚刚举起又落了回去 叶姑翻走了过来 抓起病人的手 放在欧阳的头上 又到 夏夏 别哭啊 病人刚刚醒来 还搞不清楚状况 不要影响他的情绪 开心点才对啊 欧阳笑着点头 擦去了眼泪 将妈妈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 无限幸福 两个小时过去 直到天色大亮 欧阳的情绪才渐渐平复 而病人此刻也恢复了意识 欲言交流无障碍了 夏夏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调理你妈妈的身体了 肌肉功能恢复最重要了 这种事不能急 预计三个月后 你妈妈可以完全恢复正常 叶姑翻说道 谢谢你叶姑翻 欧阳感激的点头 欧阳妈妈突然开口 看着叶姑翻问道 小伙子 你是夏夏的男朋友吧 没想到我一下睡了三年多 阿姨你好 其实我是 叶姑翻一笑 却不知道怎么解释 没错 他就是我的男友 妈妈 你还满意吗 谁知道欧阳讲过话来 先一步 宣示了二人的关系 满意满意 你们幸福快乐就好 欧阳妈妈的脸上 都是笑意 的确 叶姑翻身材修长 年轻俊美 眉宇之间英气勃发 是个好女婿的模样 也难怪欧阳妈妈满意 叶姑翻一笑 也不厌解 这时候有些话不易多说 老欧阳 闻讯赶来 看着一惊 清醒的接发妻子 又惊又喜又惭悔 一时间怅然无语 爸爸 现在你相信 叶姑翻的本事了吧 欧阳看着老爸道 人家昨晚 又是一夜没睡 在马公山兜了一个大圈子 才找回妈妈的魂魄 又连夜来到医院 让妈妈醒了过来 老欧阳看了看叶姑翻 一点头 谢谢你 叶姑翻 我会给你一些酬劳的 不客气 这件事我是帮助下去的 所以不要你的酬劳 叶姑翻挑眉一笑道 不过 你的预制场 阴气很重 里面也有鬼魂作祟 如果不解决的话 只怕以后 还会有事故发生 如果你请我去 预制场收鬼的话 那就需要一定的酬劳了 那里有鬼 老欧阳怀怀点头道 好 我请你去捉鬼 酬劳好说 二十万一下 我都可以接受 好啊 那就十九万九千九吧 看在下下的面子上 给你打个支 叶姑翻点点头 说道 今晚帮你说鬼 市场以后收钱 一言未定 老欧阳点点头 走到病床前 看望妻子去了 几句交代以后 病人决一上涌 又睡了过去 叶姑翻背起急的盒 缓缓出了病房 欧阳嘱咐刘姨照顾妈妈 也随后跟了出来 走廊上 欧阳扯了扯叶姑翻的衣袖 低声说道 其实我老爸有钱 你要是经济困难的话 可以向他多要一点的 女生外相果不其然 下下 其实我要钱多了也没用 够花就好 我要价二十万 是不向你老爸 轻视毛山弟子 轻视毛山法术 等待那笔钱到手 我留点必要的生活费 剩的 自下退给你 叶姑翻笑道 我不要 你存账 存着干嘛呀 我们长教真人说 金钱是事情上 最容易得到的东西 流通货币嘛 是流通的 不怕它流通不到 自己手上的 叶姑翻 信心笃定的说道 好吧 你要是真的退给我 我也给你存账 攒钱给你买房 欧阳说道 买婚房吗 叶姑翻笑着问道 婚房也可以啊 不过 你先要把新娘子定下来 欧阳笑道 叶姑翻看着欧阳道 说真的 瞎瞎 你风观狭配的样子 一定很好看啊 欧阳的脸色微微一红 低下了头 一上午的时间 欧阳就守在医院里 看着妈妈 到了午后 实在顶不住了 这才回家里休息 欧阳家的客房里 叶姑翻也睡了一会儿 打算晚上 去一这场捉鬼 哎 瞎瞎 你送我去育制场吗 晚饭后 叶姑翻说道 不急 你捉鬼不都是半夜吗 还早着呢 欧阳换了一套红色的衣服 显得很娇艳 我打算先去医院看妈妈 然后陪你一道去育制场 看你捉鬼 这两天 欧阳跟着叶姑翻 看捉鬼看上眼了 尤其是昨晚 叶姑翻大展身手 各种法术眼花缭乱 让欧阳又佩服又兴奋 和叶姑翻在一起 欧阳很有安全感 别说是在育制场捉鬼了 就算是下到九幽地狱 只要在叶姑翻的身边 欧阳也不害怕 叶姑翻想了想 点头道 你好 我一个人去育制场 也无聊 有家人陪伴 当然求之不得了 得到了叶姑翻的同意 欧阳更加高兴 拉着叶姑翻的手 直奔外面的轿车 人风喜事精神爽 现在的欧阳之下 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 所有的郁郁一扫而光 容光焕发 显得更加漂亮动人 医院里 欧阳的妈妈已经醒来 正坐在轮椅上 和刘姨说话 叶姑翻又给欧阳妈妈把了脉 点头道 一见正常 剩下的就是锻炼康复了 夏夏 没想到你找到的男友 还是个医生 真好啊 欧阳妈妈满脸带笑 我就是一个野医 知道一些歪门邪道的 叶姑翻谦虚的笑了笑 欧阳坐在妈妈的身边 帮助妈妈做肌肉恢复 一边聊天 这母女俩其乐融融 各自都有说不完的话 直到夜里十一天 欧阳直下才让妈妈休息 自己和叶姑翻 驾车离开医院 前往御制厂 路上 欧阳特意买了些 包装食品和饮料 带在身边 准备做夜宵 御制厂的老王厂长 早就接到了老欧阳的消息 所以一直没睡 等在办公室里 看到车灯 老王急忙打开了大门 把欧阳接了进来 老王厂长 你安心睡觉 夜里无论听到什么动静 都不要开灯啊 也不要大惊巧怪 所有的事都由我来处理 一下车 夜姑翻便说道 小的小的 老王点点头 手指北面的砖房道 我收拾了张勇的房间 可是没想到下小会过来 要不我再收拾一间房 不用了 王伯伯 我们就一间房就好 欧阳会规手和夜姑翻 一起走向砖房 老王跟了过来 取出钥匙打开了房门 张勇的房间 的确经过了收拾 打扫得很干净 床铺被褥都是崭新的 条桌上放着两个热水瓶和茶杯 热水瓶都是满满的 没事了 老王厂长 你回去休息吧 夜姑翻看了看房间 说道 好好 老王点点头转身离去 心里却在嘀咕 多好的一个姑娘 看来今晚要被这小神棍糟蹈她了 这时候正是夜里十二点 星光满天 夜姑翻倒了一杯茶 给欧阳递过去 说道 欧阳 要不你睡吧 我就在一边坐着 我不睡 我要看你说鬼 欧阳摇摇头说道 可是那个鬼今晚不一定会出现呢 夜姑翻说道 那我就陪你做一夜和你聊天啊 好吧 聊天 夜姑翻一笑 又道 不过我要简单布置一下 看看能否将鬼魂吸引过来 说吧 夜姑翻打开了几道盒 取出符纸和毛笔 开始画符 对了 夜姑翻 你的道术是和你师父学的 还是跟你们的掌教真人学的 欧阳在一边看着 问道 夜姑翻画好了一张符 拿在一边亮着 回答道 道法的基础 是在毛山道院学的 捉鬼的法术 是我师父留下的一本秘籍里学的 掌教真人也带我出去捉鬼 也算是伴个师父吧 不管跟谁学的 学会就好 欧阳一笑 又来看夜姑翻画符了 夜姑翻一口气画了七道符 这才听手 等到符纸晾干以后 夜姑翻背上几道盒 和欧阳一起走出房间 来到预制场中间 宽敞的场地上 一边走 夜姑翻一边观看 有时候看罗盘 有时候看贴星 时不时的 夜姑翻就会停下来 在地上 烧画一张纸符 在场地上 一共烧画了三道纸符 剩下的四道却被夜姑翻 用巨大的水泥 预制块压住 分别放在场地四角 做好了布置 夜姑翻 这才带着欧阳返回砖房 这样的布置有什么用途啊 欧阳问道 提上这里的阴气 给鬼魂造就一个 适合的环境 夜姑翻一笑道 从现在开始 不要谈论捉鬼 和鬼魂有关的事了 要不鬼也不敢来 我们说点别的 守住待兔吧 等一下如果有动静 吓一下你也不要害怕 保持镇定 看我手段 明白 欧阳挑眉一笑 又说道 那我们说点什么 夜姑翻想了想到 说说你的事吧 生活里的事 开心事 烦恼事 那好 我说说我们学校里的事 欧阳说道 啊 你还是学生啊 当然是学生 大学生 在肥城大学读书 不过就要毕业了 这次是因为我妈妈的事 所以请假回来的 唉 完了 那你以后回到学校 我投奔谁去 我又要变成顾家寡人 到处流浪了 要不我们一起去肥城 你就在我们学校附近 找个工作 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了 嗯 一起去肥城 嗯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夜姑翻 思索了一下道 我可以在学校附近 开一个道馆 或者是医馆 给那些撞邪的人看病 哎 不错 真的是好主意啊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反正饿不死你 欧阳挥挥手道 我跟你说说我们学校里的事 我有一个同学 叫做杨绿珠 家乡是山城的 是一个美女 也是非常奇怪的人 哎 杨绿珠 这名字很古典啊 不知道有什么奇怪的 夜姑翻沉吟着说道 欧阳得意的一笑道 这个人的奇怪之处 你绝对想不到 杨绿珠秀外汇中 才艺双绝 而且也是大富之家 但是 他却爱上了一个 能做到父亲的大叔 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夜姑翻皮憋嘴 揉头抖 不奇怪啊 那个大叔 一定要 千眼通天 有权有势 富可敌国 所以啊 杨绿珠看上他了 对不对 所以说啊 那些姑娘看起来 冰清玉洁的 其实啊 也是雍之俗反 为了钱 什么人都能接受 尤其是那位 所谓才艺双绝的 为了出名 为了上位 非常的无介操了 欧阳斜眼看着 叶姑翻 表示无声的不满 叶姑翻 滔滔不绝的说完 这才注意到 欧阳的目光 笑着问道 怎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啊 非常的不对 欧阳发了一个白眼的 我告诉你啊 杨绿珠爱上的大叔 是一个一无所有的 穷保安 啊 不会这么狗血吧 叶姑翻被雷得不轻 苦笑道 一个老保安 都有大学生妹子去爱 这 这简直没天理啊 欧阳一笑道 那个保安啊 大约四十三四岁 拖头亮顶 大红酒糟鼻子 无房无车 还有啤酒肚 可是杨绿珠就是喜欢他 没想到吧 叶姑翻抓了抓脑袋 摇头道 你那个同学的脑袋 一定被门夹过吧 你又说错了 杨绿珠的脑袋非常好使 是工人的高智商 超级学霸的存在 欧阳得以洋洋道 如果不说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杨绿珠爱上 那个保安的原因 是什么 叶姑翻听得心里 洋洋 洋求道 到底什么原因啊 说说吧 好 我跟你说啊 据说 那个保安 是杨绿珠上一辈子的情郎 所以杨绿珠 才会选择这个保安的 欧阳说道 叶姑翻好好大笑 笑得前仰后合 又笑什么 又不相信我说的话对吧 不是不相信啊 是相信 非常的相信 叶姑翻白白手笑道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其实啊 我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去骗人的 我知道那个保安了 一二的就是一神棍 蒙骗了杨绿珠 欧阳一斜眼道 不是 我都觉得 是杨绿珠 蒙骗了那个保安 因为杨绿珠说 他自己记得前世 所谓前世情郎的说法 是杨绿珠说出来的 啊 记得自己的前世 叶姑翻皱眉道 我只听我们长教真人说过 以前有一个叫秦文俊的家伙 可以记得前生 这种事可信度不高吧 所以 才说杨绿珠这人很奇怪啊 欧阳怂怂肩斗 以后 我带你去我们学校 见见杨绿珠 你就知道了 这种奇人 我还真想见一见 叶姑翻也来了兴趣 弹性正浓 屋里的日光灯闪了一闪 忽然就熄灭了 呀 灯灭了 欧阳愣了一下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搜的一下扑过来 抓住了叶姑翻的胳膊 不怕不怕 你坐着 我看怎么回事 叶姑翻胸有成竹 打开门 装模作样的 看看天色 回屋 进屋了 说道 有月亮 就这样聊天也行 欧阳点点头 又退回去 在床檐上坐下 对了 刚才看见 调桌抽屉有蜡烛的 要不点个蜡烛吧 叶姑翻点点头 拉开抽屉 果然找出了一根 半截蜡烛 蜡烛点燃 屋里重新亮灯起来 烛光摇曳 让欧阳平添了 几分浪漫之美 叶姑翻正要说点什么 却看见门外 一道白色的身影 缓缓走过 谁 叶姑翻故作惊悚地问道 哼 是问我吗 那道白色的身影停住了 然后缓缓地走了进来 站在门边问道 喂 你是什么人 怎么半夜出现在这里 叶姑翻惊恐地往后一退 却撞上了木床 哐了一下 仰面摔倒在床上 狼狈万分 欧阳急忙将叶姑翻拉起来 和叶姑翻挤在一起 看着站在门边的那人 来人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上身是月白色的对筋小偶 下面是青色的茶裙 脚下几连三寸 两根辫子搭在前肩上 眉眼盈盈 却是一个古装美女 你们干嘛这样 不是怕我吧 门前的小姑娘 微微一笑道 我不吃人的 真的 大半夜的 你怎么进来的 你是人是鬼啊 叶姑翻哆嗦着 手指那小姑娘问道 我让你看清楚 你就知道了 小姑娘苛刻一笑 抬腿走了进来 却不料这一抬腿啊 小姑娘的右脚 被门槛绊了一下 她的身体失去重心 哎呀一声惊呼 扑爹进来 这一爹不要紧 可是那小姑娘的脑袋 就咕噜噜地滚了出去 直接落到了床面的地上 呀 鬼啊 欧阳看见这恐怖的一幕 再也忍不住了 一声惊叫 死死地抱住了身边的叶姑翻 叶姑翻故作惊恐 也抱着欧阳 在床上瑟瑟发抖 心里却在想 这野鬼表演得很投入嘛 瞳下叫你知道厉害 那小姑娘的脑袋摔了出去 剩下的无头驱干 在地上挣扎 双手落寞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地上的脑袋开口叫道 无头驱干终于摸索到了脑袋 蹲在地上 把脑袋安在了搏枪上 脑袋放回去以后呢 还左右扭了扭 似乎在检查是否牢固 哼 你们帮我看看 脑袋有没有放歪啊 我一个大美人 要是变成歪脖子美人 可就没脸见人了 那小姑娘扬着脸问道 她的脸上五官俱全 唯一一对眼珠子没了 两眼的位置就是两个大窟窿 黑洞洞的 你你你 你的脑袋没有歪啊 可是可是你的眼珠子没了 叶姑翻哆嗦着说道 是吗 怪不得我看不见东西 小姑娘站了起来 嚷嚷道 一定是你们收起了我的眼珠子 快 给我搜搜看 说着 那小姑娘张开双手 向着叶姑翻和欧阳所在的位置 摸索而来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啊 欧阳已经吓哭了 死死地抱着叶姑翻 眼睛惊恐的看着那女鬼 放声大叫 现在 亲眼看到这小姑娘脑袋会掉 眼珠子也会掉 欧阳自然知道了 她是鬼非人 无论是在古庙里 还是昨晚的马公山 所见到的场景 都没有现在恐怖 所以 欧阳才会惊恐的大叫 叶姑翻 使之以弱 是为了诱敌深入 现在看到欧阳如此惊恐 只好用手 在欧阳的后背 用力按了几下 示意她别怕 不过 叶姑翻 依旧装作害怕 也同时大叫 喂喂喂 你到底是人是鬼啊 你别过来啊 我会法术 当心我收了你啊 什么法术啊 我不明白 我只要找我的眼珠子 女鬼嬉笑着 终于摸索到床边 伸出鬼手 在叶姑翻的身上 上下的求索 那一双新鲜素手 看起来很美 却奇冷无比 寒气息人 叶姑翻 我不玩了 你快把这女鬼打走吧 欧阳抱着叶姑翻 哭出了声 眼泪 把叶姑翻的衣服 打湿了一大片 女鬼呵呵一笑道 别怕 等我找到眼珠子 看看你们就走 说着 那一双手 解开了叶姑翻的上衣 扣着 顺着她的胸膛 向下而来 喂喂 别这样啊 我是同男子啊 你摸的不是地方啊 你的眼珠子也不在下面啊 同男子嘛 那就更好玩了 是不是地方我不知道 我总觉得 你的身下会有两个圆圆的东西 说不定可以拿来做我的眼珠子 女鬼迟迟迟轻笑着 两手丝无忌惮地越过叶姑翻的腰间 向她的子孙 慈唐啊 逼近 不要啊 那个东西不能给你做眼珠子的 叶姑翻夹紧双腿 扭动着身体 做出尽力挣扎的样子来 这一挣扎 叶姑翻才发现 欧阳把自己抱得太紧了 同男子乖一点 别动 姐姐就摸摸看 要是大小不合用 我就不要了 女鬼依旧察觉不到危险 把叶姑翻当成手里的玩物 叶姑翻 叶姑翻 你快点把女鬼打走啊 再不打走她我就要死了 欧阳哭叫着说道 这房间里太小 欧阳想跑都没地方跑 但是欧阳心里也约知道 叶姑翻目前的状态啊 是装出来的 因为这几色捉鬼或者做法 叶姑翻从来没有这样浓包过 女鬼悠不自知 两手下探 就要强攻叶姑翻的兵家重地了 漠然间 叶姑翻远比清晖 轻轻的拍在女鬼的后背上 一声轻响过后 女鬼的身形一定 笑声也戛然而止 没事了 瞎瞎 叶姑翻这才一笑 拍了拍欧阳的后背笑道 欧阳还没反应过来 看见女鬼好半天不动 保持着歪腰太手的姿势 才明白过来 抽气道 吓死我了 叶姑翻 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手啊 早点出手 这女鬼就吓跑了 别看她年轻啊 但是至少三四百年的道行 不太容易对付她 叶姑翻一笑 转头看着面前的女鬼 笑着问道 小妹妹 摸到什么了吗 那两个圆圆的东西 做你的眼珠子何用吗 逐光一下 女鬼的脸色涨得通红 眼珠子不适合时 又重新长了出来 正轻距的看着叶姑翻 对不起啊 三张鸭鬼符对你来说重了点 让你没法说话了 叶姑翻一手依旧搂着欧阳 另一手伸出来 从女鬼的后背上 接去了一张纸服 女鬼的腰杆 稍微直了一点 终于艰难的开口 结巴刀 大法师 我知错了 我不该冒犯你的 没有冒犯 一点都没有 叶姑翻一伸手 把女鬼提过来 按在床上 笑道 我很喜欢小妹妹 刚才的模样 长夜漫漫 闲着也是闲着 小妹妹 我们就好好聊聊吧 这一刻 叶姑翻的轻浮模样 简直就像一个浪荡子 欧阳擦了擦眼泪道 叶姑翻 你赶紧把这个女鬼收了吧 让她消失 要不看见她的样子 我就害怕 不怕不怕 等我问清楚了再说 我收你老爸的委托来捉鬼 总要把事情搞清楚 把裕制厂的麻烦彻底解决 叶姑翻 左拥右抱 一边是美女 一边是女鬼 谈笑自如 说起裕制厂 欧阳这才想起此行的任务 只好忍住 没说话 看叶姑翻试问女鬼 毕竟裕制厂是欧阳家的产业 事关今后的发展 发誓我知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 女鬼被安在床上 屋体投地 闷着脑袋 这哀求声 叶姑翻一笑道 别怕 小妹妹 我又不吃鬼 放你也不难 我要问一些事 你老实回答 或许我就会放过你 一会儿不老实呢 当心打屁股 说着 叶姑翻真的伸手 在女鬼的屁股上轻轻一拍 啪的一声 女鬼的身体一颤 是是是 求你别的 女鬼出声哀求 可怜兮兮的 叶姑翻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问道 告诉我 你叫什么 生前是哪个朝代的人 汇禀法师 我叫贾秀姑 是明代崇祯年间的人 原本是大户人家的丫鬟 十八岁的时候 遭遇闯王李自成之乱 死于兵祸 去阴间投案 被积压在王死城 因为 侍逢清明 雅罗王开恩 放我等 王死城里的鬼犯出来 在阳间寻找一些香火 女鬼不敢违抗 开口交代 你是从王死城来的 不对吧 叶姑翻皱眉 看个时间又到 明代崇祯年间 到现在已经三百多年了 你一直没有被发配投胎吗 王死城里鬼犯无数 重心投胎 做人遥遥无期 我等了三百多年 也没有等到啊 女鬼假秀姑 抽气起来道 这次从王死城出来 也没有得到什么香火 所以心里怨恨 看见这里有人 就想戏弄一下 没想到冲撞了法师 真的 我没有恶意 就是想开个玩笑 欧阳耻笑 渐渐听出了一点眉目 低声问叶姑翻道 王死城是什么地方 在哪里啊 王死城那在阴间 是那些王死的鬼魂 暂时关押的地方 这些人 原本可能寿命很长 但是因为意外死去 所以暂时不好发配 就积压了下来 叶姑翻解释了一下 又看着贾秀姑问道 一般来说 就算是王死的鬼魂 到了既定的寿数 因此也要另行发配才对 为什么你三百多年 还没有发配 是不是生前作恶 还有账 没有算清楚啊 不是不是啊 不是我生前作恶 而是我有冤屈 找不到对峙的鬼魂 所以一直被扣了下来 女鬼贾秀姑说道 荒唐 哪有几百年找不到对峙的鬼魂的 再说了 一个丫鬟 能有什么怨屈啊 叶姑翻一瞪眼 女鬼趴在床上磕头道 发师你听我说 忽然间一阵阴风吹来 打断了女鬼贾秀姑的话语 阴风持久 而且渐渐猛烈 调桌上的蜡烛火光 晃了几晃 突然熄灭 叶姑翻一惊 猛的从床上跳起 看着门外喝道 何方妖念 茅山法师在此 敢不敢现身一见 您一封护指 一个女人的声音 从老远玉制场东南边缘传来 说道 秀姑 你怎么还不回来 我们这次的期限就要到了 再不回去 当心受到责罚 看来啊 来的也是鬼 和贾秀姑相熟 而且这个鬼根本就不搭理叶姑翻 这番话是对贾秀姑说的 小姐 我被茅山法师抓住了 回不去了 快救救我 贾秀姑闻言大叫 叶姑翻哼了一声 心里想 落在茅山弟子收敛 想回去恐怕没这么容易了 而且啊 后来的这个女鬼貌似很高了 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自己又怎能随便放掉贾秀姑呢 你被抓了 远处的女鬼有些吃惊 随后 踏了一口气道 早就叫你安分守己的 你偏偏不听 说话间 淡红色的鬼影飘动 一个身着碎花红裙 身材娇小的美女 踩着满地月光款款来 这是女鬼 还是月中仙子啊 躲在叶姑翻身后的欧阳 看呆了 只觉得这女鬼太美了 我见游怜 叶姑翻却不为所动 冷冷地看着飘来的女鬼 一言不发 女鬼飘到门前 五不远的地方 站住身姿插手向前 冲着叶姑翻 弯腰扶了一扶 开口道 女鬼顾盼盼 见过茅山法师 凑到进前来看 这女鬼也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 五官精致玲珑 果然大家闺秀的风范 见这个女鬼 还有点礼数 叶姑翻的脸色 稍微缓和力点 哼了一声问道 这个贾秀姑是你的丫头 在人间的时候 她是我的丫鬟 但是死了以后 已经没有了主步之分 女鬼低头回话道 这妮子 也信狂也不知理数 如果有得罪大法师的地方 还请谅解 小姐救我 小姐救我呀 贾秀姑被鸭鬼扶压住 依旧不能起身 趴在床上大叫 鬼叫什么呀 叶姑翻扭头 瞪了贾秀姑一眼 喝止了她的嚎叫 然后转向顾盼盼 开口道 你的丫鬟不止得罪了我 要不是我有法术在身 不被她害死 也被她吓死了 所以我不会随便放人的 而且你们说是来自王死城的 也没有证据 那就在这个厂子里 五六天前出了一件大事 三个工人死于非命 是不是你们干的 这里出过人命 顾盼一愣 随后施礼道 大法师明察 我们的确是从王死城来的 在人间只有三天假期 这里出人命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出来 如何能够害人 而且我这丫鬟虽然淘气 但是绝不敢置人于死地 所以这件事真的和我们无关 叶姑帆摇头道 一面之词 不足为信 看见叶姑帆拒不放人 顾盼急了 上前两步在此失礼道 求大法师开恩 今夜是我们回王死城的最后期限 如果逾期不回 隐私必定治我们重罪 那也是你们的事啊 与我何干 叶姑帆淡淡一笑 反身走回屋里 又一道指幅拍出 竟然把女鬼假秀姑收了下来 女鬼顾盼大吃一惊 力声教导 法师 你也知道 你私自扣留阴间鬼犯 严罗王也饶不过你 你也要知道 我未必就怕了严罗王 你不是说来自王死城吗 行 叫王死城的鬼力来见我 话说清楚 我再来会把贾秀姑帆了 叶姑帆淡淡的说道 远处有雄鸡夜畅 天亮就在眼前了 大法师 真的要鱼丝往破吗 女鬼又急又窘迫 说道 马上就要天亮 计较三遍之后 我们就无法回去了 你若是逼我 我 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大胆 不知死活的东西 真以为我对付不了你啊 叶姑帆大怒 划了一道掌心 人抬手 批出 喝道 阴阳无极 上清正法 砰的一声响 那女鬼 却飘向了远处 原来这顾盼机灵 看见叶姑帆画符 便做了准备 加上叶姑帆刚才画的是气符 不是血符 所以威力也不大 被女鬼躲了过去 既然你一再顶撞了 今天就把你主婆二人一起拿下 叶姑帆恼怒 反身取过鸡的活 就要向外追去 欧阳耳持下一把扯住的叶姑帆道 等等 叶姑帆 要不放他们去吧 看他们的样子也不是什么恶鬼啊 是不是恶鬼 你哪能看到 刚才这丫鬟进来 根本就没安好心 叶姑帆一拉欧阳的手 追出了门外 但是门外 叶峰吹动 早不见了顾盼的身影 秀姑你别担心 我凭着不回去了 叶会想办法救你 顾盼的声音从加油站那边传来 越来越远 终不可闻 叶姑帆站在门外 看了半声 沮丧的道 让他们跑了 欧阳 刚才要不然你扯我一下 我可以抓住她 可是 这个女鬼刚才说了 你不放过他们 阳罗王会来找你麻烦的 欧阳说道 书街上回 你当真以为 阳罗王会为了这点事 来找我麻烦 告诉你吧 这样的小鬼被扣鞋一百个 阳罗王也不管了 叶姑帆大笑道 而且啊 我还真的不怕阳罗王 阳罗王你也不怕 欧阳持下 半信半疑的问道 放心吧 绝对没事的 叶姑帆拍了拍 欧阳的肩膀道 刚才让你受惊了 我道歉 一开始啊 我担心这女鬼跑掉 所以没有出手 欧阳白了叶姑帆一眼道 刚才真的被吓死了 这个鬼丫鬟变得 样子太恐怖了 现在她落在我的手里 你可以慢慢折磨她 报仇血恨了 叶姑帆一笑 按了两下 电灯开关 日光灯闪了闪 重新亮了起来 屋子里一片亮头 欧阳看了看凌乱的床铺 想起刚才 为了躲避女鬼 和叶姑帆在床上的情形 不由得腾的一下红了脸 急急忙忙的整理床铺 叶姑帆就不明就里 问道 哎 夏夏 你的脸这么红 不是不舒服吧 没事 我 我很舒服 欧阳结巴着说道 叶姑帆点点头 摊头看了看天色 说道 今夜里 看来没指望了 害得张勇丧失理智的 我看 未必是这个鬼丫鬟 贾瘦姑 和那个鬼小姐顾叛呢 不用急 大不了明天再来啊 欧阳说道 叶姑帆摇摇头道 今晚闹得通情不小 只怕短时间里 没有鬼魂感过来了 等我来问问 这个鬼丫鬟吧 说吧 叶姑帆又取出 收着鬼丫鬟魂魂魄的指幅 拖在手里问道 贾瘦姑 可以说话吗 可以 贾瘦姑的声音传来 细弱文盈 不过我家小姐说的 都是真的 法师 这里的事 真的和我们不相干 我们就是路过的 看来 问不出头绪了 叶姑帆沉音不语 门外老远的地方 忽然又传来 鬼小姐顾叛的声音 法师 只要你放了绣姑 我愿意帮你查清楚 这里的事 放了绣姑 你们还不一起逃了 叶姑帆大笑道 你要诚心赎罪 就先把这里的事 查清楚 向我禀告 到时候 我就放了你的丫鬟 女鬼顾叛 在外面顿了一下 收到 好 言为定 一旦有消息 我就会通知你 说吧 外面一阵阴风 刮向远处 女鬼顾叛再无声音 鬼丫鬟贾瘦姑 嬴嬴而哭道 这回 小姐被我害死了 我们到期不能返回鬼门关 不能回到王寺城 那些鬼差不会放过我们的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叶姑帆冷笑 重新收起了指幅道 我们在这里谈心 可没招惹你 是你自己偷偷摸摸进来的 可是小姐是无辜的 被我连累了 贾瘦姑哭诉道 欧阳心中不忍 低声道 叶姑帆 他们以后真的会受到惩罚吗 差不多吧 不过 本管这些 鬼就是鬼 不必怜悯 叶姑帆 撑了个懒腰 挥手道 我们回去吧 下下 这里没事了 欧阳默默点头 走向停车处 喊醒了老王厂长 带着叶姑帆 驾车而去 回到欧阳家的别墅 天色刚亮 折腾了一夜 叶姑帆洗漱一番 进了客房睡觉 欧阳是女孩子 自然更加疲惫了 也进了自己的房间休息 五番十分 欧阳和叶姑帆才起床 来不及五番 欧阳又带着叶姑帆 直奔医院 去看望妈妈 随后的几天里 叶姑帆和欧阳 同进同出 格外亲热 而欧阳池下的妈妈 也清晰护理之下 这恢复很快 已经可以在搀扶下 小步行走了 只不过 老欧阳 练上狐狸精的事 欧阳池下的妈妈 还不知道 谁也不敢告诉她 老欧阳和那个年轻女人 似乎也断绝了联系 看不到任何来往了 清明之后的第五天晚上 叶姑帆和欧阳 再一次来到育制场 上次在马公山 活捉的山代王老鬼 还一直没有处理 所以叶姑帆要开轨道 将之送去殷私 欧阳跟着叶姑帆 不仅仅是看热闹 也是爱怜之心见重了 不愿意分开 虽然叶姑帆来历 有点不明 但是啊 欧阳也观察了好几天 认定他是一个 可以依赖和信任的人 作为一个花样年活的大学生 欧阳池下原本 是应该有过恋爱经历的 但是却因为三年前母亲的病 而心情不痛快 所以一直没有接受任何人 叶姑帆算是他的初恋 就在育制场的空地上 叶姑帆选定了方位 开了一个小小的法坛 点起现箱 烧化了锁着山代王鬼魂的符址 青年鸟鸟向东而去 轻壳消散 这样就送进阴间了吗 欧阳好奇的问 没有啊 只是一条轨道 可以到达阴间 山代王的魂魄 目前是昏迷状态 等他清醒过来 就已经在地狱鬼差的手里了 叶姑帆解释了一下 欧阳点点头 坐在地上的预制块上 收到 对了 再过两天我应该返校了 叶姑帆 你会跟我一道去飞城吗 肯定跟你一道去啊 我要去找妹妹的 她要是活着 应该也在读大学吧 叶姑帆想了想 忽然又皱眉 唉 可是预制场的事情 还没有解决啊 如何是好 正在议论间 身边有阴风一顿 刮得灰尘微微扬起 叶姑帆斜眼看了一下 沉声道 喂 是顾帆吗 鬼鬼随随的干什么 先伸出来 阴风盘旋 果然是顾帆的身影 慢慢的显露出来 女鬼顾帆 见过法师 顾帆站在几步之外 插手向前 行礼万福 清冷的月色下 顾帆身材单薄 面色凄凉 楚楚可怜 不必多礼 是不是这里的事儿 有消息了 回禀法师 的确是有消息了 顾帆左右看了看 浑浑上前 低声道 可是这件事 却和鬼神无关 啊 和鬼神无关 那就是人为的了 叶姑帆皱眉 低声问道 谁干的 用的是什么手段 目的是什么 顾帆的声音 在此压低 说道 是这里的长长老王 他在张勇的茶睡里 下了置换计 欧阳池下文言大惊 张口交道 什么 是老 叶姑帆急忙捂住了欧阳的嘴巴 低声道 小声点 别被他听见了 欧阳这才想起来 这里是御志城 长长老王就在不远处的办公室里 可是 他是我家的远房亲戚 也是我爸爸的发小 从小一起长大的 为什么他要这样 欧阳惊讶不已 低声问道 我只能查到结果 具体原因 你应该去问他 顾派说道 叶姑帆想了想 问道 你是怎么查出来的 人间的柴官办案 都是从死者身边的人开始调查 所以 我就先对厂长进行试探 说起手段也很简单 我冒充了那几个死者之一的魂魄 吓唬那个厂长 厂长 惧怕鬼神 就说了出来 叶姑帆微微点头道 怪不得 先见看见老王厂长 发现他的精神恍惚 原来是这样 那怎么办 要不要通知我爸爸 然后报警啊 欧阳焦急的问道 嗯 查清楚了 就让你老爸自己解决吧 叶姑帆点点头道 瞎瞎 你打电话 我去找老王聊聊 说吧 叶姑帆起身 向老王的办公室而去 顾派飘然而起 挡在叶姑帆的身前 低声说道 发誓 现在我已经帮你 查清楚了这件事 你也应该把 甲修姑的魂魄放了吧 这是我们事先的约定啊 急什么呀 你的一面之词 还需要验证了 等我确认了 自然会放了甲修姑 叶姑帆一挥手 大步向前而去 顾派不敢阻拦 敢懦而不敢言 眼睁睁的看着叶姑帆的背影 老王的办公室呢 灯火全无 门窗紧闭 一片死地 叶姑帆接手来正要敲门 却突然闻到了一丝煤气味 哎不好 这老家伙畏罪自杀 打开了煤气罐了 叶姑帆略以犹豫 从地上拾起一块碎砖 哗的一声 砸开了玻璃 顿时啊 刺鼻的煤气味 从房间里飘散出来 叶姑帆 怎么了 正在打电话的欧阳 吃了一惊 跑向这边一边开口温道 没事 老王的房间 煤气泄露了 我带救人 叶姑帆抽出无风键 在木制的门板 破了一个洞 然后伸手进去开了门锁 屏住呼吸 叶姑帆冲进办公室的内间 把厂长老王提了出来 一口气奔到上风口 此时的老王已经昏迷 但是还没死觉 叶姑帆让他平躺在地 然后按压他的胸腹部 让他排出体内的煤气 呼吸新鲜空气 半个小时以后 老羊赶到了 厂长老王也恰恰悠悠想来 当然 这时候的顾盼 早已经隐身而去了 是老王做的手脚 不太可能吧 有没有搞错 老羊皱眉说道 他放煤气自杀 你说是不是畏罪自杀呀 叶姑帆指着地上的老王说道 老羊半信半疑 蹲下来 将老王扶坐起来 问道 赵勇出师 真的是你做的手脚吗 我待你不薄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老王还比较虚弱 咧嘴一笑没有说话 这么说你是承认了 老羊的脸色一沉追问道 没错 是我干的 老王这才点点头 又一笑道 欧阳老板 马上你的三块地都要征收了 一转眼 你就可以坐拥上亿资产 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能得到什么 百分之五的股份你都不愿意给我 你老婆生病了 你可以再找一个年轻的老婆 但是我呢 我孤家管人一辈子了 现在我能帮你干活 你还给我一口剩饭冷菜的 再有几天我老了 你还不是脱死狗烟把我拖出去 带我不薄 三餐温饱就算带我不薄了 欧阳浩 你想想这么多年来 我 面对老王咬牙切齿的质问 老欧阳目瞪口呆 似乎这一刻才刚刚认识眼前的老兄弟 远处有警笛声向这边传来 老王依旧喋喋不休 愤愤不平 叶姑帆摇摇头 拉着欧阳的手走向停车处 剩下的事 拆关自然会解决的 不用自己多事了 谁知道没走几步 顾盼又飘了过来 挡在叶姑帆和欧阳的前方 不用说了 顾盼还是要来这个假修姑的魂魄的 喂 你烦不烦啊 这件事的最终结果还没出来呢 你急什么 叶姑帆冷冷的说道 其实放了假修姑也没什么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叶姑帆想起那晚 被顾盼轻视 就觉得心里有火 所以故意刁难顾盼 发誓开恩 我们已经耽误了回去的期限 只怕 反正都已经耽误了 还急什么呀 叶姑帆哼了一声道 再多耽误几天吧 等到这件案子宣判以后 我自然会放掉假修姑的 顾盼一呆 欺然不能遇了 叶姑帆视而不见 拉着欧阳向前走去 要不你就放了那个女鬼吧 她家小姐好可怜的样子 欧阳非常不忍 低声说道 这两个鬼积压枉死成多年了 未必就是什么好东西 笑笑 你也不要有妇人之人 叶姑帆无所谓笑道 我本来就是妇人吗 欧阳不满 瞪了叶姑帆一眼 谁家的妇人呢 叶姑帆坏笑着问道 要不做你家的妇人啊 臭美吧你 欧阳用胳膊捅了叶姑帆一下 笑骂了一句 打开车门 带着叶姑帆驾车而去 在车上 欧阳忽然又叹气道 人心都很贪婪 让我觉得很悲凉啊 哎 怎么突然感慨起来了 叶姑帆不解 老王数了我爸爸的不是 其实 我爸爸说预制场 一直不盈利 也和老王的账务 混乱有关系 念在亲戚的份上 我爸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预制场不亏本就行 可是话从老王嘴里说出来 似乎全是我爸爸的不对 唉 欧阳连连叹气 叶姑帆扯起嘴角一笑道 所以说 钱不是个好东西 我们毛山弟子大多不爱财 就是见过了 太多这样的故事了 人海茫茫 如过江之井 那都是为钱死 为钱亡 为了钱 夫妻离异 兄弟法目 父子户殴 钱 人间万恶的根源呢 万恶的根源是人性之贪 而不是金钱 金钱只是流通的货币 方便人们货物交流而已 欧阳撇撇嘴道 你一个到家弟子 应该是通大之人 可是竟然看不到本质 眼光停留在表面上 真的让我大惊眼镜 叶姑帆黑黑一笑 冲着欧阳竖起拇指 矫情的是 小的技术了 欧阳扑的一笑 乌语摇头 回到欧阳家的别墅里 时间是夜里十二点多 欧阳心情好 亲自煮了咖啡 邀请叶姑帆品尝 夏夏 你打算哪天回学校 叶姑帆喝着咖啡 问道 妈妈一直在催促 估计三天吧 明天 我帮你要账 让我老爸支付筹金 然后我们一起走 欧阳问道 叶姑帆点点头道 好啊 明天晚上 我去那天我们借宿的古庙 那里面的僵尸干掉 然后啊 就和你一起去肥城 那个僵尸 我陪你一起去吧 不用 到时候你一害怕 又要抱着我吃我豆腐了 叶姑帆不怀好意的一笑 欧阳蹚的一下红了脸 说道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叶姑帆 这样取消我真的好吗 对不起啊 夏夏 我也是开个玩笑 别往心里去啊 叶姑帆笑了笑道 明晚 你还是留在城里 照顾你妈妈吧 以后上学去了 你们母女见面的机会也不多 而我呢 跟着你 还是可以天天见面的 欧阳想了想 点头道 好吧 你注意安全 对了 为什么不能是白天去啊 晚上行动 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啊 白天动手的话 说不定会遇上一些麻烦 被拆官看见了 会控告我破坏古物 现在僵尸少了 都算是一级文物了 叶姑帆说道 欧阳又被逗笑了 差点把口中的咖啡喷出来 还有啊 晚上行动才有刺激感 我也习惯晚上行动 大白天的没感觉 没有挑战性的 叶姑帆继续说道 好 明天我给你安排车子 送你过去 哎 不用 我自己打车过去 叶姑帆说道 二人喝完了咖啡 也决定了明天的事 这才各自回房休息 第二天的日子 大通小意 叶姑帆无所事事 陪着欧阳 耗在医院里 到了黄昏时分 叶姑帆才带着欧阳 给自己买的手机和一把钞票 带上自己的机套盒 孤身一人 前往南山 出租车停在山脚下 叶姑帆步行上山 登山的时候 天色早已经黑透 而且天气阴沉 身手不见五指 叶姑帆缓步登山 也不着急 也不害怕 嘴里还哼着小犬 前方一道旋风扑来 在叶姑帆的身前打转 怎么又是你啊 顾盼 叶姑帆的眉头皱起 没好气的说道 当心惹恼了我 一道服把你受了 让你和你的丫鬟 一起服侍我 女鬼顾盼现身 屈膝跪了下来 发誓 你考虑了秀姑的魂魄 我顾身一个 回去也是交代不了 所以你要收我就收了吧 顾盼 绝不敢犯抗 这么看得开啊 叶姑帆一笑 带着一点猥琐到 哎 我是开玩笑的 收你干什么呀 你是女鬼 不是女人 如果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 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鬼魂之身 散则为弃 聚而成行 你说 我把你收了 对着一团虚无的空气 能做些什么呢 顾盼脸色同红 咬咬牙头 发誓要是不嫌弃 我可以做你的奴仆 虽然不能同窗共振 但是 可以给你 铺床蝶背啊 哟 你一个大家小姐 做我的奴仆 我怎么销收得起啊 叶姑帆蹲下来 嘶无忌惮的 看着顾盼的脸道 要不这样吧 你去附体漂亮的女人 然后把她们送到我的怀里 怎么样 只要你帮我搞定五个美女 我就放过你的丫鬟 行不行啊 你 顾盼抬头看着 叶姑帆愤怒而又惊讶道 堂堂谋山弟子 竟然如此我做 难道 你就不犯天谦吗 天谦呢 叶姑帆大笑道 天上地下谁敢动我 顾盼 我的意见你可以考虑考虑 对你没有什么损失的 只要让我如愿了 我自然有好处给你们 顾盼站起身 后退两步道 我虽然是一个女子 但是也知道廉耻 也知道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理 上天害理的事 我绝对不会去做 叶姑帆 我这就去阴私投案 会把你的言行 像明界鬼缠们汇报的 告辞 你好自为之 说吧 顾盼愤怒的一转身 向着远处飘去 哎等等啊 叶姑帆缓缓地叫了一声 顾盼站住身形 回头冷笑道 还有什么辞教 难道害怕了 真的想把我扣下来 叶姑帆哈哈大笑道 第一 我没有害怕 就算阎君天子 站在我的面前 我也不会害怕 第二 没打算扣下你 刚才我就说过了 你只是一个女鬼 能看不能用的东西 我留下你干什么呀 第三 真的想扣下你 让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啰嗦半天 你到底要干什么 顾盼狐疑地打拎着叶姑帆 有些搞不清状况 叶姑帆 举出收着贾秀姑 魂魄的符纸 在空中抖了几栋 一道鬼影飘出 正是贾秀姑 秀姑 顾盼喜不自禁 飘了过来 抱着了贾秀姑 连声道 秀姑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小姐不要担心 贾秀姑 安慰了顾盼一句 转过身来 向叶姑帆跪下道 多谢大法师不杀之 顾盼也很不解 看着叶姑帆问道 法师的意思 需要放了我们 叶姑帆一笑道 没错啊 我现在就放了你们 不过你们有地方去吗 因此戒律三严 容不得任何情面 你们耽误了回城的日子 现在回去 会睡到什么样的惩罚 自己知道吧 贾秀姑跪在地上 不敢说话 但是身体发抖 可见内心的害怕 顾盼稍微淡定一些 也叹了一口气道 法师何必明知顾问 我们这次没有按时返回 恐怕阴死里的各个心房 都要过一遍了 小姐 都是我连累了你 是奴婢该死 贾秀姑转向顾盼 不停地磕头 事已至此 后悔无意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陪着你的 顾盼扶起贾秀姑 柔声安慰着 叶姑帆冷眼看着笑道 主不情深让人感动啊 顾盼 看你刚才的言行 本性还没有迷失 所以我打算帮你们一把 给你们想个主意 法师 你的意思是 顾盼一呆 问道 刚才我说那些话 让你去附体美女 不过是试探你的 我没有那么卑鄙 叶姑帆摆摆手刀 你们现在已经回不去了 就算回去 阴死的鬼差们 也不会放过你们 不然这样吧 你们帮我办点事 以后我照着你们 姑帆主仆二人对事也 成音不语 是不是以为我照不住你们啊 叶姑帆一笑道 我给你们一人一道福咒 以后 你们就算是帮我办事的 明界的鬼差们追问起来 自然有我出头 法师误会了 能得到您的庇护 自然是我和秀姑的福气 但是不知道法师 要我们去做什么 我担心能力不够 耽误了法师的事 顾盼斟酌一番 小心翼翼地说道 放心 不是叫你们去做坏事 叶姑帆挥手刀 两件事交给你们 第一 我从小就失落了一个妹妹 要你们帮我查找一下 只要你们尽力了 就算找不到 也不会怪你们 第二 我不小心放跑了一个千年女鬼 你们也留意一下 顾盼面露喜色道 这两件事 我们姐妹可以答应 虽说人海茫茫 但是我们魂魄之身行动 还不算慢 一定尽力寻找 贾修姑也很高兴 问道 不知道你妹妹 和那个千年女鬼都叫什么 有什么特征啊 我妹妹叫叶青青 要是活着的话 今年二十岁 她的后腰下面 一寸的位置上 有一块粉红色的胎脊 拇指大小 那个女鬼叫唐敏儿 北宋时期的人 死的时候不超过二十五岁 相貌还算漂亮 有些风尘女子的亲夫 叶姑帆说道 有了这些线索 找人应该不难 姑帆失了一刀 假如我们有了消息 去哪里找法师汇报呢 叶姑帆想了想道 去肥上吧 在肥上大学一带找啊 姑帆和贾修姑 一起点头答应 恭恭敬敬 叶姑帆取出符纸 就在急的盒上 画了两道符 然后咬破中指 在上面按了纸印 说道 这是毛山护身符 我传话给你们 以后 阴似的拆官来抓你们 你就说毛山法师戒掉 绝不会有事 将来以后呢 你们回去阴间王死城 也不会受到任何责罚 当然 如果你们帮我找到了妹妹 我自然还有好处给你们 忽帆主仆 二人再次失礼 感激不尽 有了毛山 护身符 他们就可以大明大白的 在人间游荡了 否则 永远只能是偷偷摸摸的行动 去吧 找到女鬼汤米尔 你们不要打草惊蛇 立刻通知我 叶姑帆回首刀 告退 请法师敬后加音 顾帕师里 带着贾秀姑 飘然而退 看着顾帕和贾秀姑去远 叶姑帆 这才整理好题的河 继续向山上而去 经过这番耽搁 天色更加黑了 叶姑帆目里极好 也不用电筒 就这样走向古庙 可还没走到庙前 却听见庙中 传来打斗声 而且居然是女人的声音 年轻女人的声音 这时候怎么会有女人在庙里呢 叶姑帆愣了一下 加快脚步向古庙小跑而去 庙门洞开 依稀可见 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摇来晃去 就像跳舞一样 其中一人身材高大 动作笨拙 另一人身材娇小纤细 显然是个女孩子 卧槽 大僵尸跑出来了 叶姑帆吸了吸鼻子 闻见一股腐臭的湿气 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假如僵尸吃了那个女孩子 就是自己的责任 因为那晚 自己没有及时解决僵尸 后来又因为欧阳的事 一再耽搁 想到这里 叶姑帆哪里还敢怠慢 迅速冲过去大叫道 里面的人别怕 我来救你 话音还没落地 叶姑帆已经冲进了庙门 借着前冲之势 纵起 双腿向前 踹向了大僵尸 这一脚命中僵尸的尖头 如中铁石啊 僵尸晃了一晃 转过头来 李玉悠的眼神呢 瞪着叶姑帆 但是僵尸的两手 依旧死死的抓在 那个女孩子的两肩上 看什么看 才几天不见 不认识我了吧 叶姑帆悬身而落 子母剑 子剑已经握在手中 运力向着僵尸的胳膊斩去 咻 一声催响 僵尸的两只手臂 被一起斩断 而叶姑帆这一剑 也是拼尽了全力 只觉得手掌心 被震得发麻 几乎握不住宝剑 僵尸对面的女孩子 正在向后挣扎 突然间摆脱了僵尸的控制 不由得向后一个亮脚 响的一声 仰面摔倒 也发出啊的一声惊呼 僵尸双臂被战 更是包奴不已 一下子纵起 向着叶姑帆撞来 叶姑帆身形潇洒 如同鬼魅 呼的一晃 已经站在了僵尸的背后 抬脚一拽 正中僵尸的屁股 僵尸本来就是向前跳跃的 叶姑帆尽力发力 这一脚就把僵尸踢得 直接趴在地上 喂 你没事吧 没有死吧 叶姑帆扭头 看了一眼在地上挣扎的女孩子 叫道 你别动啊 等我收拾了大僵尸 就来帮你 收花间 地上的僵尸用断臂一撑地面 再一次站起 向着庙门外 蹦跳而去 刚才交手 僵尸也知道自己不敌 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级 想跑 哪里走 叶姑帆一个剑步跳上去 手起剑落 又在僵尸的后脑勺上 连劈了三剑 枪枪枪 铁剑砍在僵尸的脑袋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伴随着响声 灵星的湿血 也四处飞剑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 僵尸被叶姑帆缠住 难以逃脱 不由他暴怒起来 再次转身 来撞叶姑帆 现在 他的两手没了 只能用身体撞人 叶姑帆横尖一扫 就是转到僵尸的身后 一张震尸符贴上了僵尸的后心 但是后心的位置不是好地方 僵尸只是一阵 并没有完全失去活动能力 吼叫一声 又转身来撞 啪的一声 叶姑帆的第二张纸符 贴上了僵尸的额头 僵尸的喉咙里 发出一声低沉的嘶吼 终于被定住 站在庙门外的空地上 叶姑帆 黑黑一笑 转身进庙 来看那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早已经站了起来 刚刚把自己两肩上的僵尸断臂 扯下来 正在手忙脚乱的 整理自己被僵尸撕破的衣服 不过他的衣服破损太严重 再怎么整理啊 都是一不必体 而且 他暴露在外面的双肩上 也明显受伤 肿起来一片 上口发黑 喂 你中了尸毒了 快坐下 别胡了活动啊 叶姑帆脱下自己的外照 给那女孩递了过去 谢谢 那女孩接过衣服转身穿在身上 回头问道 多谢帮忙 请问你是什么人 可以对付僵尸 是道家的人 还是佛家的人 我是猫 道家的人 叶姑帆担心 被长教之人查之下落 所以没敢说自己是猫山弟子 樊问道 大晚上的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在这里啊 而且还遇上了僵尸呢 女孩的身体有些颤抖 显然尸毒就要发作 哇 我是特地来找僵尸的 没想到 没想到这家伙太难对付了 叶姑帆摇摇头道 赶紧坐下 我来看看你的伤口 女孩点点头 就地坐在破庙里 叶姑帆上前 用保健割开了女孩肩膀上的衣服 打开电筒查看她的伤势 女孩的两肩都被僵尸抓伤了 黑洞洞的伤口臭目惊心 但是并没有多少血液流出来 伤口四周 肌肉坚硬 十度即将攻心 看完 开什么玩笑 半夜里出来找僵尸 叶姑帆抱怨了一句 看着伤口 紧索眉头道 这湿气太重了 恐怕要用嘴巴吸出来才行 女孩的面色尴尬 说道 我的包 在那边的角落里 麻烦你帮我拿来 里面有解毒丸 我吃一点解毒丸 可以坚持一阵 叶姑帆用电筒在庙里 扫了一圈 发现店里 与原来的空袭佛像 已经被推翻在地 不远处 有一个蓝色的帆布包 拿过帆布包打开 根据那女孩子的指点 叶姑帆找出了一个小字瓶 字瓶里有三颗蚕豆大的白色药丸 一箱扑鼻 哎 龙虎丹 叶姑帆吸了吸笛子 略带吃惊的问道 女孩更惊讶于叶姑帆的见识 脱口问道 你认识龙虎丹 难道你是龙虎丹 叶姑帆哈哈一笑道 这么说来 你不是龙虎山的人啊 要不我不会这么问的 我和龙虎山没什么瓜葛 只不过见过这种丹药 记得这种气味 说着 叶姑帆已经捏碎了一颗药丸 向那女孩子的嘴里递去 捏碎了吸收快 化解失毒也快 女孩很配合的一张口 吃了这颗丹药 叶姑帆把剩下的两颗也倒了出来 打算一起捏碎喂给那女孩子 不要 这两颗留下来吧 女孩急忙阻止道 龙虎丹千斤难卖 我吃一颗就已经是浪费了 这两颗留下来 以后还有用处的 命都快没了 还留着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做陪葬品啊 叶姑帆手指用力 咔的一声 已经捏碎了药丸 又递到了那女孩的嘴边 女孩叹了一口气 只好张开嘴巴 把三颗丹药全部吃了 叶姑帆点点头 看看手指上还沾着一点药粉 觉得不该浪费 就伸出手指来刀 手指上还有 填干净 别浪费了 女孩的脸色通红 犹犹了一秒钟 终于在叶姑帆的手指上 晕了一下 听话就对了 叶姑帆在衣服上擦了擦手 拿出女孩背包里的矿泉水 割了一块衣襟下来 沾着水给女孩清洗伤口 被僵尸抓上 清洗也没用的 女孩低声说道 叶姑帆继续擦拭着女孩的肩头道 我知道 把山口四周擦干净 然后我来给你吸取尸毒 仅仅是龙虎的 恐怕救不了你的命 万一尸毒攻心 一个大美女就变成大僵尸了 谢谢 只是太不好意思了 女孩尴尬羞愧地说道 你不好意思啊 如果你害羞的话 我就不帮你吸了 不过 我可以用剑在山口上挖一挖 切去这些被尸毒摘染的皮肉 叶姑帆说道 不是 我是说上你为难了 我心里不过意 女孩急忙说道 叶姑帆还在擦洗女孩的伤口 说道 也不必不过意啊 想报答我来日方长 以身相许什么的 我都可以接受的 大哥 我 我从小舍身佛门 以身相许是不可能的 哎 哇擦 你是佛家小师太啊 看来今天要做亏本生意了 出门没看黄礼 哎 被罪啊 叶姑帆叫了一声哭 丢了手里的破布 附身在女孩的肩头上 用力吸晕起来 大概是疼痛 叶姑帆吸晕的时候 女孩的嘴里发出呲呲的轻呼声 叶姑帆用力吸晕 每吸出一口毒血 就会吐在地上 然后漱口再吸 半个小时以后 叶姑帆也累得满头大汗 但是女孩的情况并不乐观 脸上有黑气 而且越来越重 喂 小师太坚持住啊 你这么年轻 别急着去见你家佛祖啊 叶姑帆看着那女孩的脸色说道 女孩艰难的点头道 还能 还能坚持一会儿 哎 你必须坚持住啊 晕过去的话就醒不过来了 我去给你拿僵尸獠牙啊 叶姑帆转身而去 走到僵尸的面前 抡起无风剑 哐的一声 砸在僵尸的獠牙上 咔哒一声响 僵尸两边獠牙 被一起砸断在了地上 叶姑帆拾起僵尸獠牙 转时回到谷庙 又举出十几张纸符 裹住僵尸獠牙 然后叠火分手 女孩努力的睁大眼睛道 这 这獠牙毒素还在 不能用来解毒吧 将就说吧 这样烤一烤也可以用的 叶姑帆看着地上的火焰 等到火焰熄灭以后 将僵尸獠牙取出 用清水洗干净 地上的女孩的嘴里 说道 含住的可以解毒 那女孩犹豫了一下 张开了嘴巴 你就这样坐着啊 等我把僵尸灭掉 再带你下山去 叶姑帆从急到河里 取出桃木短剑 走向庙门前 准备消灭僵尸 僵尸依旧站在原地 除了眼周子之外 全身僵硬一动不动 看到叶姑帆上前 僵尸的眼睛里啊 竟然也有畏惧感 死而不否留不得你了 叶姑帆一挥手 七寸长的桃木剑 向僵尸胸前扎去 咚的一声响 桃木剑竟然没扎进去 真咬你的 死了还连硬起空啊 叶姑帆恼怒 抽出短剑 在僵尸的胸前 刺了一个窟窿 然后才将桃木剑扎进去 僵尸体那个尸气 迅速被桃木剑吸收 身体微微颤动 叶姑帆上前一步 将带来的小瓶汽油 淋在僵尸身上 绕点火 火光熊熊而起 烧化了阵尸符 僵尸哀嚎着 向前跳跃 但是他没走几步 便扑倒在地 挣扎不起 尸臭 在空气中蜿 终人欲偶 叶姑帆退后几步 镇定的看着 那个中了尸毒的女孩子 也在扭头看着叶姑帆 看那僵尸起不来了 叶姑帆才回到谷庙 看了看那女孩的脸色 分道 喂 小师太 你叫什么名字 可有法号啊 我叫唐嘉琳 虽然舍尸佛门 但是并没剃度 所以没有法号 女孩说道 唐嘉琳 名字不错 看你的年纪也不大吧 叶姑帆打亮着眼前 的唐嘉琳 问道 唐嘉琳的年纪 看起来的确不大 但是梅雨之间 却透着一些 不相阵的成熟 刚好二十正 家乡在哪里啊 唐嘉琳微微抬头道 孤儿 刚一出生就被遗弃了 是师父路过 帮我带回九华山的 从小就在九华山长大 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父母是谁 家乡在哪里 这么可怜啊 叶姑帆一正 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顿时有同命相连之感 外面的火光渐渐变弱 叶姑帆走过去 用无缝接一条 帮助僵尸翻了一个身 然后找了一些树枝架在上面 继续烧 一个多小时以后 僵尸终于肥烧干净 一姑帆 捡起这僵尸的骨灰 全部丢在道洞里 然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让佛像还原 这才算上大功告成 看看时间 都快夜里十二点了 唐嘉琳的气色有所好转 但是依旧不能行动 小时代 我现在被你下山可以吗 叶姑帆问道 恐怕不行 我现在全身僵硬麻木 唐嘉琳为难的摇摇头道 要是走路颠簸 只怕毒气攻心 那我就在这里陪你吧 把僵尸獠吐出来看看 叶姑帆说道 唐嘉琳嗡了一声 吐出了嘴里的僵尸獠 僵尸獠落地 颜色已经变黑了 叶姑帆皱眉想了想 突然灭露喜色 从吉德盒里 又找出一把陶木剑来 然后用短剑在上面 慢慢刮擦 陶木剑上 落下的细小木屑 在吉德盒上铺了一层 叶姑帆将这些木屑集中起来 堆放在僵尸獠牙上 然后点火 火焰熄灭 再看那僵尸獠牙 已经变得雪白 那表面一层的湿毒 已经被拔出干净 把獠牙清洗了一下 叶姑帆给唐佳麟递了过去 含上吧 小师太 只能这样一步一步的来啊 唐佳麟倒了一声泄 将僵尸獠牙冲洗含在嘴里 闲之无事 叶姑帆在大殿里 升了一堆火 掏出手机 准备给欧阳池一下 报个平安 可是打开手机一看 这里没有信号 只好作罢了 唐佳麟坐在地上 集中意志 而不让自己睡去 身体微微发抖 很难受吗 小师太 叶姑帆问道 我 唐佳麟羞红了脸道 我那集 能不能麻烦你 扶我一下 去外面 叶姑帆一愣 随后道 我扶你出去 当然可以啊 可是你的手能动吗 应该可以 唐佳麟说道 叶姑帆点点头 上前掺起了唐佳麟 一步步走向庙门外 庙门外不远处 有一棵小树 叶姑帆将唐佳麟 带到小树前 说道 扶着树 别摔着了 我背过身去 有事喊我 谢谢 唐佳麟羞怯难当 声音极不可闻 叶姑帆转身 走向远处 背着双手 仰头看着夜空 两久 唐佳麟的声音交道 行了 麻烦你扶我回去 叶姑帆走过来 却发现 唐佳麟一手提着裤腰 神态扭捏 地上一幅不规则的地图 自然是唐佳麟刚才的作品了 对不起 我的裤带扣不上 我还要唐头你一下 唐佳麟不敢看叶姑帆 低头说道 没事 我帮你 叶姑帆的心里 也有些莫名紧张和激动 浑浑伸出双手 帮助唐佳麟 整理好了衣服 身上收拾利索了 唐佳麟的脸色才微微好转 叶姑帆干脆把唐佳麟打横抱起 直接抱进了古庙里 火光下唐佳麟低头不语 想必还没有从刚才的尴尬中解脱出来 叶姑帆一笑 插开话题道 小师太 九华山到这里也不算近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为什么是孤身一人 也不带个帮手来对付僵尸呢 我来这里 是为了获取僵尸獠牙的 九华山下有个村子 好几个村民种了尸毒 没有僵尸獠牙就不能康复 唐佳麟说道 那为什么不带一个帮手啊 师父您卖自然是我出来寻找了 嗨 您啊 也是舍近求远 僵尸獠牙虽然不多见 但是有些道怪里还是有的 比如 毛山龙虎山 一定有货存的 随便要一点 不就得了 何必寻找僵尸呢 叶姑帆说道 唐佳麟抬起头 嘴里含着僵尸獠牙道 毛山我才去过 可是 他们的掌教真人蛮不讲理 疯子一样把我赶了出来 不会吧 毛山掌教怎么会发疯呢 叶姑帆吃惊的问道 从小就和掌教真人在一起 叶姑帆还是了解他的 毛山真人的确有犯傻的时候 但是发疯不至于 而疯子一样把前来拜访的人赶走 更是不可能的 最多他会对来客熟视无睹 自己在一边玩蚂蚁 是真的 我莫名前去毛山 不想求去一点僵尸獠牙 可是 那掌教正在发脾气 摔杯摔碗 我刚刚张口 他就一挥手 冲我大教 叫我滚出去 唐家林说到这里 依然纷纷不平 掌教真人发疯 徐云冠怎么办呢 叶姑帆暗自叫苦 又问道 那你可知道 毛山掌教为什么会发疯啊 不知道 后来下山的时候 也有听说 掌教的小徒弟 被一个女鬼私奔了 所以掌教大发脾气 唐家林说道 卧太阳 我跟女鬼私奔 这世界上 也只有掌教真人的脑袋 才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吧 掌教真人的徒弟 肯定指的是自己了 在薰冠的时候 很多人都认为 自己是掌教真人的徒弟 叶姑帆 痛不欲生 憨不得一头撞死算了 看着叶姑帆复杂的表情 唐家林很奇怪 问道 你说你是盗门弟子 难道 你就是毛山掌教真人的徒弟 不是不是 叶姑帆醒过神来 我怎么会是 毛山掌教真人的徒弟呢 不是不是 我发誓 如果我是毛山掌教真人的徒弟 就不得好死啊 话一出口 叶姑帆又觉得自己急于解释 反倒有点欲改弥彰了 果然 唐家林的眼光里流露出怀疑 口中却道 我相信你 你不用发誓 叶姑帆黑黑一笑 心里叫苦不迭 没想到这次偷跑下山 却引得掌教真人 病情加重 唉 如此一来 就更加不敢和他见面了 唐家林打量着叶姑帆的脸色 小心翼翼的问道 对了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 叶姑帆 叶姑帆 名字好听啊 唐家林微微点头 又问 可以知道你的失常吗 师父先去多年了 说着你也不知道 叶姑帆 叹了一口气 抬头看着屋顶上的破洞 看着漆黑的夜空 想到师父师娘 难免有些伤感和惆怅 如果师父师娘还在 自己在茅山的学道生涯 一定会很快乐 很开心的 抱歉 我不该问这些 唐家林微微扭头道 叶大哥 我的背包里还有食品 你要是饿的话 请自便 不饿不饿 叶姑帆说着 却已经打开了人家的梵布帽 把里面的面包 翻了出来 往嘴里猛塞 唐家林微微一笑 转眼开向一边 等叶姑帆用过了夜宵 唐家林又问了 对了 叶大哥 你平时都在哪里居住 就是 厨城本地人吗 不是 我无家无庙 到处闲逛 这两天再出城 过两天要去肥城 叶姑帆 这看着唐家林抖 怎么 打算师赌好了以后 给我送一面锦旗 加一百万改协费啊 没有 没有一百万改协费 不过锦旗可以考虑 唐家林一笑道 以后一定会登门拜访的 毕竟你是救命恩人 没有你 我现在早已经被僵尸啃了 只剩下一副白骨架了 哎 恐怕连白骨都被僵尸嚼碎吃下去了 你这么细皮淡肉的 我都想啃一口 秀色可餐嘛 叶姑帆说道 唐家林顿时红了脸 低头无语 长夜漫漫各种无聊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叶姑帆起身 去外面转了一圈 回来说道 小师太 现在可以下山了吗 唐家林手扶墙壁站起来点头道 试一试吧 叶姑帆上前 掺着唐家林 走出了庙门 可是唐家林师徒 没有完全退去 行动依旧很慢 半天也没走到一百米 哎 小师太 还是我背着你嘛 要不我们走到太阳落山 也到不了城里啊 叶姑帆说道 那就多谢叶大哥了 唐家林感激 而又羞怯的说道 不客气 叶姑帆 把急的盒挂在前胸 微微蹲身 将唐家林背在了身上 只不过背着行走 叶姑帆的双手 便自然而然的 勾在了唐家林的大腿上 暧昧感十足 唐家林身材偏瘦 估计体重九十斤左右 叶姑帆背着他 倒也不觉得辛苦 小师太 你从小就在房门长大 一直都是素食的吧 叶姑帆问道 也不完全是 我没有梯度 是可以食用荤菜的 只不过 每月的初一十五前后 我都会摘戒几天 哎 怪不得这么瘦啊 叶姑帆一笑道 不过失毒去除以后 你要多吃荤菜 补补身体才行 要不元气有亏 以后很难恢复的 尤其是女孩子 以后要为人母 不调理好身体 影响下一代的 叶大哥 我舍身佛门 自然就不会有下一代的 我倒是忘了这个了 对了 你为什么要舍身佛门呢 师父说 我有冤念在身 魂波中力气太重 这辈子难以善终不说 只怕生生世世 都跳不出这个轮回 我想来想去 只有这辈子许身佛门 才能换回下辈子的幸福了 唐嘉玲迟疑着说道 叶姑翻哈哈一笑道 说不定啊 你师父找不到一波传人 故意骗你的 我要是你啊 我就偏偏不信邪 找个人把自己架了 看看有什么后果 不会的 我师父不会骗我的 这可难说啊 这样吧 等我以后有时间 去地府里查一查你的生前 就知道 你有什么怨念在身了 什么 你可以沟通地府 这有什么难的 我们毛山地子 说到这里 叶姑翻 才突然想起来 暴露身份了 可是悔之晚矣 唐嘉玲在叶姑翻 背后一阵 惊恶地问道 你果然是毛山教派的 叶姑翻 不好意思的一笑 调侃道 不好意思啊 露馅儿的 不过小师太 可不要误会啊 我真的不是 毛山长教之人的徒弟 如有假话 天打五雷批啊 别发誓 我相信你的叶大哥 唐嘉玲 假忙拙拙 又说道 据说毛山教派分支众多 你不是长教之人的土地 也能理解的 叶姑翻 叹了一口气 把背上的唐嘉玲 放下来道 歇口气啊 顺便和小师太 好好聊聊 唐嘉玲扶着山路边的杂树 哭笑不得 其实我没有出家 也没有法号 不算是师太了 确实 唐嘉玲的穿着 虽然朴素简洁 但是却不像是佛家的僧意 要是从外表上看 是看不出他和佛家有联系的 哎 叫习惯了 顺口了 我要是叫你小美女小妹妹 你肯定又不习惯 就这样叫吧 叶姑翻挥挥手 歇了一口气道 其实呢 我就是前几天从茅山熏观 偷跑下山的那个人 但是啊 确实不是掌教真人的弟子 啊 真的是你啊 对的 是我 但是我的行踪 小师太不要向外人泄露啊 假如掌教真人找到我 我的日子不好过 明白吗 明白 放心吧 我不会乱说的 唐嘉玲郑重的点头 叶姑翻点点头 这次把自己下山的原因 说了一遍 最后又道 我哪里是和女鬼私奔呢 这一生的清白毁了呀 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前 叶姑翻也考虑过 自己对唐嘉玲有救命之恩 料想唐嘉玲不会出去乱说的 而且 昨天夜里孤男寡女在一起过了一夜 唐嘉玲连方便都不能自理 还是自己帮忙的 所以啊 叶姑翻断定 他也会帮自己保密 否则 唐嘉玲抿嘴而笑 又问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找不到那个女鬼就不回去了 是啊 我必须抓到唐敏儿 否则回去也不能交差啊 叶姑翻点点头道 小师太 你以后行走江湖 要是遇见唐敏儿的话 请一定告诉我 你放心 我会把这件事 当成自己的事来对待 唐嘉玲连连点头 休息了几分钟 叶姑翻背上唐嘉玲 继续向山下走去 这时候天色大亮 朝阳出声 脚下转过一个弯 前方忽然出现了一个淡黄的人影 却是欧阳迟下从山下迎来 叶姑翻 看见叶姑翻 欧阳很是兴奋 加速跑来 可是看到叶姑翻 还背着一个女人的时候 欧阳的脸色一愣 脚下也顿住了 夏夏 你怎么来了 叶姑翻咧嘴一笑道 这里没有信号 我作业力 打你电话一直打不通啊 你也没回去 我都呆息死了 所以来找你 欧阳狐疑地看着唐嘉玲问道 这个人是谁 怎么回事 叶姑翻放下唐嘉玲道 我说我在山上捡了一个大美女 你想想你相信吗 她到底是谁 她是佛门小师太 被庙里的僵尸抓伤了 中了尸毒 我昨夜里一直在伺候她 所以没有及时回去啊 叶姑翻笑了笑 又到 她叫唐嘉玲 欧阳有些吃惊 走上来查看 伤口在肩膀 现在看不到 叶姑翻指了指唐嘉玲的双肩 又给唐嘉玲做介绍 这是我朋友 欧阳吃下 唐嘉玲有些羞涩 看着欧阳道 对不起 耽误了叶大哥的时间 也让你千怪叶大哥 是我的不好 真的受伤了 那就赶紧送医院吧 欧阳挥挥手道 我的车停在下面 赶紧走啊 虽然不知道 势毒的厉害 但是欧阳见识过 那个大僵尸 也能猜到一二 这种病医院里看不好的 随便找一个 安静点的地方就行了 叶姑翻说道 那就去我家里吧 别耽搁了 欧阳接过叶姑翻的 急得盒说道 叶姑翻正有此意 但是不好说出来 听见欧阳这么说 便立刻点头 重新背起唐嘉玲 向山下走去 唐嘉玲很是不过意 说道 欧阳姑娘 打扰你们真的 肯过意不去 有生之年 我一定在佛前多多念经 求佛祖保佑你们一对好人 保佑你们 居然齐眉 白头到老 刚才叶姑翻做介绍 说欧阳是自己的朋友 唐嘉玲就理所当然的认为 叶姑翻和欧阳是一对男女朋友 所以才会有这番话 小师太 其实 叶姑翻脸上一趟 不知道如何解释 而欧阳却并不害羞 只是脸色有些微红 略带诧异的看着唐嘉玲道 谢谢啊 原来你真的是信佛大 其实唐嘉玲的这番话 在欧阳听来是很悦耳的 本来 欧阳还有些许的醋意 现在一扫而光 而且 欧阳怀疑 叶姑翻先前 向唐嘉玲说起过自己 说自己是他女友 所以啊 唐嘉玲才会这样说话 这样一想 欧阳的心里甜蜜蜜的 那三人继续下山 而不多远处 就是山脚下的公路 叶姑翻 把唐嘉玲丢在轿车后座上 这才松了一口气 欧阳 把轿车开得飞快 一个小时多点 已经回到了欧阳家的别墅 就住我的房间里吧 叶姑翻 背他上来 欧阳很大气的说道 这是打扰了 欧阳姑娘 唐嘉玲再次道歉 叶姑翻背起唐嘉玲 上了二楼 送进了欧阳的房间 然后叶姑翻说道 下下 家里有没有糯米啊 我需要一些糯米 用来给这位小师太智商 欧阳带着叶姑翻下楼 从厨房的橱柜里 找出十来斤糯米 也够了 叶姑翻带着糯米上楼 将糯米敷在唐嘉玲的伤口上 看见那泛黑 而又肿胀的伤口 欧阳才知道 唐嘉玲的伤势很重 除了一好伤口 叶姑翻又磨碎了僵尸獠牙 冲水给唐嘉玲喝了下去 现在你可以睡了 一觉睡醒 湿毒也就没了 剩下的就是等待伤口的复原 唐嘉玲再一次道谢 然后昏昏睡去 叶姑翻也洗漱一番 溜进了客房里睡觉 剩下欧阳在楼上的客厅里纠结 他想去看望妈妈 但是又怕叶姑翻和小师太趁机亲戚 但是带上叶姑翻也不妥 因为叶姑翻一夜没睡 想了半天 后阳决定不去医院了 在家里陪着叶姑翻和这位小师太 叶姑翻夜里太辛苦 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 而唐嘉玲依旧在昏睡 到了黄昏方才醒来 不过经过一天的休息 唐嘉玲的气色好了许多 除了伤肩伤口疼痛之外 一无大碍 叶大哥 欧阳姑娘 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 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 这就靠词 不再打扰你们了 唐嘉玲辞行说道 你去哪里啊 叶姑翻问道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然后回九华山 不过叶大哥要把生下的那颗 僵尸疗牙送给我 我带回去 给那些乡民治病 唐嘉玲说道 叶姑翻点点头 把僵尸疗牙递过去 我留着也没用 你拿去吧 不过贴责这么晚了 你出去也找宾馆 一科不发二主的 干脆就在这里再住一夜 明天再走吧 说到这里 欧阳只好表态到 是啊 你明天再走吧 我帮你买好车票 只是太麻烦你们了 不太好意思啊 唐嘉玲有些愁愁 主人都发话了 你就放心吧 叶姑翻一笑 唐嘉玲也一笑 再次道歉 晚饭后 唐嘉玲留在欧阳家休息 欧阳之下带着叶姑翻 去医院里看妈妈 此日一早 欧阳和叶姑翻 把唐嘉玲送上了火车 挥手道别 再过一日 欧阳车下返校 叶姑翻收拾一番 笑嘻嘻的和欧阳一起出发 前往肥城 当然 老欧阳支付了叶姑翻的酬金 一共二十万 这点钱对老欧阳来说 不是太大的数目 拿出来也不心疼 除城到肥城 并不算远 两个小时的车程 一进大学程 叶姑翻的目光立刻亮了起来 清明小长假刚刚结束 学生们都返校了 校园门口的妹子们 欢飞艳寿 争急斗艳 亮下了叶姑翻的眼 别误啊 夏夏 我是在找妹妹 叶姑翻的目光四面出击 一边跟欧阳解释 知道了 你不是在看美女 是在找妹妹 欧阳哭笑不得 又带着一点无奈 找妹妹 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 你总不能阻止人家找妹妹吧 叶姑翻咧嘴一笑 积蓄肆无忌惮地欣赏这里的妹子们 你在早上等我 我去跟辅导员报到 欧阳叮嘱了一句 转身而去 去吧去吧 我等你 叶姑翻背着吉他河 在校园的草坪上晃荡 悠哉悠哉 一队青年男女走过叶姑翻的身边 让叶姑翻的眉头梦得一皱 那个男孩子是个小胖堆 脸上挂着讨好的微笑 跟在女孩身边低声下气 女孩一般的模样 这面色阴郁 目光涣散 两脚机械地向前走 而叶姑翻却能看到 这个女孩子身上的湿气 她已经死了 只不过身上附体着另一个魂魄 在控制她的身体 有妖人在做法 无意中遇上 该不该多管这个闲事呢 叶姑翻犹豫了两秒钟 伸手扯住了身边的另一个男生 指着前面的一对学生问道 哥们 前面那一对谈恋爱的 你认识吗 茅山弟子遇到妖人作恶 总不能放人不管 而且妖人的目的是什么 叶姑翻也很感兴趣 学下里这么多人 我怎么会认识呢 被文化的学生脾气很大 甩开了叶姑翻的手 还瞪了叶姑翻一眼 不认识就不认识 发什么脾气 叶姑翻也瞪了那人一眼 然后跟着前面的小胖堆 慢慢地晃荡 胖子并不知道 被叶姑翻跟踪 依旧跟屁床一样 跟在女孩子的身边 叙叙叨叨地说话 那女孩偶尔又回应 但声音很小 几乎听不清楚 过了操场 向单而去 女生宿舍楼下 那个胖子停住了脚步 而女孩子却静止 走向宿舍 转过墙角 消失不见 胖子站了半天 正在回身里去 口中嘀咕道 苏倩今天怎么回事 有些不对啊 当然不对了 叶姑翻冷笑一声 忽然伸手 按在那胖子的肩膀上 低声道 来 你跟我来 胖子正在出神 被叶姑翻吓了一跳 看清楚之后 瞪眼道 你谁啊 要干什么 谈谈苏倩的事 叶姑翻眼珠一转说道 苏倩的事 胖堆的眼珠子也转了转 狐疑的看着叶姑翻道 你认识苏倩 叶姑翻咧嘴一笑道 岂止是认识 我还知道苏倩的很多 绝密隐私 你想知道就跟我来吧 说吧 叶姑翻背着急的河 转身就走 朝着人少的地方而去 欲擒顾踪 叶姑翻相信 这家会追上来的 果然胖堆站在原地 盯着叶姑翻的背影 看了半分钟 终究还是追了过来 哎 哥们 你是哪个系的 哪个班的 和苏倩是什么关系啊 胖堆追上叶姑翻 急切地问道 你是哪个系哪个班的 你和苏倩又是什么关系啊 叶姑翻反问 不紧不慢 我 我是计算机系的学生 是他男朋友 叶姑翻打着哈哈道 原来你是他男朋友啊 哎 挺般配的 对了 你叫什么呀 我姓豆 你可以叫我豆同学 我名字后面是一个强子 也有人叫我强哥 或者胖子强 胖堆说道 胖子强 知道了 叶姑翻点点头 脚下不停继续前行 胖子强扯了叶姑翻一把 闷道 哥们 你还没说你是谁呢 还有 你和苏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看看四周无人 叶姑翻只在停住脚步 转脸盯着胖子强 查看他的面相 喂 哥们 你倒是说话呀 这 这要看着我 什么意思啊 胖子强被看得发毛 结结巴巴的说道 唉 叶姑翻吐出了一口气 缓缓的道 胖子强 我是谁 不重要 但是我知道一件关于苏倩的事 这件事非同小可 希望你听见以后 导致镇定 胖子强一呆 随后紧张的问道 是不是苏倩以前 和别的男人在一起过 是不是啊 唉 如果是这样 却也不算非同小可啊 他的事比你想象的严重一万倍 叶姑翻 沉硬了一下 琢磨着 怎么说这件事 这种事过于匪夷所思 说出来胖子强一定不相信 什么呀 还不止这样 难道 他以前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还有了孩子 难道以前的传言都是真的 胖子强更加紧张 哭丧着脸问道 不是这样的 不是关于私生活的 叶姑翻瞪了胖子强一眼 盯了定神 一字一顿的收到 胖子强 你听好了 你的女胖苏倩 一两天前就死了 什么 你说什么 胖子强的脸色一僵 像看外星人一样 看着叶姑翻 显然胖子强没有感到吃惊 而是感觉叶姑翻是个神经病 苏倩死了 在一两天前就已经死了 叶姑翻压低声音 附手了一遍 神经病 在愣了一分钟以后 胖子强挥拳向叶姑翻胸前打来 但是胖子强这一拳递出去以后 却发现再也受不回来了 叶姑翻的右手牵住胖子强的手腕 灯眼说道 小胖子 我跟你再说一遍 你的女朋友那个叫苏倩的女孩子已经死了 放手 放手 胖子强只觉得是铁田钳在手腕上疼痛难当 叫道 再不放手 别怪我不客气了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去吧 来都管你 叶姑翻哼了一声 猛的一推 把胖子强送出老远 然后转身而去 背后胖子强握着手腕 想追上去干一场 却有没有胆量 眼睁睁的看着叶姑翻走远 叶姑翻重新回到操场上 也没心思看美女了 眉头微皱 在学色苏倩一事 欧阳直下走了过来 心高采烈的道 走吧 叶姑翻 我们出去吃晚饭 叶姑翻点点头 和欧阳并接向大门筑走去 叶姑翻 看你面色不对 有心事啊 欧阳侧领看着叶姑翻问道 没有啊 就是怕你回到学校 就抛弃我了 所以有点担心啊 什么叫抛弃你啊 说话真难听 欧阳称怪的白了叶姑翻一眼 忽然伸出手来 跨住了叶姑翻的胳膊 叶姑翻皎洁的一笑道 对 就这样 我也就放心了 四拼嘴 就知道占便宜 欧阳笑骂了一句 言辞之间却都是甜蜜 这时候已经是黄昏 校园里人来人往 又认识欧阳的学生纷纷打招呼道 欧阳 几天不见 从哪里拍了一个大帅哥啊 欧阳只只一笑挥手为礼 脸上挂着自豪和得意 快要走到学校大门的时候 欧阳突然扯住了叶姑翻 怎么了 叶姑翻问道 欧阳拉着叶姑翻往回走了两步 低声说道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杨绿珠吗 记得啊 在哪里啊 我看看 叶姑翻急忙 举目似看 却发现身边没有过得去的美女啊 你看你的样子 一听见美女两个字 眼神比手电筒还亮 欧阳很不满 瞪了叶姑翻一眼 低声说道 杨绿珠不在这里 不用找了 不过杨绿珠的前世情人 那个保安大叔在这里 你看 就是在大门边执勤的那个 哦 我看看啊 叶姑翻顺着欧阳的目光看过去 果然 看在大门外 一个保安正在执勤 那人年纪四十出头 皮肤略黑 已是灰色的保安服 倒是很鼻涕 但是看起来 总有一点苦大仇深的平民形象 嗯 好白菜都被猪拱咯 叶姑翻摇摇头道 对这人不感兴趣啊 以后有机会 看看杨绿珠长什么模样吧 走吧 学校门前来来往往的学生们 也会和那个保安打招呼 都叫李大爷 欧阳捂着嘴巴 低声说道 学生们都很坏 心里不服杨绿珠 和这个保安在一起 所以故意叫他李大爷 给他和杨绿珠施加压力 嘿 老牛肯嫩草啊 这是他应得的报应啊 叶姑翻大笑 抬笑间走到了学校大门 叶姑翻故意放慢脚步 笑嘻嘻的看着那个保安大叔道 李大爷 辛苦了啊 不辛苦 同学你好 李伟年笑着打招呼 忽然又知道没到 哎 看你面生啊 哪个戏的 以前做过特种兵 而且还是兵王 李伟年的观察力和警惕性还是有的 课大那边过来交流学习的 欧阳吃下一笑 调皮的道 李中呢 我在学校没有看见他 是不是在你这里 不在我这里 李伟年的老脸一红到 估计在学校里吧 刚才还给我发信息 说在图书馆看书 叶姑翻故意使唤 茫然的道 绿珠是谁啊 是李大爷的孙女儿 李伟年脸色尴尬 张口无语 不是啦 是李大爷的女朋友 欧阳无嘴一笑 拉着叶姑翻冲出了校门 跑出老远 叶姑翻回头看了看李伟年 发现李伟年也正在看着自己 眼神中带着无奈 欧阳停下脚步道 假如以后见了杨绿珠 可不要在杨绿珠的面前 取笑李伟年 杨绿珠会生气的 他不允许别人欺负李伟年 啊 这么恩爱啊 叶姑翻觉得天雷滚滚 虽然没见过杨绿珠 但是从欧阳的描述 可结一般 而这位保安大叔一把年纪 舔着啤酒肚 顶着一个大红酒糟皮 木桩一样的人 实在不般配啊 这前方有快餐店 欧阳征询叶姑翻的意见 叶姑翻扭头四看 却选择了路边的烧烤大排档 作为食肉动物 叶姑翻不太喜欢西餐 点着菜 欧阳和叶姑翻对面而坐 开口道 叶姑翻 现在你该考虑一下以后的打算了 哎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叶姑翻挥挥手 探头过去 低声说道 你们学校里有死人 啊 什么时候死的 我怎么没听说 欧阳一愣 问道 不是 他看起来是活人 但是已经死了 叶姑翻想了想说道 行尸走肉 证捷 叶姑翻点点头 欧阳扑的一笑道 学校里行尸走肉多了 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 还以为是天之骄子呢 啊 这回轮到叶姑翻吃惊了 看着叶姑翻吃惊的表情 欧阳一笑道 一些无所事事会日子的人 不都是行尸走肉吗 干嘛这么吃惊啊 叶姑翻苦笑挥手道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你们学校真的有死人在行走 死人行走 难道是诈尸了 欧阳这才紧张起来 低声问道 嗯 不是诈尸 而是一个女孩子死了 身体被另一个鬼魂所控制 在学校里行走活动 叶姑翻说道 真的假的 太可怕了 欧阳皱眉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那人是谁啊 嗯 我只知道他叫苏倩 有个胖胖的男朋友 姓斗明强 白号胖子强 是信息息的 叶姑翻看着欧阳问道 你认识这俩人吗 欧阳想了想 然后缓缓摇头 我是工商系 不认识外系的人 学校里一万多学生 哪里认得 叶姑翻端起啤酒 喝了一口 沉言不语 这件事儿和我们有关系吗 或者说 会对我们有影响吗 欧阳盯着叶姑翻的脸 小心翼的问道 和我们无关 只要我们不多管闲事 也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影响 叶姑翻想了想到 但是 你们学校 一定会爆出大新闻的 因为那个苏倩 很快就会死去 但是 如果尸检的话 会发现 他的死亡时间 在两天前 很明显 苏倩是死了以后 被人做法的 但是做法人的目的是什么 难以猜测 有可能是隐瞒苏倩死亡的真相 也有可能是利用死人作案 对其他人下手 如果是后者 你们学校里 还会有别的人 处于危险之中 欧阳有些紧张 说道 要不我们报警吧 报警 你指着一个大伙人 对警察说这人死了 叶姑翻一笑道 当心警察把你抓起来 告你恶意报警 扰乱公务啊 欧阳撇撇嘴 泄入了沉思之中 算了算了 我刚才和那个胖子强说过了 他也不相信 叶姑翻啃着烧烤 说道 夏夏 等一下我给你一道符 去保你的安全就行 其他人的事 我也不管了 相关也管不了 别人不配合呀 谢谢 欧阳的眼神忽然一亮灯 对了 叶姑翻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你用法术 抓了苏倩身上那个鬼 微问幕后指使人 不就清楚了 我的大小姐 你想叫我去吃牢饭 叶姑翻摇摇头道 我抓了苏倩身上的鬼 苏倩就会立刻倒下 变成一具尸体 那时候我就是杀人犯了 你说这事能做吗 欧阳的脸色一红 吐舌道 对不起啊 是我没想到 吃了几十串烧烤 喝了两罐啤酒 叶姑翻这才助手 和欧阳在学校门前的马路上闲逛 前方不远处有一条巷道 叶姑翻接一去转转 那边大多都是小旅社 日租房 有什么好看的 欧阳说道 小旅社好啊 我刚好订一间房间 要不晚上去哪里睡觉 夏夏 你不是打算带我去你们女生宿舍过夜吧 叶姑翻笑道 你想得美 欧阳一笑 挽着叶姑翻的手 走进了那条巷道 说是巷道 其实也是一条大街 两边商不邻里 不过都是为大学生服务的 花店 书店 美发店 旅馆 小饭馆等等 哎 我要在这里租一套房子 嗯 你也来开个店吧 叶姑翻一边走 一边打量两边说道 你开店经用什么 这鬼专门店呢 欧阳问道 嗯 就 做鬼专门店 太仙眼太张扬 低调一点 叫做道家养生馆 承接一切 做鬼驱邪的业务 你说怎么样 叶姑翻说道 欧阳点点头道 可以试一下 我在网上 给你发布一些广告 但愿你不会被饿死 哎 怎么会呢 三天不开张 开张春三年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赚得盆满钵满的 叶姑翻无所谓的一挥手 说话间 叶姑翻挺下脚来 看着路边一道紧闭的卷闸门 那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纸 上面有字 门面出租 叶姑翻看了看前后环境 问欧阳 这里不错 楼上楼下的适合开店 楼下经营 楼上睡觉 这是两间上下 房租不便宜的 欧阳说道 怕什么呀 我这儿不是有二十万吗 叶姑翻无所谓 掏出手机 按照出租牌上的号码 打了过去 电话那边 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 房租 每月五千五 三个月一交 押金五千 水电费自理 行 租了 叶姑翻也不还价 说道 我在你家门前 过来签合同交钥是吧 房东大喜 说道 就来就来 你等着 二十分钟就到 欧阳只撇嘴道 叶姑翻 你真是拿钱不当钱 本来就不是钱 是一张纸嘛 叶姑翻嘻嘻一笑 又道 以你们工商界 精灵的眼光来看 这门面位置怎么样 不怎么样 这条巷子两头是通的 这门刚好在最中间的位置 都在黄金切割点上 而且街道逼着 楼下照射不到阳光 欧阳说道 有大力 叶姑翻竖起拇指又道 不过小布局的风水 我可以随便调整的 位置好坏 对我来说无所谓 两人的门前 有一句 无一句的聊着 等待房东 大约二十分钟以后 房东开车赶到 打开了卷闸门 叶姑翻走进去看了看 条件还真的不错 楼下 两大间 并无隔墙 非常敞亮 后面带着一个十几平米的院子 有厨房和卫生间 楼上一间客厅 两间卧室 上一任的租客 是开死人小医院的 因为出了医疗事故 被关停了 楼上有部分家具 两张床 挑桌椅子等等 行 就这里了 签合筒吧 先给你五签订阶 剩下的明天中午来拿 叶姑翻说道 房东把打印好的合同拿出来 双方落笔签字 交了钥匙 房东转身而去 叶姑翻楼上楼下 看了两遍 越发满意 咧嘴大笑 一个月不开张 你就笑不出来了 欧阳又来泼冷水 那就再等一个月 总会等到开张的一天 叶姑翻推着欧阳的肩膀道 走走走 我们去买被子和生活用品 以后你也住这儿得了 别去学校住了 欧阳的心里一甜 却说道 去去去 我住这里像什么 像老板娘啊 叶姑翻黑黑一笑 学校附近就有很多生活超市 叶姑翻和欧阳买了一大堆生活用品 包括电水壶和电饭锅 碗块 瓢盆 枕头被褥什么的 背着抱着 一起搬进了出租屋 首先打扫了卧室的卫生 然后叶姑翻继续打扫楼上楼下和后院 而欧阳却留在卧室里 这铺床叠背 布置房间 这么一看 还真有点小夫妻俩过日子的感觉 内外撒扫一心 又过去了两个小时 欧阳有点饿了 建议道 叶姑翻 要不要吃点夜宵啊 可以啊 走 一起去吃夜宵 叶姑翻说道 欧阳摇摇头道 买点苏东饺子 嗯 煮一煮就可以了 于是两人又去超市 买了些素冻水饺 欧阳拿出小媳妇模样 亲自下厨 满脸幸福 对欧阳来说 只要和叶姑翻在一起 随便吃点什么 也美味胜过山珍海味 都能吃出 今夕何夕的幸福感 夜宵之后 已经是十一点了 欧阳要回学校 却被叶姑翻一把拉住了 欧阳 留下来吧 我是认真的 叶姑翻说道 欧阳的脸色红红的 低声问道 什么是认真的 学校里有死人 我还不知道 那个幕后妖人的用意 所以现在的学校很危险 你别回去了 就在这里睡觉 明天一早 回去上课 白天没事了 叶姑翻认真的说道 欧阳有点小失望 但是想到叶姑翻对自己的关心 心里还是甜蜜蜜的 好吧 我留下来 你可不许半夜打扰我 要打扰你在古庙的时候就打扰过了 叶姑翻黑黑一笑 当晚欧阳便留了下来 和叶姑翻搁睡一房 相安无事 第二天一早洗漱完毕 叶姑翻送欧阳去学校 学校到这里 也就三百多米的距离 转眼就到 还没走到校门 欧阳就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 学生们三三两两的站在门前 议论纷纷 保安大叔李伟年正警惕地注视着进出的每一个人 出事了 说不定是苏倩的事 叶姑翻低声说道 欧阳没有说话 走上去找一个女同学打听情况 你不知道啊 昨夜里 嘻嘻嘻一个女生杀了人 然后畏罪自杀 跳楼死了 那女生指手画脚的说道 死人了 死的是谁啊 欧阳急忙问道 好像杀人的姓苏 然后掉楼死了 是吗 被杀的又是谁啊 欧阳心里吃惊不已 叶姑翻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被杀的是她的室友 不过好像没死 正在医院抢救 哦 谢谢啊 欧阳点了点头 拉着叶姑翻向学校走去 但是走到门前 保安李伟年却一伸手 拦住了叶姑翻 这位同学 请出示学生证 非常时期 没有学生证不准进校 嘿 我是老师 怎么会有学生证呢 叶姑翻嘻嘻一笑 企图蒙混过关 但是李伟年不为所动 请出示教师证 叶姑翻耸耸肩 看着欧阳道 不送你了 夏夏 你自己当心点 带好给你的东西 有事打电话啊 欧阳点点头 按了胸前的护身符 转身进了校门 看着欧阳走远 叶姑翻瞪了李伟年一眼 也掉头走向大街 养生馆要开张 还有些东西需要购置 比如门头招牌 办公桌 铺地上的户垫 总要有个样子 不是吗 没走几步 叶姑翻却看到胖子强 红着眼圈 迎头走来 这家显然正在伤心之中 低头走路 还没发现叶姑翻呢 叶姑翻照直走了过去 和胖子强撞在了一族 胖子强被撞了一两枪 正与发火 抬头见到叶姑翻 却不由得一愣 胖子强 昨晚不信我的话 现在信了吗 叶姑翻冷笑 你到底是谁啊 胖子强死死的盯着叶姑翻问道 跟我来 这边说话 叶姑翻一把扯住胖子强的衣领 将他拖着 走向自己的养生馆 胖子强扭动不得 又有些了解叶姑翻的真实身份 半退半就的 跟着叶姑翻走进了养生馆 叶姑翻这才松手 指着空荡荡的房间道 这是我的店铺 以后有事可以来这里找我 店铺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胖子强 环视四周说道 这个以后再说 我先问你 昨夜里发生什么了 叶姑翻看着胖子强问道 胖子强塌了一口气道 被你说中了 苏倩死了 当时我也不在场 据说睡到半夜 苏倩突然发疯 用水果刀猛刺的室友 然后奔到阳台上一跃而下 当场跌死了 叶姑翻哼了一声问道 苏倩当时从几楼跳下的 三楼 三楼跳下 可以当场跌死吗 叶姑翻冷笑道 如果我没猜错 当时的苏倩跌下以后 就没有了呼吸 而且浑身冰冷僵硬 是不是 胖子强的身体颤抖 结巴抖 据目击者说 是这样 当时苏倩几乎没有流血 但是浑身冰冷僵硬 而且 而且身上还有尸臭味 他死在两天前 身上有尸臭也正常 现在西风高保鲜不容易的 叶姑翻想了想 问道 现在是警察在负责调查吗 胖子强点点头道 是啊 刚才我就是被叫去警局做笔录的 被杀者死了没有 没有 不过也是重伤 还在抢救 明白了 没事了 你可以回去了 喂 兄弟 你问我这些到底需要干什么 还有 你和苏倩是什么关系 你说苏倩在两天前就死了 是怎么死的 是不是被人害死的 胖子强可怜巴巴的问道 叶姑翻一笑 在屋里走了几步 说道 有些事跟你说了没用的 这样吧 你要是真的想知道真相 就让那些办案警察来找我 对于利用苏倩尸体的妖人 叶姑翻总觉得是个危险人物 欧阳也在这里读书 万一被这妖人看上了 岂不是很危险 自己是堂堂毛山弟子 连一个红颜知己都保护不了 岂不是很没面子 所以叶姑翻决定和警方配合一下 或者说利用警方的力量 挖出藏在幕后的妖人 自己尽量不露面 也不会和妖人结仇 胖子强看了看高深莫测的叶姑翻 迟疑着问道 你的意思是要我通知警察来找你 随便 如果他们想知道真相可以来找我 我明白了 或许我还会来这里找你的 胖子强点点头 转身而去 走出老远胖子强还在频频回望 叶姑翻的店铺 叶姑翻泄了一笑 想必不用多久啊 就会有警察来找自己了 锁好门 叶姑翻走上大街 找人制作门头招牌 那在一家专门制作灯箱招牌的店铺里 叶姑翻交出了自己的设计图纸 让师傅照做 约定两天以后安装门头 再转回来 叶姑翻却发现胖子强带着一男一女 正在自己的养生馆门前等待 胖子强身边的两人面色冷静而又笃定 一看就是宫门中人 那个女的大约二十三四岁 奇眉刘海 皮肤白皙戴着眼镜 非常的文静秀丽 这是女警吧 怎么看起来像个学生 叶姑翻心里嘀咕了一句 若无其事的向着店铺走去 就是他 胖子强看见了叶姑翻 急忙用手一指 从身边的两个便衣说道 两个便衣立刻把目光投向叶姑翻 带着警惕的审视 叶姑翻走到门前 瞪了胖子强一眼 自顾自的弯腰开门 一边冷冷的道 胖子强 你不知道用手指着别人很不礼貌吗 还大学生呢 书都给你捏到狗肚子里去了 对不起啊 我是给你们做个介绍 胖子强脸一红 张口道 这两位是 叶姑翻也不搭理他 开了门自己先走进屋里了 门外的两个便衣对视一眼 缓缓的跟了进来 这里是悬门养生馆 专制各种邪病 去鬼除妖 向家向肿看风水 迫灾解恶改气运 虽然还没有正式营业 但是接受预约啊 叶姑翻转过身 看着那一对便衣问道 你们二位得了什么病啊 南便衣大约四十岁 扑的一笑说道 原来是个小神棍啊 这么神目如见 明察秋毫 一定是官家的人了 叶姑翻也一笑道 看你扇根平平啊 也不像是个做大官的 是个小队长 南便衣一愣张口道 没想到你还有两下子 来 这位美女你再看一看 看看她是什么来路 说着 南便衣的目光 转向了同来的美女 叶姑翻微微一笑 盯着那个眼镜美女 看了半分钟道 她的身上看不到煞气 应该不是前线人员 而且她身上阴气偏壮 应该是经常和死人打交道的 估计是一个法医吧 眼镜美女吸了一口凉气 随后点头 的确如此 你看得很准啊 不客气 有什么事说吧 叶姑翻也点头 南便衣从口袋里掏出证件 我是西海分局刑警队长 郑瑞 这位美女是我同事 局里的法医张云华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苏倩的案子 嗯 猜出来了 叶姑翻点点头 你叫什么 哪里人 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郑瑞看着叶姑翻问道 如果你是以官方的身份盘问我 我会拒绝回答 如果你们是请教我 我可以配合一下 叶姑翻说道 郑瑞一抬手刀 行行行 早我请教你 请问你叫什么 家乡在哪里 叶姑翻 毛山道运毕业生 徐云冠修行弟子 苏昌 毛山弟子 叶姑翻这才一笑 亮出了身份证和毛山道运的结业证 哟 还是个有来头的小神棍 郑瑞接过证件看了看 笑道 毛山名传天下 的确算是有点来头 多谢郑大官人夸奖了 叶姑翻收回证件 翻白眼说道 郑大官人 是水浒传里面 那个猪肉老郑关西的称号 那算是郑瑞的本家了 我是郑提侠 不是郑大官人 郑瑞挥挥手道 言归正传 请问叶大师 根据死者苏倩同学 窦比强的说法 在昨天 你就看出了苏倩已经死亡 是不是真的 等等 叶姑翻一愣 专脸看着胖子强问道 你不叫窦强 而是叫做窦逼强啊 姓窦 名比强 我老爸给我取的名字 你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意思 窦逼强不好意思的一笑道 你还是叫胖子强吧 这样听起来亲切一点 叶姑翻黑黑一笑道 那怎么行啊 叫你大名才显得尊重 对吧 窦逼强 一边的法医 张于华听出了不对 忍不住民主一笑 郑瑞也忍住笑道 窦逼强说的是真的吗 没错 昨晚我就跟窦逼强说了 可是这窦逼啊 他就是不相信 我也没办法 叶姑翻耸耸肩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 郑瑞问道 叶姑翻一呆 然后伸起手来道 张大官人 额头伸过来 我看你是不是在发烧 我报警 指着一个大国人告诉你 那人死了 你信吗 郑瑞脸上一抽 被叶的说不出话来 一直没说话的张于华开口了 根据事件结果 苏切死于案发 四十个小时之前 叶姑翻 应该说你当时和窦逼强 所说的是真实的 我现在想知道 你有没有看出 苏切的真正死因是什么 叶姑翻摇摇头道 我不是法医 不能像你一样 把死者衣服脱下来 一寸寸的检查 当时见到死者的时候 他还穿着衣服 身上又无外伤 我不知道 所以不能判断出死因 有外伤 但是都是死者坠楼造成的 在坠楼之前 虚伤病无外伤 胃液和肠道里 也没有检测到有毒成分 张云华收到 满屋子里的人都不说话 一起看着叶姑翻 叶姑翻沉吟了一会儿收到 首先你们要明白 是有人利用鬼魂附体控制苏切的身体的 按照推测 那个妖人有很大嫌疑是凶手 既然妖人可以操控尸体 说明守得了得 一个有手段的人杀死苏切的话 肯定不会留下伤痕 杀死苏切而不留伤痕 可以有很多种办法 比如哪些手段 张云华问道 比如吓死他 叶姑翻走了两步说道 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突然放出鬼魂 是可以吓死一个小姑娘的 或者释放毒气 死者死后经过四十个小时 也是难以查到证据的吧 郑瑞点了一根烟 问道 真的有鬼魂语说吗 如果没有鬼魂 那么苏切的案子你们怎么解释 请给我一个科学的说法 叶姑翻反问 郑瑞苦笑着点头道 不管有鬼魂 这家案子都无法接 也无法向死者家属交代 我们不能对外宣布 说苏切早就死了 是尸体被妖人控制 所以跳楼的 我曾经十几年了 第一次遇上这种案子 这件案子你们的确很被动 但是如果不追查 放纵妖人的话 恐怕会有更多的受害者 而你们也会有更多类似的麻烦 叶姑翻说道 如果追查 我们从哪里入手 才能找出幕后的妖人呢 郑瑞问道 从死者生前的交际圈插进 看看他平时和什么人交往 叶姑翻转脸看着张云华 问道 死者生前有没有和男性亲了过 是不是冰清玉洁的姑娘 一边的斗笔墙身体一震 眼神在叶姑翻和张云华的脸上扫来扫去 非常关注 张云华摇摇头道 默默 陈旧性破裂 而且 还有过流产的经历 豆笔墙似乎挨了当头一棒 王后退了两步 咧咧摇摇摇头 不会的 苏倩不是那种人 不是那种人的 你以为我作为公务人员 在谈论案件的时候 会心口开河吗 张云华邪灭了豆笔墙一眼 豆笔墙立刻无语 嘟囔着嘴摆出一副豆笔相 那就从苏倩在外面的男人入手吧 这种事想想都知道 或许是那个男人厌倦了苏倩 想摆脱却又摆脱不了 所以想出了这个办法 叶姑翻摸着下巴刀 这件事做的也算是天衣无缝 不留任何痕迹 操控尸体刺杀同学 也是让案情复杂起来 转移你们警方的侦察方向 郑瑞和张云华都是一代 互相对视了一眼 微微点头 他们大概没有想到 年纪轻轻的叶姑翻 会有这样的分析和见解 然后呢 我们可以调查到那个男人 但是除了问讯之外 恐怕不能采取其他的手段 郑瑞说道 找到以后把他的情况提供给我 我配合你们查清楚真相 如果这个人有其他的犯罪事实 你们就可以抓他了 叶姑翻胸有成竹说道 郑瑞点点头道 好 我们交换一下电话号码随时联系 叶姑翻把自己的号码给了郑瑞 幽道 郑大官人 你可以偷偷调查我的来历 但是我跟你说清楚 我是偷跑下山的 如果你们泄露了我的消息 毛山长叫真人把我抓过去 那么苏倩的案子 我就没法帮忙了 郑瑞盯着叶姑翻 看了几秒钟道 明白 两个便衣告辞而去 留下了豆比强还在这里 哎 豆比强 人死不能复生 看开点吧 叶姑翻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而且苏倩背叛了你 在外面有了其他男人 又何必念念不忘一往情深呢 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啊 只是心里放不下啊 豆比强叹气又道 其实不怕你笑话 苏倩不是我女朋友 是我一厢情愿的把她当着了女友 理解理解 问世间情为何物嘛 现在我要关门了 出去吃饭 叶姑翻点点头 伸手送客 豆比强看着叶姑翻突然道 叶老师 我请你吃饭吧 你现在追查真凶 我代表苏倩感谢你 叶姑翻黑黑一笑 也不客气锁了门 和豆比强一起走向大街 养生馆所在的大街 叫做梧桐巷 小饭馆也很多 两人就近找了一家小餐馆 点了菜 要了啤酒 坐下吃饭 这时候时间还早 饭馆没有别的客人 豆比强闷闷不乐的给叶姑翻倒酒 然后举杯相敬 一言不发 嗯 你很想念苏倩 叶姑翻喝了杯中酒 低声问道 是啊 睁眼闭眼 脑口里都是苏倩的影子 我觉得我一辈子都走不出这段感情了 豆比强喝了一口酒 你们的感情不是还没开始吗 叶姑翻问道 叶大师 但相思也是一种感情啊 豆比强说道 叶姑翻点点头道 嗯 你怕鬼吗 要不怕鬼 我可以帮你 把苏倩的鬼魂找出来 让他陪你几天 了却你的心愿 真的 你可以找出来苏倩的魂魄 豆比强激动起来 一把握住了叶姑翻的手 小声点 扎握什么呢 叶姑翻抽回手 瞪眼刀 我预测 苏倩的魂魄 还在那个妖人的手上 查到妖人是谁 我就有办法了 豆比强眼眶湿润 搓着手刀 太好了 太好了 见到苏倩的魂魄以后 我就告诉他 我还是爱他的 我不计较他的任何过往 让他在地下安息 豆鼻 叶姑翻在心里骂了一句 端起酒杯喝酒 忽然 饭店门外人影一闪 却是肥城大学的保安大叔李伟年 带着一个身穿淡绿色长裙的美女 走了进来 美女二十出头 中等身高 长发披肩 身材没得说 面容也很清理 搜面朝天不识粉带 给人一种出尘的感觉 这是额前点缀着一串细小的绿色珠子 看起来又多了几分古典之美 一眼瞥近叶姑翻 李伟年的脸上的笑容一致 随后僵硬的一点头 你好李大爷 胖妞啊 叶姑翻猜出来了 估计李伟年身边的美女就是那个带着前世记忆的杨绿珠 所以才如此调侃 李伟年的脸上一黑 杨绿珠的脸上则是一红 两人都没搭理叶姑翻 在角落里找了一张桌子坐了下来 可是叶姑翻偏偏不放过 举杯笑道 李大爷 相请不如偶月 干脆带着你女朋友一起坐过来 我陪你喝一杯啊 豆比强也起哄道 是啊李大爷 今天我请客 等以后你们动防花竹的时候 再请我吃一顿就扯平了 李伟年和杨绿珠 绝对是大学城的一对名人 比校长知名度还要高 所以豆比强自然也认识 不用 李伟年哼了一声 冷冷的说道 叶姑翻哈哈一笑道 没想到李大爷的脾气还挺坏的 其实火爆脾气不太招女人喜欢的 我的脾气好坏 关你什么事 李伟年的眼中开始冒出了一点火星 瞪着叶姑翻问道 一边的杨绿珠微微摇头 示意李伟年克制 很显然 杨绿珠不愿意李伟年和这些年轻人发生冲突 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想惹事 叶姑翻黑黑一笑喝酒吃菜嘻嘻哈哈的找豆比香聊天 那边的李伟年去要了一瓶白酒 一口气喝了半瓶 叶姑翻冷眼看着心里也在为李伟年的酒量吃惊 少喝点吗 杨绿珠称乖的看了李伟年一眼 但是目光中却都是深深的爱意 看见这个角色美女对一个邋遢大叔恩爱情深 叶姑翻心里又有些吃醋了 眼珠一转看着豆比强大声说道 哎 豆比强啊 我有一个绝活 你以后要给我打打广告 让我造福于人类啊 什么绝活啊 豆比强问道 我会治疗酒糟鼻子 叶姑翻一拍桌子 折着李伟年的大红鼻子道 就像李大爷的那种鼻子 难看吗 我呀 我可以守到病除 真的 豆比强回头看了李伟年一眼 扑得一笑道 李大爷本来就那么帅 再要是治好了酒糟鼻子 那还得了啊 整个肥城大学的女生都是他的了 叶姑翻得意洋洋 又指着李伟年的肚子道 我还能治疗他的啤酒洞 求求你了叶大师 你可不能让李大爷变得太完美了呀 给我们这些单身男留一条活路吧 豆比强哭丧之脸说道 两人一唱一喝 冷嘲热讽 跟说相声一样 李伟年面似铁锅 杨绿珠也颇无自在 脸上轻一阵白一阵 心里按摩叶姑翻轻浮浅薄 却得无聊 豆比强啊 我说个新鲜事给你听啊 叶姑翻一边喝酒 一边继续戏弄李伟年道 我们那个阿达的工厂里呢 有一个七十多岁的穷光蛋 看门老头 和厂子里的厂花谈恋爱 你说奇怪不奇怪 豆比强会议张口道 不会吧 难道那个厂花瞎了眼 看上了一个糟老头子 就是啊 老牛吃嫩草 大家都觉得奇怪 叶姑翻放下酒杯道 包括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真相 知道那个厂花 为什么那么糊弄了 又是为什么啊 嘿 原来那个开门老头会骗人 说不定还会一点妖法 叶姑翻有意无意的看着李伟年道 开门老头骗那口小姑娘 说自己是她的前世情人 一个小姑娘能有什么见识啊 被妖人的邪术所蒙蔽 就偷快送报 宽衣解代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这个开门老头 好阴心好卑鄙啊 豆比强义愤天鹰的拍着桌子 与此同时李伟年也终于克制不住 猛的一掌拍在桌子上 背盘乱跳一阵叮当作响 臭小子 抬毛未退入羞未干 你学人家油嘴滑舌 李伟年指着叶姑翻大骂道 是不是以为我老了打不过你 告诉你们 就你们俩在一起也不给我撕牙缝呢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否则叫你知道大爷拳头都厉害 豆比强被李伟年的气势所震慑 瞪着眼睛不敢说话 叶姑翻却扑得一笑道 李大爷 你可别以老卖老啊 我喝酒聊天 也没说你什么 你发什么火 对着和尚 我还不能骂兔子了 我说的看门老头就是你 天底下只能让你老牛肯嫩草 人家看门老头就不能老来入花丛了 小王八蛋 你给我滚出来 李伟年忍无可忍 绕过桌子 走到叶姑翻的面前 手指和鼻子骂道 在屋子里打架 会把人家饭店给拆掉的 所以李伟年要叶姑翻出来较量一下 李大爷的意思是要打架喽 叶姑翻抬起眼皮子道 老胳膊老腿的行吗 这要打起来 我可以奉培 不过你要和你的女帮说好了 让她不许哭啊 杨立珠摇摇头走过来扯住李伟年的胳膊 走吧 饭不吃了 李伟年的拳头钻得咯咯作响 两眼喷火 汗不得把叶姑翻给烧成一团黑炭 但是最终啊 李伟年还是听了杨绿珠的话 纷纷的出门去了 此时的叶姑翻已经吃饱 摸了摸嘴 追出门外冷冷的喝道 李伟年啊 你给我站住 对于苏倩的案子 叶姑翻也做了一番推测和分析 一开始没想到李伟年这个人 后来的遭遇啊 让叶姑翻洗了一阵 这个保安大爷可以用写法蒙蔽杨绿珠 或许他也就是用写法控制苏倩尸体的人 因为他是学校的保安人员 更有家贼南方的嫌疑啊 所以叶姑翻故意胡言乱语 一再挑衅自己李伟年 试图进一步分心 小子 还有什么屁话 李伟年站住脚步 逼试着叶姑翻 叶姑翻手指啊 斜对面的自己的店铺刀 那边是我的店铺 有种跟我来 我告诉你一件大事 说吧 叶姑翻背着急着火转身而去 李伟年愣了三秒钟 一拉杨绿珠 随后跟了过去 不要去了 一看就是个浪荡子 搭理他干什么 杨绿珠低声说道 这小子有点神神道道道的 我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来历 绿珠你别担心 一个毛孩子还能把握怎么样 李伟年说道 叶姑翻在前面走 李伟年拉着杨绿珠跟在后边 转眼到了叶姑翻的养生馆 斗笔墙结了账 也逼颠颠的 跑了过来 打开门 叶姑翻回身道 下来 李伟年哼了一声 带着杨绿珠跨进了屋子 叶姑翻死死的盯着李伟年 希望从他的眼神里 看出一点心虚来 李伟年也死死的瞪着叶姑翻 两人斗鸡一眼 互不相让 要告诉我什么大事 说吧 最终李伟年率先开了口 李伟年 你会要法 控制了杨绿珠 害死了苏倩 对不对 叶姑翻缓缓问道 放屁 简直不知所运 李伟年大怒骂道 我就是开个玩笑 这么激动干什么 叶姑翻一笑道 我要告诉一件大事 就是你的酒糟鼻子 也抓紧治疗啊 否则会越来越严重 那这样吧 本店开业大抽屁 给你打八折 八千块治疗你的酒糟鼻子 保证永不复发 好不好 你气我太甚 李伟年忍无可忍 猛的一个勾拳 向着叶姑翻上伏击去 叶姑翻早有准备 身子一闪跳在一边 李伟年一拳走空 微游的微微一愣 虽然自己未出全力 只想给叶姑翻一个小小的教训 但是啊 居然被对方轻易躲开 还是让李伟年挺震惊的 李大爷 生意不成人一在啊 何必发火呢 李伟年笑嘻嘻的说道 心里却也在吃惊 刚才李伟年这一拳 看似平淡无奇 但是啊 却文准很兼备 不是一个普通保安应该有的表现 而且叶姑翻也能看到 李伟年还是克制了一点 没有出全力 一看交上手了 杨立竹更加着急啊 拉着李伟年的胳膊死不放手 豆比翔也走过来 挡住了叶姑翻 小子 你以后少惹我 否则下次我就没这么客气了 李伟年烦怒不已 撂写一句话转身而去 叶姑翻耸耸肩冷笑不已 刚才失手 叶姑翻更觉得李伟年可疑了 一个身手不凡的江湖 甘愿做保安 这也是一个疑点 豆比翔凑上来道 叶大师 身手不错 刚才那一拳居然让你躲过去了 上学去吧 豆比翔 这里没你事 叶姑翻挥挥手道 可是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苏倩的魂魄找来啊 等我消息 知道了 我会常来的 豆比翔点点头也走出了养生馆 下午叶姑翻订购的东西陆续送到 无非是桌椅插机和几个坐垫 东西布置起来 堂屋迎面的墙上贴了一个巨大的八卦图 这店铺总算有了一点模样 傍晚时分 欧阳池下走了进来 环视着店里的摆设 微微点头 下下 过来喝茶 叶姑翻一笑 拉着欧阳在茶几边坐下 开始冲功夫茶 这是一个电茶几 在桌面上可以直接烧开水 垫水壶连接纯净水桶非常便利 挺会享受的 还买着茶具 是 欧阳品着茶说道 叶姑翻半条丝里的冲茶道 道家的真意在于随意逍遥 在于随意而安 像你们这样忙忙碌碌碌碌碌的日子 我可过不惯的 你说的清早 现在人压力大 不忙碌哪里有饭吃啊 欧阳放下茶杯道 学校里很多同学都在兼职打工 很辛苦的 还有一些勤奋的附加子弟 也不敢懈怠 都在忙着提升自己适应社会 哎 那为什么要适应社会呢 我就不适应他 他也不能抛弃我呀 叶姑分给欧阳续上茶 对了 今天看到杨绿珠了 真是一块好羊肉落在狗嘴里 那么标志一个美女 怎么看上那个保安大爷了 你看到杨绿珠了 怎么认识他 他和李伟年在一起啊 我当然知道了 叶姑分小口喝着茶道 我还跟李伟年过了一招 只是不想闹得太大 先忘了去了 欧阳吃了一惊张口道 你和李伟年打架了 是我没打他 他那老胳膊老腿的 跟谁打去 叶姑分笑了笑 忽然正经起来 笑笑 我有一个分析啊 觉得李伟年有可能是 控制苏切尸体的妖人 不会吧 那么老实的一个人 怎么看也不像妖人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 外表老实 未必就真的老实 真的老实 他就不会老牛肯嫩草了 想想 你听我说 所谓前世情人的说法 我觉得是李伟年用了某种妖法 蒙蔽了杨绿珠 既然他有妖法 那么控制苏切尸体 也有可能啊 叶姑分说道 欧阳想着想道 这事非同小可 没有证据的话 不能信口开河 冤枉好人的 要证据也简单 只要你配合帮个忙 我很快就能找到证据 叶姑分 坏坏了一笑 要配合什么 欧阳狐疑地问道 叶姑分一笑 低声说道 夏夏 你和杨绿珠不是同学吗 有机会接触他 对不对 你要干什么 你偷偷把杨绿珠的头发 给我弄几根过来 我就可以从杨绿珠那里得到真相 你要有杨绿珠的头发来做法吗 欧阳摇摇头道 我和杨绿珠是同学 虽然关系不是很好 但是我也不能这么干啊 这事缺德不行的 下下帮个忙嘛 我保证啊 做法的时候不会伤害杨绿珠 也不会吓到杨绿珠好不好 不许啊 我有我做事的原则 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好吧 既然你坚持原则 我只好另想办法呢 叶姑分怂总监无奈地说道 欧阳又坐了一会儿 反身回校 因为他上次请假 拉下了一些功课 晚上要去自习式补课 叶姑分送欧阳到学校 转身顺着大街往回走 路边一阵血风 不紧不慢地跟着叶姑分 一直啊 来到养生馆 接了养生馆 旋风停止 贾秀姑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 法师 我是贾秀姑 出来吧 叶姑分看着角落里的一团阴气 懒洋洋地问道 啊 是找到我妹妹了 还是找到唐明儿了 贾秀姑卸行 鬼头鬼脑的张王一帆道 叶清清没有消息 但是我们打听到了一个千年女鬼 和唐明儿很像 在山城 白日里 贾秀姑看起来很真实 只是穿着过去的衣服 和现代的社会格格不入 有一种很滑稽的违和感 叶姑分皱眉道 山城 他往那里去干什么 他躲在一个无主的破庙里冒充神灵 接受乡民的香火 修炼自身 不做死就不会死 一个孤魁野鬼 却然敢冒充山灵 叶姑分冷笑了一下 说道 诚据确凿 他就是唐明儿吗 不知道他的姓名 目前还不敢确定 不过小姐一直留在山城 继续监视着那个老鬼 很好 等你家小姐打听清楚了 我再去收拾他 叶姑分点点头道 修姑 你来的正好 现在我有一件事 就跟你去办 法师尽管吩咐 奴婢一定办到 贾秀姑鬼兮兮的问道 叶姑分摸着下巴 走了几步道 前面的肥升大学里 有个女学生 叫做杨绿珠 你偷偷过去 从她头上弄几根头发给我 明白了 法师看上了那个女生吗 贾秀姑坏笑道 好 这事不难办 但是也要等到天黑 哎 贾秀姑啊 本法师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啊 如果我喜欢哪个女孩子 就会用正大光明的手段去接近她 绝对不会对她做法的 叶姑分搬起脸刀 我这次做法 是为了调查一桩妖人残害人民的案子 你别想歪了 贾秀姑吐了吐舌 化作一道阴风而去 叶姑分坏坏的一笑 关了店门上楼睡觉 晚饭以后 贾秀姑画风而来交给叶姑分一缕头发 还好 尽你大功一见 叶姑分接过头发在手里看着 秀姑 你这几天就留在这里给我帮忙 明白了 法师 我跟着你就是了 贾秀姑点头 十二点以后我开始做法 你看着这里 有人来就叫醒我 叶姑分带着头发 向楼上的卧室而去 在卧室里 叶姑分取出一根线箱 将杨绿珠的头发缠绕在上面 再用两根线箱从两边夹住 十二点过后 叶姑分点燃了线箱 将直接夹在手指尖 然后躺在床上默念心觉悠悠睡去 这是茅山树之中的寂梦之法 施发者可以进入对方的梦中和对方交流 因为人在梦中难以辨别真假 气倍心也很低 所以往往可以刺探到对方平时隐藏极身的秘密 此时的杨绿珠也已经熟睡 在学校的女生宿舍里 而且她此刻也正在做梦 梦中自己身在自家的后花园里当秋千 李伟年正在后面推着自己 又说又笑 女儿乐 秋千架上春山薄 忽然间前方柳音下人影一闪 却是叶姑分笑嘻嘻地走了过来 杨绿珠吃了一惊 急忙从秋千上下来了 整了整衣服把脸问道 喂 你怎么到我家的后花园来了 啊 我路过这里啊 听见杨小姐的笑声 所以进来看看 叶姑分缓步上前 大咧咧地说道 卫年 把真人赶出去 杨绿珠回头叫道 可是一回头 杨绿珠才发现 李伟年突然不见了 卫年 卫年 你在哪里 不用喊了 杨小姐 叶姑分嘻嘻一笑道 此刻我们在梦中啊 刚才的李伟年是你的梦思所至 才出现在这里 现在他已经不在这里了 杨绿珠皱眉道 我们现在在梦里 是啊 杨小姐 我们梦里相逢 缘分 叶姑分走上前 坐在杨绿珠的秋千架上 自得其乐地荡着 杨绿珠脸色一白 往后退了几步道 你最我梦中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 随便聊聊 叶姑分嘻嘻地笑着 你不觉得梦中聊天 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吗 无耻 你用了什么卑鄙的妖法 见我梦中 还敢说浪漫 杨绿珠气的变色 却又无法从梦境里出去 杨小姐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是我侵入了你的梦中啊 日有所思也有所梦 也许是你白天见到了我 对我一见清晰了 所以就梦见我了呢 也许我是无辜的 叶姑分继续荡秋千 不禁不慢地说道 杨绿珠气得身体发抖 一转身走向花园的院门 可奇了怪了 杨绿珠转了一圈过来 没有找到院门 却又转到了叶姑分的面前 叶姑分依旧在荡秋千 悠然自得 喂 你把我禁锢在梦里 到底要干什么 杨绿珠惊慌而又愤怒道 我告诉你 如果你猥胁梁家女子 会有报应的 杨小姐放心啊 我不是那种轻浮之人 叶姑分这才下了秋千价 说道 都说你带着前世记忆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真假 了解这个有什么目的 分析分析啊 你是不是被李伟年所蒙蔽 看你如此年轻漂亮 却爱上了一个糟了头子 所以我心里吃醋 心里不服 要了解一下 你 杨绿珠咬了腰嘴唇道 好 我可以说给你提了 但是我说完了 你必须放我走 叶姑分打了一个响指 言为定 现在我问你 你的前生是哪个朝代的人 姓什么叫什么 前一世 我叫杨绿珠 康熙年轻的人死于三藩之乱 李伟年那时候叫唐志远 是一名侠士游戏人间 杨绿珠无奈 只好居士回答 叶姑分默默的听着忽然问道 行了 你的前世记忆是怎么来的 难懂啊 投胎的时候 没有喝末末汤吗 我 这件事气雷甚广 我不能告诉你 杨绿珠摇摇头 当时投胎是丁二苗作的手脚 让南门无恙和曲树龙帮忙 带着绿珠蒙混过关的 杨绿珠现在不敢说 是怕连累到丁二苗和曲树龙等人 也怕因此追究自己的责任 再把自己抓回去 叶姑分摇头一笑道 杨小姐 你遮遮掩掩掩交怎么相信你 坦诚相见好不好 信不信有你 杨绿珠说道 我不信你的说法 就会怀疑李伟年是妖人 用妖法蒙蔽了你 你要想证明李伟年的清白 就必须证明自己的前世纪 叶姑分说道 杨绿珠瞪了叶姑分一眼道 你怀疑李伟年是妖人 尽管去报警好了 不用客气 叶姑分终于说话 手指伤却突然一痛 原来是献香已经燃到了尽头 烧到手指了 今天的梦中相见到此为时 杨小姐我还会再来的 不管你欢迎不欢迎 叶姑分黑黑一笑 挥挥手转身而去 杨绿珠愣了一下恍然惊醒 从床上坐了起来 窗外天色为明 杨绿珠仔细回想梦里的场景 竟然都记得一清二楚 非常的真实 妖法 一定是那小子的妖法 杨绿珠回身冷汗 睡意全无 急忙拿起电话 给李伟年打电话 李伟年正在职业边 还在大学大门口的门门室里 看见绿珠的电话不由得吃惊 急忙接通问道 绿珠怎么这么早打电话 绿珠下床走到走廊上低声说道 昨天遇到的那个油嘴滑汁的家伙 灰妖法竟然侵入了我的梦里 太可怕了 在梦里我完全无能为力 也走不出梦境 什么 他进了你的梦里 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 绿珠我马上过来 你等着我 李伟年又惊又怒 把腿冲向女生宿舍 几分钟后 绿珠洗漱完毕 走下宿舍楼 刚好遇上李伟年赶来 绿珠 那个臭小子有没有欺负你 有没有对你做什么 李伟年一板拉住绿珠 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的打凉着 绿珠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称乖的白了李伟年一眼 就算他做了什么也是在我的梦里 你在我身上能看到什么 他真的对你做了什么 这个可恶的王八蛋 我一定要活埋了他 李伟年又急又怒 暴跳如雷 行了行了 小声点 绿珠挥挥手道 他没有占我便宜 只是梦里聊了几句 李伟年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一点 又问道 他问了你什么 到底是什么妖法 可以进入你的梦里 什么妖法我不知道 但是他的确是进入了我的梦里 不过我发觉他感兴趣的是你而不是我 他怀疑你是妖人 用妖法蒙蔽了我 想查一个明白 这个王八蛋凭什么说我是妖人 他又是什么来路凭什么调查我 李伟年孙孙不平 绿珠挽着李伟年的胳膊 在晨曦中散步缓缓说道 你也别冲动 我觉得那个小子虽然有嘴滑舌 但是并非大奸大恶之徒 不过他的妖法的确厉害 他说他会来骚扰我 所以我们要想个办法摆脱他的纠缠 仇生不易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安安静静的过完这一辈子 李伟年点点头道 放心吧 绿珠我会解决那个小子 保证他以后不能打扰你 伟年你可不要乱来啊 你打算怎么办 放心放心 我有分寸 李伟年黑黑一笑道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当做没事人一样 剩下的事交给我 你到底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啊 绿珠问道 可是李伟年一笑挥挥手已经跑远了 养生管理 叶孤帆被鲜香烫醒了 这时候也洗漱完毕 在楼下的大厅里打坐 大门敞开着 叶孤帆坐在巨大的八卦图前面 有梦有样 脚步声响 李伟年冲了进来 二话不说 向着坐垫上叶孤帆扑了过去 叶孤帆听风而动 就地一滚 愿在几尺之外瞪眼道 来着何人 是你大爷 李伟年怒不可遏 手指着叶孤帆大骂刀 臭小子 你竟敢与妖法济入绿猪的梦里 今天我饶不了你 什么什么 什么乱七八糟的 叶孤帆故作冤枉 瞪眼道 大清早的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是不是以为你一把年纪 我不敢揍你 好啊 我就等你来揍我 李伟年更是怒发中官 虎跳上前坐马拉供 一招黑虎掏心 向叶孤帆前胸送去 全未到进风先至 来得好 叶孤帆吐气开声 举臂下砸 同时左掌推出 鸡向李伟年的肩膀 刹那间两人一招过手 李伟年的拳头 被叶孤帆砸偏了方向 擦着叶孤帆的腰间过去了 而叶孤帆的一掌 却正中李伟年的肩头 不过李伟年劈头肉厚 挨了一下子没事 叶孤帆的腰间却是火烂烂的疼了 行之对手飞一语之辈 当下不敢怠慢 一纵身跳在一边 小子别跑 李伟年随即追上 左腿一扫 向叶孤帆下盘勾去 现在的李伟年身手不比当年了 不敢高踢腿 所以扬长臂短攻击叶孤帆的下盘 今天谁跑谁孙子 叶孤帆也火急 就是跃在空中 翻身一个鞭腿抽向李伟年的脸庞 啪啪啪 两人拳来脚往 亲戈间过了七八招 李伟年拳脚稳重大开大合 叶孤帆身手灵活 或虚或实切换自如 有来有往 竟然打了一个部分上下 这李伟年毕竟老了 又被刺激在先 有点沉不住气 所以几招之后开始喘气了 叶孤帆却也心惊 暗自私存道 要是缠斗下去 自己是可以赢的 但是这老东西身材狼狈 一把年纪 还有这样的身手 的确了不起 若是和他年轻的时候相遇 自己恐怕难以战斗上风 小子 有种你别逃 枕刀枕枪盖上 李伟年抽拳如风 追着叶孤帆不放 笑 李伟年又不是乡下人摔跤 还不带我躲闪呢 叶孤帆一边闪躲 一边抽棍还击 冷笑道 老东西再有十招 我就叫你跪地上求饶 李伟年气得哇哇大叫 双眼血红 恨不得抓住叶孤帆 一口一口砍了他 正在激战 门外人影一闪 警官郑瑞的声音传了过来 干什么 是比武还是打架啊 李伟年和叶孤帆文声一起助手 各自跳开看着门外 郑瑞走进来 眼光两边扫射 又看着李伟年道 你不是肥城大学的保安吗 怎么在这里 歇足拳脚 郑警官 你来的正好 李伟年确认识郑瑞 手指叶孤帆 喘着粗气道 这小子有妖法害人 是吗 郑瑞的目光转向叶孤帆着呼吁 叶孤帆怂怂间 漫不经心的问道 我用了什么妖法害了什么人啊 怎么害了 是啊 他怎么害人的说来听听 郑瑞看着李伟年道 他有妖法欺入了我 我一个朋友的梦里 在他的梦里胡作非非 李伟年手指叶孤帆气呼呼地说道 什么 什么什么 欺入梦里 郑瑞听得稀里糊涂 漫头黑线 李伟年点点头道 是的 这小子会妖法 会钻进别人的梦里 郑瑞仿佛听见了天方夜谭 转领看着叶孤帆茫然不解 郑警官 这人有病 叶孤帆胸有成竹道 肯定是他女朋友梦见了我 所以他就吃醋了 我也无故地跑过来找我打架 这种人应该关进精神病院了 一辈子别放出来 是啊 老兄 你老婆梦见了人家 你就要找人家打架 这 这说不过去啊 郑瑞看着李伟年道 还好没有造成后果 否则你要负责的 赶紧回去吧 别胡闹 李伟年欲辩无辞 张了张嘴 不知从何说起 叶孤帆趁其讽刺 得意洋洋道 喂 今天当着郑警官的面说清楚啊 说不定以后 你那个小女友啊 还会梦见我 谁叫我长得英俊潇洒呢 但是 必须要搞清楚啊 我是冤枉的 我被你女友梦到 吃亏的是我 李伟年恨不得掐死叶孤帆 指手瞪眼道 臭小子 别以为你会点妖法 就可以胡作非为 你等着 等我找高人来收拾你 说吧 李伟年一转身大步而去 哎 就你那鸟样 又能找到什么高人呢 叶孤帆淡淡一笑 不屑一顾 这时候的叶孤帆不知道 李伟年说的高人 恰恰就是毛山县人掌教 万叔高 走出一段距离 李伟年掏出电话 拨通了万叔高的手机 谁啊 电话那边 传来万叔高慵懒 而又不耐烦的声音 似乎还没睡醒 万哥 万哥你听我说 我遇上妖人了 李伟年急忙讨好道 万哥 那妖人很厉害 我斗不过他 你快过来帮帮我 有妖人 万叔高在那边打了一个哈去 他为什么妖法啊 厉害到什么程度啊 他会钻进人的梦里 而且控制别人的梦 哦 嗯 那没事做梦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万叔高心目在眼的说道 李伟年焦急道 万哥不是做梦 是那小子钻进了别人的梦里 那你叫我怎么办啊 我叫你过来 和那个妖人斗法啊 斗法 行啊 可是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 万叔高说道 李伟年差点吐血啊 万哥 我是李伟年呢 哦 原来是李伟年呢 对了 你找我什么事啊 李伟年彻底崩溃了 还不能把手机给砸了 萌芽半个小时 万叔高终于明白过来 答应处理一下薰灌的事儿 后天赶来肥虫 李伟年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去找绿珠报喜 谋山法术 冠绝天下 长教真人亲临 管你什么妖人歹人啊 还不乖乖的献出原刑跪地求饶啊 养生管理叶姑帆和郑瑞正在喝茶 叶大师 苏健在外面的男人已经找到了 叫做李文艳 是一个房产中介公司的老总 郑瑞喝着茶 取出了一碟资料 李文艳45岁 和苏健交往有一年多了 只不过比较隐秘 我与警方的身份调查过 李文艳也承认了和苏健之间的关系 根据调查 清明小长假期间 苏健没有回家 一直和李文艳在一起 苏健出事前两天的晚上 他们住在飞马宾馆 叶姑帆点点头 问道 对于苏健的死 李文艳怎么说 他当然说不知道 并且表示遗憾和悲伤 还能说什么呢 郑瑞点了一根烟道 接下来的事儿 就要看叶大师的手段了 或许这次的事件如你所说 是李文艳一手导演的 行 你等我通知 今天晚上我先试试看 叶姑帆说道 郑瑞留下李文艳的资料告辞而去 叶姑帆关了门 出去吃早饭 然后到处先逛 无所事事的过了一上午 饭后 叶姑帆正在品茶 欧阳池下走进了养生馆 哎 夏夏 不上课了 叶姑帆开心的问道 欧阳甩了甩头发问道 我刚剪的头发好看吗 好看好看 叶姑帆拉着欧阳 把他按坐在沙发上 坐一喝茶 别喝别聊 欧阳端着茶杯 看着叶姑帆问道 对了 叶姑帆 杨绿珠找我了 说让你不要打扰他 你究竟对他做了什么 那是我同学 叶姑帆 你可不要乱来啊 没有啊 我没有乱来 什么都没干 叶姑帆装作无辜 皱眉道 奇怪了 杨绿珠这话 从快说起呢 我也问了 可是杨绿珠含含吾 闪烁其词 只说求你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 欧阳狐疑的看着叶姑帆 莫名其妙 我没有打扰他 叶姑帆继续装 一脸不解 欧阳正要说话 却身体一抖 手里的茶水洒了出来 哎 怎么突然打了一个机梁 哎 别动 叶姑帆脸色一变 眯起眼睛盯着欧阳的脸 欧阳心里有些发毛 善笑着问道 怎么了 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叶姑帆伸出手来 把欧阳的眼皮向上撩起 看了一眼之后 低声道 有人在对你做法 啊 谁在对我做法 欧阳吃了一惊 问道 叶姑帆皱眉 传言道 难道是李伟年 如果说是李伟年 似乎也能说得过去 因为叶姑帆对杨立竹施了法术 进入了人家的梦里 那么李伟年 偷逃暴力 反过来报复欧阳之下 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会的 不会是李伟年的 欧阳一挥手说道 李伟年在学校做保安 口碑不错 作风一向正派 如果有人对我做法 一定是被你气走的狐狸镜 狐狸镜 你的小妈啊 这才想起来 那个被自己赶跑的老欧阳的野女人 那女人被自己当众羞辱 揭穿真相 愤愤而去 错失老欧阳的千万家产 对自己和欧阳的愤恨可想而知 欧阳直下说的没错 她对欧阳进行报复 做法的嫌疑啊 远远大于李伟年 什么我小妈就是狐狸镜 欧阳翻了翻白眼又道 别人对我做法 我会不会死啊 有我在你怎么会死呢 叶顾翻一笑道 想想 你是不是觉得 你爸爸和狐狸精有些有断思连 这个我没有察觉 但是我总觉得 我老爸的心里 没有完全放现那个狐狸精 好啊 现在机会来了 可是让你老爸对那个狐狸精 恨真入骨了 叶顾翻一笑道 你现在就给你爸爸打电话 问一问那个狐狸精有没有回去过 如果是他回去过 那么一定是他偷取了你的衣服 或者其他东西 再利用你的生辰八字进行做法的 你把你被人做法的事情告诉你爸爸 他心疼女儿自然就会痛快狐狸精了 欧阳撇撇嘴 我老爸也会心动我吗 情情是隔不断的 不用怀疑人上 来电话吧 叶顾翻说道 欧阳犹豫了一会儿 终于拨通了老欧阳的电话 叶顾翻凑在一边听着 听见这父女俩对话如下 爸爸 那个女人最近有没有去过我们家里 你这个干什么呀 过去到我的家庭完成 过去到我妈妈的利益 我为什么不能问 欧阳的声音大了一点 那边沉默片刻 老欧阳说道 他回来收拾自己东西了 已经走了 以后不回来了 欧阳松了一口气道 我就知道他回来过 我被人做法了 李股帆说 是有人掌握了我的生辰八字 偷取我的贴身衣物 或者平时爱把我们的小玩具展开做法的 你知道我怀疑谁 所以以后最好认清他 别让他搞得我们家破人亡 你被人做法了 又不要紧 现在怎么样 我 没事了 叶姑帆在我身边 会处理的 欧阳挂了电话 叶姑帆点点头 冲着欧阳竖起了拇指 看得漂亮 欧阳也开心的一笑 不管是不是那个女人在对我报复 先把屎盆子扣在她的头上再说 她想确诊旧巢 我绝对不让她如愿 谢谢你啊叶姑帆 又帮了我一次 不客气不客气 叶姑帆想了想到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就刚才打了一个机灵 别的没感觉啊 那是我给你的护身符在保护你 把护身符拿下来看看 欧阳点点头 从胸前取出了贴身收着的指幅 递给了叶姑帆 叶姑帆接过来 凑在鼻子前闻了闻 好香啊 你个死流氓 欧阳腾的一下红了脸 半衬半怒的捶了叶姑帆一拳 可是一拳打出 欧阳的脸色却猛的一变 因为就在指幅离身的这一刻 他忽然感觉到身上一凉 像是坠进了冰水里 眼肘着不对 叶姑帆击步上前 扶住了欧阳 怎么样 感觉到了什么 好冷 欧阳颤抖着说道 叶姑帆把欧阳扶在沙发上坐下 说道 坚持一下 看看有没有别的反应 欧阳点点头 咬牙坚持着 但是身体却一直在颤抖 几分钟过去 欧阳的脸色油白转红 最后竟然变得齿红一变 身体的颤抖 也变成了大幅度的摇晃 似乎随时会摔倒在地 叶姑帆 现在又不对了 身上 身上好烫啊 像是掉进了火炉里 欧阳痛苦地说道 别怕 行了 叶姑帆这才伸手 把纸服贴在欧阳的头顶上 两分钟以后 欧阳身上的症状褪去 脸色也渐渐恢复了正常 这该死的妖人用了什么妖法 这么厉害 欧阳心惊不已 不由自主地向叶姑帆身边靠了靠 要不是你的护身符 估计我现在已经没命了吧 叶姑帆握着欧阳的手道 没事了 我会帮你找出来那个妖人 不过 你的反应太激烈 让我有点琢磨不透了 对方究竟拿到了你的什么东西在做法 会有这么厉害的效果 通常来说会用什么来做法 头发指甲 女孩子的话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 什么东西啊 就是精血 叶姑帆说道 欧阳的脸色一红低头道 好可惜啊 叶姑帆咧嘴一笑 所以啊 用过的姨妈筋可不要乱扔呢 落在妖人手里可就危险了 可是我不是这几天 这个月还没来 难道是上个月的东西 落在了狐狸精的手里 可是上个月 狐狸精还不至于就有了害我的心思吧 欧阳尴尬地说道 叶姑帆沉音不语 也觉得这事蹊跷 欧阳是裁剪了头发 妖人有可能从理发店里获得了欧阳的头发 但是仅仅凭头发做法 不应该有这么剧烈的反应 想了半天 叶姑帆突然眼神一亮 问道 对了 夏夏 你们那里的小孩子会保留胎猫球吗 胎猫球 有啊 我的胎猫球就用线缝在我的衣服上 一直到七八岁都戴着 后来应该在我一件小棉袄上被我妈妈收着 欧阳说道 呃 那边有这么一个风俗 小孩子的胎毛剔下来以后 和呃 猫猫狗猫混合 揉成一个小球 呃 用绒布包裹着 让孩子随身带着 一般都是用针线 把胎猫球 定在尖头的衣服上 小孩子跑起来呢 把胎猫球一晃一晃的 格外可爱 打电话给你老爸 一定是你的胎猫球被人偷了 叶姑帆说道 那要不要紧啊 欧阳握着手机紧张的问道 有我在肯定不要紧 但是你先打个电话合适一下 也顺便揭穿狐狸精的阴险毒辣 叶姑帆说道 欧阳点点头 再次拨通了他老爸的电话 爸 我怀疑那个女人偷走了我的胎猫球 你看一看 看看我的胎猫球还在不在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 随后挂断 大约十分钟以后老欧阳的电话打了过来 欧阳迟下的胎猫球果然不见了 这个死狐狸精该有多么恨我 想让小八卧弄死 欧阳纷纷不已道 叶姑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这狐狸精一婚不散 我们要想一个腹地抽薪的办法才好啊 叶姑帆凶有成竹道 有我在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下下我们先睡觉 等到晚上就行动 揪出对你做法的人 睡觉 欧阳眉梢挑起 斜眼看着叶姑帆 各睡各的 那不是两张床吗 叶姑帆熙熙一笑 欧阳迟下想了想 点点头上楼而去 现在有人针对他做法 让欧阳很害怕 不敢回学校了 联想到苏倩被人做法的事情 欧阳就更加害怕了 留在叶姑帆的身边 那才叫百无禁忌 叶姑帆也睡了一觉 一边养好精神 应对晚上的情况 天黑以后 叶姑帆和欧阳吃了晚饭 一起上了二楼的楼顶 阴风一闪 女鬼贾秀姑也跟了过来 叶姑帆带上了一个坐垫 让欧阳在上面坐下来 夏夏 我还要利用你的感应 来确定一下 事发者的方位和距离远近 所以你还要摘下护身符 感受一下 叶姑帆拿出现香和香炉 在欧阳的面前点燃了 又取出一个罗盘 摆在香炉和欧阳之间 痛苦可以忍受 但是你要确保我不出事啊 欧阳坐了下来 摘下护身符放在一旁 放心吧夏夏 我可舍不得你出事 叶姑帆一笑 蹲在欧阳的身边 低头注视着罗盘 女鬼贾秀姑在一边 担任护法负责警戒 半晌没动静 欧阳左等右等 先前那种忽冷忽热的感觉 也没有到来 喂叶姑帆 怎么还没感觉啊 欧阳问道 这也没办法 只有等 叶姑帆也坐了下来 对方不做法 我就没有线索 只好等着 会不会引起他们的警觉 所以他们收手了 欧阳又问 叶姑帆正要回答 却突然举手 是欧阳别说话 欧阳一愣 随后身体一颤 那种冰冷的感觉 再一次熄灭全身 来了 来了 欧阳打着冷颤说道 坚持住 我再观察 叶姑帆不看欧阳 眼光只在箱头和罗盘之间来回转动 东风浩大 吹动欧阳头上的青丝 在叶姑帆的脸颊上浮来浮去 但是箱头上的烟气 却逆风而来 从西向东飘向欧阳的方向 同时 罗盘的指针也晃动起来 指着西方不住的摆动 秀姑 从这里向西搜查 十里之内有可疑的地方 你可回来通知我 叶姑帆挥挥手 对贾秀姑下令 贾秀姑得令化作一道迎风 悠悠而去 叶姑帆这才看着欧阳问道 想想还能坚持吗 好冷 欧阳压关打颤浑身颤抖 可见正在忍受巨大的痛苦 知道你很难受 可是还要坚持一下 要人不找出来 迟早还是会祸害你 叶姑帆握着欧阳的两手安慰道 我可以坚持 不过你可以抱着我吗 欧阳痛苦地说道 叶姑帆点点头 坐在欧阳的身边 将他揽在怀中 蜷缩在叶姑帆的怀里 欧阳稍稍心顶 身体的颤抖也好了一些 但是没过多久 欧阳身上的阴冷感褪去 那种燥热又突然袭来 忍受不了这种折磨 欧阳的双手死死 抱住叶姑帆的腰 忽然一张口 咬在叶姑帆肩头上 叶姑帆痛得一抽 发出一声压抑的惨叫 欧阳清醒过来流泪道 对不起叶姑帆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没事 你要是难过我就再咬一口 反正我一百多斤 够你吃几顿的 叶姑帆忍着痛笑道 叶姑帆 我喜欢你 欧阳流着泪 垂头在叶姑帆的胸前 喃喃的说道 此时的欧阳 神志半清醒半昏迷 算得上真情流露了 换做平时他还说不出口 毕竟作为女孩子 主动开口表白 有点抹不开意思 叶姑帆 其实我 我也喜欢你 叶姑帆似乎费了很大的劲 才接了一句 骗我 你喜欢我 为什么一直没给我表白 欧阳突然狂怒起来 又一张口咬在叶姑帆的 另一个肩头上 叶姑帆痛得掉眼泪 但是忍着不动 阴风互动 女鬼贾修姑飘了回来 叶姑帆急忙拾起地上的护身符 啪的一下贴在欧阳的脑门上 欧阳嘴里英宁一声 身体一歪 软绵绵的倒在了叶姑帆的怀里 修姑 找到了吗 叶姑帆搂着欧阳问道 找到了 在西郊的一个农庄里 我发现了欧阳池下的牌位 还有做法的妖人 贾修姑说道 妖人是谁 是不是李伟年 叶姑帆问道 贾修姑摇头 不是 是一个黑衣蒙面人 看身材是个女的 我担心被察觉 不敢看太久 也不敢靠近 从窗户外面扫了一眼就回来了 女人 叶姑帆点点头道 知道了 等一下你带我过去 我要活捉他 说话间 欧阳的身体一动 醒了过来 躺在叶姑帆的怀里 呆呆的看着叶姑帆 夏夏 没事了 那个做法害你的妖人 我也找到了 叶姑帆轻柔欧阳的肩头道 我扶你下去休息一会儿 然后就去找那个妖人 欧阳渐渐明白过来 坐直了身体道 我也要去 我去看看那个人究竟是谁 先回屋里休息一下 不急 叶姑帆收拾好东西 扶着虚弱的欧阳 缓步下楼 在楼下的沙发上坐下 欧阳喝了一杯茶 终于慢慢的恢复了精神 突然想起刚才咬了叶姑帆 然后又开口表白的视角 欧阳的脸上一阵飞红 怎么了夏夏 是不是不舒服啊 叶姑帆问道 不是 没事了 欧阳慌乱的摇摇头 叶姑帆关心欧阳 不由非说抓过他的手腕 查看麦西 确认没事以后 叶姑帆才放下手来说道 夏夏 你又在这里待着 护身符带在身上 我带着假修姑去抓那个妖人 对付妖人可不像对付僵尸啊 凶险很大 嗯 你要是一起去了 我就得分心照顾你 容易失手 知道吗 欧阳想了半天 拉着叶姑帆的手 行 我听你的 可是你也要注意安全 你发现 这个地球上 能够伤害我的人 还没有出生呢 叶姑帆得意的一笑 安慰了欧阳几句 带着假修姑出门而去 欧阳以为相送 就像一个贤惠的小媳妇 直到叶姑帆的身影 消失在远处的人群中 欧阳才拉上卷扎门 坐回茶几 默默发呆 出了养生馆 叶姑帆走到马路边 来了一辆出租车 向西而去 女归假修姑 隐身相随 就钻在叶姑帆的衣袖里 横穿了半个肥城 出租车在郊区的一条公路边 停了下来 叶姑帆下车 张望了一番之后 说道 修姑 带路 假修姑也不回答 直接化作一道阴风 向着偏远出的一点灯火而去 为了让叶姑帆可以清晰的看到自己 假修姑 特意卷起一个塑料袋子 作为标志 塑料袋飘飘荡荡 卷向一个农庄 叶姑帆背着急的盒子 在暗夜里行刑 农庄的规模不小 占地广大 四周有围墙 看不见里面的场景 叶姑帆来到东边的围墙下 抬头查看 准备跃墙而入 假修姑的声音飘来 说道 法师 有个蒙面人也过来了 在你身后的墙角那边 叶姑帆吃了一惊急忙回身 悄悄地靠近围墙东北角 五角不巧地 恰在此时 东北角的一个人影闪身而出 和叶姑帆正面相对 那人见了叶姑帆更是猛之一惊 烧烧一愣之后转身就走 叶姑帆先前得到了假修姑的提醒 所以早有准备 随即纵身而起 将那个蒙面人扑倒在地 什么人 蒙面人被叶姑帆铺了一个成轴 挣扎不起低声喝道 干什么偷袭我 听声音竟然是一个年轻女人 偷袭你妖人 今天人赃病祸 叫你知道小爷的厉害 叶姑帆咬牙切齿 骑在蒙面人的身上来拧他的手臂 可是没想到 那人的手臂就是翻转过来 一到白宫向着叶姑帆的咽喉横走而来 哎我擦 叶姑帆吃惊不小 猛的一仰头 来躲避蒙面人手里的力气 匪 匕首的利刃从叶姑帆胸前扫过 在他的衣服上 拉出一条一尺多长的口子 因为叶姑帆向后仰 所以对蒙面人的控制自然没那么力道了 蒙面人趁机悦起 向来路飞奔 假修姑一看不对 虚张声势 呼的迎头赶上 献出人形张牙舞爪的一笑 蒙面人错不及防 脚心一顿 但是身后风声一动 叶姑帆再一次赶到 一脚踢在蒙面人的腿弯上 将他踢倒在地 小奶奶敢动刀子 叶姑帆一手按住蒙面人的左手 另一手吃无风剑 横在他的脖子上 低声喝倒 再等我杀了你啊 蒙面人仰面躺在地上 眼中怒火喷发 骂道 够贼 你是苗阿修的什么人 是不是他养的小白脸 苗阿修 小白脸 叶姑帆一呆 随口回道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倒是你的小白脸 说吧 叶姑帆用命令 假修姑道 修姑 扯去他的头罩 假修姑得令 一伸手 扯下了蒙面人的头罩 月色下 一张绝美的脸 映入了叶姑帆的眼中 没想到这个蒙面人 居然是一个很高冷的年轻美女 看年纪不够二十一二岁 只是因为愤怒 她的脸看起来横眉立目 少了几分温柔 这么年轻的妖人 叶姑帆一愣 心里想 看面相怎么不像坏人呢 狗贼 拿开你的手 要不我就杀了你 蒙面人扭动着身体 眼中有泪水流出 叶姑帆一时都不妥 带着那人的手 往下移动了一点 低声喝倒 我没打算杀你 但是你要说清楚 你躲在这里 利用胎毛球做法陷害欧阳之下 究竟是谁指使你的 好不容易抓住了妖人 叶姑帆自然不敢随便放手 所以一定要把话问清楚 什么做法 地上的美女一呆说道 我从来没有利用胎毛球做法 也没有害过谁 我是来这里找人的 啊 难道我认错人了 叶姑帆沉咽了一下 又问道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是不是这个农庄的人 这个与你无关 狗贼 你放开我 蒙面人又在叶姑帆的身下扭了几下 叶姑帆用力压住 说道 你不说清楚我就不放你 你不放我 我就咬身自杀 蒙面人凑了叶姑帆一口 叶姑帆扭头让过 而却松开左手捏出了蒙面人的下巴 再玩手里想自杀也没忙 美女 我不想为难你 还是老实交代吧 蒙面人的嘴巴被叶姑帆捏开 口中呜呜的叫着 眼泪流的更加汹涌了 贾秀姑犹豫了一下说道 发誓 这个人的身材和先天做法的人不太像 这人高一点 那个做法的矮一点 可能我们真的弄错了 弄错了 叶姑帆一呆 迟疑着松开了手 可还没起身 地上的美女一巴掌抽了过来 啪的一声 扎扎实实的印在叶姑帆的脸上 喂 你为什么打人啊 叶姑帆捂着火烂烂的脸 瞪眼道 狗子 你今天侮辱我 我一定叫你不得好死 蒙面人从地上跃起 一挥手 无数细小的黑虫 向叶姑帆飞来 那些黑虫数量众多 却又急急细小 飘在空中像是一团黑雾 还没飘到眼前 叶姑帆就闻到一股腐朽的尸骨之味 虎虫 叶姑帆不敢怠慢 随即退后几步 从口袋中抽出一张纸服 迎风一晃 化作一团火焰 在脸上搓了搓 然后向着黑虫弹出 甲修姑掩了援手 化作迎风迎头吹来 将黑虫刮散 蒙面人一顿 不敢恋战 转身变走 可就在这时候 墙角处却忽然转出七八个大汗 手持棍棒刀枪铺来 口中大叫 有罪有罪 不等叶姑帆等人开口 那些大汉手里的家伙 已经招呼过来 蒙面女手当其中 抬脚踹到了两个 骂道 苗阿秀的狗腿子们 你们的主子在哪里 叫他出来 怎么又说苗阿秀了 叶姑帆心中呼吁 手上却不留情 一番手将吴峰剑握在手中 当成铁棍一通乱打 对方人多身强体壮 就是没有什么功夫 叶姑帆形同鬼魅出手果断 和蒙面女同时发力 不到两分钟 便将这些人全部干翻在地 蒙面女 且叶姑帆 也痛打这些大汉 不由的正正发呆 喂 这些傻伙是来对付你的 还是对付我的 叶姑帆看着蒙面女问道 蒙面女还没回答 却突然听见 汽车轰鸣声 从农庄里传来 然后一辆轿车飞野似的 冲出了农庄 向西飞奔而去 看着前方飞驰的轿车 蒙面女一跺脚 恨恨抖 苗阿秀 铁牙海角 我也不会放过你 说吧 蒙面女转身便走 也不看叶姑帆 叶姑帆想了想 快步赶了上去 收到 小姐 我们刚才可能有点误会 请留步 听我解释一下 蒙面女退后一步 纷纷地蹬着叶姑帆 要是已经跑了 你好解释什么 这样吧 为了表示诚意 我先说 叶姑帆笑了笑 收到 我是毛山弟子 我的一个朋友被人做法 经过我的查访 发现妖人藏匿在这里 所以追了过来 没想到冲撞了小姐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道歉 我赔礼 你是毛山弟子 蒙面女的脸色稍稍缓和 问道 叶姑帆点头 千真万确的毛山弟子 我来这里呢 也是寻找妖人的 只不知道 那个妖人是不是你口中的苗阿秀 应该是她呢 她是苗江巫女中的佼佼者 擅长各种古术 只可惜 我们的打斗惊动了她 让她跑了 蒙面女说道 跑了没事 我总会抓住她的 叶姑帆看着眼前的美女道 小姐 你怎么称我 和苗阿秀之间什么恩怨呢 我姓迪 单名一个云子 蒙面女犹豫了一下 终于说道 苗阿秀是我的师叔 她害死了我的母亲 原来迪运小姐是来清理门户的 叶姑帆收起嘻笑 正色道 在下叶姑帆 虽然没什么大本事 但是愿意和你一道找出这个妖人 迪云哼了一声道 要不是你捣乱 我早就抓住她了 放心啊 咱们是有非敌 下次保证不会捣乱了 叶姑帆回身看着农庄道 迪小姐 我们既然来了 不进去查看一下吗 虽然妖人跑了 但是去农庄里搜查一下 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线索呢 人都跑了还查看什么 你不是随身带着鬼老婆吗 让她去给你看看就好了 迪云冷冷的说道 诶 那不是鬼老婆 是个鬼丫鬟 叶姑帆想了想 对贾秀姑下令 让她飘进农庄里查看 贾秀姑得令 话疯而去 迪云也不说话 转身一往前走 迪小姐 等会儿 我们一起走 叶姑帆身后拦住 说道 不知道迪小姐 在飞城什么地方落脚 可不可以留个电话 我们互通要人的情况 我在飞城大学 对面开了一个悬门养生晚 如果迪小姐不嫌弃 欢迎前去参观 知道了 有飘的时候我会去找你的 迪云打开叶姑帆的手 大步而去 叶姑帆怂怂间摇摇头 又塌了一口气 本以为今晚手到前来抓住妖人 解决欧阳的后顾之忧 谁知道遇上了迪云 闹了一场乌龙 被妖人趁机逃脱了 贾秀姑飘了过来说道 法师 除了被打伤那些人之外 农庄里空无一人 欧阳池下的牌位也被带走了 知道了 跟我回去吧 叶姑帆无精打采的挥挥手 走向公路 辗转回到养生馆门前 已经是下半夜了 叶姑帆鼻子抽了抽 怎么会有炮竹的硝烟味呢 叶姑帆正要开门 却发现有黑影 从街对面的垃圾桶后面撞起 向北狂奔而去 李伟年 你不用跑了 我看见你了 叶姑帆吼了一声骂道 灰灰碎碎的 躲在这里干什么 早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 但是李伟年也不答话 迅速逃窜 轻客皆消失不见 欧阳依旧没有睡 在楼下的茶几边等着 见到叶姑帆 欧阳急切的道 叶姑帆你可回来了 外面一直有人在捣乱 叶姑帆点点头 放下集的盒子道 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李伟年 躲在对面的垃圾桶后面 捣乱的一定是他了 他怎么捣乱的 告诉我 我绝对不放过他 是李伟年 不会吧 欧阳愣了一下 说道 他也没做什么 就是在门外放鞭炮 半天一个半天一个 一直没停 放鞭炮 叶姑帆眼珠一转 笑道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李伟年是怕我错法 再次进入杨绿珠的梦里 所以在门前放鞭炮 惊扰我 叶姑帆笑道 欧阳迟下一愣 随即缓缓变了脸色道 叶姑帆 你果然对杨绿珠做了法 你先前不是很无辜 说什么都没干吗 这个 叶姑帆大酒 心里按摩自己 怎么就突然露了嘴呢 欧阳垂下眼帘道 叶姑帆 杨绿珠虽然漂亮 但是他却不喜欢轻浮之人 你好自为之 我先走了 叶姑帆急忙扯住欧阳说道 夏夏 你想到哪里去了 你以为我做法轻薄了杨绿珠啊 那你干什么 进入了别人的梦里啊 欧阳问道 还不是为了苏倩的案子 叶姑帆塌了一口气道 李伟年的确值得怀疑 我想查清楚 所以就从杨绿珠下手 如果有妖人潜伏在学校里 对你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说来说去呢 我的本意 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欧阳沉默了一会儿 又问 那你为什么 不直接进入李伟年的梦里 而是选择了杨绿珠 同性相至啊 男人无法进入男人的梦 叶姑帆耸耸肩 好吧 总之杨绿珠不是坏人 叶姑帆 你也别去打扰人家了 欧阳说道 行行行 我听你的 以后不骚扰他了 叶姑帆嘻嘻一笑 推着欧阳来到茶几边坐下 说道 听我说说今晚的事 那个妖人跑了 没抓住 欧阳有些担心 说道 跑了 以后还能找到吗 别担心 要我给你的护身符 他们也无计可施 而且我还会继续寻找的 叶姑帆把今晚的事和欧阳说了一遍 正说着话 叶姑帆的电话响了 是警官郑瑞打来的 电话里正瑞发牢骚道 叶大师 你不是说今晚联系我吗 我都等了半夜了 也没听见你的电话呀 有点突发事件耽误了 叶姑帆下午睡过一觉 精神正好 说道 你还没睡吧 你说的那个李文燕住在哪里 方便的话 就带我过去 我来查一查 我在梧桐街的巷口 快出来 正瑞懒洋洋的说道 叶姑帆挂了电话 让欧阳先睡觉 然后再次背起鸡的活 带着贾秀姑出门而去 街口处 正瑞带着法医张云华 正坐在一辆轿车里等候 叶姑帆开门上车道 直接带我去那个李文燕的住住 我有办法对付他 正瑞打火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叶大师 但是 其实苏倩的案子也就那样了 就算查到李文燕做法的证据 对外 我们也只能宣布 苏倩坠楼身亡 请你彻查的目的 是我们自己的好奇心 说白了 想见识一下你们毛山树的神奇 张云华在一边点头 我理解你们的处境 也知道这个结果 叶姑帆笑了笑 但是我的目的是借助你们的手 把李文燕抓起来 苏倩的案子对你们来说 可能无法固定证据 但是我相信李文燕作恶 不止这一桩 如果我找到其他案件 希望你们作为突破狗 抓捕李文燕 承千除恶是我们的职责 请放心 只要你有证据 我们一定不会放过李文燕 张云华微微一笑 说话间 轿车向前急驰 在翡翠河畔的一个别墅区 东墙外停了下来 李文燕就住在这里 叶大师要不要进去 正瑞扭头看着叶姑帆问道 不用了 告诉我具体位置就下 叶姑帆说道 北边最后一排 最中间的一家 翡翠河畔 九十八号 好 叶姑帆点点头 看着空气说道 秀姑 你进去查看一下 看看他的房子 有没有什么布置 如果有 回来告诉我 先不要采取行动啊 知道了 法师 贾秀姑也不现身 答应一声 呼呼地飘了过去 张云华和正瑞都吃了一惊 举目思看 却看不到贾秀姑的所在 叶大师 刚才说话的是谁啊 张云华 车惊地问道 是我抓来的一个女鬼 怕吓着你们 所以没让她出来 叶姑帆淡淡地说道 没想到 世上真的有鬼魂 张云华和正瑞对视一眼 各自惊悚 叶姑帆笑了笑 坐在车里等着 不过三分钟后 一道阴风在车城外盘旋 贾秀姑的声音传来 法师 李文彦的房屋四周 尽致很大 到处都是八卦和福州 其中还有龙虎山的福州 我无法介入 这孙子有点本事啊 居然可以求到龙虎山的福州 叶姑帆拆音了一下 转脸看着正瑞道 暂时不好动手 等我另想办法吧 正瑞打了一个哈欠刀 啊 好 等你电话 几日原路返回 回到梧通街 叶姑帆回到养生馆 在了自己的房间里睡觉 而此时的欧阳 已经在另一间房里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叶姑帆送欧阳去学校上学 林伟年依旧在校门口值班 顶着两个黑眼圈 一看就是昨晚没睡好 李大爷 昨晚做贼去了 怎么看起来顺便不足啊 叶姑帆讽刺了一句 做贼总比做妖人好 小同学 没有正切谢绝入内 李伟年伸出手拦住了叶姑帆 我没打算进去啊 嘿 李大爷看门真是一把好手啊 叶姑帆哈哈一笑 转身而去 看着叶姑帆的背影 李伟年也冷笑 心里还想 等到今天下午谋神长叫过来 再让你小子笑 叶姑帆刚刚走开 站在学校门前的另一个平头青年 便用眼光询问李伟年 李伟年一点头 那个平头青年矫急的一笑 尾随叶姑帆而去 此人叫杨栓珠 杨绿珠的同胞弟弟 李伟年担心叶姑帆的妖法 会伤害杨绿珠 所以通知了栓珠 栓珠最喜欢姐姐杨绿珠啊 一听这话 立刻就从山城赶了过来 准备对付妖人 保护姐姐 话说 叶姑帆向前走 打街上都是年轻人来来往往 所以他也没有意识到有人跟踪 杨株几步追上 伸手在叶姑帆的后背一拍 开口道 兄弟问个路 叶姑帆停住脚步回头道 什么 哦 我是来这里找人的 请问一下梧桐街在哪里啊 杨株装出一副厚道的样子 问道 其实刚才的一拍 杨株已经做了手脚 在叶姑帆的身上 粘了一张纸条 那边就是梧桐街了 看到没 叶姑帆用手一纸接口 继续向前晃道 这时候是学生们上学的高峰期 大学门前的马路上 人潮不断 叶姑帆一边散步 一边看美女悠哉悠哉 可是无意中叶姑帆发现 许多人对自己指指点点 尤其是那些美女们 几乎每个看到自己啊 都无嘴切笑 这些人冲我笑什么呀 叶姑帆一愣 低头检查自己的裤子拉链 可是裤子拉链好好的 并没有裂开 这些人一定是被我的帅气所蛰伏的 叶姑帆也一笑 继续晃荡 豆比强从身后追来 拦住了叶姑帆 问道 叶大师 你为什么要骂自己啊 哎 我什么时候骂自己了 你的身后贴着一张纸条 上面有字 我是王八段 豆比强迟疑了一下 说道 我靠 怎么会有条子 这叶姑帆反手一抓 果然从背后扯下一张打印纸来 上面有大字 我是王八蛋 豆比强忍着笑 问道 这个不是你自己贴的 不是 叶姑帆瞪了一眼 眼珠一转 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 一定是刚才问路的小子干的 因为他拍过自己的后背啊 想清楚了中间的玄机 叶姑帆冷笑了一声 转身想回走 打算寻找那个恶作剧的孙子 可是大学门前人来人往 那个平头青年早没有了踪影 臭小子 总有一天遇上你 让你知道厉害 叶姑帆骂了一句 走向自己的养生馆 做好的门头 装修工人送了过来 正在安装 门头挂起来 果然气派了许多 叶姑帆当门而坐 躺在摇椅上拿出掌柜的派头来 等待顾客的来临 可是一直等到中午也没见到有人过来 倒是有不少路人驻足打量 投来好奇的目光 因为大家不知道 这玄门养生馆到底是做什么营生 也有街坊隔壁来串门 那个该洗店的女老板问 小老板 你这养生馆是做什么生意的 什么生意都做 解决一切问题 叶姑帆熄熄一笑 该洗店老板摇摇头 转身而去 心里想 这小伙子一定是神经病 中午时分 欧阳迟下下了课 从学校赶了过来 看见那气势庞大的门头招牌 欧阳一笑 调皮的抱拳公手刀 叶老板开门大吉啊 叶姑帆也站了起来 抱拳还礼 长忙急啊 今天开业大喜 我请客 不醉不归 以醉方秀 说吧 两人一起大笑 自娱自乐 可是笑着笑着 叶姑帆的脸色突然一变 呼的一把 扯下了卷扎门 拉着欧阳池下 向炉上狂奔而去 因为啊 叶姑帆看见了最不想看见的人 他看到了大街上趾高且扬的李伟年 带着目光呆滞的万树膏 正向着自己的养生馆走来 怎么了 你发什么神经啊 欧阳大惑不解 跟在叶姑帆的身后问道 不好了不好了 世界末日到了 叶姑帆拉着欧阳道 李伟年这个狗日的啊 居然请来人对付我 李伟年请人来对付你 你害怕 欧阳问道 我当然害怕了 你知道他请的是谁吗 那是我茅山的掌教真人啊 叶姑帆一口气冲到二楼 看着欧阳道 下下 我要避避风道 养生馆就交给你了 否则被掌教真人抓住 我小命难保啊 欧阳吃了一惊 张口道 这么严重 你不知道 我这次是偷跑下山的 而且还放跑了一个千年女鬼的 叶姑帆叹气 又周梅道 可是李伟年 跟我们掌教真人什么关系啊 居然可以请他出来 邪门了 欧阳面色紧张 扯着叶姑帆的衣服不放 说道 叶姑帆 要不我俩一起跑吧 否则你们掌教真人 肯定会对付我啊 他要是抓了我 一番考打逼问怎么办啊 这个你放心 茅山是名门大派 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的 叶姑帆打开后窗道 而且啊 茅山真人很快就会回去 因为茅山不可无主的 等他回去了 我在来找你 保持电话联系就行 我先走了啊 说吧 叶姑帆背好急的盒子 茅幼钻出了后窗 从二楼后墙纵身而下 溜之大吉 养生馆刚刚开张 就这样关门了 开业大不起啊 这话门两头 叶姑帆跑了 欧阳直下心情忐忑 站在后窗边发呆 哗哗哗 楼下的卷闸门被吹得山响 一下中死一下 欧阳咬咬牙走下楼来 一边开门一边吼道 外面敲什么敲 够了没有啊 拉开卷闸门 果然是李伟年带着一个拉的胖子 站在门外 那胖子满头白发乱糟糟的 架着眼镜框 啊 近视眼目光有些呆滞 哎 这就是叶姑帆所说的毛山长叫真人吗 怎么一点先锋倒鼓没有 跟流浪汉似的 欧阳心中疑惑 口中问道 你们找谁 李伟年探头朝里面张望 说道 我找那个会妖法的小子 同学 他是不是跑了 是啊 他跑了 你们自己去追吧 欧阳闪开在一边冷冷的说道 不过 当心我告你们私闯民宅 李伟年是一个守法公民 不敢上楼查看 便转脸看着万叔高道 万哥 那小子跑了 估计是知道你的威名 我敢跟你打照面啊 下一班 我们怎么办 万哥 叫他这么亲切 看来李伟年和这老胖子 关系非浅 欧阳暗自心惊 偷看老胖子的反应 万叔高皱起眉头 在门边的躺椅上坐了下来 好了也没事 等我通知龙虎山和葛藏山 联合天下到门一起捉摸他 对了 他是哪个门派的 叫什么呀 来历不明 不给我打听了 好像叫做叶姑帆 什么 叶姑帆 万叔高蹭了一下站起来 一把揪住李伟年的一领道 你再说一遍 他是叶姑帆 欧阳和李伟年同时吓了一跳 一起瞪眼看着万叔高 是啊 他就叫叶姑帆 万哥 你听说这个小妖人了 李伟年迟疑着问道 万叔高却突然呆住了 半天不回答 木桩一样站着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万哥 你怎么了 李伟年小心翼的问道 万叔高这才醒过来 在躺椅上重新坐下 挥手道 没什么 没什么 欧阳和李伟年都很纳闷 但是万叔高就摸着下巴 皱眉不语 半赏李伟年忍不住 问道 万哥 你是不是认识这个叶姑帆啊 万叔高头脑有点毛病 想着想着就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随口道 认识啊 怎么不认识呢 叶姑帆嘛 小王八蛋 你真的认识他 这小子究竟是带个门派的 哦 你不知道 他就是二苗哥收的徒弟 叶姑帆 万叔高摇摇头站了起来 这小王子 偷宝下山 原来来肥城了 对了 他是和一个千年女鬼私奔的 那个女鬼你们有没有见到 哐当 李伟年一屁股跌坐在地 又惊又喜又好笑 又愤怒 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 说道 万哥 你说叶姑帆是二苗哥的徒弟 万哥 你没有票吧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万哥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一边的欧阳看傻眼了 心里想 难道这李伟年和叶姑帆的师父也认识 而且看着表情 又想哭又想笑的 似乎感情特别深啊 万叔高扭头看着李伟年道 你头脑有毛病吧 叶姑帆就是丁二苗和季萧萧的徒弟啊 你不知道啊 这小子七岁上山 一直跟着我 前不久偷偷下山的 你又哭又笑的干什么呀 原来是二苗哥的徒弟 这小兔崽子 这小兔崽子 李伟年从地上爬起来 兴奋的搓着手 两头乱转 有点喜不自胜 欧阳狐疑的看着想问点什么 但是终究没有问出口 对了 我要告诉绿珠 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喜事 看到叶姑帆 我就像看到二苗哥一样 真亲切啊 绿珠要是知道了 一定和我一样高兴 李伟年神经了半天 突然眼睛一亮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要给杨绿珠打电话 亲切 一见面就要逗个你死我活 也要亲切啊 欧阳彻底糊涂了 李伟年钻着电话 可是却半天打不通 电话里有提示音 绿珠关机了 怎么会关机呢 绿珠从来不关机啊 李伟年挂了电话 郁闷的自言自语 万叔高的眼神突然有了光彩 坏笑道 李伟年 是你家绿珠一经便利 爱上小白脸不要你了吧 欧阳听着一呆 这一把年纪又是毛山长教 怎么说话如此轻薄 李伟年的脸色一红道 万哥 你胡说什么 绿珠是那种人吗 走 我们回学校看看 把叶孤帆是二苗哥徒弟的事 告诉绿珠 然后李伟年又看着欧阳道 对了 欧阳同学 麻烦你转告叶孤帆 大家都是自己人 他的师父丁二苗 是我的铁哥们 当年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 他的师娘季萧萧和绿珠 也很贪的来 其如姐妹 你让叶孤帆回来吧 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了 他回来我和绿珠请他吃饭 当然也请你 欧阳的脑袋有点不够用 说道 不会吧 叶孤帆的师娘和杨绿珠 其如姐妹 杨绿珠才多的 这事三言两语说不清 等叶孤帆回来 我们坐起来好好说说 你就知道了 李伟年音笑挥挥手 拖着万叔高儿去 这头什么鬼啊 叶孤帆的师父和李伟年 又是什么关系呢 欧阳参详不透其中的复杂关系 愣了半赏 拿出手机 给叶孤帆打个电话 可是奇怪了 叶孤帆的电话也打不通 花开两朵个表一枝 叶孤帆从养生馆后院翻墙逃出 狼狈而逃 说起来也是凑巧 刚刚转过一个墙角 叶孤帆却一眼看见了 那个问路的平头青年 真的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叶孤帆大喝一声 扑着上去骂道 臭小子别跑 拴住功夫不行 自然不是叶孤帆的对手 被叶孤帆当场制住 说啊 和李伟年什么关系 叶孤帆将拴住啊 抵在墙角问道 是不是李伟年叫你在我身上贴纸条呢 什么纸条啊 我不知道啊 拴住死不认账 哥们 你认错人了吗 你说的李伟年是人是狗 我也不知道啊 我不认识 嘿 你还敢狡辩啊 叶孤帆看着是前后无人 忽然抽出了万人斩 指着拴住两腿尖道 信明信我今天咽了你 别别别 别动家伙啊 拴住立刻变色 求饶道 兄弟有话好说 你收起武器吧 拴住投胎 并没有懈怠前世记忆 但是他以前做鬼的时候 见过万人斩 所以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恐惧感 见到万人斩 他灵魂山珠的恐惧又出来了 因此求饶 跟我走 找个没人的地方 慢慢说 叶孤帆哼了一声 揪住拴住的衣领 带他上了一辆出租车 向着东郊而去 半个小时以后 叶孤帆将拴住 压到了东郊的一个废弃的窑场里 臭小子 说说 和李伟年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整顾我 叶孤帆逼使着拴住 观道 我是 我是杨绿珠的弟弟 其实和李伟年没有太多的关系 拴住不敢隐瞒 说道 李伟年说 你会妖法轻薄我姐姐 所以叫我过来保护姐姐的 叶孤帆扑的一笑道 就你也能保护你姐姐 告诉你吧 我现在去要了你姐姐做老婆 你也没办法 哥们 别这样 李伟年会杀了你的 双柱可怜巴巴的看着叶孤帆到 有李伟年在 任何人都别想接近我姐姐 是吗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 叶孤帆冷笑 从双柱的口袋里搜出手机 查找通讯录 翻出绿珠的号码打了过去 电话通了 绿珠在那边问话 双柱什么事 杨绿珠 双柱在我手上 叶孤帆黑黑一笑道 限你半个小时 来东郊 扶错路的红星专邀厂 记住啊 只能你自己一个人来 不许让任何人知道 否则你就等着给你弟弟收拾吧 为了让杨绿珠相信 叶孤帆还特意给双柱照了照片 发给了杨绿珠 双柱急得两眼冒火 吼道 喂你过分了吧 别怕 我不要你姐姐做老婆的 我要她过来是找她谈谈 叶孤帆冷笑说道 欺负女人不是我的习惯 说完这一句 叶孤帆想了想 再次不通绿珠的电话道 现在就关机了 不要和任何人联系 否则后果自负 绿珠吓得慌忙答应 行行行 你别为难顺着 什么都好说 然后绿珠真的关了手机 打车向东郊而来 叶孤帆担心绿珠报警 警方会定位自己的手机 所以犹豫了一下也关了手机 这就是李伟年和欧阳 分别打电话都无法打通的原因 话说绿珠晃晃晃晃的赶来 找到红星拽妖厂的时候 时间才过去二十几分钟 叶孤帆从暗处闪身而出 笑嘻嘻的看着杨绿珠道 杨小姐这边 刘绿珠呢 你把他怎么样了 绿珠紧张焦急的问道 绿珠听见声音 在废弃的砖房里大叫 姐姐我没事 你不要过来 这狗贼对你心怀不轨啊 闭嘴 叶孤帆好气又好笑 喝道 我要是对你姐姐心怀不轨 在梦里就可以下手了 为什么废这事让他过来 杨绿珠走到废弃的砖房里 看见杨组果然没事 只是被反绑了双手 请问 你把杨组抓来干什么 我们姐弟俩自我没有得罪你的地方 他戏弄我 在我背后贴了一张纸条 说我是王八蛋 对我的形象构成了严重的伤害 所以啊 你这个做姐姐的 要跟我一个说法 叶孤帆强词夺理说着 绿珠看了看杨组问道 是这样吗 杨组 杨组底下头来 默认了这回事 你看啊 他承认了 我可没有诬陷他 叶孤帆说道 绿珠整了整衣服 向叶孤帆鞠躬失礼 设地无知 冒犯了尊家 我带他赔礼 还希望尊家高抬贵手饶他这一次 行了行了 见到杨绿珠如此庄重 叶孤帆终于有点不好意思 挥挥手道 人你带回去好好管教吧 我也不留他 但是有一件事 我要问问杨小姐 还希望杨小姐不要隐瞒 行 这要是能说的事 我一定会说 嗯 李伟年为了对付我 请来了毛山长叫万叔高 我想问问 李伟年花了多少钱才请同那人呢 吕珠微微一笑道 这件事可以告诉你 万叔高的确是李伟年请来的 但是没有花一分钱 因为万叔高和我们是老相识 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了 二十年前万叔高就认识你 叶孤帆惊掉了下巴 问道 那时候 你才出生他就认识你了 是的 而且我也认识他 因为我是带着前世记忆来的 绿珠再次点头 又道 事不相瞒 在我脱胎之前 做孤婚野鬼的时候 就和万叔高认识 他和李伟年以兄弟相称 李伟年请他来只需要一个电话 我靠 难怪李伟年底气很足啊 原来和长教真人是兄弟 叶孤帆拧着眉头道 呃 杨小姐 你们和万叔高是怎么认识的 可以说给我听一下吗 这件事颇有些复杂 真的是说来话长 绿珠犹豫了一下 说道 说起相识的源头 还牵连到另一个毛山高人 丁二苗 诶 什么 丁二苗你们也认识啊 叶孤帆只觉得天雷滚滚 咱们这小丫头还认识师父啊 绿珠不知道叶孤帆吃惊什么 点头道 我们和丁二苗之间关系更好 只是二苗哥移去十五年 杳无音讯 嫌犯陆阁 无法得见音容 而且我得以投胎为人 都是二苗哥的恩赐 真的假的 叶孤帆口中冷笑 心里却想 一定是李伟年从万叔高的口中 得知了自己的时称来历 然后套路给了绿珠 而绿珠又来编故事 诶骗自己 冒称师父的朋友 在辈分上占自己便宜 绝无假话 请不要怀疑 绿珠说道 叶孤帆点点头 忽然一探手 取出了无风剑 再用力一抽 撑的一声响 万人斩 只在杨绿珠的胸前 绿珠吓一跳 往后退了两步 突然失声叫道 万人斩 二苗哥的万人斩 怎么会在你的手上 难道 你是二苗哥的传人 我操 居然连我的万人斩也认上 看来真的是师父的朋友了 叶孤帆心里无畏继尘 人愣了一愣 缓缓地收起了宝剑 请问 你是不是毛山弟子 是不是二苗哥的土地 杨绿珠查阴观色 小心翼翼地问道 哼 被你说对了 我师尊就是丁二苗 师娘就是季萧萧 师侄就是万如高 叶孤帆嘻嘻一笑道 原来你们认识我师父 真没想到啊 误会误会啊 你真的是二苗哥和萧萧姐的徒弟 绿珠大喜很失态地冲上来 抓住叶孤帆的衣袖问道 你师父师娘在哪里 他们现在好吗 叶孤帆心里一酸 沉默了一下 一手指天 师父师娘都已经死了 在天上 死了 谁告诉你 你师父师娘死了 绿珠一愣问道 掌教万叔高说的 也是他亲手 给我师父师娘做的牌位 早晚上枪 据我所知 你师父和师娘 是真的得到成仙去了 而不是死了 绿珠一笑道 二苗哥已经是不死不灭之神了 不会死的 而且他得到成仙以后 还回来过两次 我亲眼见识过他的神通 不过最后一次回来 是在十五年前 从那以后 就没有见到二苗哥了 你说我师父师娘没死 那他们在哪里 应该在大荒世界 怎么 万叔高没有告诉你吗 没有啊 叶孤帆摇摇头道 我七岁遇上了师父师娘 然后磕头拜师 师父又把我带回猫山 叫我给了掌教万叔高 第二天一觉醒了 师父师娘都没了 掌教这人说 我师父师娘都在天上 永远不回来了 然后给他们做了牌位 杨绿珠一跺脚道 这该死的万叔高 怎么能这样 祖咒二苗哥和萧萧姐 又对你隐瞒真相 实在过分 走我们去找万叔高 问个清楚 对于丁二苗和季萧萧 绿珠非常尊重 无异于再生父母 万叔高诅咒他们 让绿珠很生气 开玩笑也该有个分寸 是不是啊 叶孤翻眼珠一转 可怜兮兮的收到 岂止如此啊 掌教这人契合我师父 所以就折磨我 要不我也不会偷跑下山的 师父师娘不在 这些年我吃了多少苦啊 绿珠反身放开了栓柱 又道 没事的叶孤翻 我们一起去找你们掌教 让他以后对你好点 可人 杨小姐 我们之间的误会 你会不会记恨啊 怎么会呢 你师父师娘是我们的大恩人 知道你是二苗哥的徒弟 高兴还来不及 怎么会因为一点误会 而记恨呢 算了 我还是不去见掌教这人了 杨小姐 麻烦你转告一声 该回去的时候我就会回去的 叫他别找我 青山不改律师常聊 这就告辞了 说吧 叶孤翻一转身 一流烟的跑了 叶孤翻 叶孤翻 绿珠在身后大叫 可是叶孤翻越跑越快 转眼间消失不见 杨绿珠笑了笑打开手机 却发现几十条通知 都是李伟年打来的电话 接到绿珠的电话 李伟年立刻坐出租车赶来 带着万叔高 大家在半路上见了面 那个小王八蛋哪去了 他已经走了 不敢见你 杨绿珠看着万叔高 不无抱怨的说道 万哥 你也是的 你把年纪了一点都不庄重 祖座二苗哥死了 还折磨二苗哥的徒弟 万叔高大怒道 我什么时候折磨他了 这些年来一直是他在折磨我的 好好好 现在你们见到叶二苗的徒弟 就和我生分了 反过来帮着那小王八说话 行我走 以后找什么破事别来找我 说吧 万叔高竟然真的转身就走 这异常决绝 万哥 大家都是自己人 别这样 李伟年急忙扯着万叔高 满脸陪笑 万叔高一回手 扯脱了李伟年道 告诉叶姑帆 现在一月之内 抓到女鬼唐米尔 否则叫他以后别回毛山了 看着万叔高愤愤而去的背影 李伟年和杨绿珠秘密相去 杨组嘀咕了一句道 我看这些毛山弟子 没一个是好东西 杨组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我们姐弟二人得以投胎为人 都是毛山弟子的功德 没有毛山弟子就没有我们 李伟年组搬起脸 教训胞弟 杨组做了一个鬼脸道 姐姐 这些都是你说的 什么前生来生 我可没有任何印象 你从小就是奇葩 放着时间那么多的美少年不爱 偏偏爱上了老李大爷 咱姐都气得半死 老李大爷在一边听着老脸一红 却无言以对 行了行了 山主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再胡来说话 姐姐真的不喜欢你了 绿珠瞪眼 好吧姐姐 不打扰你和老李姐夫的幸福生活了 我也走回山城逍遥去 拜拜 山主摇摇头 也拦了一辆车扬长而去 李伟年和绿珠也拦了一辆车 返回学校 叶孤帆跑了 还发外数高 我们应该打个电话 给叶孤帆说一下吧 他是二苗哥的弟子 也就是我们的亲人 绿珠看着李伟年说道 那当然了 赶紧让他回来 我跟这小子好好喝几杯 李伟年兴奋的说道 得知真相 李伟年一直很激动 此刻还没有从激动中醒来 绿珠一笑 拨通了欧阳赤下的电话 约定在养生馆见面相谈 养生馆里欧阳煮了茶 招待和李伟年绿珠 这绿珠唯唯而谈 把当年和丁二苗的相识过程 和盘拖出 李伟年在一边点头 为绿珠作证 欧阳听得目瞪口呆 最后才拿起电话通知叶孤帆 门外嘻嘻一笑 叶孤帆的声音道 知道了我回来了 欧阳等人文言各自大喜 一起围了上去 叶孤帆你没事吧 欧阳拉着叶孤帆的手 关切的打量着 没事了夏夏 让你担心了 叶孤帆嘻嘻一笑道 坐吧 李大爷李大婶 绿珠脸色一红张口道 怎么这样称呼啊 李伟年是我师父的兄弟 你是他的老婆 我当然叫你李大婶呢 叶孤帆坐下来 给自己冲了一杯茶道 要不你说怎么称呼啊 喊你姐姐 喊李伟年姐夫啊 绿珠张口无语 欧阳呢 敏嘴而笑 可是绿珠年纪还小 这样称呼 会被别人笑话呀 李伟年不好意思的说道 在你面前 绿珠永远都是年纪小 他活到一百岁 而比你小二十多岁呢 叶孤帆坏笑道 李大爷 你怕别人笑话绿珠 就别跟他在一起啊 又想作用美人和他在一起 又怕人笑话你老婆正经 真是搞笑 蹚的一下 李伟年和绿珠都不说话了 满脸羞红 年纪相差太大 是李伟年和绿珠心里的伤 二十年前 绿珠的魂魄 初遇前世情郎李伟年 都是两相逾越 那因为绿珠死后 永远是十八岁的年纪 而那时的李伟年 也不过二十三四岁 虽然阴阳不同 但是从外表上看 年纪还是般配的 那时候 绿珠以为只要投胎了 和李伟年再续前世情缘 便是神仙般的日子 管他李伟年老成什么样子 只要两情相悦就好 可是现在绿珠才发现 人间有人间的苦恼 尤其是现代社会 信息发达 人心浮躁 说话更是不留情 作为一个青春少女 绿珠选择了糟老头的李伟年 也忍受了无数的白眼 和流言蜚语 都说真正的爱情 可以逾越一切鸿沟 但是世俗的眼光 你如何回避 只要你活在红尘之中 你就无法回避 叶姑帆说话难听 但是也是实情 如此想法的 更不是叶姑帆一个人 欧阳左右看了看 使眼色给叶姑帆说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吗 叶姑帆说点别的 对对对 我尊重李大爷和李大婶的选择 叶姑帆一文正经的看着李伟年和绿珠 大爷大婶 请发现 我以后再不打你们开玩笑了 欧阳忍不住 把嘴里的茶喷了出来 李伟年善笑着 搜长瓜肚的想要说点什么 可是口袋里手机一颤 电话来了 万哥打来他 李伟年看了看叶姑帆道 嗯 你们长叫真人打来他 听说是万叔高的电话 叶姑帆立刻收起了嬉笑的表情 点点头 示意李伟年接电话 自己把耳朵凑了过去 偷听电话内容 只听到电话那边万叔高说道 对了李伟年 我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 当年二苗哥离开的时候 曾经有过话 说你和绿珠的机缘 在叶姑帆的身上 你们夫妻俩好好的巴结叶姑帆啊 叶姑帆和李伟年听着都是一呆 李伟年问道 什么机缘 就是你和绿珠的烦恼 最后还需要叶姑帆解决 万叔高哼了一声 说道 就这样了 让叶姑帆早点去抓汤明儿 别的事我不管他 反正又不是我徒弟 李伟年还要再问 那边已经挂断了电话 叶姑帆正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说道 什么意思啊 我师父叫我照着你们 你师父当年是有过这些话 说我们的机缘还未到 等待他的徒弟出山 就会解决我们的烦恼 李伟年点点头道 真快啊 已转眼十五年过去了 绿珠默然不语 似乎有些惆怅 可是你们目前不是挺好的 你有什么烦恼需要解决啊 该结婚结婚 该生孩子就生孩子 就这样过呗 叶姑帆苦笑着问道 欧阳用胳膊捅了叶姑帆一下 其实他们很烦恼 只是不好意思说 这种烦恼是年龄和外表上的差距 所引起的各种流言蜚语 叶姑帆大笑道 那也简单啊 等我挣点钱 把李大爷送去高丽国 拜个黄瓜拉瓶 呃 然后看看能不能长得年轻点 就怕李大爷人老皮厚拉不动啊 李伟年面色尴尬挥手刀 这些事先不说 走吃饭去 我请你好好喝一杯 现在是下午三点多 因为中午的突发事件 所以大家都没吃饭 因为紧张和兴奋 大家本来都不饿 被李伟年这么一说 都鸡肠碌碌起来 就在梧桐街找了一家饭店 要了一个包厢 大家坐了下来 直到长教真人不追究自己了 叶孤帆也格外高兴 熏头的一块大石头落地 放开亮 呼之海喝 李伟年遇上故人的徒弟 更是开心的不得了 大口罐酒 绿竹和欧阳也陪着喝了点 算是出兴 说起当年和丁二苗在一起的极情岁月 李伟年眼眶湿润感慨万千 有意思 多说说我师父的事 叶孤帆听得乳迷说道 其实对于师父丁二苗 和季萧萧以往的事 叶孤帆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万书高从来不说 而且熏罐里也没有别的人 师叔屋沾沾沾云游在外 十几年来只回来过椅子 摘一顿饭从下午吃到晚上九点 然后大家回到养生馆继续喝茶聊天 得知了绿珠的前世今生 欧阳和叶孤帆都敬佩不已 李伟年喝多了脸色通红 还有点大舌头 勾着叶孤帆的肩膀道 叶孤帆啊 看到你 我就像看到你师父一样 格外的亲热 以后在肥城有任何麻烦都跟我说 我还是和以往追随你师父一样 跟你一起并肩战斗 多谢李大爷好意啊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 你到底还是上了年纪 歇着吧 我的事我自己可以解决 谁说我老 我现在还能翻跟斗 不信我翻给你看啊 绿珠一把拉住了李伟年 好了好了 酒喝多了就歇着吧 别让叶孤帆和欧阳借笑了 走送我回学校 李伟年一百个不愿意 但是终于我被绿珠扯走了 欧阳流了下来 看着叶孤帆 叶孤帆 说起来你还得感谢李伟年和绿珠 是他们解决了你的后顾之忧 现在 你们的长教真人放过你了 你可以自由了 是要吓吓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 叶孤帆笑了笑说道 不过长教真人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因为他比我还小一辈呢 是我师父的师之孙 按照约定 再过两年我就是长教了 他要退休了 也可以说 我是毛山捉鬼术的指定传人 长教真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欧阳点点头道 好了 现在我见到你们长教 终于相信你是毛山弟子了 啊 现在才相信啊 叶孤帆愕然 欧阳的脸色红了一下 说道 我爸爸说你来路不明 一定要我调查清楚 看你是不是真的来自毛山 否则他担心我会商量受骗 叶孤帆大笑道 嘿 现在我的身份得到证实 夏夏你可以放心的嫁给我了 滚 谁说要嫁给你了 欧阳飞过了一个白眼 转身上楼 夏夏 你就在家里睡觉 我出去转一圈 别等我啊 叶孤帆心情好 打算出去走走 查一查李文艳和苏倩之间的事 欧阳回过身来点头 那好 你注意安全 叶孤帆点点头 背起急的盒带上鬼丫鬟 贾秀姑出了门 门外的大街上依旧很热闹 因为这时候才晚上十点 法师 我们现在去哪里 贾秀姑小声问道 秀姑 我们还去昨晚的农庄看一看 你先去打探情况 我打车随后就到 叶孤帆说道 贾秀姑点点头 一阵风卷向远方了 这叶孤帆随后拦了一辆车 也向农庄的方向而去 半个小时以后叶孤帆在农庄附近下车 接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接近 贾秀姑忽然飘来 尸声打怪地叫道 不好了法师 昨晚那小姑娘迪云被抓了 困在农庄的地下室里 什么 迪云被抓了 被谁抓了 叶孤帆吃了一惊 肯定是那个什么苗阿秀了 农庄院子里有人开手 还有恶犬 法师 你要是救人的话 当心一点 我知道 叶孤帆沉音了一下道 秀姑 你去把开手的人撵出来 然后我偷偷进去救人 好 我这就去 贾秀姑答应一声 献出人形 大摇大摆地走向农庄大门 敲起门来 而叶孤帆 走在东边上的墙头 查看院子里的布置 后院的一间房里亮着灯火 三五个大汉正在里面喝酒 听到前面敲门 其中三个男子起身 牵着两条篮口 向前面而去 看看这三个家伙走远 叶孤帆飘飘地落下 像一片树叶的落地 一点声音都没有 流到门边 叶孤帆反手 背着吴峰剑 推开了房门 你是谁 正在喝酒的两个大汉吃了一惊 喝到 但是叶孤帆也不说话 挥起吴峰剑 砰砰两下子拍在了这俩人的头上 吴峰剑合在一起非常沉重 不下于十五斤 被叶孤帆当成铁棍来使 当即让这两个家伙游了过去 而前面住的三个家伙 在忙着追赶装神弄鬼的假袖姑 根本就没有察觉到后面的动静 制服了这两个守卫 叶孤帆眼神一扫 就发现了桌子下面的部队 铺着一块颇为考究的地摊 这块地毯格外显眼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和这里简陋格格不入 叶孤帆一开桌子 随手掀起了地毯 果然发现地毯下面是一大块铁板 一喘拉魂 叶孤帆把铁板也掀在了一边 探头向下面看 下面有一间房子面积大小 角落里牵缩着一个人 正是被五花打绑的迪云 叶孤帆纵身跳下 拔出万人斩 割开迪云手脚上的绳索 问道 迪云 你有没有事儿 问题不大 待我上去再说 迪云说道 好 你抱紧我 叶孤帆一把抱住迪云的腰 一手猛地扯动绳索 就向洞口跃去 可是就在这档口上面哐的一声 那块铁板又翻了过来 死死地盖住了洞口 地洞里顿时一变黑暗 糟糕 本人往中桌边了 叶孤帆大呼不妙 抱着迪云躲向角落 刚刚一开脚步 头上嗖嗖嗖风声大作 有什么东西射了过来 是毒蛇 注意安全 迪云交道 叶孤帆反应更快 随手弹出一张火龙符照亮了这个空间 地下果然是七八条细小的活蛇 在扭动 你躲开 让我来 叶孤帆挥动万人斩 鬼魅般地转了一圈 将地上的小蛇全部斩断 一股淡淡的腥臭在地洞里弥漫开来 此后叶孤帆取出手电筒 递给了迪云 迪云给这电筒照了照 呼啸道 这回好了 我们插尺难逃 等死吧 是我大意了 没想到被断了后路 叶孤帆也左右看着说道 我也没什么可怕的 我下来之前已经报了警 警察回来救我们的 什么 迪云突然变色说道 叶孤帆 你太天职了 苗阿秀发现你报了警 估计会立刻杀掉我们 会失灭迹 他们只要放毒气进来 或者泼气游纵火 我们俩插尺难逃 不会吧 叶孤帆恶然 上面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尖笑声道 迪云丫头 还是你了解实书啊 没错 本来是打算关你们几天的 现在既然你们报了警 那也就别怪我了 喂 苗阿秀 警告你不要乱来啊 我是毛山弟子 如果你敢乱来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呢 叶孤帆抽剑在手喝刀 那就等你做了鬼再说吧 哈哈 上面的女人大笑似无忌惮 随后顶盖上有丝丝缕缕的黑烟飘了进来 杜燕快捂上嘴吧 迪云叫道 捂上嘴吧 又能坚持多久啊 叶孤帆一挺劲 催向了洞壁 洞壁上是红砖垒成的 叶孤帆一箭刺出 敲动了几块红砖 后面竟然就是泥土 老妖婆 这就想要我的命 未免太小看了毛山弟子啊 叶孤帆大喜 招呼迪云道 快过来拆砖 我带你出去 迪云扑过来 帮着叶孤帆柴 口中却道 来不及了 后面是石的 挖地道来不及啊 谁跟你说挖地道了 叶孤帆手上不停 已经撬下了一大片红砖 挖地道 难道你飞出去啊 迪云说道 叶孤帆忽然转身 收起了万人斩 一把抱住迪云道 抱紧我 跟我走 这怎么走啊 迪云一愣 他还是打起精神 抱住了叶孤帆 脚下钢布踏九宫 纵横十五突击中 侧将八卦分八截 一气捅三为正宗 叶孤帆脚下跳动 口中咒觉念念有词 九天之上好阳兵 九地潜藏可立营 扶兵弹象太阴卫 若逢六合立陶行 盾 刷 迪云只觉得眼前一黑 耳边呼呼啸响 脑袋一晕 已经离开了原地 地面上一个黑衣蒙灭人 正在看着脚下的铁板 呵呵冷笑 冷幕房身后风声大作 黑衣人吃了一惊 急忙转身 却看到一柄立剑抵住了自己的胸前 妖人 你的路到头了 叶孤帆手持万人斩 指定黑衣人冷冷的收到 迪云依旧半靠在叶孤帆的怀里 还没有完全醒过来 你们 你们怎么出来的 黑衣人颤抖着问道 一边缓缓向后退去 叶孤帆挺着万人斩 一步步逼近 将黑衣人抵在墙壁上 冷笑道 赶紧说过来 我是毛山弟子 毛山树可以飞天顿地 你的地牢就想困住我 简直笑话 迪云这时候 从旋云中醒来 一看到黑衣人几乎双眼冒火 一挥手一柄白刃扎在了黑衣人的肩头上 黑衣人惨叫一声蹲了下去 说啥 叶孤帆手腕一抖 万人斩挑开了黑衣人的面具 果然是一个瘦小的中年女子 你就是苗阿秀 叶孤帆冷眼打脸这四周 防止苗阿秀还有帮手 一边问道 苗阿秀 是谁请你做法利用太毛球祸害欧阳池下的 说吧 苗阿秀沾口欲输的时候 前门处却传来打斗之声 嗯 还有人 叶孤帆扭头看了一眼刀 李云 你看着苗阿秀 我就前面看看 李云答应一声 又一脚踢在苗阿秀的肚子上 瓦解他的战斗力 叶孤帆转身而去 没走几步 却迎面遇上另一个黑衣蒙面大汉 什么人 叶孤帆先发致人运见次去 那人往旁边一躲 叫道 别动手 我是李伟年 我是来帮你的 李伟年 叶孤帆一呆 收了宝剑喝道 揭开蒙面布我看看 真的是我 李伟年掀开蒙面布 咧嘴一笑道 看清楚了吧 前面的几个家伙 全部被我放倒了 你牛逼 可是你跑来干什么 叶孤帆收了宝剑问道 李伟年看了看院子里 略带得意的道 你说我老了 我心里不服 所以展开跟踪树 追到了这里 安地利帮你一把 怎么样 我的跟踪树和格斗树 都还保刀不老吧 我来的是不是很及时 帮了你们的大忙 太厉害了 太保刀不老了 太及时了 简直就是神兵天将了 叶孤帆苦笑不得 说道 既然来了就留下吧 给你继续发挥余热的机会 好嘞 要我干什么 你直接说 李伟年大喜道 放屁天风 李伟年的加入 毕竟还是有点作用的 至少他可以负责警戒 做保安镇港多少年了 放哨啊 他那行 叶孤帆重新走回后院的砖房里 将迪云已经把喵阿修捆了起来 喵阿修 到底是谁指使你 做法泄罕欧阳之下的 叶孤帆问道 一个客户 放屁 我就是问你那个大客户是谁 叶孤帆喝道 只知道是客户 不知道真实身份 拿签办事 别的事我不管 苗阿修说道 叶孤帆一笑道 不错啊 还挺有职业道德的 知道为客户保密 我问你啊 你平时住在哪里 四处流浪 居无定所 警察住在天桥下 苗阿修说道 狄云摇摇头道 叶孤帆 这样问不出结果来 把他带去别的地方 我有办法让他开口 否则警察来了 我们就没办法逼问了 叶孤帆想了想挥手刀 走 李伟年上前 将干瘦的苗阿修扛在肩头 三人退出农庄 向无人的田野中而去 远处警笛声呼啸 数辆车灯向着这边逼近 相比是警官郑瑞带人过来了 叶孤帆掏出手机给郑瑞拨路过去 说道 妖人跑了 我正在追击 你当我电话 叶大师 你在搞什么鬼 真为牢骚不断 但是叶孤帆就这么一句 最后挂了电话 关了手机 三人带着苗阿修 来到一处树林里 就地审问 迪云虽然身为女子 但出手果断 首先给了苗阿修击脚 踢得苗阿修 残叫不断 苗阿修 我只是耐心有限 给你一分钟考虑 要是不说的话 别跟我不客气 迪云冷冷的道 但是苗阿修闭嘴不说话 显然还是不愿意配合 迪云哼了一声 手里握着一个葫芦形的小壶 拔开塞子 往苗阿修的嘴里倒去 迪云 你给他吃了什么 是他自己养的失心骨 可以由内而外 把一个人全部啃光 迪云捏着苗阿修的嘴巴道 既然他不说 就让他尝尝自己失心骨的厉害了 好邪恶的骨数啊 叶顾帆心中一领 苗阿修惧怕自己的骨虫 眼光中填出惊惧之色 我说 迪云助手喝道 说不许隐瞒 苗阿修点点头道 会托我陷害欧阳吃下的人 是一个女子 不知性命 只知道是李文艳的相好 等等 李文艳 是那个搞房地产的吗 叶顾帆急忙问道 是 这里的农庄 其实也是李文艳的产业 苗阿修点头道 你们找到李文艳 就知道真相了 我只是个做生意的 拿签办事 一切和我不相干呢 你为李文艳办事 那么 那个学生妹子苏倩 也是你们杀死的咯 叶顾帆心中吃惊 冷冷地问道 你们杀死了苏倩 扣留了他的魂魄 又操控苏倩的尸体 回到学校制造苏倩杀人的案子 到底是什么目的 苏倩的事情你们也知道 这一次 苗阿修也很吃惊随后道 那也是李文艳指示我干的 苏倩和李文艳在一起两年了 现在李文艳弯腻了他 不想要了 但是苏倩却不死心 逼着李文艳离婚取自己 所以李文艳动了杀鸡 可怜又可悲的苏倩妹子 叶顾帆心中叹息 问道 李文艳怎么杀死苏倩的 用蛊虫封住血脉而死的 为了掩人耳末 李文艳让我释放鬼骨 操控苏倩的身体回到学校 又故意制造杀人案件 迷惑别人的判断 鬼骨什么玩意儿 叶顾帆皱眉 就是一种猎魂术 利用蛊虫将一些活人折磨死 然后让他们的魂魄 变成无知无觉 唯命是从的傀儡 听自己驱使 很邪恶的法术 李文艳在一边解释道 叶顾帆点点头抖 明白了 也就是鬼仓 为虎做仓的仓 苏小秀 苏倩的魂魄呢 在我的住处 你住在什么地方带我去 叶顾帆喝道 李文艳看了看四周道 叶顾帆 这种事不宜大张旗鼓 防止警方插手 你们先在这里等我 我弄一辆车来 行动才方便 叶顾帆点点头道 好的 买完李答应了 速去速回 李文艳转身而去 叶顾帆和迪云继续审讯苗阿秀 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 李文艳借了一辆车赶来 三人压着苗阿秀 前往南郊的一个村庄 苗阿秀在这里租了一个四合院 已经住了五六年了 在苗阿秀的住所里 叶顾帆搜出了欧阳池下的牌位和台毛球 苗阿秀指着一口坛子道 速天的魂魄就在这里 本来也打算练成鬼谷的 还没成功 差了点火候 一道白色的鬼影尖叫着逃了出来 看身影正是苏健的形象 叶顾帆随即飞出一张鸭鬼符 将鬼影收入其中 李文 我的事都慢妥了 你的事呢 叶顾帆收好纸服问道 我很想把这个老妖婆弄死 报仇血恨 但是我又觉得把她送进牢房里 对她来说更痛苦 迪云皎洁的一笑说道 生不如死 才能学我心头知恨 李文年接了一句道 警察定罪是需要证据的 你确定苗阿秀会被定罪吗 他在这里炼制鬼谷 地下必定掩埋了很多尸骨 找证据还不容易 迪云哼了一声道 通知警察吧 等警察来了搜查现场之后 一定会有收获的 叶顾帆耸耸间拨通了郑瑞的电话 郑瑞被叶顾帆连番骚扰 火气不打一处来 在那边咆哮 你小子搞什么鬼 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 你不睡觉 还不让别人睡觉了 我不是在追捕妖人吗 现在抓到了 通知你一声要错 叶顾帆郁闷的问道 李文年听着听着 忽然一把夺过叶顾帆的手机 冲着那边吼道 你是谁啊 这么大的脾气 是不是乌纱帽不想要了 我先你半个小时给我到现场 否则 玩忽职守的罪名 三十分钟以后就落在你的头上 这李大爷什么身份啊 竟然如此之调啊 这叶顾帆彻底愣住了 傻傻的看着李文年 李文年挂了电话 把手机还给叶顾帆 叶顾帆你别怕 你刚才的什么政警官在我一边里 一只蚂蚁都算不上 李大爷 我知道了 你姓李 你爸是李刚啊 叶顾帆傻傻的问道 李刚算什么 给我当小弟都没资格 李文年挥挥手刀 你等着 等我打个电话 再跟你说 说着 李文年拿出自己的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放在耳边 我找王浩兰 我有急事 请立刻通知 这他妈王浩兰又是谁啊 叶顾帆呼嘞糊涂 等着李文年打电话 这将李文年走开几步 指手画脚对着电话 几里咕噜一大转 貌似非常嫉妒 班上 李文年才挂了电话 走回叶顾帆的身边 神秘兮兮的一笑 说道 你知道我刚才打的电话 打到哪里去了吗 李大爷 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叶顾帆翻了一个白眼 刚才的电话打去了都城 李文年复在叶顾帆的耳边道 这是你师父 我二妙哥当年留下的人缘 我找的是王浩兰 他以前受过你师父的莫达恩德 现在是 听了李文年的一番耳语 叶顾帆目瞪口呆 心里想原来师父这么牛逼啊 李文年哈哈大笑道 听说你是二妙哥的徒弟 王浩兰非常高兴 要我带着你去都城做客喝酒 你等着郑警官来跟你赔礼道歉吧 厉害厉害 你们老家伙都厉害 叶顾帆点点头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不多久 郑瑞的电话打了过来 靠近非常温柔 叶老师 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立刻就到 你们千万别着急啊 我们马上就到 这李文年的电话果然好使 叶顾帆心中诧异 却道 不急 慢慢来 我等着 李文年得意的一笑道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一定是他们局里的老大施压了 不信等会问问 李大爷 牛逼 叶顾帆竖起大拇指 一时夸奖 是你师父牛逼 我只不过无假虎威 李文年很谦虚的笑了笑 时间不大 郑瑞带着几十名警员全副武装的赶刀 声势浩大 见到叶顾帆 郑瑞小跑着上前陪笑道 李大师 李大师 路上堵车来迟了一点 请勿见惯啊 叶顾帆看了看时间 收到 肥城交通这么拥堵 这大半夜的也堵车啊 是啊 赶上下班晚高峰了 郑瑞咧嘴一笑 突然低声说道 叶大师 挺牛逼的 跟我们局里的老大也有脸下 赶紧办啊 不该问了别问 叶顾帆摆了一个谱 挥手说道 郑瑞一挥手带着手下 按照程序开始办案 果然在迪允的指点之下 众人在苗阿秀的后院里 发掘出来三具白骨 根据苗阿秀交代 其中一具白骨 是李文艳当年的合伙人的 被李文艳害死以后 埋在了这里 郑瑞当机立断 立刻分兵抓捕李文艳 至此 叶顾帆终于解脱了 按照李文艳准备告辞 迪云却追了上来 叶顾帆 我跟你一道走 去你的养生馆 不上花言 行吧美女 叶顾帆笑着说道 李文艳开车 三人回到养生馆 却已经是凌晨十分了 留宿在养生馆的欧阳 听见楼下的动静 起身下楼 给大家煮了茶 询问情况 叶顾帆首先介绍了迪云 然后道 太猫球拿回来了 下下 今后 不会再有类似的事件了 放心 欧阳迟下接过自己的太猫球 点火烧了 依旧信有余计 迪云喝了一口茶 说道 叶顾帆 这件事并没有结束 你知道吗 哦 还有什么好一阵啊 叶顾帆迟疑着问道 迪云一笑道 苗阿秀 是苗江最出色的古事 没有那么简单 当时我们被困在地牢里 就已经中了他的古毒 就是那一阵黑雾 将古毒送进我们体内的 什么 叶顾帆中了古毒 欧阳大师一惊 抓着叶顾帆的肩头 反复打量道 叶顾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那是慢性古毒 目前还感受不出来的 迪云摇摇头道 不过 三日以后就会发作 到时候回身溃烂而死 这种古毒可以解吗 叶顾帆皱眉问道 迪云点点头道 可以 不过我需要配置一些药物 这样吧 晚上我再过来给你解药 你白天的时候多休息 不要过量运动 等着我 那就一切拜托了 迪云 请你务必帮助叶顾帆解毒啊 欧阳焦急的说道 迪云点点头起身告辞 李伟年再次充当司机开车送迪云 养生管理 叶顾帆和欧阳相对而走 叶顾帆 迪云让你早点睡 你就赶紧去休息吧 欧阳关心叶顾帆说道 我今天请假不上学了 就在这里看着你 有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叫我 没事 我刚才运气查看了 体内并没有不适啊 叶顾帆一笑道 迪云大概夸大了苗阿秀的古术 我觉得也就稀松平常啊 欧阳却很担心说道 苗江古术都说很厉害很神奇的 你还是小心吧叶顾帆 行我听你的去睡觉 叶顾帆一笑 追在上楼洗澡睡觉 上午十点多叶顾帆醒来 发现欧阳竟然真的没去上学 一直在养生管理守着 叶顾帆心里感动 但是想到自己的命子 却又是心里一通 当年叶顾帆拜师之时 就收录了 俗称童子录 收录之时就有命子 是一个孤子和万树高一样 命子为孤 便意味着孤苦一生 不能有亲近之人 所以面对欧阳 叶顾帆一直不敢开口表露自己的感情 他担心自己的命子 会给欧阳带来厄运 叶顾帆 你怎么起来了 吃饭还是早晨呢 不如再睡一会儿 看见叶顾帆起来 欧阳说道 一个人睡不着 顾枕难眠 叶顾帆嘻嘻一笑 走到茶几边坐下 开始煮茶 下下 其实你可以去上学的 我没事 上午选休课 没事的 欧阳坐到茶几边 看着叶顾帆摆弄茶具 喝了几杯茶 叶顾帆觉得有些饿了 正要带着欧阳出去吃饭 却看见绿洲和李伟年 连媚而来 李大阿李大婶走 叶顾帆不怀好意的打招呼 说道 来了正好 你们老夫妻俩 就和我们一起吃饭 绿洲哭笑不得 诺诺难言 李伟年却道 是啊 过来就是找你一起吃饭的 叶顾帆一笑锁了门 带着大家前往饭店 找了个包厢坐了下来 酒菜还没上桌 李伟年突然说道 对了叶顾帆 我从学校里辞职了 以后就不再是非城大区的保安了 这尘保安服穿了几十年 以后不会再穿了 哟 李大爷这是高升了 还是打算带着李大婶去浪迹天涯小江湖 叶顾帆一笑问道 不是 李伟年挥挥手道 我确定了 以后跟着你再去江湖上闯一闯 别 叶顾帆一口茶枪在喉咙里连连咳嗽 随后道 李大爷 你刚才说什么 李伟年看着叶顾帆争色道 我说 我要跟你一起 给你做跟班 叶顾帆放下茶杯 胡笑道 李大爷 你还是守着李大婶吧 别给我开玩笑了 你说我一个小道士 用得起跟班吧 而且你把年纪跟着我合适吗 你跟着我干什么 有什么目的 有什么理由 李伟年想了想 欲言又止 却转头看着绿珠 绿珠微微一笑道 叶顾帆 你可下下听我说一句 叶顾帆点点头 抬手道 李大婶请 不客气 欧阳扑的一笑 又迅速忍住 看着杨绿珠等待下闻 绿珠的手里端着茶杯 说道 是这样的 李大哥说 自己目前的生活里少了一点激情 或许是年龄变大的问题吧 总觉得有点沐气沉沉的 他见到叶顾帆以后 又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感觉 所以 他想跟叶顾帆在一起 心态会年轻一点 叶顾帆摇摇头道 这把年纪的 心态再年轻 也不过是个老顽童 还是不会变年轻的 欧阳在桌子下 踩了踩叶顾帆的脚 示意他说话 留点情分 别带伤人 可是叶顾帆装作不懂 专门刺激李伟年 李伟年尴尬了半天 说道 这样吧 叶顾帆 因为长教万数高 不是叫你去抓什么唐敏儿吗 我就跟着你 把唐敏儿捉拿归案 然后就不跟着你了 行吗 李大爷 现在社会相差三岁就有代沟了 你跟我差了二十岁还多呢 代沟都有七八条的 你说这 叶顾帆相当的乌语 只觉得李伟年太奇葩 李伟年咧嘴一笑道 哪里有代沟 其实你们年轻人干的事我都能干 我们干的事你都能干 叶顾帆一笑 说道 好 吃了饭以后你跟我一道 我做两件事 嗯 你跟着我学 如果你办到了 我就收你做跟班 啪的一声 李伟年一拍桌子说道 行 一言为定 酒菜上桌 大家先抛开这件事不谈 喝酒吃菜 吃到一半的时候 豆比强 他电话打来了 叶顾帆报了地址 让豆比强直接来饭店 等到豆比强进了饭店 叶顾帆开门见山道 豆比强 苏倩的魂魄我找回来了 你要不要见见他 啊 真的找到苏倩的魂魄了 豆比强又惊又喜又害怕 问道 魂魄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很恐怖的女鬼啊 喏 就这样的 叶顾帆取出指幅随手一抖 一个淡淡的鬼影飘了出来 搬旋在空中 飘飘忽忽 鬼啊 豆比强大吊一声 躲在了叶顾帆的时候 屋子里 绿珠和欧阳都是一笑 这里的人都见过鬼 所以都不害怕 只有豆比强没见过 你鬼叫什么呀 叶顾帆瞪了豆比强一眼 说道 魂魄又不吃人 怕什么 豆比强屋子战战兢兢兢 眼神偷看苏倩的魂魄 此时的苏倩依旧浑身噩噩的 这不知身在何处 也不认识豆比强 叶顾帆取起手指念动咒觉 帮助苏倩凝裂魂魂魄恢复神智 约摸一杯茶以后 叶顾帆用手一点 苏倩的魂魄落地 终于清醒过来 一手掩面哭哭啼啼 苏倩你已经死了 原有偷善有主 害死你的 是李文燕和苗阿秀 记住他们的名字 以后在殷司判官面前说出他们的罪状 殷司会给你一个公道的 叶顾帆摇摇头道 本来是应该直接发配你去殷司的 但是这个豆比强同学喜欢你 有几句话 心里话想对你说 所以把你带到这里了 苏倩害羞 或许是惭愧 不敢看豆比强 只是冲着叶顾帆道 多谢你们解救了我的魂魄 至于 豆比强是我辜负了他了 如果有下辈子 下辈子 苏倩 我不怪你 不管你对我如何冷淡 我都不怪你的 豆比强激动起来 上前两步道 我对你的感情和以往一样 永远都一样 苏倩文言哭得更加厉害 戚戚戚惨不可闻 哎 问世间情为何物 卤水点豆腐 一物相一物 叶顾帆挥挥手道 豆比强 你要是在这里不方便说 我可以让你把苏倩带走 单独说说 不过时间不能太久 最多两天 说着叶顾帆一道指幅 收了苏倩 交给豆比强 并告知了具体操作方法 豆比强捧着指幅 泪水连连千恩万谢 叶顾帆擦擦嘴 看着李伟年道 李大爷 你刚才说我能做的事你也能做 现在酒足饭饱 给我来吧 李伟年闪闪的一笑 说道 叶顾帆 我们可有话在先 卓艺的东西咱不能比 你要是画符念咒 让我跟着学 我肯定不行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一点要生命在先 绿珠也随身附和 生怕李伟年吃亏 这个你放心 你都一把年纪了 我不会占你便宜的 叶顾帆黑黑一笑 说道 我做的事情很简单 三岁孩子都会做 可以吧 李伟年站起来道 行 欧阳觉得有趣 笑盈盈的站起来 和大家一起出了饭店走上大街 叶顾帆走在前面 看着前方一家做活动的小超市而去 到了超市门前 叶顾帆一笑看着李伟年道 李大爷看好了啊 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 李伟年郑重的点头 是叶顾帆先来 绿珠和欧阳都在一边看着 一个饶有兴趣 一个略带紧张 只见叶顾帆笑嘻嘻的 走到超市门前 面对人群 他钻起拳头向天一指 勾声叫道 巴拉拉小猛星自我力量啊 正在围观 活动的人群啊 都是一呆一起看向叶顾帆 但是叶顾帆背着急的盒子 颇有几分流浪艺术家的气质 大家也不知道叶顾帆在干什么 都以为是什么行为艺术 也不觉得不妥 趁着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叶顾帆走回原地 看着李伟年道 李大爷干净了 欧阳池下捂着嘴巴 已经笑得脸色通红 豆比江更是咧嘴傻笑 折着叶顾帆问道 叶老师 你们在做什么游戏啊 看着就行别问啊 叶顾帆瞪了豆比江一眼 又催促李伟年上去 李伟年无奈啊 红着一张脸 走到巢市门前 举起拳头挺着大肚子 笑道 巴拉拉小不信 看我力量吧 围观者又是一呆 随后爆发出一阵小马 这老头子神经病啊 一把年纪还模仿豆花片 绿猪都觉得滑稽可笑啊 背过身去污嘴偷笑 李伟年尴尬的退回来 拉着叶顾帆道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 你可不能来这啊 行行行 还有一件事 你接着做啊 叶顾帆一笑 又向前面走 李伟年摆出一副 这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带着绿猪跟了上去 欧阳边走边笑 那看叶顾帆下一步 怎么整骨李伟年 有热闹看 豆比江自然也跟着 走到十字路口 叶顾帆停下脚步 冲着前方一个走来的年轻美女 冲李伟年到 那个美女看见了吧 李伟年点点头道 看见了 好啊 我先上 你学着啊 叶顾帆整了整吉他盒的袋子 潇潇洒洒的走上前去 挥手打招呼道 哎 约吧 美女 约了别人了 帅哥 不好意思啊 那美女挑眉一笑 和叶顾帆擦拭而过 叶顾帆耸了耸肩 走回李伟年的身边道 那边又过来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 该你了 你也迎上去 说跟我刚才一样的那句话 就行了 李伟年蔫了 讨饶道 这个不好吧 当街就约美女 这个 那 我就说你做不到吧 好 我也不逼你啊 但是也不会收你做跟班的 叶顾帆无所谓的说道 行 我去做 李伟年摇摇摇摇 迎着那红衣姑娘大步走去 绿珠无比紧张 眼神紧紧的盯着李伟年 而欧阳却又忍不住笑出声来 豆比强更是猥琐 轻手轻脚的跟着李伟年 近距离看戏 直接李伟年走上去 拦住了那个女孩子道 小姐 干啥 什么事 那红衣女子略带厌烦的问道 小姐 约吗 李伟年鼓足勇气大声说道 那红衣美女一呆 随后不然大怒 猝了李伟年一口 骂道 一把年纪 竟然不知羞耻 还想约我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李伟年 别有我不认识你 你不就是肥城大学内保安吗 当心我告你非礼 对不起 我开个玩笑的 李伟年恨不得找个地裂 钻进去 转身狼狈而逃 雷珠见状急忙追了上去 豆比强哈哈大笑前仰后合 欧阳更是忍不住 抓着叶姑帆 捶着叶姑帆的肩头笑骂道 叶姑帆 你你太觉得了 何苦这么整骨一个老实人啊 不关我的事啊 是他自己要求的 叶姑帆嘻嘻一笑 和欧阳一姐转身回到了养生馆 查眼鸟鸟 叶姑帆突然一笑道 想想 你可知道李伟年要跟着我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跟你在一起 就想起了和你师父 当年闯江湖的视角 心太年轻啊 怎么 难道不对 肯定不对啊 什么心太年轻 臣子是自欺欺人 叶姑帆品着茶道 据说我师父飞升之前说 李伟年和杨绿珠的机缘在我身上 所以李伟年缠着我所谋者大呀 所谋者大什么意思 欧阳不解 叶姑帆看着手里的茶杯道 按理说 李伟年和杨绿珠心心相印在一起也算幸福的 虽然有些谐言碎语 但是听而不闻就是了 过自己的日子 所以呢 师父说的机缘 指的不是李伟年和杨绿珠的婚姻 遇上我也好 遇不上我也好 他们都是老夫妻一对 欧阳琢磨了一下 点头道 有道理 那么你师父说的机缘指的又是什么 成仙 你也孤帆笑了笑道 师父指的一定是成仙的机缘 李伟年和杨绿珠希望成仙 要在我身上寻找机缘 所以才会纠缠着我 给我做跟班的 成仙 这真的假的 欧阳张大了嘴巴 应该是真的 我师父师娘突然消失 还要找掉真人的师父 茅山高人李青东也同时消失了 若不是成仙 他们又去了哪里呢 叶姑帆轻轻扣急着桌子 说道 师父说的机缘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我明白了 一人得到机缘升天 李伟年和绿珠想借着你的机缘做神仙 对吧 叶姑帆点点头道 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了 但是我觉得很荒唐 成仙自古以来做过神仙梦的人很多 可是有谁成功了 欧阳摇摇头一笑 叶姑帆也一笑 这些飘渺虚无的事自己暂时还搞不明白 或许就是师父说的要等待机缘吧 换了茶叶 重新齐了一壶茶 叶姑帆又到 下下 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去山城 山城 是为了抓捕亲给女鬼唐敏儿吗 欧阳问道 招捕唐敏儿只是其中一件事 我还有另外的一些心思在里面 叶姑帆若有所思到 我师父当年就是从山城起步的 师娘也是滴滴道道的山城人 那里应该有他们的印记 或许也就是我的机缘所在 你要重走你师父的路 然后寻找机缘成仙吗 欧阳还是诧异问道 李伟年又老又丑都想做神仙 我为什么不能想呢 叶姑帆黑黑一笑握着欧阳的手道 当我做了神仙就可以和你在一起了 欧阳的手一串 但是也没有抽回 顿了一下低头道 叶姑帆 其实我们两人在一起和做神仙没有关系的 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觉得你好 而不是想做神仙才和你在一起的 我自然知道你不是为了做神仙才和我在一起的 但是我必须先做神仙才能和你在一起 简言之做神仙和在一起有绝大的关系 叶姑帆说道 欧阳被叶姑帆这番话绕糊涂了 惑惑的看着叶姑帆 下下你听我说 叶姑帆想了想说道 天下所有的盗门弟子都受到五壁三缺的限制 在毛山教派里面归纳为贫妖姑三个字 我们毛山弟子贫妖姑必占其中一点 这就是所谓的命字 而我命字为姑 欧阳摇了摇头 表示依旧不明白 命字就是命运 贫就是一生穷困身无余才 吃的上顿没下顿 腰就是天不与寿 英年早逝 很难活到三十岁 姑就是天煞姑心客妻客子 终身姑虎 我的命字是姑 代表我这一生不能结婚生子 否则就会害人 明白了吗 叶姑翻仔细解释了一下 你是天煞姑心 欧阳这才有些吃惊 随后又道 可是这客妻客子的说法有验证吗 叶姑翻踏了一口气 说道 怎么有验证 我父母和妹妹也许就是我客的 那和做神仙又有什么关系 欧阳继续问道 得到成仙以后 贫妖姑的禁止就没了 所以我要先成仙 才能和你在一起 叶姑翻说道 欧阳一笑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 心里却一阵苦涩 成仙 那何等虚无缥缈的事 就算叶姑翻有机缘 恐怕那时候自己已经是红颜变白发了 下下 我去山城应该很快就回来的 毕竟我的养生馆还在这里 叶姑翻又道 别提养生馆了 一个生意都没做成 一分钱都没赚到 欧阳白了叶姑翻一眼 说道 像你这样做生意 吃早会饿死的 不急啊 会有生意大 叶姑翻黑黑一笑 不以为意 账号里还有十几万 就算饿死 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看看时间还早 欧阳便提议出去走走 叶姑翻欣然答应 和欧阳一起出了电门 在大街上心不而行 一直逛到傍晚 两人才返回养生馆 刚刚坐下门前人影一闪 却是迪云走了进来 经过一天的休息 迪云的气色好看了许多 美貌之中带着冷烟 迪云这要配好了吗 欧阳急忙招呼温道 配好了 第一时间送了过来 迪云的手里提着一个保温壶 已经配成药汤了 拿碗来 欧阳急忙转身 从后面的厨房里取来此碗 放在茶几上 迪云打开保温壶 在碗里倒了一碗药汤 对叶姑翻说道 喝了吧 好 叶姑翻端起碗来 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略带一点血腥之气 一口气喝干净 叶姑翻咋咋嘴 还行 味道不错 迪云扑的一笑 就一仰脖子 把保温壶里剩下的药汤喝了下去 欧阳还是不放心 问道 叶姑翻以后就没事了吧 没事了 我会保护他一生平安的 迪云说道 叶姑翻听着一呆 恶然道 迪小姐 你保护我一生平安 这让我有点承受不起 受宠落惊啊 不用客气 应该的 迪云诡异的一笑道 我先走了 保持联系 有必要的时候我会找你的 说吧 迪云一转身 脚步铿枪的出了养生馆 头也不回 叶姑翻和欧阳面面相去 都觉得 这迪云今天的话呀 有些神神叨叨的 这个迪云要保护你一生 到底什么意思吗 欧阳愧惑不已 我也郁闷 我一个大男人 堂堂茅山弟子 怎么会要他来保护 简直垫覆我三观 叶姑翻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电话突然响起 叶姑翻拿过来一看 竟然是迪云打来的 迪云 什么事啊 接通电话 叶姑翻问道 也没什么大事 只是提醒你一下 你以后是我的人 不要对其他女孩子动心了 借助就好了 迪云在电话那边风轻云淡的说道 叶姑翻一愣随后笑道 提小姐 别开玩笑了 我喝了你一碗汤而已 怎么就变成你的人了 喝你一碗汤就要炖你一身相许 这碗汤也太贵了吧 叶姑翻 我没跟你开玩笑 那边迪云的声音很镇定 我是真心喜欢你 要和你做夫妻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天雷滚滚 叶姑翻被雷的外交李皇 这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旁的欧阳也听到了电话内容 惊恶的张大嘴巴 目瞪狗呆 任谁也不会想到 这迪云说话竟然如此霸道 如此直接 喂 叶姑翻 你怎么不说话 电话那边迪云催问道 我刚才说的话 你听清楚了没有 我要和你做夫妻 你从今以后就是我的人 不许对其他女人动心 我听着听清楚了 你要和我做夫妻 我感到很荣幸 叶姑翻醒过来道 但是感情需要培养的 迪小姐 你的爱来得太猛烈了 我有点招架不住 不如这样 结婚做夫妻的事 咱们再还一还 叶姑翻 你不要嬉皮笑脸的 李云哼了一声 说道 你刚才喝下去的那碗汤 已经被我下了鸳鸯骨 你以后和我在一起 将人百无禁忌 如果对别的女人动心 那么你就会体会到万重实心的痛苦 欧阳勃然变色 牙缓里挤出几个字来 好智的女人 鸳鸯骨 万重实心啊 叶姑翻却一笑道 李小姐 我听着好怕啊 这个怎么办呢 要不要立刻和你动房花烛 我才能化解这孤独啊 这孤独无法化解 至死方休 不过只要你真心对我一人 孤独也就不会发作 放心吧 你是我的男人 我也舍不得你死的 迪云语速很快 似乎很兴奋 说道 而且这个鸳鸯骨是双向的 从今以后 我也不能对其他男人动心 这很公平是不是 公平公平 的确公平 总之不会死就好了 结婚的事以后再说吧 我先挂了 叶姑翻黑黑一笑 刮了电话 雷雷摇头 欧阳却奋斗不已 脸色通红道 叶姑翻 这个女人太无耻了 她的孤独 你要想办法解决才行啊 下下 你听我说 叶姑翻一笑说道 我们长教真人说过 苗江女子性格直爽 一般不掩饰自己的感情 看上谁了也不犹豫 给她下个什么鼓 逼着人家就范做老公 司空见惯 由来已久了 他们比较自我 意识不到这种 霸王硬上功的不合理 反而觉得天经地义 说无耻 倒也不见的 那你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跟她做夫妻啊 欧阳眼中泪花闪烁 问道 怎么会呢 叶姑翻摇摇头笑道 疯疯癫癫的长调真人 曾经在几年前 给我算过一挂 他说 我下山遇上的第一个美女 将来以后就是我的老婆 但是 我下山遇到的第一个美女 却不是迪云呢 那 你遇到的第一个美女是谁啊 欧阳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猜啊 叶姑翻的嘴角含着笑意 一脸的不正经 猜不中 欧阳摇摇头翻了一个白眼 叶姑翻拿出手机道 第一个美女的照片在这里 你看看 欧阳迟疑着几股手机 一眼看到屏幕立刻灭色飞红 眼眸中一阵娇羞 手机上已经被叶姑翻调到了镜子功能 屏幕中正是欧阳池下那张绝美的脸 怎么样 这美女也不错吧 叶姑翻笑着问道 还行 但是叶姑翻 手机上这个人 真的是你下山遇到的第一个美女吗 欧阳扭捏了一下 问道 在这个美女之前确实还遇到过几个女人 不过都是五十岁左右的大妈 跟那些大妈们比起来 这个肯定是第一个美女啊 叶姑翻笑嘻嘻地说道 你混蛋 欧阳笑叶如花 举手要打叶姑翻 叶姑翻 轻轻握住了欧阳的手 说道 下下 我说的都是 可是一句话没说完 叶姑翻就突然闭色 脸色一阵苍白 怎么了 欧阳大吃一惊 问道 没事没事 叶姑翻挥了挥手 胡笑道 冤阳谷 是冤阳谷发作了 刚才我心电一动 胸腔了一阵剧痛啊 想必是受到了古毒的牵制 哎 看来我小看了鼻云的古术了 确实有点古怪啊 孤独发作 欧阳惊惧不已 说道 那怎么办 我送你去医院吧 叶姑翻摇摇头 脸色已经恢复了正常 哎 没事了 这种孤独和心电相通 只要我对你没有那种爱意 就不会发作了 好厉害的东西啊 欧阳松了一口气 有心有余计道 是不是你以后 只要想到我 或者是别的女人 就会发作呢 哎 应该是这样吧 叶姑翻笑了笑 不过也没事了 总会想到办法破解他 正说话间 电话又响了 又是迪云打来的 草 这么巧 这时候来电话 叶姑翻挥挥手 示意欧阳斌说话 然后接通的电话 懒洋洋的道 迪云又想我了 欧阳抓住叶姑翻的胳膊 把耳朵凑在手机边偷听 没错 想你了 叶姑翻 迪云在那边倾笑 收到 老实交代 刚才是不是 对欧阳之下动了心 我去 这你也知道啊 叶姑翻心里吃惊 但是嘴上风轻云淡道 是啊 刚才和夏天在一起 亲人了一下 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欧阳脸色一红 伸手在叶姑翻的胳膊上 掐了一巴 亲热 怎么亲热的 电话那边 迪云有些温怒 告诉你叶姑翻 你的感受 我都感同身受 刚才你对欧阳之下动了心 是不是心中脚痛 我这边也感觉到了 所以 你就离开欧阳之下 算是可怜可怜我吧 别让我受折磨了 远阳谷如此厉害 怪不得迪云 不在这时候打来电话 叶姑翻看了看身边的欧阳 忽然又一笑道 李小姐 你感觉到心脚痛了吗 可是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我一直和欧阳之下在一起 一直恩恩爱爱的 喂 你给我喝的药汤是过期食品吧 叶姑翻 你不用自己欺人 远阳谷的毒性超乎你的想象 如果你和欧阳之下在一起做了夫妻间的事 你会当场死掉 不信试试 迪云愤怒的说道 当场死掉也不亏啊 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那啥嘛 叶姑翻猥琐的一笑道 好 我这就和夏夏试一试 来夏夏 我们去楼上试一试 叶姑翻 你无耻 迪云在电话里 不好笑起来 有种你就试试吧 你死我也死 死了你还是我的人 是啊 鸳鸯骨嘛 要死一起死 要活一起活 不过 我死了也是死在夏夏的身边 而你死了呢 却孤苦淋淋一个人 好可怜哦 叶姑翻说道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 迪云似乎醒悟过来 叶姑翻 你不用使用激将法打击我 我不上当 或者不信 你敢冒着生命危险 和欧阳赤下做夫妻之事 说吧 那边挂了电话 叶姑翻捏着手机 看着欧阳道 嘿 你想想 他说我不敢 要我们试试 滚 欧阳又气又羞又着急 别开玩笑了 赶紧想想 这事怎么解决吧 没事的 等我想想 总会解决的 叶姑翻黑黑一笑 全然不以为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欧阳要回学校学习 叶姑翻送到学校大门处 刚刚转身 李伟年却从路边的树影下钻了出来 扯住叶姑翻道 叶姑翻 你今天要我做的事我都做了 你可不能懒账了 行行行 李大爷 你愿意跟着我 就跟着吧 叶姑翻头大如抖 收抖 不过有言在下 你老胳膊老腿了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客死他乡 暴食荒野 人李大婶可不能追究我的责任 行不住死缠烂打 叶姑翻只好答应了 这个你放心 我五十年之内绝对死不了 李伟年咧嘴一笑 好 等我电话 去山城的时候我带上你 叶姑翻甩手走开 回到了养生馆 夜色正懂 叶姑翻站在二楼阳台上 看着飞城大学方向灯火 默默出神 身边微风一动 一团黑影出现在叶姑翻的身后 叶姑翻也不回头 说道 秀姑 你家小姐那边有消息吗 我刚刚见过我家小姐 她说那个千年女鬼修为很高 无法看透本相 所以不敢确定就是唐敏儿 秀姑的声音说道 你家小姐也是屁事不能干 这么久了一件小事都查不清了 叶姑翻哼了一声 发誓 但是我家小姐不喜欢别人说粗话 以后当着小姐的面 还请法师多多 照顾 贾秀姑献出行了 说道 我无所谓 本来就是一个粗屎丫鬟 什么话都能听 小姐嘛 毕竟还是书香门第的 叶姑翻扑的一笑道 一个姑回叶鬼而已 装什么装啊 你不说还好 你说了 我以后见到你家小姐 偏要说一点难听的 怕她不听啊 法师 贾秀姑傻眼了 可怜巴巴的看着叶姑翻 叶姑翻 回回手道 哎 休息一天 后天一早去山城 亲自去看看那个女鬼 不管她是不是唐米儿 抓了再说 知道了法师 我这就去通知我家小姐 贾秀姑答应一声 画风而去 叶姑翻掺了一个懒腰 回房睡觉 第二天一早 叶姑翻还在睡觉的时候 就听到楼下传来豆比强的叫喊 哎 鬼叫什么呀 叶姑翻拉开窗户 从二楼探出头去 问道 豆比强在下面陪笑道 打你电话没打通 所以来这里找你 叶的事生意来了 什么狗屁生意啊 吵到不能睡 在楼下等着 叶姑翻牢骚霜天 穿衣下楼 什么生意啊 主顾在哪里啊 到了楼下叶姑翻问道 主顾委托我来的 自己没来 凶宅闹鬼 这生意可以做吗 豆比强说道 叶姑翻点点头道 先说说怎么个闹法 我看看 豆比强凑了上来 神秘兮兮的说道 是我的一个本地同学 家里买了一套二手别墅 可是清明以后 别墅里经常闹鬼 半夜里听见一男一女说话 特别吓人啊 哎 这事好办 手刀病桌 主顾愿意出多少钱 请我捉鬼啊 叶姑翻问道 五万以下可以考虑 好吧 那就四万九千吧 带我去 先捉鬼 后收钱 不成功不收钱 叶姑翻说道 豆比强大喜 立刻打电话联系主顾 一个小时以后 一个气度不凡的中年人 开着轿车来接叶姑翻 豆比强赶紧介绍 这是我同学的爸爸 王老板 叶姑翻点点头 带着急的盒子 上了车也不说话 王老板脚位建坛 一边开车 一边把家里的情况介绍了一下 闹鬼出现过很多次了 第一次听见后院有一男一女说话 我拉开床材一看 是一队年轻人在我家后院跳舞 我问他们是谁 他们忽然就不见了 地上留下了两双拖鞋 一个蓝色一个红色 第二次我在后院的游泳车里洗澡 一只清水突然变成血红 而且血清气很重 我吓得跑上来 回头一看水群又变回来了 第三次呢 叶姑翻一挥手道 等我到现场看看再说吧 好好好 王老板闭嘴专心开车 别墅在飞城北郊 背靠一座小山 门队一条小河 小河对面是一个高层建筑 大楼摩天 叶姑翻看了看 斟酌这里的风水格局 接了别墅 王老板带着叶姑翻和豆比墙到手观看 别墅主建筑一共三层 呃 在前后院子 闹鬼的地方也就在后院 我看这地方环境好 就买了养老的 谁知道遇上了这种事了 哎 王老板叹气 风水不对 叶姑翻笑了笑说道 前面的小区没有盖起来之前 这里是个好地方 现在前面多了高层建筑 这块地被遮挡 有羊儿变阴 已经不算好地方了 王老板玲玲点头道 是啊 前面的小区对我们的房子影响很大 距离太近有一种被欺压的感觉 而且啊 你的别墅里死过人 还不止一个人 尸骨都在这里 叶姑翻又道 什么 王老板变色 愣汗淋漓 豆比墙也吓傻了 问道 叶大师 那这里一共死过几个人啊 两个 一男一女 我看到他们的魂魄了 叶姑翻一笑 手指游泳池道 尸骨就埋在游泳池之下 挖开以后 你们就知道了 等等等等 王老板擦了擦汗 点起一根烟 猛抽了一口 问道 叶大师 你确定吗 确定 如果有假 我赔偿你五万块 叶姑翻笃定的说道 刚才来到后院 叶姑翻就看到了两个游魂 躲在游泳池的水底 呈现白骨状态 而且啊 根据手腕上 罗盘的指 是针 和王老板先前的叙述 基本上可以确定 事故的所在 王叔 要不找人过来 挖开游泳池吧 兜碧香说道 王老板摇摇头道 如果是叶大师看错了 我不过是重新装修游泳池 浪费点钱而已 没什么 如果真的挖出尸骨来 那么这种别墅 就是标准的凶宅 以后我不敢住这里了 也卖不出去了 我的损失更大呀 叶姑翻无语 脸上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漠 可是王叔 你打算怎么办 兜碧香说道 王老板很关心 出谋划测道 要不让叶大师做法 直接把两个鬼收了 那两具白骨就留在这里算了 那也不行 想到游泳池下面有白骨 我还能住得安稳 王老板又摇头 沉默半赏道 我在考虑 要不要就这样卖出去 现在还没有传出去 或许还能卖个好价钱 叶姑翻突然哈哈大笑 看着王老板连连摇头 王老板被笑得心里发毛 迟疑着问道 叶大师 你的意思是 王老板 如果你那样做了 你会倒霉一辈子 做人要厚道 你把凶宅卖给别人 不是害了别人吗 叶姑翻一笑道 而且你要知道 即使你卖了房子 你的没运也还在你头上 卖不出去的 王老板一呆 思量了一会儿道 你的意思是 房子可以卖掉 但是没运无法驱逐 没错 叶姑翻点点头道 几头三只 有神明啊 人间的一举一动 隐私都会察觉的 你把凶宅卖给别人 其实也是作恶 对你以后没有好处 那我该怎么办 还请叶大师指点 王老板说道 挖出尸骨让警察带走 然后给你做法 抓了小鬼 做点风水布置 这宅子还可以继续住的 只要你心里不在一身一鬼 就什么事都没有 叶姑翻说道 王老板想了想 可是游泳池下面的尸骨 是谁买放的 那两个人又是怎么死的啊 这都是警察的事情了 以我看 这和别墅的建造者 有很大的关系 叶姑翻说道 王老板不敢怠慢 立刻联系了几个民工 带了工具开挖游泳池 这游泳池也不过就一个水泥池子 放了水 被民工们用大锤敲碎地平 然后用铁钳敲动 不大功夫 池底就露出了泥土 动作轻一点 地下有宝贝 别挖碎了 叶姑翻说道 民工们只负责干活 并不知道下面有什么 听叶姑翻这么一说 都以为地下有藏宝的 一个个小心翼带着好奇 随着开挖的深入 终于有东西露出来了 是两口道寇的大缸 王老板汗入雨下 这才知道叶姑翻的牛逼 民工们却不明真相 窃窃私语 讨论这大缸下面 藏的是黄金还是白银呢 或者是其他的古董 停 叶姑翻一回手 冲着那些民工们说道 你们可以借工资走路了 剩下的事不用你们干了 王老板反应过来 赶紧给钱 打发民工们离开 否则等会真想揭开 这些民工一定会到处乱说的 民工们全部离开 现场只剩下叶姑翻和王老板斗笔墙 王老板 在大缸揭开之前 还是先报个警吧 留个完整现场给他们看 叶姑翻说道 王老板点点头颤抖着拿出电话 我来吧 叶姑翻一笑 拨通了郑瑞的号码 这个郑瑞不是嫌自己烦吗 那好 就专门反他 反正有师傅留下了人际关系做后盾 他郑瑞也不敢不来 更不敢翻脸 叶大师啊 有什么指示啊 别话通了 郑瑞软软的问道 声音温和的像个绵羊 郑队长 我看你整天挺闲的 所以给你找点事做 叶姑翻黑黑一笑道 我在北郊这边的一栋别墅里 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骨 怀疑是谋杀 你过来看吧 叶大师 怎么你所到之处不是闹鬼就是死人呢 郑瑞在那边叹气 说道 好好好 具体位置给我 我马上就到 叶姑翻一笑 挂了电话 等待郑瑞的到来 几十分钟以后 郑瑞带着一对人马匆匆赶到 虽然郑瑞嫌烦 但是人命案件 他还是不敢怠慢的 法医张云华也在 看见叶姑翻微微点头一笑 事故在哪里 叶大师 郑瑞到了现场 为叶姑翻 在那两个大水缸下面 叶姑翻说道 郑瑞围着水缸看了看 说道 还没揭开 你怎么知道下面有事故的 此时的水缸只露出三分之一的底部 还有大半埋藏在土中 所以郑瑞纳闷 我猜的 行不行 叶姑翻翻了一个白眼 郑瑞没办法 先拍照取证 然后大家一起动手掀起了其中一个水缸 虽然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水缸掀起的一瞬间 现场还是发出了一片惊呼 水缸下面端坐着一具白骨 跟老和尚打坐一样 白骨身上衣裳进屋 谷歌发出森森寒光 这是男性的事故 谷歌被药水处理过 张云华看了一眼说道 那边的水缸里还有一个女的 叶姑翻说道 中人再次抬起另一口缸 果然下面也是一具白骨 叶老师 你到底是怎么发现这两具白骨的 郑瑞把叶姑翻拽到一边道 说实话 服了你了 但是你发心的过程要说给我听 这是破案的关键呢 我来给这户人家驱鬼的意外察觉到白骨 叶姑翻一笑道 你应该从别墅的上一阵主人那里下手 顺头摸瓜才能找出凶手来 你这种牛逼 我找你不是更省事吗 郑瑞咧嘴一笑 一口白牙就像是老棉鞋开了帮一样 叶姑翻得意的一笑道 那也是啊 你要是等得及 你就到晚上我把这一对男女的魂魄收了 然后问问当事人就明白了 那好 我先着手外卫调查 晚上我再过来 郑瑞说道 叶姑翻点点头 先一步告辞 因为郑瑞还要在这里取证 露口供什么的 破事一大堆 叶姑翻不愿意在这里干等 回到养生馆 恰好欧阳也下课了 赶了过来 吓吓 今天养生馆开张了 叶姑翻得意的一笑道 五万块到手 吹牛 我不信 欧阳撇了撇嘴 瞅着四周无人笑道 哪个傻子 大清早的送给你五万块啊 叶姑翻哈哈大笑道 这个是啥 从来就不缺少客户 只是缺少发现客户的眼睛而已 走走 吃饭去 吃饭还在外面的饭馆里 叶姑翻知道享受 但是并不浪费 所点的菜也是刚好够吃 可是刚刚坐下还没开吃呢 李伟年和绿猪又来了 李大爷 你这鼻子挺灵的啊 知道我要吃饭你就来了 叶姑翻一阵头大 我买单 我买单 李伟年一笑很不客气的坐了下来 酒菜上桌 叶姑翻边吃边抖 夏夏我决定了 明年去山城 你在学校里自己照顾好自己 你放心吧叶姑翻 我会帮你看着夏夏的 不然他接触别的男同学 李伟年说笑了一句 多谢李大婶啊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叶姑翻 借题发挥道 不过李大爷跟我在一起 我可管不到他 他要是林老入花丛 到时候可别怪我 这一点我不担心 他不是那种人 李伟年不上当 浅浅一笑 眼神扫过李伟年的脸 都是深深的暗意 相对于大家的说笑 欧阳却有些不开心 半赏猜到 你去山城 大概多久能回来啊 唉 看那边的情况吧 但是不会太久 现在交通方便 朝发西智 想回肥城 也就是半天的时间 叶姑翻说道 欧阳点点头 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怕绿叔笑话自己 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我去买票 既然跟着你 就坐一个合格的跟班 李伟年问道 客车 叶姑翻翻了一个歪眼 翻后 欧阳没有回学校 一直呆在养生馆 和叶姑翻对坐合唱 沉默中 欧阳忽然说道 叶姑翻 我再给你买几件衣服吧 出门在外 总要两套换洗衣裳呢 不用了 瞎瞎 你上次已经给我买了够穿了 叶姑翻一笑 说道 等我穿旧了 再请你给我买衣服 欧阳点点头 又陷入了沉默 我不在的时候 你要是着急的话 就和杨绿珠多聊聊 那丫头就是一个老妖怪 身上带着几百年的脊 你跟着她 我也放心 叶姑翻说道 我知道 等我从山城回来 再好好陪你 叶姑翻又道 欧阳点点头 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又道 对了 你们掌教真人算瓜准不准啊 哎 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叶姑翻一笑 他不犯神经的时候算起来特准的 准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说惊世骇俗的 惊世骇俗 有这么厉害吗 欧阳有些不信 叶姑翻也来了兴趣 说道 我跟你说 掌教厉害到什么程度吧 他的师父李青东 以前有个外号叫神算子 而掌教真人也有个外号 叫铁口神算 不是说有个外号就很厉害 而是经过验证的 掌教真人有一门绝学 还叫做算杀鼠毛 简直恐怖啊 算杀鼠毛 怎么一个恐怖法 快给我说说 叶姑翻点点头 比划道 掌教真人可以指着一大片蚂蚁 说出他们的准确数字 他扫一眼树头 就知道一棵树上有多少片树叶了 他可以指着一个人 说说那人有多少根头发 他可以算出一棵沙子里面有多少颗沙 精确度百分之一百 我小时候呢 经常验证他的算数 他 欧阳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里要想 那个万叔高看起来就是一个半傻子 实在想不到竟然有这样的神通 吓到你了吧 不过掌教真人的算数 在实际中难以发挥什么作用 不过是用来娱乐的 叶姑翻得意的一笑 不是 我想问问 他说你下山遇到的第一个女的就是以后你的老婆 那时候他是清醒的还是糊涂的 欧阳红着脸问道 那时候啊 他是非常清醒的 叶姑翻心里一暖 伸手来拥抱欧阳 可是心意刚刚一动 胸腔里却又是一阵脚痛 让叶姑翻脸色一变 怎么了 是不是那个什么古毒又发作了 欧阳急忙伸手来扶叶姑翻 可是又担心过于亲近 会给叶姑翻造成更大的伤害 欧阳的手伸到半途又缩了回来 哎 该死的鸳鸯虎啊 我得想个办法破解了才行啊 叶姑翻忍着痛苦笑道 是啊是啊 哎 你们掌教真人那么大的本事一定有本事的 欧阳急道 不行的话你先不要去山城了 我们一起去茅山找你们的掌教真人 李永年和他不是兄弟吗 带上李永年去求情一定可以的 叶姑翻挥挥手道 求掌教真人不太靠谱的 而且这种古毒并非致命 所以不急在一时 如果我自己破解不掉的话 掌教真人估计也不行 那就要去找我师叔吴展展了 他一定有办法 你师叔 是的 茅山前辈高人 就说一开始和我师父修威差不多 后来我师父有了机缘飞升而去 而师叔 呃 却没有跟随 在外渔了 叶姑翻说道 嗯 不管怎么说 都要解决了这个古毒才好 欧阳点点头道 去山城办事 如果顺利的话 就早点回来 叶姑翻点点头道 我妹妹叶青青的消息 还麻烦你打听着 虽然希望渺茫 但是我不能放弃 你放心 我会继续在网上发帖子寻找的 一旦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 欧阳说道 这些日子以来 欧阳通过电脑做了很多努力 到处发帖寻找叶青青 只可惜同名字的很多 但是一核对资料却没有吻合的 我就是山城也是想碰碰运气 看看能否打听到妹妹的消息 叶姑翻说道 可是你为什么不去燕荡山看看 欧阳问道 燕荡山是叶姑翻当年出事 和妹妹分离的地方 也是遇到师父师娘的地方 我时刻都想去燕荡山看看 寻找一点蛛丝马迹 叶姑翻有些出神说道 但是我师父当年说过 要我接任掌门以后 才可以去追查这件事 而掌教真人 却要我到24岁 才可以接任他的位置 所以我还要等两年 他们大概是为了你好 认为你魔力不够 才让你晚点的吧 欧阳安慰叶姑翻 既然是师父的安排 那么你听你师父的肯定没错 叶姑翻点点头 取了一枚铜钱 在茶几上把玩着 两人先聊着 一直到傍晚 那个熊宅的主人王老板 带着豆笔墙来接叶姑翻 说好了晚上捉鬼做法的 叶姑翻把欧阳送回学校 却在校门口遇上了李伟年 没办法 叶姑翻只好带上这个老跟班 一起前去王老板的家里 因为是晚饭时间了 那个王老板先请叶姑翻吃饭 席间王老板问道 叶大师那一男一女的魂魄都还在别墅里面吗 在附近 我上午的时候就看到了 但是后来人多他们躲了起来 叶姑翻一边吃饭一边说道 那种小鬼啊 浑浑噩噩噩的跑不远 等到天黑以后还会回来 那时候我收了他们就没事了 那别墅的风水该怎么改变 王老板又问 捉了鬼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叶姑翻不愿意多说低头吃饭 饭后众人驱车再次来到别墅 叶姑翻走到后院转了一圈收到 大家都去楼上待着 不要去后院啊 这对鬼胆子很小 不敢见生人呢 王老板不敢怠慢 立刻带着大家直上三楼 在三楼后窗边看着 叶姑翻却无所谓 坐在沙发上喝茶 漫不经心 郑瑞在这时候啊打电话过来 问叶姑翻有没有抓到那一对鬼魂 叶姑翻让郑瑞直接过来 不要带多人 40分钟以后 郑瑞赶到也上了三楼 大家一起喝茶聊天 别说了前主人已经查清楚了 是一个官员 现在在都城任职 论其职务比我大 郑瑞汇报案件进展 说道 因为他是公务员 所以我们暂时没有听懂他 只是通知了都城警察 对其展开监视 希望找到更多的线索 打个电话给王浩兰 直接抓人不就行了 林伟年嘀咕道 争睿苦笑了一下说道 我没有这个能量 可只能按照程序办案 那也是 就算你打了电话 王浩兰也不搭理你 林伟年黑黑一笑 又道 要不我帮你打一个 叶姑帆看了李伟年一眼 说道 李大爷 这种小事就不必麻烦人家了吧 人情这玩意儿且用且珍惜 毕竟用一次少一次 叶姑帆不想处处都去麻烦王浩兰 再说了 自己是给王老板捉鬼的 破案是郑瑞的事 为了郑瑞的公事 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 不是傻吗 嗯 行 我听你的 李伟年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跟班身份 立刻闭嘴 正经为坐 喝喝茶 聊聊天 时间过得也挺快 到了十一点的时候 叶姑帆突然举手 示意大家安静 因为叶姑帆察觉到了手腕上 那只罗盘的震动 这个罗盘是李青东原来的 后来留给了叶姑帆 算是一个小礼物 反正李青东都跟着丁二苗飞生了 还有这罗盘干什么 种人知道有情况 各自变色 叶姑帆站起身 悄悄来到后窗边 探头往下看 王家别墅的后院里 一男一女 两个鬼影 正手拉着手 在黑暗中跳舞 两人都只有十七八岁 高中生的模样 倒是有点般配 大家一起凑在窗户边观看 大气不敢出 却见楼下的鬼影 跳着跳着 忽然变成了两句白骨 说不出的诡异和恐怖 白骨还在跳舞 非常的忘情 非常的投入 似乎这就是他们的世界 他们的无常 他们跳的是摊个人 还是什么我 叶姑帆一笑 低声问道 郑瑞都吓傻了 结巴道 好像 好像不是唐哥 是 是快思布 叶姑帆又是一笑 忽然咬破中指 在掌心画了一道血符 猛的拉开窗帘 抬手向下面劈去 毛山掌心来 破 一道红光 从叶姑帆掌心而出 直奔后院 那一对白骨架 知道不对 一起抬头来看 恰恰遇上掌心的劈道 砰 一声闷响 然后 传来两个小鬼的惨叫 众人在看 却见后院的鬼影已经消失了 花树丛中 却有什么东西躲在里面 在不住的发抖 都下去吧 那两个小鬼已经被我打伤了 无法再逃走了 叶姑帆背起急的河 率先走下了楼梯 郑瑞等人急忙跟随 鱼贯下楼 来到后院 叶姑帆直奔花树丛中 取出两张纸符 将两个小鬼收入其中 一切似乎都在弹纸之间 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 回到楼下的客厅 叶姑帆对着纸符 掐去念咒 绊住香以后 咒语生指 叶姑帆说道 你们两个出来吧 有虚影从纸符里飘了出来 落地化作一男一女 惊恐的看着叶姑帆 男的俊美 女的漂亮 凑在一起 倒像是一对金童玉女 对对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和我以前看到的一模一样啊 王老板躲在叶姑帆的身后 手指那对青年男女颤抖着说道 叶姑帆挥挥手 是以大家安静 众人都不再说话 一起站在叶姑帆的身后 惊惊而又好奇的 看着那两个鬼 你们两个叫什么 哪里人 还记得自己也是怎么死的吗 叶姑帆看着那一对小鬼 一会儿开门见山的问道 记得 我们是江城人 同学关系 我叫刘文涛 他叫孟清云 我们是被人骗上车 然后带到这里被杀死的 那个男鬼想了想 开口说道 郑瑞愣了一下 立刻打开手机 在上面搜了一下 很快 郑瑞的搜索结果出来了 说道 没错 五年前报的人口失踪案件 到现在学而未解 原来你们已经死了 原来都五年了 我还以为没几天呢 孟清云低头 难过的说道 知道是谁杀死你的吗 叶姑帆问道 刘文涛和孟清云一起摇头道 我们是被绑架带到这里来的 当时一上车 就被套了头套 什么也看不见 叶姑帆点点头 看着郑瑞说道 郑队长 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剩下的事儿 我想你可以解决 郑瑞面色激动 说道 接下来就好办了 查清楚别墅园主人 和刘文涛 孟清云之间的瓜葛 就能理清案件 叶大师 真的很感谢你 又让我立一大功啊 你以后 多麻烦我几次 说不定我就升职了 叶姑帆一笑道 可惜啊 到现在我一口茶水 都没有喝到你的 改天我请客 一定好好答谢 郑瑞整理资料 起身告辞 叶姑帆收了刘文涛 和孟清云的魂魄 起身走向后院 王老板自然跟随着 看叶姑帆指点风水 院子后墙 开一个大门 大门外建一个五角亭子 亭子里挖一口井 切去后院的阴气就可以了 叶姑帆指点着说道 王老板一一记了下来 又详细地询问了 各种细节和后门的规格等等 折腾到夜里两点 叶姑帆这才离开王家别墅 当然说好的五万块 王老板分文不少的奉赏 千恩万谢 叶姑帆也挺高兴的 这是第一笔生意 虽然不敢说开张吃三年 但是吃几个月 那还是没问题的 第二天一早 叶姑帆还在睡觉 李伟年已经在楼下敲门了 叶姑帆穿衣起床 发现欧阳池夏和绿珠 也一起来到了养生馆 今天刚好是星一天 欧阳和绿珠来给叶姑帆送行 大家在一起吃了早饭 乘车前往汽车站 临别 欧阳有些不舍 虽然面带笑意 但是笑容很勉强 夏夏 我很快就回来的 放心 叶姑帆一笑 带着李伟年上了长途客车 欧阳和绿珠挥手送别 一一道别 客车开出老远 两人依旧站在原地挥手 叶姑帆也有些惆怅 看着窗外发呆 怎么 舍不得和欧阳分开啊 李伟年笑着问道 没有 不像你们老夫妻感情深厚 叶姑帆翻了一个白眼 抱着急的河打起了瞌睡 车型平稳一路无话 傍晚时分 叶姑帆和李伟年 来到了山城的土地上 山城 算是我老家了 李伟年左右张望着感慨了一番 我在这里待了二十多年 可不是一般的熟悉 别感慨了 找地方说 叶姑帆说道 我在山城旧房子 梁氏一听 李伟年笑了笑道 还有一辆老夜车 虽然破旧 但是动力十足 保养的也好 走 先去我那里吧 叶姑帆点点头 和李伟年上了出租车 李伟年的房子 在一个老旧小区里面 当时买的就是二手房 房子不大 但是布置的很违心 一看就是绿珠的手笔和创意 简单的打扫了一下房间 李伟年招呼 叶姑帆出去吃晚饭 小区外面就有大排档 两人就近吃饭 叶姑帆 你知道吗 你师娘的娘家就在山城 她的父母都还健在 哥哥是大名鼎鼎的 集市集团的掌门人 要不要去拜访一下呀 李伟年问道 我去拜访合适吗 还是算了吧 叶姑帆沉音了一下说道 李伟年挠了挠挠的 又道 对了 你师父还有一个红颜知己在山城 要不要见见 师父的红颜知己 谁啊 叶姑帆略感兴趣 问道 林夕若是一个霹雳锦花 不老美人 李伟年一笑道 当年和你师父关心密切 好的跟猎人一样 你师娘却不喜欢她 有些吃醋 既然师娘不喜欢 那我就不见了吧 叶姑帆哈哈一笑 对了 参猪也在这里 要不要叫过来一起玩啊 不过参猪不喜欢我 李伟年又说道 叶姑帆不如嘲讽的一撇嘴道 李大爷 你的小舅子都不喜欢你 你也够失败的 李伟年叹了一口气 欲言又止 那小子我也不喜欢 哎 找她玩什么呀 咱说了 我来山城是办事的 抓了唐米尔以后啊 我还回肥城呢 叶姑帆继续说道 什么时候动手啊 今晚休息 明天去那座坡庙里看看 叶姑帆说道 吃了晚饭 两人回到住处 各自无话 阴风闪动 贾秀姑和顾盼 一起出现在叶姑帆的面前 万福失利 顾盼 那个女鬼是不是唐米尔 哪天清楚了吗 叶姑帆问道 女鬼修为太高 我实在看不透她的本相 还请法师原谅 顾盼低头说道 算了算了 那我亲自去看看 她霸占的破庙在什么地方 叶姑帆问道 山城西南五十里 新河镇南边 她颇有灵验 现在名气很大 香火越来越旺盛 好 明天一早过去看看 叶姑帆点头 顾盼失利 看了看叶姑帆 似乎还有话要说 顾盼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 不必吞吞吐吐的 是 顾盼点点头道 我最近在山城一带 发现还有一个毛山法师出没 不知道是不是大法师邀请来的 还有一个毛山法师 谁啊 叶姑帆一呆 心里想 难道是师叔吴沾沾在这里 或者是掌教真人来到了山城吗 不光叶姑帆这么认为 李伟年也是这样想的 说道 那一定是万叔高来了 因为万叔高的老婆夏兵 一直带着孩子在山城生活 所以李伟年认为 是万叔高偷偷跑来看老婆孩子的 其实夏兵和万叔高的感情 这十几年来很糟糕啊 他虽然没有离婚 但是夏兵拒绝和万叔高见面 只是独自带着下一心生活 但是万叔高的脑袋不正常 有时候想起以前的恩爱 就偷跑来山城 想看看夏兵和女儿 不过他每次都是遭遇门羹 然后疯疯癫癫的跑回毛山 不是 那人不叫万叔高 顾盘看了看 叶顾帆倒 他叫丁二苗 什么 叶顾帆和李伟年都是大吃一惊 一起张大了嘴巴 顾盘吓了一跳 质疑着道 怎么 这位丁二苗 哎 丁二苗是我的师父 十几年没有出现了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山城呢 叶顾帆皱眉道 那人长什么样子啊 有没有其他人跟随啊 那人大约四十岁左右 身材修长 白面无虚 穿一身道服 背着一把黄布雨伞 带着两个二十多岁的帮手 顾盘想了想到 他有些古怪 看起来很低调 但是实际上却比较张扬 经常说他以前如何如何的 叶顾帆和李伟年对视了一眼 心里都在想 看来这个丁二苗是别人假冒的了 如果真的是丁二苗 捉鬼还需要带帮手吗 二苗哥 要是真的来到山城 一定会找我喝酒的 李伟年走了几步道 叶顾帆 我觉得那个丁二苗是假冒的 我们应该抓住他揭穿他 叶顾帆也冷笑道 妖人 竟敢冒称我师父啊 等我抓住他 所以把他打得满地找牙 叫他跪下刻意忘想透 顾帆 那个人在哪里 这就带我们去 那人到处乱跑给人做法事 现在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大法师稍等 我去查查 顾帆收到 速去速回 叶顾帆一挥手 顾帆和贾秀姑领命 躬身而退 化作一道迎风 这飘向远处 消失在了夜色里 妈蛋 竟敢冒充我师父 竟敢冒充我师父啊 叶顾帆气急败坏 在屋里走来走去 还能立刻揪出那个家伙 大些八块才好 你师父名气大 没办法 李伟年却咧嘴一笑道 你仿冒的都是品牌了 你师父啊就是毛山弟子的品牌 不过这家伙知道你师父的名字 还知道用黄步雨伞做道具 说不定也是盗门弟子 或者是以前的熟人啊 不管他是谁 只要被我抓住了 绝对不会轻饶 叶顾帆怒气冲天闹 我师父是什么人 怎么能被人冒充呢 他说坏了一世英名啊 李伟年点点头 这倒是 这家伙冒充你师父 肯定是骗财骗色 没按好心 抓住他 给我往三里打 叶顾帆说道 行 你就放心好了 我把那帽牌货打到大小便 不能自理为止 李伟年摩拳擦掌的说道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 在发泄着恨意 如果那个帽牌货听见了 根本就不用动手 估计会直接吓死 半个小时以后 顾帆飘了回来 说道 发师 那人找到了 正要去一个别墅区做法 你想抓他 可以在那个别墅门前等着 哎呀李大爷快走 开车过去 叶顾帆被几击的盒 登登登的跑下楼了 李伟年随后下楼 驾驶着一辆十几年前的普桑 带着叶顾帆飞奔而去 这轿车啊 虽然有些粘头了 但是李伟年用的仔细 所以性能还算好 速度也行 那就是噪音大了点 不得会儿 李伟年在北三环边 一个别墅区大门前停了车 叶顾帆走下车来 左右打量着 等待那冒牌货出现 贾秀姑飘了过来 隐身在叶顾帆的身后道 那个第二秒就过来了 从西边过来 坐的是一辆深红色的大轿车 车子上有号码 什么什么七七八八 大轿车 是越野车吧 我知道了 叶顾帆点点头 走到了小气的大门中间 转身看着西边的马路 李伟年走过来扯了扯叶顾帆道 叶顾帆我想起来了 咱不能见面就打 见面不打 那还跟他喝茶叙旧啊 叶顾帆瞪眼急吼吼的说道 是不是你害怕了不敢动手啊 要是害怕的话 赶紧滚去肥城 搂着李大婶睡觉去啊 别跟我挨手挨脚的 我从枪林弹雨里滚过来 阴阳二姐也去过 是胆小的人吗 李伟年咧嘴刀 你别发脾气 听我说 说 叶顾帆不耐烦的一挥手 是这样的 我考虑过了 如果我们见面就打 把那个冒牌货打个半死 又能如何呢 李伟年放低了声音道 我们打了人 以后传出去 别人就会说 毛山弟子丁二苗被人打了 都不好听啊 是关你师父的清语 所以啊 要换个方式 我们先让他捉鬼 然后揭穿他 再将他包打一顿 如此 别人就会说 有人冒充毛山弟子被打了 你说对不对 有点道理啊 叶顾帆想了想 点头道 就这样办吧 不管怎么样啊 他敢冒充我师父 就逃过过一顿毒打的 李伟年这才满意的一笑 和叶顾帆一起注视着西侧的马路 别墅区门前有保安港亭 但里面的保安 见到叶顾帆和李伟年 站在门档处便走过来询问 等一个朋友稍后就大 叶顾帆说道 说话间一辆深红色越野车 悠悠的开了过来 副驾驶位置上坐着一个中年男子 体貌和顾帆说的一样 怀抱雨伞 看见叶顾帆和李伟年挡住了路 车师父滴滴滴的按着喇叭 顶车顶车 李伟年却走上去打了一个手势 停一下我有话说 车师父没办法停了车 后座上一个大胖子伸出头来问道 你干什么的啊 问一下 那个毛山的猪鬼大师丁二苗 是在这车上吧 李伟年盯着前座的中年男子问道 那家伙本来是闭目假睡的 很装逼的一个姿势 听见李伟年这样问话 他才微微抬起眼皮 放下一半窗玻璃说道 频道正是毛山丁二苗 这位兄弟有何指教啊 您就是毛山丁二苗真的吗 李伟年装出一脸的激动追问道 鲁甲包困 请问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 帽牌货微笑着轻轻喊手 我找你有事有事 李伟年嘿嘿一笑 心里想 你这回真的有事喽 冒充毛山高人 现在人家的徒弟找来了 叶姑帆强压着席里的怒火 笑嘻嘻地走上前 击手道 小刀叶姑帆见过毛山前辈高人 哦 你也是学道之人 那个帽牌货眯起眼睛 打亮着叶姑帆道 不知道有是哪门哪派的弟子 是成何人呢 在下 老山派旁之 是成无名老道 叶姑帆一笑 闻走走的道 久仰毛山高人大名 今日读剑 幸何如知啊 那帽牌货黑黑一笑 起手还礼道 好说好说 都是三清门下 天下道门一家 敢问道友借我何事啊 同为三清一脉 只要我能帮得上忙 绝不推辞 也没什么事儿 只是在下年轻 没见过什么场面 听说丁大师今晚在这里做法 所以想来参观一下 瞻仰毛山高人的风采 增加自己的见识 叶姑帆笑着道 这点小小的恳求 还希望大师能够答应 小道感激不尽了 毛牌货微微皱眉道 按道理 毛山门派做法 是不允许其他教派的弟子旁观的 唉 也罢 念在你一心好学的份上 我就破了这个力吧 现在啊 像你这样懂得上进的毛山弟子 不多喽 不过有言在先 我做法的时候 小道友窃窃不可开口多话哟 多谢大师 叶姑帆急忙道谢拍马屁道 大师不仅仅道法高明 胸襟之广大 更是我被楷模啊 大师你放心 你做法的时候 我保证不说话 李伟年也在一边点头道 对对对 保证不说话 我们屁都不放一个 毛牌货微微瞪眼道 你又是谁啊 说话如此粗俗 他是我的童子 老童子 叶姑帆急忙掩饰 又补充道 他就是一个老流浪汉 没工作没饭吃 我见他可怜收留了他 冒败过点点头 让司机开车 叶姑帆和李伟年闪开小跑着 跟着越野车进了别墅区 越野车开的脚慢 似乎在等着叶姑帆和李伟年 几分钟以后 在一个独栋别墅前 越野车停了下来 这时候是夜里十点多 那个毛山高人叮二苗下了车 将雨伞背在肩上 左开右开微微点头 却一言不发 他的两个帮手也下了车 都是精瘦的年轻人 阳气不足的样子 冰痒痒的 主顾就是先前坐在后座的大胖子 星月 岳老板讨好的一笑 问冒牌货道 丁老师啊 你看这别墅的风水好不好 还行吧 那个冒牌货装模作样的指点着 说道 青龙白虎玄武朱雀的格局 还是不错的 就是东边的青龙位 却少了一点阳气和正气 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放一块泰山石 以增补阳气 记住了 都有时间就立刻安排 岳老板点头哈腰 谁手道 丁老师 里面请 里面请 冒牌货也不客气 帮手挺胸 带头跨进了大门 叶姑帆一笑 回神看着冒牌货的两个帮手道 哎 两位大师 请请 那两个帮手也不搭理叶姑帆 随后走了进去 然后主家岳老板进屋 最后呢 才是叶姑帆和李美年 一楼的客厅里 还有好几个人在等待 都是岳老板的儿子儿媳 一个个都不说话 面色紧张 叶姑帆进屋以后 心中就微微一动 这屋子里的确有诡计 难道这个冒牌货还有几分法力 也看到了这里的诡计吗 叶姑帆暗兵不动 傻乎乎的东看西看 一言不发 冒牌钉二苗 在沙发上坐下 岳家的人上茶 冒牌货带来的两个帮手啊 则垂手站在一边 喝了一口茶 那个冒牌货 才看着叶姑帆道 小道友 你也坐吧 不管修为高低 我们都是三亲弟子嘛 岳老板这才顺水推舟 看着叶姑帆道 是啊小师傅 你也坐 对于叶姑帆和李美年的出现 岳老板是非常的不痛快 为什么呢 因为家里闹鬼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啊 越少的人知道 越好 现在半路上杀出了两个旁观的 让岳老板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多谢大师 多谢东家 叶姑帆嘻嘻一笑 歪着屁股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李美年不吭声 站在了叶姑帆的身边 冒牌大师又喝了一口茶 才开口道 岳老板 你女儿现在怎么样了 听到这里 叶姑帆才知道 岳家闹鬼的事 跟岳老板女儿有关 他每晚都是十二点之前发病 很准时的 说自己是两百年前的老鬼 说自己死得好惨啊 岳老板说道 原来是鬼附体啊 叶姑帆心里笑了笑 冒牌大师看看时间道 还有一会儿 大家不要着急 先等着 等到那个鬼来附体以后 我就施展通天法术 将他抓了 大师 你要不要做点什么准备啊 岳老板问道 冒牌大师一笑道 实不相瞒 如果在十五年前 或许捉鬼的时候 我还需要做一点布置 但是现在 捉鬼对我来说 只是谈指间的事 根本就不需要做什么准备了 叶姑帆竖起大拇指道 丁大师斗法通天 令我十分佩服 等下的捉鬼大戏 我拭目以待啊 好说好说 冒牌大师一笑 端起茶杯 称叶姑帆举了举 喝茶喝到十一点 楼上突然传来一声利祸 众人都是脸色一变 一起抬头看向楼梯 冒牌大师却不慌不忙 挥手道 稍安勿躁 静观其变 一切自然由我来对付 岳家的人不敢不听啊 一个个保持安静 叶姑帆也做出害怕的样子 站起来 战战兢兢的看着楼梯口 我是鬼 我是鬼啊 我死得好惨啊 楼上的利贺家军 夹杂着摔东西的声音 乒乓作响 冒牌大师站了起来 眼神一片冷峻道 看来 我小看了这个恶鬼的秀伪 童子 护法 那两个瘦猴一样的帮手啊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立刻发了一个跟头 滚到楼梯口 各自守住一边 牵了一根红绳 拦在楼梯口上 楼上鹤唳不断 紧接着有脚步声传来 越来越近 我死得好惨 我要报仗 我要你们都去死 一声大喝 楼上突然冲下了一个 披头散发的年轻姑娘 疯了一样张牙舞爪 我靠 早晨够吓人的 一股翻瞪大眼睛盯着那姑娘看 发现那姑娘还算标致 只是因为被鬼上了身 所以显得五官猙獰恐怖 只见那姑娘冲到楼下 正遇上两个童子的红线 一根细细的红线 哪里惊得住一个从楼上冲下来的疯子 这蹦的一声响 红线已经断开了 童子 火罚 冒牌大师一声大喝 两个童子得令 吼吼的一声一起扑了上去 但是那疯姑娘一转身啪啪两掌 正抽在两个童子的脸上 两个童子一声乱叫 翻了个跟头倒在地上 一看倒地的姿势 都是职业演员的伎俩 正上人挨了一巴掌 会翻跟头倒地吗 大胆妖孽 马无山丁二喵再次还不束手就紧 冒牌大师大怒 反手抓住三瓶 向外猛的一抽 拔出一柄宝剑来 叶姑翻和李伟年一看 同时就想笑 这叫拔出来的是陶木剑不是铁剑 刷刷刷刷 冒牌大师手里的陶木剑捂了一个剑花 向方姑娘刺去 方姑娘双眼血红 口中嚎叫不断挥手来抓 太上老君抚摸令 鸡鸡如沥令 冒牌大师一边念咒 一边挥剑乱刺 两人对面相逢 陶木剑突然刺在方姑娘的胸前 大师手下刘青了 岳家的人吓得十声大叫 毕竟是自己的亲人 要是被一剑刺死 那不是没了吗 无法 我自由分寸 冒牌大师的陶木剑死死抵住风姑娘一边说道 陶木剑并不锋利 要刺在胸骨的位置上 所以自然扎不进去 但是风姑娘也并没有被支伏 盯着陶木剑向前 双手乱抓咬牙切齿 冒牌大师似乎不敌风姑娘的神力 被顶得连连后退 三五步退到了墙壁上 靠墙而立 叶姑藩眯眯起眼睛 查看风姑娘身上的附体之鬼 扫了两眼 叶姑藩便已经得知 这不过是一个死了十来年的女鬼而已 根本就没什么修为 这样的鬼魂 鬼力有限 别说对付有法术的人了 就算是对付一个血气方刚的正常人 也很难讨好 而这个冒牌大师如此狼狈 显然是在作戏 丁大师要不要我来帮忙 叶姑藩故意开口问道 多谢小道友好意 但是此鬼凶猛无比 你还是不要上前 念得伤了性命 我有两个童子护发就够了 冒牌大师高风亮急的说道 先前被风姑娘打翻在地的两个童子 挣扎着站起 再一次扑上 两人一左一右 各自抱住了风姑娘的一条手臂 拼死按住 要你 要你知道我毛神法术的厉害 冒牌大师一声怒吼 突然咬破舌尖 一口血 喷在那风姑娘的脸上 最后冒牌大师扯回桃木剑 一张纸服贴上了风姑娘的额头 啊 风姑娘一声惨叫 终于停止了挣扎 软软的倒了下来 混乱中 叶姑藩看到一道暗影 从风姑娘身上飘了出去 在天花板下徘徊 要你修斗 冒牌大师放过风姑娘 抢到大厅中间 忽然抛出了一面铜镜 向天花板砸去 当的一声响 铜镜落地 法师饶命啊 天花板上 那鬼影卸了行 向这铜镜飘去 一边开口求饶 岳家的人 吓得魂不附体 抱成了一团 集体发抖 要你 你附体害人 我茅山丁二苗 岂能饶了你 冒牌大师手中掐绝 指着铜镜念咒 积极如礼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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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月声令 那一道鬼影终于被铜镜吸收了进去 但是叶姑帆看到 这根本就不是收鬼的套路 而是那个女鬼啊 自己附上铜镜的 好了好了 这个鬼已经 已经被我收了 大家放心 茅牌大师疲惫的坐了下来 收到 唉 好厉害的一个老鬼啊 至少有一千年的到行 也幸好是我来做法 如果换成第二人 都会死在当场啊 两个童子放开封姑娘 从地上拾起铜镜 递在了茅牌大师的手上 而那个可怜的封姑娘 却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 大师啊 可是我女儿怎么还没醒啊 云月老板 蹲在封姑娘身边问道 她被恶鬼附体伤了元气了 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才会好 茅牌大师挥挥手道 没有大碍的 扶她去睡吧 明天天亮时分 她就会醒来 叶姑帆心里冷笑 一弹指 将贾绣姑的魂魄 打在了封姑娘的体内 然后笑音的上前 冲着茅牌大师说道 大师好手段 让我打开眼界啊 嗯 倒有过奖了 这也是三清老祖的神妹嘛 茅牌大师黑黑一笑 正要发表一番高论 却突然脸色一变 因为她看到 在叶姑帆的身后 那个封姑娘又站了起来 整两眼血红的看着自己 咬到 你敢抓我 今天我非把你死成碎片 贾绣姑父在封姑娘的身体上 一声揭笑 挥舞着双手扑了过来 妈呀 怎么还有鬼啊 叶姑帆一扭头 转身就逃 封姑娘来势极快 从叶姑帆的身边划过 已经一个耳光 甩在了茅牌大师的脸上 清脆的耳光声过后 茅牌大师的脸上多了五道指印 师父小心 这回事真有鬼了 两个童子也大叫起来 却不敢上前 妖孽 你是 你是什么妖孽 茅牌大师挨了一巴掌 搜的一下子跳开捂着脸 惊恐的问道 管她什么妖孽啊 大师快上 收了她再说 叶姑帆绕到茅牌大师的时候 向那家伙猛的向前一推 茅牌大师被推得向前一栽 恰恰落在了封姑娘的魔掌之中 好你个茅山法师 竟敢做法抓我 今天我一口一口的砍了你 贾秀姑附体在封姑娘的身上 张大嘴巴 向茅牌大师的脸上咬去 茅牌大师面如土色挣扎不住 忽然又咬破舌尖 一口血 向封姑娘的脸上喷去 这血似乎对于鬼灰有点杀伤力 贾秀姑竟然抵不住 啊的一声大叫 从封姑娘身上飘了出来 妖孽 我定二苗纵横阴阳两界 受试你一如反掌 冒牌大师大喜 也些已经贪软的封姑娘 追着贾秀姑的鬼影连连喷血 千刻间 越界的客厅一片狼藉 腥风血雨 这样喷血 我看你有多少血可喷 叶姑帆鞋里冷笑 趁人不背 又以贪指 将顾盼的鬼影打向了封姑娘的体内 顾盼附体封姑娘 接力向冒牌大师进宫 只是顾盼生前是小姐身份 不像贾秀姑那么调皮 那么呲牙咧嘴夸张大叫 他只是一言不发 抄起一个矮凳子 砸在冒牌大师的后脑勺上 其实这样更暴力啊 冒牌大师挨了一凳子 惨叫一声 用手一摸 这手心得满是鲜血 就在这时候 下袖姑又从后面扑来 阴气灌入了冒牌大师的四肢百骸 普通一声 冒牌大师终于顶不住摔倒在地 快逃命 饿鬼吃人了 冒牌大师带来的两个童子对视一眼 一起向大门冲去 站住 一只梅康生的李伟年突然横腿一扫 向两个童子一起放倒在地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捉鬼还没结束 你们就想跑吗 两个瘦猴精连连讨饶道 我们是这个第二秒起来的群众演员 不是童子啊 这都不关我们的事的 群众演员 叶姑帆冷笑道 不关你们的事也不许走 事情说清楚了 再走也不迟 对对对 你们不能走 你们走了 这里的事情怎么办啊 越界的人自然也不愿意放人 分遂呼应 李伟年手脚利索 不等两个童子做出反应 已经抽了他们的鞋带 将他们反绑了双手 再看另一边 猫牌大师满脸是鞋 躲在墙角色色发抖 冲着封姑娘连连抱拳讨饶 大仙 小刀知错了 就你放过我这一回啊 放过你 顾盗盘附体的封姑娘冷笑道 毛山派和我仇身四汗 凡是毛山弟子都是我的仇人 丁二苗 你今天的死期到了 月姑帆站在一边冷笑不语 冒牌大师蹲在地上 几乎就要跪下来了 大仙听我说呀 我不是丁二苗啊 我不是毛山弟子 我是冒充的 冒充的 那你是谁赶紧从事招来 如有假话 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是是是 我说我说 毛白大师擦了擦 嘴边的鲜血道 我叫许大雄 是一个无业游民 冒充冒生弟子 也就是骗一点小钱有家户口啊 其实我没有法术 我就是天生和别人不一样 身间血可以驱鬼而已的 叶姑帆哼了一声道 徐大雄 你好大的狗胆 今晚冒充毛山弟子 睁大你的狗眼 看看我是谁 徐大雄这才注意到叶姑帆 吃惊地问道 这位道友你是 道祖端坐三毛地 子气直套九霄天 叶姑帆看着屋里中人道 本人叶姑帆 毛山收录弟子 大名鼎鼎的毛山高人丁二苗 正是我的寿业人士 原来你是真正的毛山弟子啊 还是丁二苗老前辈的徒弟啊 徐大雄吃惊不已 又似乎不大相信 可是据我所知 丁二苗老前辈已经先去十五年了 你的年纪不大 是什么时候摆市的呀 叶姑帆哼了一声 突然飞出两刀纸服 收了顾盼和甲修姑 岳家的女儿 顿时胎软在地 再一次昏迷过去 叶姑帆从急的盒里 取出正气纹捏碎了 在岳家姑娘的鼻子下抹了一点 叶叶叶 岳家姑娘随后醒来 颤抖着看着大家 眼神中一片迷茫 把这女孩子扶到一边休息吧 已经受了惊吓不宜留在这里 稍后我就给她震魂 叶姑帆说道 岳家的人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把疯姑娘送往楼上 同时岳老板也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 对叶姑帆切恩外泄 态度啊 这迥然转变 冒牌大师许大雄眼珠子一转 竖起拇指来拍叶姑帆的马屁道 果然是茂山高人啊 一出手就是大家风范的 许大雄少来这一套啊 叶姑帆一瞪眼问道 岳家姑娘身上 先前的确附着一个女鬼 后来钻进了你的同镜里 说那个女鬼是不是你私下养来 专门骗钱的 但是这个真的不是的 许大雄亲忙辩解道 那个鬼和我无关 我也从来不认识的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你不说是吧 那我就让那个女鬼现身让她来说 叶姑帆哼了一声 冲李伟年一弄嘴 李伟年会议上前搜出了许大雄的同镜 转身递给叶姑帆 叶姑帆 叶姑帆借过同镜看了看 居然是两面夹层的 用力一砸 同镜分为两片 一个鬼影从里面飘出 往门外就逃 但是啊 叶姑帆的动作更快 早一张鸭鬼符飞出去 将那女鬼定住了 看见又一个女鬼 越界的人无不经惧 一起躲在叶姑帆的身后看着 这不关我的事啊 这不关我的事 徐大雄在一边大叫 一边冲着那女鬼连连飞眼色 纯粹的做贼心虚 此地无音三百两 闭嘴 既然不关你的事 你鬼叫什么 再叫 我拔了你的舌头 李伟年走上前 一个耳光 抽在徐大雄的嘴巴上 因为痛恨这家伙败坏了叶二苗的轻语 所以李伟年这一巴掌坡重 徐大雄受不住 当即一声惨叫 嘴里飞出去几颗牙齿 口中啊 鲜血直流 再也不敢说话了 惊恐的看着叶姑帆和李伟年 打得好 叶姑帆看了看李伟年 夹许的一点头 然后转身看着女鬼道 我是毛山法师 现在有几句话问你 希望你居士回答不要隐瞒 否则 毛山杀鬼咒下不留情 明白吗 那女鬼偷瞄了徐大雄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此时此地 这女鬼自然也知道形势 不敢违逆叶姑帆 你叫什么 和徐大雄什么关系 我叫常小梅 生前是徐大雄的未婚妻 哇操 这么丑的女鬼 居然是徐大雄的未婚妻 叶姑帆倒是没想到啊 这个常小梅长得的确不敢恭维 就此刻的本相来看 武短身材水桶腰 螺圈腿斗鸡眼 脸上的五官都挤在一起了 纯粹是一个女版五大郎的形象 可是徐大雄看起来 那还是有点玉树林峰一表人才的 他们俩怎么会是一对呢 徐大雄 你鬼常小梅说的是真的吧 叶姑帆一问徐大雄 徐大雄不敢隐瞒点了点头 常小梅 你是怎么死的 说 我我对徐大雄一片痴心 可是他却不喜欢我 一时激愤我投个自杀了 常小梅低着脑袋到 此后我的魂魄不散 回来找徐大雄理论 是知道他的舍尖是写中 阳刚之气很足 我竟然弄死他 几番纠缠和较量 他也害怕了 向我妥协 娶我为名妻 和我做了一对阴阳夫妻 然后又过了几年 徐大雄开始冒充茂山弟子 和我一道到处偏钱 我选择一些体质差的有钱人附体 然后徐大雄来驱鬼 偏取钱财啊 听到这里 岳家的人终于反应过来 冲着徐大雄破口大骂 喊不得当场灭了他 徐大雄蹲在地上 脑袋夹在哭汤里 任凭大家怎么骂也一言不发 嗯 你很老实 我再问你啊 你和徐大雄除了骗财之外 有没有做其他的坏事 叶姑帆看着女鬼 常小眉 又问道 比如 有没有借着捉鬼驱邪之名 祸害人家良家妇女呢 这个没有 虽然徐大雄不是好人 也经常有点歪心思 但是他害怕我报复 所以不敢对女人动心思 如果他真的碰了其他女人 我第一个让他变成太监 常小眉说道 仅仅是骗一点钱财 没有祸害女人 倒也不是罪无可恕 叶姑帆点点头又问道 你们一共看了多少人 骗了多少钱 这个太多了记不清了 常小眉想了想道 几百个人总是有的吧 至于骗了多少钱 也没有计算过 不过徐大雄现在的身家 肯定在千万以上了 事情都明白了 无需再问了 叶姑帆一笑 看着岳老板问道 岳老板 不知道这次 徐大雄为你女儿做法驱鬼 要价多少啊 他给我要八万 我已经给了三万块顶金了 这王八孙子 岳老板愤怒不已道 许豪遇上了真正的毛山弟子 要不我的钱被他坑了 女儿被他害了 还要对他千万谢呢 叶姑帆一笑 一道纸服将长小眉收了 岳老板 这个女鬼我收了带走 这个徐大雄 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报警 把这个王八孙子抓起来 人家吃一辈子劳烦 岳老板说道 徐大雄吓了一跳 抬起头来 可怜巴巴的说道 别别别 求你们别报警啊 我赔偿你八万 你放了我好不好 要是觉得还不解恨 把我打断一条腿也行啊 可是 你冒充我二苗哥 这笔账怎么算 李维年瞪眼问道 我可以把一半的家产全给毛山 算是我赎罪了 行不行啊 徐大雄问道 毛山不缺你那两个脏钱 徐大雄 你要是想赎罪 就从这里一步一步爬去毛山 然后在毛山忏悔一辈子 能做到吗 叶姑帆问 这个 徐大雄的眼泪流了下来 这要是爬过去 以后还能站着走路吗 算了算了 你们还是报警吧 叶姑帆哈哈一笑 带着月家的两个女圈上楼去了 给月家的姑娘震魂 而李维年则留在楼下 继续收拾许大雄 为丁二苗出击 半个小时以后 叶姑帆从楼上下来 发现许大雄已经被打得变形了 就像一个布娃娃 在污水横流的菜市场 被人踩了一万脚似的 完全看不出原来的形状和颜色了 月老板千万现 封上八万元现金 这原本是给许大雄 现在叶姑帆揭穿了许大雄的伎俩 治好了风姑娘的病 月老板自然感激不尽 对于这八万块 叶姑帆也不客气 直接收入囊中 然后和李维年一道驾车返回 当然 至于那个许大雄 自然有月老板包紧收拾的 叶姑帆不必再惯了 离开月家的时候 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李维年和叶姑帆都兴奋着 又觉得有点饿 便在路边找了一个大排档吃夜宵 这时候龙虾上市非常肥美 叶姑帆点了三斤龙虾 要了半大啤酒 和李维年边吃边聊 叶姑帆 谢谢你啊 李维年端起酒杯说道 发烧啊李大爷 无缘无故的谢我干什么 叶姑帆翻了一个白眼 谢谢你 让我跟着你 李维年黑黑傻笑道 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就像和二苗哥在一起似的 我又找回了以前的激情 哎 留点激情啊 以后东方花灼 用在李大婶身上吧 激情用在这里是浪费的 叶姑帆叹气无语 心里想 师父也真是的 留下这么一个逗逼兄弟 现在来烦自己 李维年呵呵呵的笑着 正要说话 却突然看着叶姑帆的身后 脸色一顿 谁 叶姑帆急忙回身 来看身后的动静 可是叶姑帆转过身来的时候 脸色也随之一顿 随后站了起来 笑道 这人生何受不相逢啊 这 是不是叫缘分啊 来人是迪云 给叶姑帆下了鸳鸯骨的迪云 今天的迪云穿了一身红色的风衣 站在夜色下 显得妖娆动人 而且 平时的迪云是不够言笑的 可是现在 他看着叶姑帆 嘴角唇边都含着浅笑 女人的妩媚温柔 在这一刻尽险无疑 怎么 是不是不欢迎了 迪云一笑 不等招呼 就在叶姑帆的身边坐了下来 拿起酒瓶给李伟年和叶姑帆倒酒 说道 坐 你们继续吃夜宵 欢迎欢迎 怎么会不欢迎的 叶姑帆黑黑一笑道 酒汗风干雨 他乡欲故知 洞房画出夜夜金帮提名时 这么大的喜事 怎么会不欢迎呢 来来来 以嘴方秀 老板 再上二斤龙虾 只怕你口不硬心啊 心里在烦着我吧 迪云浅浅一笑问道 叶姑帆一耸肩道 没有 见到你我很开心 你看不出来吗 李伟年咳咳两声 问道 呃 对了 迪小姐 你怎么也来了山城啊 迪云看了看叶姑帆道 我和他同心相连 知道他在这里 于是就来了 呃 同心相连 什么意思啊 李伟年惊叉的问道 我在叶姑帆的身上 下了鸳鸳骨 也叫夫妻鸳鸯骨 所以 我可以感应到他的所在 迪云也不隐瞒 说道 你们汉人不是讲究 夫唱夫和吗 现在 叶姑帆是我的丈夫 他来山城 我在那儿要跟着 啊 他是你丈夫 李伟年的嘴巴一下子 张开老大 再也合不去了 心里在想 那欧阳吃下 又是叶姑帆的什么人啊 叶姑帆用筷子 挑起一只龙虾 飞在李伟年的嘴里 然后转脸看着迪云 笑道 迪云 我们还没结婚 所以现在 还不算你丈夫吧 反正都是迟早的事 不会太久的 当然 如果你愿意 今晚就可以结婚 迪云说道 迪云啊 这事是大事 咱不急啊 慢慢培养一下感情 磨合磨合 以后好过日子 叶姑帆喝了一口酒 道 我都算过了 这一年之内 没有适合我们结婚的好日子 你别急啊 慢慢等着 行 我不急 一直跟着你 什么时候是好日子 我们就结婚 好好 跟着我好 有女同行 言如是盈 求之不得 叶姑帆信口硬撑着 心里想 得想办法 套出结果的方法才行 要不 哎哟 李美年看着叶姑帆 又看看迪云 突然会笑道 叶姑帆 这事我不会告诉欧阳的 你别担心 叶姑帆白了一个白眼 继续喝酒 眼看着到了下半夜 大排档打烊了 店老板催促叶姑帆等人离开 哎对了迪云 你住在哪里啊 叶姑帆问道 你这什么话 你是我丈夫 我当时跟你一起住了 迪云瞠怒道 难道你放心 让你老婆在外面住旅馆啊 假如我遇上了什么事 吃亏的可是你 你要想清楚 哎哎 姑奶奶 你也会出事啊 别人遇上你不出事 就谢天谢地了 叶姑帆苦笑道 好 跟我走吧老婆 人家都叫老公了 叶姑帆也只好叫老婆 一场邂逅起来一个老婆 让叶姑帆啼笑皆非 李伟年也是老不正经 或者说绿珠不在身边 他暴露了本质 坏笑着说道 叶姑帆 现在去我那里吗 我那可就是两时一厅啊 他的意思是 假如带着迪云回去 那么就叶姑帆 就只能和迪云睡一起了 因为没有第三间房 哎呀我知道 别多话 叶姑帆瞪了一眼 提示离席 迪云与笑嫣然 牵着叶姑帆的胳膊 一起上了李伟年的破车 然后又一起来到李伟年的家里 一进家门 叶姑帆就喘气不备 将李伟年推了出去 然后啊 反锁了门 喂叶姑帆 你干什么呢 李伟年在外面敲门大吼 李大爷 麻烦你去别的地方将就一下吧 我和迪云一人一个房间 叶姑帆懒洋洋的答了一句 但领着迪云进了卧室 李伟年在外面吹凶顿足 最后无计可施 气纷纷的下楼了 在自己的破车里睡觉 叶姑帆很不客气的反客为主 确战纠巢 不仅仅是李伟年 李云也对叶姑帆的处理方式很不满 说道 叶姑帆 其实我们夫妻俩一间房 李大爷一间房不是刚好吗 你又何必把人家赶出去 毕竟一把年纪了 在迪云的心里 鸳鸯骨都种下了 迟早是要睡在一起的 完全没必要这么干的 什么一把年纪 他人老心不老 心太年轻 在外面过夜 会觉得浪漫的 叶姑帆放下急的活动 我们现在不适合同房 要等到东方花烛才可以的 所以呢 现在不能睡一起 都是你的借口 其实是你不喜欢我 李云有些情绪低落 或许你会以为我太随便 不是一个女孩应有的表现 是不是 没有没有啊 老婆你想多了 叶姑帆拉着迪云 在床边坐了下来 来我给你梳头 然后你安静睡觉 别胡作乱想啊 见叶姑帆动作亲密 迪云这才转悠为喜 顺从的坐了下来 叶姑帆打开迪云的发夹 用梳子给迪云梳头发 一边说道 漂亮 我老婆真漂亮 真的啊 迪云有点不好意思了 在你的眼里 我和欧阳比起来 谁更漂亮 都漂亮 环飞燕兽各有迁就啊 叶姑帆口中说话 一边将梳起来的断发 收在口袋里 面对迪云的古术 叶姑帆无计可施 想来想去 也只好做法 切入迪云的梦里 来套取结果的秘密了 迪云忽然抓住叶姑帆的手 道 不行 我们是夫妻 你以后只能说我漂亮 不能说别人漂亮 否则我会生气的 行 我听你的 叶姑帆继续给迪云收头 一边问道 对了迪云 你为什么会看着我要和我做夫妻呢 迪云转过脸来认真地道 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留的 在你深入地牢救我的时候 我就决定嫁给你了 当时的感觉很奇怪 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动心 非常强烈的动心 然后 这种感觉挥之不去 我就知道 如果这辈子不能嫁给你 我将无法活得快乐 叶姑帆黑黑一笑 心里居然也有这感觉了 不过可能是先入为主 也可能是万书高当年的一挂 让叶姑帆觉得自己应该和欧阳是一对 帝云 谢谢你 对我的喜欢了 不过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叶姑帆想了想 说道 命子为姑 也是一个要命的限制 叶姑帆觉得 说出来下下迪云也好 什么事 是要说那个欧阳吃虾吗 迪云抢着问道 不是 叶姑帆摇摇头道 因为我自身的问题 所以我这辈子可能不能结婚 嗯 你身体有毛病不能结婚吗 迪云吃了一惊 我看你气色很正常 不会吧 哎 想哪去了 叶姑帆苦笑不得逗 我说的是我的命子啊 道教弟子都有一些限制的 我的命子为姑 注定这辈子可欺可子 叶姑帆继续给迪云梳头 一边把这个关节说了一下 有这么奇怪的限制吗 迪云大感惊奇 有些忽疑不信 我不管 被你客死了也是我的命 你 以后再说吧 天色不早 我回去睡觉了 叶姑帆藏好迪云的头发说道 迪云站起身 突然拥抱了叶姑帆一下 好 我也睡了 明天见 叶姑帆一笑 进了李伟年的房间 然后把房门反锁起来 开始布置 布置很简单 不过是一两分钟的事 然后叶姑帆等了一会 估摸着迪云睡着了 这才开始做法 点燃了缠绕着迪云头发的现香 小秀姑和顾盼都在 一起护发 隔壁房间 迪云此刻也的确睡了过去 迷迷糊糊中 迪云看见叶姑帆走来 不由得心怀怒放 上前拉住了叶姑帆的手 说道 真好老公 我居然可以在梦中见到你 叶姑帆嘻嘻一笑 和迪云肩并肩坐在床上 是啊 我也没想到会在梦中见到你 看来真有缘分 缘分由天定 梦中相见 却是我们夫妻俩的情谊所知了 迪云不识叶姑帆的法术 意味在叶姑帆的身边道 不过这样也好 梦里做事反而不受拘束 梦里没人打扰 来 说着 迪云轻轻抱住叶姑帆 向叶姑帆的脸上亲来 叶姑帆正当青春年纪 当天地间最大的诱惑向他扑来的时候 竟然难以自持 又想 这只是在梦里 就算亲热一下也没事吧 所谓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一念之间 叶姑帆立刻沉沦了 罪迷温柔相中无法自拔 本来是想进入梦中 掏出结果秘密的 可是谁曾想 叶姑帆却在梦里和迪云做了真夫妻 不过这也难怪 人在梦中 本来就不容易控制情绪 加上迪云和绿珠不一样 本身就对叶姑帆非常爱慕 所以迪云一进攻 叶姑帆立刻失守 上次入侵绿珠的梦里 则不同 绿珠对叶姑帆是非常抵触的 一点也不客气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又仿佛昙花一现 春世谢幕之后 叶姑帆突然想起此行的任务 坐了起来 对了迪云 我们已经坐了夫妻了 我身上的古毒 是不是就此扒出了 迪云也坐了起来 拢了拢一声 说道 这种蛊没有毒性的 只有你对别的女人动心之事才会发作 别怕 我知道没有毒性 我想知道这个蛊还在不在了 这种蛊一旦重上就终身相随 除非夫妻二人中有一个死去 另一个就自动解除了 迪云的脸在叶姑帆的脸颊上摸凑着 老公 你一定要解蛊的话就杀了我 否则别无他法 可是现在你舍得杀我吗 叶姑帆写了一阵惆怅 苦笑道 别胡说 我杀你干什么 喜欢你 还来不及呢 两人狼情惬意 百般坚决 信箱渐渐烧完 叶姑帆忽然感觉到手指尖一痛 终于从迪云的梦里抽身而出 醒来 叶姑帆靠在床头回忆刚才的梦境 可只觉得又羞又骚又惭愧 额头冒冷汗 那还好这是梦里自己可以死不认账 而迪云在那边的房间里也同时醒来了 回忆梦境 倍感幸福 一脸娇羞 经过夜里的入梦闹剧 叶姑帆再无睡意 干脆起身去洗了一个澡 身边把脏衣服洗了 收拾好了一切叶姑帆 才回到房间 拨了一觉 上午叶姑帆还在熟睡的时候 迪云在外面敲门 叶姑帆只好穿衣起床 开了门 闪笑道 走啊迪云 迪云一笑 很清洁的拉着叶姑帆的手道 老公 我昨晚梦到你了 我们在一起说了很多话 做了很多事 是吗 我昨晚睡得很香 什么也没梦见 叶姑帆尴尬的一笑 问道 在你的梦里我都说了什么干了什么呀 干坏事呗 还能干什么 迪云在叶姑帆的手里掐了一下 梦里的感觉很真实 就像现实里发生的一样 每个细节我都记得 我还以为你也做了同样的梦呢 怎么会呢 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两个人做同样的梦 叶姑帆继续演示 时间不早了 走走 下楼吃饭 迪云点点头 等待叶姑帆洗漱 叶姑帆洗漱完毕打开门 发现李伟年正愁眉苦脸的靠在门外 像个乞丐一样 叶姑帆 你们终于开门了 李伟年走进客厅 不无报应的说道 其实不用赶我出去 我可以睡客厅的吗 李大爷 今晚还是赶紧出去 你要是不想露宿街头 就赶紧订一个酒店吧 叶姑帆毫不留情道 或者我和迪云搬出去 住酒店 总之有行动的时候 你可以监控着我 没有行动的时候你别打扰我啊 行行行 怕了你了 我去外面助旅社 李伟年摇摇头道 叶姑帆 你比你师父霸道啊 你师父当年和我滚床单都没事 从没有你这么大的架子 嫌我架子大 以后别跟着我啊 你自己送过来当跟班的 就要听话的啊 叶姑帆一笑 带着迪云走下楼去 找地方吃饭 师父当年和李伟年年纪相仿 自然要亲密一些 而自己现在和李伟年之间 整整相差一代人 和他同职同住 总觉得有些别扭 那就算找机友啊 也要年纪相仿 不是吗 小区门外就有饭馆 叶姑帆和迪云坐下 就在刚刚上桌 李伟年又追了过来 因为下面要去新河镇 看看那个千年女鬼是不是唐米尔 所以李伟年不敢喝酒 担心遇到差酒驾的拆棺 叶姑帆却不着急 满条斯理的享受着 李伟年受不了酒香的诱惑 干脆吃了一晚饭 和自己退出了饭店 在车上等着 饭后十二点还不到 一股份擦擦嘴 看着迪云道 迪云 我出去办事 你就在这里等着我吧 不行 我要跟你一道去 你放心 不管你干什么事 我都不会拖你后腿的 而且还可以帮你 没说你拖后腿 是不好意思让你跟着吃苦 其实迪云有古术在身 拳脚上也颇有功夫 的确是一个帮手 但是叶姑帆觉得 对付那个千年女鬼自己就够了 去那么多人 纯属浪费人力 不过迪云这么说了 叶姑帆也只好答应 带着一个美女在身边 那感觉也不错 李伟年驾车上了环城高速 向新河镇方向进发 迪云和叶姑帆坐在后座 包着叶姑帆的一条胳膊 歪着脑袋枕着叶姑帆的肩头假妹 下午一点的时候 进入了新河镇的范围 在古庙所在的村庄前 李伟年停了车 等待叶姑帆的指示 先看看不要打草惊蛇 叶姑帆坐在车车里 用李伟年的望远镜 查看前方的古庙 虽然是下午 但是庙前还有不少人 都在派对上香 当年啊 我和你师父一起 还有万树高 大摘武通神挖死狼 那家伙法力高深也有妙语 比这里的香火还旺盛呢 李伟年一边观察 一边感慨 那件事听说过 就说我师父当年的修为不够 还动用了紫围星光和文曲星 杜莱 那个文曲星现在怎么样了 叶姑帆问道 文曲星沉寂了一段时间 现在很牛逼的 全球著名学者 国家终点培养了书呆子 李伟年说道 叶姑帆嗚了一声 把注意力继续放在前方的古庙上 那个庙不大 乡间普通的土地庙而已 一人多高 但是叶姑帆的方向啊 在古庙的北方 处于背面 看不到前面的光景 先回去吧 回到镇上 到了晚上才好行动 看清楚了四周的地形 叶姑帆说道 好 先去镇上 养精蓄锐 到了晚上 我们大战千年老鬼 李伟年黑黑一笑 驾车掉头 向西河镇而去 还大战老鬼 叶姑帆哼了一声道 如果正面教坊 不出五个会合 我就可以抓住那东西 但是要防止他文方而逃 他要说见面就逃 那么抓他就不容易了 来到清河镇 叶姑帆撇下李伟年 带着迪云 出来晃道 看看异乡风光 山城一带 叶姑帆自然是第一次来 所以略改新奇 对什么都有兴致 迪云可以和叶姑帆独处 享受爱情的滋味 更加的喜上眉梢 两人在大街上逛了一圈 又走到山间 信不寻忧 一直到傍晚时分 叶姑帆 这才带着迪云返回 李伟年坐在自己的破车里 捏着手机 和绿珠摄像头对话 也是眉飞色舞 新高采烈的 叶姑帆能泡妞 他也能啊 轮起姿色 他李伟年的女朋友 也不输给叶姑帆身边的妹子 别泡妞了啊李大爷 吃饭 然后行动 叶姑帆串了一脚车子 收到 李伟年这才挂了手机 和叶姑帆一起 找地方吃饭 对于李伟年 和杨绿珠之间的事儿 迪云不知道 在席间 叶姑帆偶尔说起 迪云便来了兴趣 缠着叶姑帆 要听一个明本 李大爷 说说你的光荣历史吧 怎么样 把李大婶勾上手的 给迪云说说 叶姑帆说道 其实说过很多遍了 再说说吧 李伟年一笑 开始一苦思甜 追溯往事 不过李伟年显然不善于讲故事 说的很乱 结结巴巴的 好在帝云聪明 也听明白了怎么回事儿 既感到震惊 又觉得佩服 李大爷 真心的祝福你和李大婶 我们苗疆放鼓的人 喜欢用鼓术 去捆绑对方的心 维持一辈子的恩爱 可是你们 当初一句承诺都没有 却接手了几世 这种感情真的感天动地 三百年前 绿珠还叫严绿珠的时候 和李伟年的前世唐志远相逢 的确没有什么承诺 更没有父母之言 媒妁之约 只不过各自的心理 都暗许了对方而已 一个暗许的承诺 几辈子的执着 让迪云敬佩不已 羡慕不已 叶姑帆撇撇嘴道 迪云 其实我也行的 不信你解开我的鼓毒试试 拉倒吧 给你下了鼓 你都扭扭捏捏的 要是没有鸳鸯骨的话 估计你甩身就会忘了我 李伟也撇嘴 诱道 而且这鸳鸯骨无法可解 以后别再说解骨的话了 叶姑帆点点头道 明白了 吃饭吗 吃饱了好动手 三人各自低头吃饭 然后结账走人 李伟宁开着车 再次来到古庙所在的村庄后面 叶姑帆示意停车 去诸武章福州 李大爷 既然你是跟班 我就不客气了 这五张符咒 你偷偷拿去 以古庙为中心 分散在五个方向的地上 用树叶盖起来 方的地点呢 距离古庙两百米左右 不能偏差太大 行 这事我可以办 李伟年借过符咒道 但是你放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作为一个合格的跟班 记住不要多问 照办就行了 叶姑帆发了个白眼说道 行 我照办 我不问 李伟年叠嘴一笑 收好指幅下了车 走进了夜色中 看着李伟年 略显臃肿老太的身影 越去越远 迪云有些不忍 李大爷 你年纪不小了 叶姑帆 我们应该对他好一点 怎么对他好啊 难道给他养老送终啊 叶姑帆一笑道 你别看这老家伙 模样厚道 其实一肚子坏水 接近我来有目的的 他接近你有什么不良的目的啊 迪云吃了一惊 要不我给他下个骨 牵制一下他 让他不敢乱来 别别别 我的事还是让我自己解决好了 他虽然有目的 但是对我无害 叶姑帆急忙说道 这迪云啊 性格火辣 说到做到 如果不提前预防一下 他真的能给李伟年 下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骨毒 那好 我听你的 如果发现李大爷有什么不对 我再给他下骨 迪云啊 李大爷本身不坏 你以后别想着给他下骨的事啊 迪云再次点头 又问道 对了 你让李大爷把这些符咒 藏起来要干什么 这是为了防止女鬼逃跑啊 做的一些措施 那几张符咒 围着古庙 形成一个包围圈 只要女鬼进来 就不容易逃脱了 叶姑帆只好解释一下 两人在车上闲聊 等待李伟年 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 李伟年才转了回来 站在车外 低声说道 都办妥了 这么久才办妥啊 我还以为你被那个女鬼抓去吃了呢 叶姑帆 撑了一个懒腰 开门下车 挥手刀 走 过去看看 迪云急忙跟上 拉着叶姑帆的胳膊 并肩同行 李伟年喘了一口气 也跟了上去 夜色漆黑 三个人脚步轻快 向着古庙进发 十几分钟以后 古庙已经近在眼前 按照先前商量好的套路来 李伟年先开了口 装作无意发现的样子 诶 这里 有一座小庙 不知道里面住的是哪路神仙呢 神仙会住在这里吗 狗窝一样的破庙 叶姑帆 捏着嗓子 鼓鼓怪怪的说道 因为唐敏儿熟悉自己的声音 所以叶姑帆不得不演示一下 防止唐敏儿闻声而逃 李伟年继续作戏道 可不要这样说啊 我听说 西河镇有一个古庙 很有灵念的 说不定就是这座庙 唉 你们年轻人不懂事 就知道胡言乐语 如果冲撞了神仙 可不是闹着玩的 嘿嘿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从来不相信这些牛鬼蛇神的 叶姑帆大笑道 信不信 我去推倒这座古庙 就在里面住着什么妖魔鬼怪 我拆了它的房子 也让它变成丧家之犬 无处可逃啊 唉 莫开玩笑莫开玩笑 巨头三尺有神明的 李伟年继续劝解 一唱一鹤 三人已经来到了古庙的前门 一夜色下一席可见 庙椅的建筑很简单 几乎只能归类到土庙一类 因为这就是一间小房子 除了正门之外 连后门和窗户都没有 叶姑帆说这是狗窝 其实客观的说 更像是一个牛圈 但是三人站在庙前的土地上 却有一丝异常的感觉 他们都感觉到 有一股暖流从地下涌起 让人觉得浑身舒坦 奇怪 好像感觉到有地热上涌啊 李运说道 估计啊 是一块风水宝地 地气旺盛 李伟年也说道 叶姑帆没说话 却打量着四周 然后又看了看天星 微微点头 这里确实是一块宝地 非常实义建庙 或者修建王侯之墓 虽然在晚上看不见地势的来龙去脉 但是天星所指 这里确实一处极佳的位置 叶姑帆心中疑惑 查看手腕上的罗牌和天星的对应角度 一番比对 叶姑帆更是吃惊不已 这里和二十八秀的南方朱雀七星 阎色和风 分金断胸吉 分拆井 鬼 柳 星 张 亦 轩七星 便可以发现 这七星和此地构成的角度 都是非常完美的 完全避开了胸尾 空尾 和观煞尾 抛开地势不说 仅仅以天星位置推断 这里是绝无仅有的一块宝地 但是从阴阳上来推测 则利女不利男 如此说来 女鬼占了这座古庙 倒也是合了阴阳之数 可是叶姑帆更不明白 如此宝地 为什么只建造了这么一个可怜的破庙 是巧合吗 这又好比一根栋梁之材 最后做了一根牙签 那好比大地之木葬了一个乞丐 怎么了 你看天上干什么 难道会下雨啊 黎云不明白叶姑帆在干什么 问道 没有什么 我看天上会不会打雷 把这个破庙给劈了 叶姑帆转回身 指着庙前的三个大香炉道 这里香火顶上 迷惑了很多老百姓啊 作为无神论者 我今天就要推倒这座破庙 省得蛊惑人性 说吧 叶姑帆走上前 一脚踢开了中间的石头香炉 香灰弥漫 把石头香炉咕噜噜地滚向一边 叶姑帆正要再提提二个 庙里却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道 大胆 什么人在此胡闹 竟然踢翻了香炉 我靠 这不是唐敏儿的声音啊 叶姑帆一呆 停止了动作 李伟年呼地蹲了下来 抱拳而败道 大仙显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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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事先商量好的 用以迷惑对方 要不李伟年当然不会怕鬼了 迪云也被里面的声音吓了一跳 波子觉得往叶姑帆身边拷了拷 一边探手进腰间握住匕首沿着一袋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无缘无故的替翻香炉 庙里那个女人的声音又说道 你们愚昧无知 就不怕我给你们降下灾难吗 事已至此 叶姑帆知道是弄错了 但是也不能说软话 于是一定掩喝道 什么人 躲在庙里面装身弄鬼的 给我滚出来 这个老鬼冒充神灵 在这里骗取香火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索性先做好了布置 叶姑帆也不怕的 便决定身边收了 为当地解决一个祸害 面对叶姑帆的质问 破妙里一声冷笑 装神弄鬼 还不至于吧 我本来就是神 我不信 一定是你躲在神像后面 你给我滚出来 叶姑帆扎扎扎扎扎的走上前 做出搜查的样子 可是刚刚走到庙门前 里面呼的一声冷风炫出 将叶姑帆吹的转了一个圈 这回相信了吗 庙里的声音冷笑道 不知者不醉 我念你年幼无知 就不跟你计较了 磕几个头 滚吧 否则叫你死在当场 嘿嘿 叶姑帆站定身形大笑道 死妖孽 一阵风就可以挂死我啊 告诉你 毛山逆子在此 乖乖的给我现行吧 说吧 叶姑帆抬手一道掌心雷劈了过去 掌心雷遇上庙里强烈的阴气 碰的一声响 尘土飞扬 你是法师 庙里一道鬼影飘出 吃惊的喝道 没错 正是毛山法师叶姑帆 叶姑帆冷笑道 妖孽 以野鬼之身而占据神灵之位 哪来的担子 乖乖的束手就擒 等我送你去地府发配吧 荒唐 小小的毛山弟子 也要来多管闲事 那鬼影声音冷利道 我身为鬼仙 为什么不能做神灵之事 我来到这里 为以防百姓排忧解难 喝醋之友 而且我的名吉不在地府之中 即便是十阶阎罗亲临 也没资格抓我 叶姑帆懒得废话 手掐杀鬼诀 向着那鬼影一指 喝道 见人一下我的毛山杀鬼令 破 女鬼似乎知道厉害 闪神让了过去 喝道 住手 我们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你为何与我作对 毛山弟子欲鬼就捉 不需要理由 叶姑帆一探手 将万人斩拔在手里 随后一枚铜钱贴着剑身 向女鬼飞去 女鬼不敢交手 依旧躲避 说道 叶姑帆 我不想跟你一般见识 失去的 自己离开此地吧 否则你会后悔的 长这么大 还不知道后悔什么滋味呢 今天刚好试一试 叶姑帆冷笑 飞出一道指幅道 你以为可以逃出去吗 看我毛山主鬼大福 大福一出 风云突变 只见那一道黄色的符咒 似乎有了自主生命一般 嗖嗖的向女鬼飞去 这主鬼大福经过了叮二苗的改造 要么 以叶姑帆此时的修为 还无法催动 改造以后的大福 使用更加简单 威力却大了许多 但是叶姑帆此时受限于道行 还是不能长途驱动 三里外的范围 他便无法控制了 叶姑帆 一定要刀兵相剑吧 女鬼大汉一边急促挥手 连连催动阴风来抵挡 一边向南倒退着飘去 哪里走 留下鬼名再说 叶姑帆冷笑 忽然又是一枚铜钱 撇着剑身飞了出去 铜钱从女鬼的身边划过 落在了远处 事先玉埋的几道符咒 受到了催发 一起发作起来 从五个方向飞来 向女鬼团团围住 五道玉埋的纸符 加上主鬼大夫 一共六道符咒 围在女鬼的身边乱飞 女鬼根本不能抵挡 惊叫声中 已经被主鬼大夫收了进去 纸符悠悠落地 顷刻间四周跪于瓶颈 一个孤魂野鬼而已 也敢在我面前装逼 叶姑帆大笑 收了主鬼大夫道 老鬼 现在知道茅山法术都厉害了吗 女鬼被锁在大夫之中咬牙切齿 说道 叶姑帆 你惹不起我的 别说你一个小小的茅山弟子 就算是龙虎山天师和石队阎罗来了 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你要是聪明人就把我放了 否则会给你们茅山教派 带来灭顶之灾 这么牛逼吗 叶姑帆不屑地一笑 走到庙前 屁股对着神像坐了下来 说道 女鬼 你的本事不咋样 吹牛逼到底有一手啊 说说 为什么龙虎山天师和石队阎罗 也不敢得罪你啊 因为你们得罪不起 我现在已经得罪了 你咬我呀 叶姑帆手一抖 将那女鬼放了出来 女鬼正要逃逸 叶姑帆却又连续飞出好 好几张鸭鬼服 将它定住 此时再看 这女鬼的本相 却是唐朝时期的打扮 大开领 大金彩衣 穿戴的就像花蝴蝶一样 脖子下面露出一大片皮肉 而且啊 年纪不大 25岁左右 叶姑帆又吃了一惊 暗地里想 这女鬼都一千多年了 的确堪称鬼中仙啊 唐朝初期到现在 快一千五百年了 一个鬼魂可以随活到现在 要经历很多次天劫的 你已经劫难而不死 为之鬼中仙 如果遇到冥界恩典 作为一个名正严实的鬼仙 也很正常 因为冥界也需要强大的老鬼 来增强自己的战斗力 喂 貌似你在人间游荡了一千多年啊 叶姑帆上下打量这女鬼 问道 所以说你惹不起 女鬼冷冷地说道 舍不起 你的意思是 你还有更厉害的靠山咯 叶姑帆想了想问道 女鬼哼了一声道 这不是你该问的事 要是害怕了 就这样放了我 以后别来这地方 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不追究你的冒犯之罪了 叶姑帆大怒道 给你脸不要脸是吧 好 看我逼着你说话 我倒要看看 你后面还有什么牛逼人物 说吧 叶姑帆一抖手 万人斩向鬼影的腿上扫去 清风一闪 女鬼发出了一声惨叫 万人斩的煞气她无法抵挡 难以承受 叶姑帆冷笑着 左一剑右一剑 在女鬼身上自来自去 却不伤要害 一边说道 你若不说 我就让你的魂魄受尽折磨之后 慢慢消散了 好 我说 我说出来以后 你可不要害怕 说吧 让我害怕一下 叶姑帆一笑 停住了手里的宝剑 女鬼看了看叶姑帆道 后来这里是奉命行事 啊 就在此时 突然一道强光 从庙顶上射来 正中女鬼的胸前 那女鬼惨叫一声 随后 鬼影纷飞 化作了虚无 什么东西 叶姑帆吃惊不小 藏了一下跳起转头来看 这时候 李文年也一声大喝 向着庙后抛去 狄云的动作也很快 只是稍微一愣 也从左边进攻 朝着庙后包抄过去 注意安全 叶姑帆一边大叫 一边追着狄云来到庙后 夜色中只见五战外的杂草丛中 一道鬼影晃了晃 便消失无踪 毛山主鬼大夫 起 叶姑帆的动作也不慢 随手一道指幅飞了出去 但是那张指幅飞出及时远 便无法感受到诡计的所在 失去了方向 飘然落地了 要你别逃 李文年喳喳呼呼地大叫道 吃我一镖 叶姑帆举起手 睁睁地看着前方 别叫了 那东西糟了 刚才的是什么东西啊 动作太快了 究竟是人是鬼啊 狄云也注视着前方问道 叶姑帆向前几步 舍起地上的主鬼大夫 却不说话 只是紧锁着眉头 刚才抓到的女鬼呢 是不是也跑了 李云问道 叶姑帆摇摇头道 没有 那个女鬼魂飞破散了 被刚才的强光击散了 那个女鬼一定掌握着一些秘密 才被幕后的老鬼灭了口啊 李伟年微微点头 也觉得这事儿颇为复杂 忽然间 西班不远的草丛里传来一声轻笑 接着一个黑影摇摇晃晃的站起 冲着叶姑帆等人挑衅了一挥手 妖孽 原来还没走啊 叶姑帆迅速展开七步遁法 向着鬼影急速掠去 同时万人展出窍 舞动一片清光 折取那黑影的胸前要害 这套七步遁法 是丁尔苗总结九遁之术 另行研究出来的 可以风遁火遁水遁土遁 但是每次只能遁出七步之远 然而是如此 这速度也是非常之快的 可惜啊 对面的黑影动作更快 先一步向后飘去 急如闪电 休走 叶姑帆血气方刚 哪里肯放 当下穷追不舍 李伟年和迪云见状 也一起冲了上去 想出叶姑帆一臂之力 但是啊 叶姑帆的速度 则比李伟年和迪云快了许多 几个呼吸之后 已经远在了半里路外 丫头 跟紧我 快追 李伟年大叫 脚下家里 迪云后发先知 掠过李伟年的身边道 大爷你加油 跟上我啊 两分钟以后 三人都离开古庙老远了 叶姑帆苦追之中 却发现那黑影太快 距离越来越长 眼看是追不上了 叶姑帆踏了一口气 放慢了脚步 身后脚步声响 李伟年和迪云都追了上来 不用追了 那也是一个老鬼 修为更在先前的老鬼之上 我们追不上他的 叶姑帆挥挥手 说道 那就不追了 反正 那个冒充神灵的女鬼 已经昏飞魄散 这事本来和我们也不相干 就这样回去吧 李伟年说道 叶姑帆沉印了一下 的确和我们关系不大 只是这件事很蹊跷 这个破庙里 究竟有什么秘密 说着叶姑帆回过头来 看着古庙的方向 砰 恰在此时 一声巨响从古庙那里传来 实现纷飞 虽然是夜里看不清楚 但是叶姑帆知道 那座古庙被毁了 好像是古庙被炸了 李伟年说道 不是被炸 是被鬼里摧毁了 叶姑帆摇摇头道 很狡猾的一帮老鬼 声东击西 调虎离山把我们掩盖 然后毁了古庙 可是 他们毁了破庙干什么 李伟年问道 叶姑帆哼了一声道 这还用问吗 和消灭那个唐朝老鬼一样 为的是销毁证据 隐瞒某些事实 走再回去破庙看看去 李伟年点点头 跟在叶姑帆和迪云的身后 回头走到庙前 那破庙果然被摧毁了 整体坍塌一片狼藉 叶姑帆打开电筒 在里面扒拉了几下 佛像有问题啊 李伟年文言急忙来看 庙里原来是一块半人高的灰色石头神像 现在已经碎裂 但是啊 仔细辨认的话 还能认出 空心的 这佛像是空心的 李伟年找了几块佛像残片 拼凑在一起 说道 叶姑帆也蹲了下来 照眉道 这佛像本不高大 为什么要做成空心的呢 空心佛像的制作难度也更大呀 这个空心的佛像里面 又藏着什么秘密呢 要了解这历史 只有走访了 李伟年看看四周的 天色异晚 叶姑帆 要不明天再来一趟 找乡民打听一下 对付这些有家有庙的邪神老鬼 李伟年算是有经验的 因为当年他和丁二苗一起 对付过武通神瓦斯朗 好吧 先回去 明天再问问 叶姑帆点点头道 走吧 徒劳无功 白跑了一趟啊 也不算白跑 你不是在月老板那里赚了八万块吗 李伟年劝未道 钱财与我如分土 八万也好 八百万也好 都是分土 叶姑帆摇摇头 大步走向停车处 李伟年驾车 大家原路返回山城 这次李伟年很自觉 到自己的屋里 收拾了两件衣服 然后出去助旅社了 把家里让给了叶姑帆和迪云 迪云先进卫生间洗澡 叶姑帆等在客厅里 一边喝茶一边摆出楼盘 回想着今天那个破庙的情况 越想叶姑帆 越觉得这件事不简单 洗了澡出来 迪云路过客厅 忽然一笑道 叶姑帆 今晚我还会梦见你吗 不会了 叶姑帆顺口说着 忽然醒悟过来 不不不 这事我不知道啊 你做的梦 梦见谁 我怎么会知道呢 对吧 其实我希望梦到你 迪云在叶姑帆的身边坐下 梦里的感觉真好 梦里不知绅士客 一上瘫痪 叶姑帆一笑 拿了衣服去卫生间洗澡 迪云微微凑眉 喃喃的道 梦里不知绅士客 什么意思啊 十分钟以后 叶姑帆洗了澡出来 发现迪云依旧坐在沙发上 还不睡啊迪云 叶姑帆问道 我在等你啊 等我干什么 还有什么事吗 你说等你干什么 迪云偏着脑袋一笑道 你昨晚怎么对我的 今晚还要一样 难道昨晚做法寄梦的事 被迪云知道了 叶姑帆脸上一烫 死不承认道 可是我昨晚什么也没干 迪云站起身 款款走到叶姑帆的身前 伸出两条玉壁 搭在叶姑帆的肩膀上 微微一笑 真的什么都没干 没有啊 真的什么都没干 叶姑帆说道 骗子 你昨晚帮我梳头了 好不好 迪云俨然一笑道 来我房里 帮我梳了头 再去睡觉 哎 我去 原来这么回事啊 叶姑帆松了一口气 笑道 行 我来帮你梳头 和含蓄的欧阳比起来 眼前的迪云 显然更加直白 淳朴 不掩饰自己的感情 叶姑帆夹在这两个美女之间 竟然有点左右为难了 欧阳明确表示过对自己的情谊 自己也曾经有过含糊的承诺 而迪云却更加狂野 直接就把自己当成老公了 毫无商量余地的霸道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还是鱼和熊掌来个兼得呢 叶姑帆胡思乱想着 给迪云梳头 好在梳头以后 迪云没有再提其他的要求了 别让叶姑帆回房睡觉 叶姑帆觉得轻松了 也觉得有些失望 突然又想 假如迪云抱着自己不放 留自己在的房间里 那么自己还能把持得住吗 都怪昨晚那个该死的梦 虽然自己死不承认 但是叶姑帆知道自己在梦里 也对迪云动心了 说来说去 还是道心不够坚定啊 回到屋里睡觉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李伟年便在外面敲门 吵醒了叶姑帆和迪云 李大爷敲门这么急 失火了 叶姑帆很不满的瞪了李伟年一眼 不是说去西河镇吗 看看昨夜的古庙吗 等我洗漱 然后就去 叶姑帆摇摇头 走进了卫生间 半个小时以后 叶姑帆和迪云下楼 随便吃了点早饭 上了李伟年的破车 经过一夜休息 李伟年精神大好 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叶姑帆 我昨晚想了一夜 我去的 这个西河镇古庙女鬼的事 我们得好好查一查 靠 昨夜里不是说不关我们的事 查不查无所谓吗 叶姑帆愣了一下 李大爷 咱们你一觉睡醒 又是另一个说法了 我是这么想的 李伟年一笑道 如果我们不查这个事 那么留在山城 不是没事做了 不是应该回肥城了 我跟着你 重寻当年的激情 那不是又没戏了吗 哦 原来如此啊 叶姑帆恍然大悟道 你的意思是给我找一点事 然后便与你寻找当年的畸形是吧 我看你是想抛弃李大婶 所以不想回肥城了吧 呃 我没这意思啊 你可别跟绿猪说 李伟年道 叶姑帆坏笑了一下 拿出手机道 哎不行 我要跟李大婶反应一下 可是电话在这时候 却突然响了 是欧阳直下打来的 叶姑帆一正 随后接通了电话 呃 欧阳啊 怎么上午不上课 课间休息 给你打个电话 这两天还好吧 那个千年女鬼抓住了没有 欧阳在那边温柔的说道 哎 很好很好 我很好 那个千年女鬼的事有点复杂 叶姑帆斟着辞语道 昨晚上我才动手捉鬼的 可是没想到遇上了更厉害的老鬼 结果啊 白辛苦了一场 哦对了 而且那个鬼也不是唐敏儿 虽然不是唐敏儿 那你还留在山城干什么 早点回来吧 欧阳在那边轻松了不少 快午一长假了 回来陪我一起去看看妈妈 嗯好好 这里还有点事要搞清楚 我会尽快回去了 叶姑帆一笑 打算把昨夜里的事简单的说一下 谁知道身边的迪云忽然一片头 凑过来啊 冲着电话大叫道 欧阳 我和叶姑帆已经是夫妻了 现在就和他在一起 他是我老公 你没有资格让他回去的 喂 迪云你别胡闹啊 叶姑帆大肆尴尬 急忙把手机换到另一边 谁胡闹了 你都有老婆了 还有和别人不清不楚的 是你在胡闹好不好 迪云故意提高声音说道 叶姑帆哭笑不得 冲着电话说道 欧阳啊 有些事说不清楚 等我回去以后再跟你解释啊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欧阳低声问道 现在你和迪云在一起 是的 不过不是那样的啊 我以后跟你解释 叶姑帆说道 上课了 但是欧阳没有再说话 直接挂断了 叶姑帆 叶姑帆叹了一口气 看着身边的迪云道 迪云 这样不好吧 李伟年黑黑一笑 扭过脸来 幸灾乐祸的看了叶姑帆一眼 当年 李伟年被丁二苗坑了一把 被女明星孟一农苦追几年 李伟年了解叶姑帆此时的心情 痛病快乐着 怎么不好了 我是你老婆 你是我老公 我没做过分的事啊 迪云很认真的说道 可是 可是你伤害了欧阳啊 你不知道 我在下山的时候 是欧阳收留了我 对我很关照的 而且 欧阳最近的遭遇 也很值得同情的 身世遭遇是另外一回事 就眼前视来说 我怎么觉得是欧阳伤害了我呢 我才是你老婆 他要是再纠缠你的话 就是第三者 我就是受害者 迪云摆了叶姑帆一眼 叶姑帆头大如抖 现在 你和欧阳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的朋友好不好 没结婚不算老婆的 中了鸳鸯骨 就是我老公了 我们苗族的规矩 说规矩是吧 叶姑帆忽然一笑道 我也跟你说说我们道家的规矩 道家 什么规矩啊 迪云狐疑的看着叶姑帆问道 我们道家的人是可以修仙的 修仙成功以后就不受人间的法律约束了 可以三妻四妾的 叶姑帆坏笑了一下 说道 现在我们按照道家的规矩来 你是我老婆 欧阳也是我老婆 你不能吃醋啊 也不能欺负欧阳 两个老婆要和平共处明白吗 黎云愣了一下 随后笑着点头道 行啊 等你成仙再说 没有成仙的时候 说这些不是枉然吗 叶姑帆摇头乌语 心里想 这以后的日子 有迪云陪伴在身边恐怕不得好过啊 谁知道 李伟年又来雪上加双 悠悠的来了一句 叶姑帆 你这套三七四妾的理论 欧阳知道吗 闭嘴 看你的车 叶姑帆大怒 行 我开车 我也只好先提醒一下 十点不到 三个人又重新来到了新河镇乡下 刚下车 就看到那座破庙的废墟前 站着许多人 看模样都是来上乡的乡民 到了这里以后才发现 庙没了 这是个好机会 我们也冒充上乡的 去打听一下破庙的历史 李伟年说到 叶姑帆点点头 背起吉他活 向着古庙缓驳而去 庙天的人很多 大约有七八十人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 都看着破庙飞墟指指点点 议论纷 叶姑帆三人的到来 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因为昨夜里的行动没有被人发现 而且这座庙所招揽的乡客 有很多来自几十里外的村子 所以大家看到陌生人也不奇怪 自然而然的把叶姑帆等人 也当成前来上乡的了 大哥 这怎么回事啊 李伟年扯住一个老头指着破庙飞墟问道 我前不久来上乡 这里还好好的 怎么现在庙都没了 谁说不是呢 我也来上乡的 庙塌了 人里面的神像都碎了 这是他 老汉之摇头 旁边一个本村的低声说道 昨天夜里我们听到这里发出一声巨响 然后早起一看庙就塌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炸掉的 什么人炸了庙一定会有报应的 立刻有人表示愤怒 这庙里的神仙里念着呢 叶姑帆笑了笑 问刚才说话的说道 这个大爷 这座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念的 没多少天 但是真的很灵眼 有求必应啊 那老汉非常惋惜 说道 我家老太婆死了 收了点私房钱 我一直啊找不到 后来烧香问菩萨 菩萨指点说埋在水坑下面 一挖 果然是啊 哼 菩萨怎么告诉你的 叶姑帆又问 托梦啊 你白天来烧香 晚上菩萨就托梦给你 帮你解决问题 老汉说道 这菩萨真灵念啊 可惜了 叶姑帆一笑 转到一边继续打听 待了半个小时 叶姑帆总算把这座庙的历史打听清楚了 这里的破庙可以说历史悠久 不知道多少年前 这里原来是一座大庙香火鼎升 但是历经战乱大庙被毁 战乱以后大家又来重建 但是因为资金问题 数次修建以后啊 庙宇变得越来越小 古庙最后一次被毁 是在几十年前那一场扫旧活动里 那一次是连根带底的 将古庙拔除了 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 古庙又被村民们搭建了起来 只不过也没有大张旗鼓 只是随随便便搞了一个小房子 算是个意思 村民们一开始啊 并不是非常迷信古庙 因为这里虽然有庙 但是并不灵念 于是这个庙就这样孤单单的待着 并没有多少香火 出现转机是在十天前 那天也是夜里一声巨响 地动晒摇 然后村民们发现 庙里的神像换了 以前的神像是一块青石 现在已经四分五裂的躺在庙外 而坐在庙里面呢 却是一块灰色的神像 村民们都吓傻了 认为这是真菩萨下凡 赶紧祭拜 结果从当晚开始 菩萨就开始托梦 陪幽解难指点迷惊 乌不灵念呢 天降神像 加上百分百的灵念 于是这座庙的名声 在这几天之间 就传开了四里八乡的 无数人云集在此排队上香 了解了破庙的历史 叶姑帆更是无疑 这女鬼究竟从何而来 还带一个神像 究竟背负着什么使命呢 如果是一个流浪的女鬼 想获得一点香火祭拜 不至于弄出这么大的牌照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女鬼只是归类 只是赚取香火的工具 庙里的空心神像 似乎才是接受香火的主角 可是现在女鬼没了 神像被毁了 一切到这里就断了线索 参想半天 叶姑帆依旧无法理清这件事 只好让李伟年开车 远路返回 回去的路上 李伟年开始发挥智力 叶姑帆 我觉得这古庙的背后 还有一个势力 昨晚的女鬼 这是鬼童子级别的 要是找出后面的终极大boss 那一定有意思 李大爷 你说的不是屁话吗 这情况三岁孩子 都能分析出来 叶姑帆靠在后座 懒洋洋的说道 别急 我还有后话 李伟年一笑道 昨天晚上幕后的老鬼 消灭了被你抓住的女鬼 毁坏了古镖 你以为那是毁尸灭迹吗 错了 那叫丢车保帅 丢车保帅 叶姑帆想了想到 有道理 他们保住了帅 以后肯定有所图帽 而且幕后的老鬼 记得毛山教派 不敢翻脸 所以只好走这一招 牺牲了女鬼 没错 他们不想和你们毛山教派 撕破脸 至少目前他们不想这样 李伟年继续分析道 左则 昨晚就会跟我们干起来 叶姑帆点点头 觉得有点道理 毛山派沉寂了十几年 但是阴阳二界 还没有改小看毛山的 这一点主要是因为 师傅丁二苗 和师叔吴展展的为民还在 昨晚的幕后老鬼不敢翻脸 估计也是因为这些 李大爷 你分析的不错 但是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下一步 我就不知道了 李伟年总总监 老脸上挤出一点含笑 叶姑帆点点头道 对方故意隐瞒 肯定是想继续利用这一块风水堡地 他们做出决局的样子 还是在迷惑我们 我觉得在这块地上 他们还会有所活动的 这个确实有可能 李伟年想了想到 要不我在这里盯绍几天 我以前在特种部队里混我 说起侦察术还是有一手的 叶姑帆笑着摇头道 你的侦察术只能针对人 不能针对鬼神 丁少侦察这事儿 还得顾盼和贾修姑 两主舖来干呢 那先回去吧 我们多留几天 看看动静 李伟年点头 下车返回 当天中午叶姑帆 就叫出了顾盼和贾修姑 给他们分配任务 你们俩继续监视新河镇破庙一带 有什么使得怀疑的 回来告诉我 顾盘主扑二人领命 立刻出发继续监控 新河镇一带的情况 叶姑帆极其无聊 就在客厅里 以献箱定子武 以铜钱排八卦 在推算着什么 李伟年不解 温道 叶姑帆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我在推算昨天的天星味 叶姑帆继续摆弄 精神专注 对于神学知识 李伟年自然不懂 只好呆呆的看着 一边的迪云也不懂 但是却看得津津有味 不过迪云看得不是铜钱 而是叶姑帆 班上叶姑帆收起茶几 上了铜钱 一声叹息道 唉 还是不行 如果是掌教真人 一定可以算出来 你说万数高 他可以算出什么呀 李伟年一笑道 他神神叨叨的 估计自己多大岁数都忘了 还能算吗 倒是他的师父李青东 我见识过 那才叫真正的神算则 李大爷 这你就错了 叶姑帆把握着手里的铜钱道 据我看来 掌教真人的算数 更在李青东之上 不可能吧 他是李青东的徒弟啊 李伟年愕然 清楚于蓝而圣于蓝 常有的事儿 叶姑帆一笑道 我大师兄李青东 擅长齐门盾甲 推算之术 也大多用在齐门盾甲之上 那的确是非常惊喜 不差分毫 但是其他方面 则未必赶得上掌教真人万数高了 李伟年表示不信 问道 你说的具体是哪个方面 叶姑帆笑了笑 指着自己的脑袋道 你知道我头上有多少头发吗 这 这我哪知道啊 对啊 所有人都不知道 但是掌教真人知道 叶姑帆指着窗外的树道 掌教真人可以算出一棵树上 有多少片树叶 可以算出一个盐罐里 有多少颗盐 可以算出夜晚的星空 有多少颗可见的星星 这种算杀鼠毛的本事啊 是掌教真人自己悟出来的 他风沐粘粘的时候 白天看蚂蚁 晚上看星星 十几年来 他练成了这样的本事 这么厉害吗 李伟年擦了一把汗 觉得太悬了 万叔高嘛 一直是个逗逼形象 所以李伟年也从来不拿他当高人看 但是听见叶姑帆这样说 他也不得不服 这种计算能力 恐怕是计算机也无法扳道的 可是万叔高可以算杀鼠毛 跟你刚才摆的铜钱有什么关系啊 好半天李伟年才问道 那关系就大了 因为这牵涉到二十八秀分金段 需要强大的缜密的计算 比如东方七星的角 一二度级三度凶 四度观赏 五六度聚集 七度差错 八度至十二度呢聚集 少度平 比如抗一度凶 二度小空 三度平 四度观赏 五六度聚平 七度凶 八度级 九度平 少度凶 叶姑帆指天指地 比划这道 要想算出和天干地之对应的 所有星宿的集位 就太不容易了 据我所知啊 历史上一共只有两个人 具有这种本事 不对 不对 加上掌教师人 应该是三个人 那两个人是谁啊 一个是推背图的作者 李春风 一个是烧饼哥的作者 刘伯温 叶姑帆说道 什么 李伟年和迪云都吃惊不已 咱们也没想到 万书高居然可以和李春风 刘伯温并驾齐驱 虽然迪云是苗族人 但是大一统九义 自然也知道华夏国历史上 这两大名人 李春风是唐朝人 周明的天文学家和道教大能 武则天的陵目就是他定下的地址 刘伯温更不用介绍了 人人都知道 我没看出万书高这么厉害 李春风和刘伯温都能语言 万书高可以吗 你跟他是兄弟 难道没有见过他的乌鸦嘴啊 叶姑帆一笑 这倒是 他的乌鸦嘴的确很凉 李伟年咧嘴一笑 又道 要不我打个电话给万书高 让他帮你推算 算了算了 电话里你也说不清 让姑帆他们看着吧 有情况再说 当天无事 叶姑帆带着迪云 在山城闲逛兴之勃勃 说起来叶姑帆在茅山长大 也吃了万书高不少苦头 而此时 海阔平逾越 天高热鸟飞 格外的痛快 玩到晚上 叶姑帆回到李伟年的房间里 恰好遇上贾秀姑回报 怎么样 有情况了 叶姑帆问道 还有情况 对方声势很大 触动了上百名老鬼 驻扎在破庙旧纸上 鬼杖滔天 看不到他们在做什么 贾秀姑面色紧张道 而且 以我和小姐的修为 根本就不敢见钱 都是小心翼翼的 否则肯定被抓 叶姑帆皱眉自言自语道 我会看错了吧 咱们会有这么大的阵仗 轻真万确 没有告诉 小姐怀疑 这是冥界派出来的鬼差 否则 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规模 贾秀姑的一声说道 不会的 如果是冥界在人间办事 昨晚就不会对那个女鬼灭口了 叶姑帆摇摇头道 等我开鬼门 去阴森查一查 法师真的可以去阴森啊 贾秀姑又惊又喜问道 是啊 怎么了 不就是冥界吗 有什么不能去的 叶姑帆问道 贾秀姑笑了笑道 法师可不可以帮个忙 在阴死判官那里美颜几句 让我和小姐早点投胎 发配去一个好人家 可以啊 这种小事举手之劳 多谢法师 贾秀姑喜不自禁 屈膝跪了下来 叶姑翻却一挥手道 当然目前不行 你们还得帮我 抓住汤米尔 我再会帮你们求情 你们也不用多担心 我说到做到 而且目前你们在人间晃的啊 也挺自在的 是不是 不急不急 贾秀姑站起来笑道 其实我无所谓 就这样也好玩 主要是小姐 觉得鬼魂之身没有尊严 想早一点投胎 那就早一点 帮我找到 呃 唐米尔和我妹妹 然后呢 我亲自送你们去地府 叶姑翻一笑 收到 好了 准备护法 我去阴死走一趟 狄云对于谋山法术也很感兴趣 立刻兴奋起来 呃 询问具体步骤 去地府嘛 就要找一个接地气的地方 我这里的房子不行 要去郊外 走吧 叶姑翻带着迪云和李韦尼下楼 驱车前往北郊 在北郊的一处偏僻山林里 叶姑翻确定了位置 摆起香案 而在自己头上画了一个赤字 让我躺了下来 你们在这里守着 别让什么东西把我吃了 一炷香以后 如果我还不醒来 就把我留下的一道符烧了 我便会醒来 但现在功力不够 只能如此出魂 放心吧法师 我会接受在这里的 贾修姑说道 李伟年和迪云都一起点头 说道 去吧 我们会小心的 叶姑翻闭上眼睛 口中喃喃念咒 魂魄飘燃而出 顺着轨道向鬼门关而去 这是叶姑翻第一次来面接 师父留下的秘迹里 记载了详细步骤 以前在茅山 叶姑翻好奇偷偷试过一次 但是跑到鬼门关前 终究不敢进去 又跑了回来 现在年龄大了 人也成熟了 自然有了底计 幽暗的轨道上 那些心死之魂 浑浑噩噩噩的赶路 有些清醒的 则悲悲啼啼 一步撒回头 难怪都要修仙的 只有成仙 才可以避免这生死轮回之苦 叶姑翻感慨了一番 加快脚步而行 没多久到了鬼门关前 这间高大的门楼下 一对鬼兵相貌丑陋 而又凶狠 正在检查静观的鬼魂 看见叶姑翻在东张西望 那个鬼头墨啊 这喝道 你是什么人 在这里看来看去的 叶姑翻挺起了腰 昂昂的走上前 击手刀 在下毛山弟子叶姑翻 见鬼门关有事 要面见明王 你是毛山弟子 那鬼兵头目吃了一惊 随即陪笑 原来是毛山赏差啊 小的眼镯没认出来 还请见谅 不管找规矩 还是要验证一下的 我明白 叶姑翻点点头 摸念咒语 头上的那个赤子便放出光滑来 鬼兵头目一见 脸上的笑意又加深了几分 躬身道 严正误 上差大人 请入关 多谢 叶姑翻点头道谢 大步走进关内 却又忽然回头 关道 对了 冥王大人住在哪里 还请告知 十殿冥王 不知上差要找的是哪一位 秦广王 哦 那就在丰都城里 进城询问天子殿的所在就行了 多谢了 叶姑翻点点头转身而去 黄桥路比直向前 只看见茫茫的鬼魂 却看不到路的尽头 但一些时间不够 叶姑翻加快速度向前冲 一路上 把那些心死之魂 撞得东倒西歪 两个路上 巡逻的鬼柴飘然而至 拦在了叶姑翻的身前 喝道 什么人 在这里横冲直撞 薄山弟子叶姑翻 有事要见秦广王 叶姑翻弄出了头上的字 说道 时间紧急 因此赶路急了点 两位莫怪 薄山弟子 两个鬼柴吃了一惊 攻守道 既然如此 上柴哥我们来 可以快一点 有了二位带路 感激不尽了 叶姑翻大喜 两个鬼柴左右夹住叶姑翻 忽然飘起 以半腾云状态 向西飞去 速度极快 秦可节来到一个大广场上 鬼柴手指广场北方高大的店鱼 说道 那边就是天子店了 上柴 你可以自己上去 找知识鬼柴通报 我们职位卑微 只能送到这里了 已经很感谢了 二位如果方便 请留下名字 等我上去以后 给你们烧点纸钱送来 叶姑翻真诚的道谢 说道 不敢不敢 两个鬼柴攻身而退 没想到毛山弟子的面子 还挺大的 叶姑翻一笑 抬脚走向了天子店 他不知道二十年前的事 那时候阿修罗道 进犯明界 全靠着丁二苗施展大神通 才保住了明界 保住了秦广王 等地府老大 所以 明界所有的鬼柴 现在对于盗门弟子 都非常客气 至于毛山弟子和龙虎山那边的人 只要来了都是贵客 哪怕来人是一个三岁孩子 叶姑翻大步走上台阶 却被梁炳钢刺拦住了 两个鬼将喝道 站住 干什么的 毛山弟子 求见秦广王 叶姑翻只得再次说明了 哦 那你稍等 让我们通报一声 两个鬼将收了钢叉 其中一个小跑进了店门 如香随俗 叶姑翻只好站在台阶上等着 一边打量四周的布置 不大一会儿 一个文士模样的中年男鬼 快步走出店门 老远就问道 来的是哪一位毛山弟子啊 是万书高长教吗 嘿 这家伙认识长教真人 看来长教真人 平时吹嘘自己 威着明界 倒也有几分针啊 叶姑翻一笑 迎着那人走了过去道 我们是来办事的毛山弟子 不过长教真人还在毛山 没有过来 哦 那文士走到叶姑翻的面前 打亮了几眼 问道 这位兄弟 莫非你是毛山万长教万书高的弟子 不是 在下叶姑翻是从毛山丁二苗 叶姑翻起手为礼 又问道 还不知阁下怎么称呼 请教 啊 你是丁二苗的徒弟 那文士又惊又喜 一把拉住叶姑翻道 我是秦广王陛下 架前的判官崔爵 和你师父素来交好 今天见到古人的弟子格外亲切啊 你就是崔半官啊 幸会幸会 明界崔半官 叶姑翻也是早有耳闻 没想到他和师父却是故人 崔爵哈哈一笑 热情的拉着叶姑翻道 来来来 有什么重要的事 需要面前冥王的 先给我听一听 也没什么大事 叶姑翻想了想 山城一带 数百名老鬼云集 声势浩大 我想问一问 这是不是明界的部署 在阳间公干呢 有这事吗 崔爵理着下巴伤的胡子 说道 明界并没有如此大规模的举动啊 你且稍等 我去天子殿上查一下 说吧 崔爵转身走向大殿 可是没走几步 崔爵又回过头来 笑道 对了 因天子此时不在 要不我就引你去了 不过这种小事 我可以查清楚的 见不见明王本无大碍 他怕叶姑翻生气 所以回头解释了一下 嗯 无妨无妨 崔办官请便 我在这里等着就是了 叶姑翻拱手说道 又想 这阴天子不做堂 在搞什么鬼啊 崔爵这才一笑 转身走进了大殿 叶姑翻在门外等着 心里想 这个崔爵还不错 看来明界的路 师父早已经走通了 虽然师父师娘没有亲自教导自己 但是阴阳两界 呃 却都给自己留下了关系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呃 这更是一份莫大的恩德 这次呃 过了有一杯茶的时间 崔爵才从里面出来 依旧是小跑着来到叶姑翻的面前 崔爵笑道 都查过了 明界最近没有任何大规模活动 小老弟啊 你不会是看错了吧 应该没有看错啊 竟然不是明界的部署 那么就是遗留在人间的老鬼们做乱了 叶姑翻笑了笑道 此事我已经通知了明界 这就告诉了 通知到了 叶姑翻已经算是尽职尽拙了 明界如何安排 那是明界的事 不过叶姑翻觉得 上面的老鬼们这么大的阵仗 对明界应该有所触动 他们应该会做出一些反应 不至于无动于衷 崔爵身手拦住了叶姑翻笑道 且慢 小老弟远来不宜 喝一杯茶水再走吧 我也许久没有看到茅山的人了 颇为挂念 还请小老弟留步一续啊 看崔爵 言辞诚诚恳 叶姑翻略略以沉吟 说道 好吧 不过时间不能太久 我出魂到这里还是第一次 放心放心 我也不敢久留的 崔爵大笑 拉着叶姑翻的手 走进了天子店旁边的偏店 在一个小客厅里坐了下来 一声吩咐 立刻由彩衣鬼仆封上香肠 崔爵举杯香请道 铭记饮食受用 和人间无异 小老弟请用炸 多谢相待 叶姑翻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感觉果然和人间无异 十五年前 令师得道以后 红薇淼淼 再也未曾谋免 颇为想念呐 崔爵放下杯子感慨了几句 多谢崔办官挂念 代价失泄了 叶姑翻一笑 崔爵点紧头道 不知小老弟什么时候跟随令师的 十五年前师父救了我 收我为徒 然后师父师娘早了一直没回来 我是在茅山长大的 跟在长调真人的身边 叶姑翻说道 莫非你也是十五年没见到你师父啊 正是啊 崔爵有些唏嘘道 茅山脚派在十五年前可谓是鼎盛时期啊 那时候高人北出 三平道长龙霜火 你师父丁二苗史书吴展展 还有神算则李庆东 可是自从你师父登仙以后 万长教和我们明界几乎隔绝了音讯 有好几次明王派下去鬼例 呃 却都被长教赶了出来 叶姑翻脸皮一红 弓手刀 这些事儿有所耳闻 我们长调真人脾气不好 崔判官多多担待 在外人面前 叶姑翻说话 呃自然也知道轻重 他不能说长调真人疯疯癫癫 只能说脾气不好 要不不是有损茅山教派的威名吗 至于崔爵所说的 鬼使被外叔高赶出虚观 则确有其事 在叶姑翻十来岁的时候 亲眼所见 那次黑白无常给外叔高 骂得狗血淋头的 灰溜溜的跑了回去 至今叶姑翻都记得 这也没办法 外叔高一旦发病了 天王老子都不认 只能说明界的鬼使去的不是时候 崔爵呵呵一笑道 我自然无所谓 即便你们长教真人 对我有什么不中听的话语 我看在你师父的面上 也不会计较的 倒是明王陛下有些不悦 叶姑翻写了一尘 安道 这长教真人也的确麻烦 得罪了明界 不是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吗 不过这些都是往事了 崔爵爵又呵呵一笑 看着叶姑翻道 小老弟 你既然是丁二苗的弟子 那么将来以后 毛山掌门的位子肯定是你的 还希望小老弟和令氏一样 和我们这边多多走动 阴阳二界其实是一个整体 不分外才好啊 叶姑翻点点头道 掌教之位终于泰山 我怕是不能上任的 当初我师父和师叔 还有老掌教李青东 三人合议 将掌教的位子传给现任掌教肯定也是有深意的 不过常来常往 那倒是可以的 我时间做的是 如此深考 崔爵再次端起茶杯 谢谢判官大人的招待 我这就告辞了 叶姑翻却放下茶杯说道 莫及莫及 崔爵一笑道 山城老鬼云基一事不可怠慢 或许关联到阴阳二级的安危 因此我和孟判官等同聊商议 决定排日游夜有两位阴帅和小老弟同行彻查此事 叶姑翻卸了一动 看来自己分析的不错 冥界得知这个信息也坐不住了 数百老鬼云基都是鬼仙级别的 这可不简单 因为鬼仙的修裂也极难 这么强大的一支力量组成一个小部队 也能闹得冥界人仰马帆 所以冥界不可能无视 好 有冥界阴帅出面彻查是最好不过了 叶姑翻一笑道 不知道日游夜有两位阴帅在哪里 已经等在鬼门关了 我这就让鬼差送你出去 崔玥觉起身送客和叶姑翻一起出了偏见 天子店店前广场上早有鬼差在待命 崔玥觉吩咐了一声 立刻便有两名鬼差带着叶姑翻 向鬼门关飞飞而去 关前果然有一胖一兽两个老鬼正在等待 你们二位就是冥界的日游和夜游两个阴帅吗 叶姑翻略一点头问道 正是我们兄弟见过毛神赏禅 两个阴帅一起抱拳非常客气 这两个家伙当年跟随丁二苗南征北战 知道毛神弟子的本事 所以对叶姑翻很客气 当然这也是看在丁二苗的面子上 有一点故人之情存在其中 不敢的 那我们这就走吧 叶姑翻笑了小欢礼 日游夜游也一起点头 带着叶姑翻出了鬼门关飞奔而去 叶姑翻只觉得刚刚离开鬼门关一瞬间 便回到了地面上 在此时 那一柱箱只燃去了一半 卧槽好快啊 叶姑翻睁开眼来 从地上坐起 口中说道 迪云一直坐在叶姑翻的身边 看到叶姑翻醒来大喜 拉着他的胳膊说道 叶姑翻你回来了 是的 回来了 叶姑翻扭头四看 哎 不是有两个老鬼 跟我一起回来的吗 去哪里了 什么 还有两个老鬼 迪云有些吃惊 一环顾四周 阴风一动 一黑一白两团絮影 飘到叶姑翻的面前道 少差我们在这里 看到你有朋友在这里 所以没敢现身 啊 原来两位阴帅在这里啊 叶姑翻笑了笑 请现身吧 我的朋友们都是见过鬼的 没事 日游夜游这才现身出来 冲着迪云和李伟年微微一笑 你们是阴曹地府的人 迪云往叶姑翻身边靠了靠 迟疑责问道 说错了 他们是阴曹地府的鬼 叶姑翻一笑 指着日游夜游给迪云介绍 这个胖子鬼是夜游 瘦子是他的兄弟日游 他们俩一个负责白天 一个负责夜晚 本来就是在人间游荡的 属于巡察员 李云点了点头 畏惧执心见去 既然来了 我们兄弟也就立刻去看看 夜游神抱全道 上差 我们兄弟这就去新河镇 看看什么情况 探明以后我们会立刻告知 好辛苦两位了 夜姑翻抱全相送 人由夜游画风而去 夜姑翻和李伟年也收拾东西打道回府 静待消息 到了下半夜夜游神找到了李伟年的住所 这时候夜姑翻等人正在喝茶闲聊 看到夜游谁回来 夜姑翻起谁相迎道 辛苦了 不知二位阴帅探查结果如何 上差 我们实地看了 那里并没有任何老鬼啊 夜游神的脸色有些郁闷 但是 确实察觉到了残留的诡计 是不是那些老鬼突然撤离了 不会吧 等我找姑翻问一问 夜姑翻也吃惊 叫出贾秀姑道 你立刻去西河镇问你家小姐 那些老鬼哪去了 姑翻是一直守在破庙那里的 他应该知道原文 贾秀姑答应一声飘了出去 等到贾秀姑走了 日游神却摇头道 我们搜查附近二十里的范围 没发现任何老鬼 你说的姑翻也不在那里 难道姑翻被抓了 夜姑翻凝眉不语 又过半个小时 贾秀姑哭哭啼啼地飘了回来 法师 我家小姐不见了 想必是不是那些老鬼抓去了 法师 你可要想办法救救我家的小姐 夜姑翻头大说道 别哭了行不行 也许是你家小姐跟踪那些老鬼去了 很快就会回来也说不定 你稍安不躁 如果姑翻是被那些老鬼抓去的 我一定救她回来 总之还你一个小姐就是了 多谢法师 贾秀姑站到一边 不敢再说话了 日游也游抱全道 我们先回殷死负命 总之这事诡异 等待明王陛下的旨意再行决断 好辛苦了 夜姑翻点点头 送走了日游夜游 仍然是凌晨三点多了 夜姑翻等人各自睡觉 只有贾秀姑牵挂顾叛卑微提提的在客厅里飘荡 夜姑翻进了卧室里很快入眠 可是没想到刚刚睡着 竟然梦见一个金甲将军来到了床前 什么东西 夜姑翻梦思很清晰 但是身体却不能动 不由得大汉开口关道 平时都是夜姑翻做法 切入别人梦里的 没想到今天被别人的法术反制了一把 别害怕 我不杀你 那金甲将军看着夜姑翻道 我要杀你很容易 但是没有必要 我只是告诉你 原本井水不犯河水 切莫多管解释 你不是不杀我 而是不敢杀我对吧 夜姑翻定了定神道 你杀了我 恐怕毛山教派饶不了你 毛山教派 你说的是那个疯疯癫癫的长教吗 他有什么本事 会让我不敢杀你啊 金甲将军大笑 一脸的嚣张 夜姑翻也冷笑道 毛山目前留守的 他的确只有一个长教真人 但是你别忘了 我师叔不沾沾 还云游在外呢 而且我师父丁二苗的名字 量你们也听说过 现在为了自保 夜姑翻只好抬出师父和师叔 以震慑对方 这样虽然有点胡家虎为 但是总比师弱也好 金甲将军挥挥手刀 别说这些无用的 我们也不想和毛山派为敌 你也别拿那些毛山高人来压我 被我说中了 你们不敢杀我 夜姑翻一笑 温道 您让我不要多过闲事 指的是哪一件事啊 都是聪明人 不必绕万子 我说的就是新河镇古庙的事 那个女鬼顾盼 现在就在我们手上 如果你愿意就此放手 我们可以放他回来 金甲将军说道 威胁我 夜姑翻心里的火气被激起 却笑道 维尔不放手 那又如何呢 那我就先灭了女鬼顾盼 然后再收拾你 金甲将军神色巨傲道 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三天之后我再过来 说吧 金甲将军忽的退去 无影无踪 夜姑翻猛的惊醒 从床上坐起 查看门窗 都完好无损 那个梦里的金甲将军 却不见踪迹 入我梦中 必定是一方神灵 这个金甲将军 究竟是哪座庙宇里的东西啊 夜姑翻起身 开门 呼叫贾修姑 法师我在这里 请问有什么事 修姑啊 你一直在这里 刚才有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对 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有察觉到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了 你退下吧 夜姑翻挥了挥手 关于顾盼被抓的事 夜姑翻不想说 说出来贾修姑又要哭哭啼啼 更加烦人 贾修姑顶点头退了下去 夜姑翻再无睡意 坐在茶几边 胡思冥想 那个破庙女鬼 和今晚入梦来的金甲将军 究竟是哪一方的失灵 这些家伙 要不是忌惮谈谋山派的几个高人 估计今晚就会灭了自己 他们不与自己插手究竟在图谋神吗 以明界两位阴帅的本事 都无法查访到他们的根源 这他们太可怕了 对面的卧室里 迪云突然发出一声大叫 夜姑翻 夜姑翻 你快过来 迪云你怎么了 夜姑翻大吃一惊 冲向迪云的卧室 我没事 就是做了一个梦 迪云的声音传来 然后卧室的门打开了 迪云穿着水衣把夜姑翻拉了进来 说道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一个金甲将军身材高大 带着一把夸刀来到我的床前 金甲将军 他对你做了什么 夜姑翻又急又怒 问道 倒是没做什么 只是让我转告你 不要再多管闲事 否则我们都会死 迪云看着夜姑翻道 我觉得这个梦有些蹊跷 所以跟你说一下 夜姑翻 那个金甲将军是不是 和新河镇的破庙有关 马蛋 显然还在骚扰你 夜姑翻在床头坐了下来 没错 迪云和古苗事件有关 刚才那个金甲将军 也进入了我的梦里 说了同样的话 来威胁我 迪云的脸上闪过一丝担忧 问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就此放手 向他们示弱吗 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夜姑翻冷笑一下道 他们也就吹吹牛罢了 想动蒙山弟子 亮他们还没有这个胆量 金甲将军可以进入我们的梦里 假如他在梦里下手 我们该如何抵挡 今夜里是我没有防备 但我给你画一道符带在身上 保证鬼神不敢进 夜姑翻打开了几头盒 取出符纸开始画符 不过这次夜姑翻滴了指尖血 在朱砂水中显然是下了血本 李云也在一边看着 又问道 那个金甲将军不是老鬼吗 不是 还没有鬼 敢进我的梦里 那个金甲将军应该是一方土神 夜姑翻一边画符 一边说道 顷刻间 符咒画成 夜姑翻吹干了上面的默契 将之折叠起来 用两枚铜钱夹住 再用红线编织了一下 俨然成了一个吊师 戴在脖子上 不管他是神是鬼 以后都无法进入你的梦里 夜姑翻说道 黎云点点头 结果护身符挂在脖子上 天色渐渐明亮 夜姑翻让迪云休息 自己也回到房里补了一觉 这一觉再无诡异 一直到上午十点 夜姑翻才起床洗漱 李伟年也回来了 听起夜姑翻说到昨晚的事 他反而更加兴奋 他知道激情澎湃的日子 又要来了 客厅里阴风飘动 日游夜游一起现身 两名帅辛苦了 这么快就回来了 夜姑翻起身打招呼 日游山抱拳道 明王陛下有指 樊老谋山上陈夜姑翻彻查此事 命我兄弟二人追随左右 随时向陛下汇报近战情况 明王的意思是让我负责调查这件事 夜姑翻觉得有些意外 又有些惊喜 如此一来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和金甲将军那帮老妖怪斗一场了 有明界势力在后面撑着 自己的胜算就加大了许多 没错 陛下说此事非常可疑 那帮老鬼要尽快查明身份 抓捕归案 防止他们缴乱阴阳耳俱 夜姑翻说道 好好 夜姑翻大为兴奋 走了几步 又道 可是就我们几个 是不是人手少了点 放心 我们还有三百鬼兵可以调动 明界多的是鬼兵鬼将 如有需要再多鬼兵都不是问题 而由谁说道 夜姑翻大喜道 既然如此 我也责无旁贷 这样吧 我们再去星河镇 那里是事件的源头 要找线索 还是从那里开始 独立 我先去部署 日游兄弟留在上柴身边 停后拆解 夜游身衣抱拳 先行一步前往星河镇 夜姑翻等人匆匆吃了一口 再次上车向星河镇而去 抵达星河镇正是中午 破庙旧址上十几个乡民正在干活 搬砖扛木头 重新搭建破庙 看来这破庙还是有些人心凝聚力的 乡民们舍不得这个神仙离开 所以决定重建 他们又在盖庙 要不要制止他们 李伟年问道 怎么制止啊 不把他们造你啊 夜姑翻问道 李伟年咧嘴一笑道 别忘了你师父的红颜知己 李希弱 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他直接带人过来 以打击封建迷系为理由 可以横扫这座破庙 不用了 让他们先盖着吧 夜姑翻想了想摇头刀 虽然有地府势力撑腰 夜姑翻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夜姑翻却不想把师父的红颜知己 拖下水 万一那个林希弱被卷进来 再出现一点状况 那自己以后怎么跟师父交代呢 所以夜姑翻决定不用林希弱插手 警人汽车不行 走到破庙处装作闲人的模样看热呢 黎明年走上去和那些师公的乡民们套近乎 问道 老哥 这里的神像都碎了 你们盖好的庙去哪里请菩萨来啊 菩萨还是原来的菩萨 谁像啊 随便请一个回来就好了 师公的老头蛮有信心的说道 等到庙盖起来有了香火 原来的菩萨还会回来的 那要是不回来呢 不是白分力气吗 呸呸呸呸 乌鸦嘴 石公的老头一瞪眼道 你怎么知道菩萨不回来啊 简直就是乌鸦嘴 不把菩萨怪罪你啊 夜姑翻却围着破庙走了几圈 嘴角浮起一寸冷笑 然后招手吩咐大家离开 上了车 李美年问道 怎么了 刚来就要走 风水变了 夜姑翻笑了笑道 这破庙所在的地方风水变了 这破庙就是建起来 也再无灵验 这里对于我们也没有研究价值了 短短的一两天风水就有变动了 人人有谁也陷了身 惊异的问道 是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 夜姑翻揉了揉太阳穴道 还要等到晚上 我看看天星再说 回到城里 夜姑翻依旧在客厅里摆八卦 一直摆弄到晚上 有点焦头烂额的模样 在外面吃了饭 然后夜姑翻 让李美年开车再去交外 因为城市的灯光太亮 夜姑翻不能关心 李美年开破车 那一路向北极池 夜姑翻坐在前座 寻找合适的地点 迪云跟在车上 而油神和贾绣姑也隐身相随 轿车开出一百里之后 夜姑翻才示意放慢速度 然后选择了一个小山头 这里黑咕隆咚的 四周不见灯光 可以施展归星术 分金定穴 插找附近最好的风水宝地 中人都不说话 站在一边 看夜姑翻操作 移住安昏香点燃 清香鸟鸟 夜姑翻选了一块平地 放上带来的一块木板 然后定下平水线 再往上面 铺了一张子武精尾图 然后取出楼盘放在图中 对照天星一度一度的计算 俗话说 一流先生看星斗 二流先生看水口 三流先生满山走 能看星定位的 都是一流的风水先生 风毛麟角 即便是天下道门之中 现在也只有毛山龙虎山 和格造山这样的大派 因为远远流长 传承不断 弟子们才懂得这一套本事 这玩儿和鬼神无关 和法术无关 靠的全是真功夫 很多道幕小说里面 都有分金定穴的情节 这就是了 不过真正的分金定穴 是一个庞大的运算过程 可不是随便看一眼天上的星星 就能定位的 而那些进了古庙地宫 还能施展分金定穴的 就是扯淡了 都在地宫里了 天上的星星看不见 你怎么去分金定位 推算吉凶呢 叶古藩一边看罗盘 一边看天星 一边掐指推算 全神贯注不该有任何分心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叶古藩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夜风清冷 林伟年和迪云都感觉到凉意轻骨 叶古藩的额头上 却有一层细细的汗注 看着叶古藩的神色 迪云很是关心 有心问一下 又怕打扰了叶古藩的推算 只好忍住 两久叶古藩停止了推算 随然坐地 看着天星发呆 叶古藩 你怎么了 是不是算不出来啊 迪云蹲在叶古藩的身边 关切的问道 是啊 叶古藩 算不出来也别着急 慢慢来 李伟年也安慰道 叶古藩摇摇头道 不是算不出来 而是有人在做法影响了天星的运转 是吗 迪云和李伟年 还有日游神和贾秀姑一起尖叫起来 什么人能有这样的本事影响到 云古不变的 云古不变的星辰呢 兜转星泥啊 叶古藩指着天星道 应该是我还没注意到 但是推算到南方朱雀七星的第四颗星的时候 才发现 星王闪烁不定 星风偏移 我的罗盘也随之摆动 无法定位 众人惊骇不已 日游神犹豫了一下 问道 上差的意思是 有人在别处做法故意干扰你 不是故意干扰我 而是凑巧干扰了我 叶古藩想了想到 难怪那座破灭的风水变了 原来是这个原因 可是 做法的是谁 居然有如此神通 而游神困惑不解道 据我所知 即便是十殿明王 和幽明教主地藏王菩萨 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叶古藩苦笑道 我也不能确定是谁 甚至我怀疑 世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本事的人 如果有 这个人的本事不在袁天刚 李春风和诸葛亮刘伯温之下 李伟年脑洞大开道 那会不会是你们谋身的长教万数高啊 不会的 长教的学识或许可以做到 但是这庞大的程序 他一个人无法完成 叶古藩摇摇头道 他不可能动用那么多人来开谈做法的 他不喜欢搞牌上 叶古藩分析过 万数高的算术知识 的确可以支撑斗转星一的运转任务 但是这件事需要协调 也需要很多人配合 这一点万数高不具备 他疯疯癫癫癫的 无法组织这种大型法式 李伟年有点不死心 拿起电话给万数高拨了过去 果然万数高正在睡觉 被电话吵醒破口大妈 然后愤愤的关了电话 现在怎么办 而邮神也没了主张 问道 要不我再回去禀告明王 叶古藩抬头看了看天空道 不用了 大约在明晚 对方的法式会结束 天上有星象才会稳定 那时候我会推算出极为所在 现在按兵不动 明晚过后 我们根据星象所指 再去偷偷调查一下 十五节上回 叶古藩在郊外折腾了半宿 终究无功而返 而且叶古藩甚至有点后悔了 因为幕后的对手太强大 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计 真没想到下山不久就遇上了这么棘手的事情 现在回想起来 当晚那个唐朝女鬼说自己惹不起 倒也并非全是假话 还有昨晚的金甲将军也展示了非凡的实力 如果不是有师父和师叔为名作真 恐怕自己也被那些人干掉了 更郁闷的是自己的女鬼帮手顾潘被抓了 自己还不知道对手是谁 回到城里叶古藩埋头睡觉 修养脑力 第二天的夜里 叶古藩再一次前往郊外 归星定学查找极为的变化 这次总算顺利 到了夜里两点多 叶古藩收起了罗盘 看着东南方向嘴角露出了一抹浅笑 上差好像推算出来了 日游神试堂正问道 没错在东南方向三十五里路左右 也是即位了 和前几天古庙所在的位置一样 叶古藩笑了笑道 你早不宜吃 我们这就杀过去 看看那里有什么东西 本来瞌睡沉沉的李伟妮也来了精神 立刻点头服务 众人上车向着叶古藩测定的位置而去 为了防止惊动对方 日游神歇行一步 先去挣扎 他的修为较高 绝不至于像顾盼一样 被对方活捉 车行半个小时以后 叶古藩命令停车 站在车顶上观望一番 然后起车步行 斜插东北 东北方不多远 是一座矮山 荒无人烟 日游神突然飘了过来 说道 前方有诡计 但是却不见鬼影 我已经派鬼兵围住了这里 对方来过又走了 去看看 叶古藩加快脚步向前方走去 越往前走 叶古藩就越感觉到地气的旺盛 脚下的暖流生疼 让人浑身舒适 不过这里的地气却是对方通过做法 以斗转星移后天造就的 和破妙处不一样 那里是自然形成的 所以比较起来 这里的位置终究还是刺了一道 显然对方是不愿意暴露目的 也是不愿意和叶古藩纠缠 这才退而求其次的 反过来一想 叶古藩给对方造成的麻烦更大 想到这叶古藩的心里平衡了一点 虽然顾盼被抓 但是对方也损失了一个老鬼 又逼着对方牵纸 自己还是占了上风的 矮山的面积也不大 叶古藩转了一圈 悬定了地气最旺的地方 对日游谁说道 麻烦老哥下令 搜一搜这座山 绝地三纸一定会有发现的 好搜山 日游谁一挥手 招来上百鬼兵开始搜山 又有钻地鬼进入地下 展开搜索 一住香后 整座山都被搜了个边 各路鬼兵汇报 一无所获 什么都没发现 唯有一只钻地鬼兵 还在地下活动 一直没出来 叶古藩比较淡定 静静的等着 又过去办上 地面上忽然冒出一个鬼脑袋 向日游神回报道 齐平英帅 我们在地下遇到了鬼打枪 我靠 我也能遇上鬼打枪了 李维年大跌眼睛 叶古藩也忍不住一笑 问道 什么样的鬼打枪 说来听听 地下有一栋房子的面积 闪闪发光 让我们眼花缭乱 每次接近的时候 总是从旁边滑了过去 所以那块地方 我们一直不能搜查 鬼兵说道 叶古藩皱眉 拿眼看着日游神 日游神回报圈道 上船稍候 等我亲自下去看看 说吧 日游神的身影慢慢缩了下来 最后引入地面消失不见 叶古藩等人在上面挡着 迪云扯了手 叶古藩道 地下闪闪发光 难道埋藏有什么宝贝 谁知道呢 总之啊 那一块地方必然有秘密 叶古藩说道 三分钟以后 日游神冒出头来 满泪羞愧 怪哉怪哉 想没有阵法禁止 我竟然也不能进去 啊 你都进不去啊 叶古藩更是吃惊 又道 有没有看出是什么样的阵法 有没有发现符咒和其他法剂呢 日游神跳了出来摇摇头道 没看到任何阵法 也没发现任何符咒和法器 也没有看到守卫 真是斜了门了 就那么一块地 我就是进不去 好像一个迷宫 你从这边的门进去了 走了几步 却发现自己又站在了门外 哼 这么喧哗 好 麻烦老哥助我出魂 带我下去看一看 叶古藩说道 自己做法出魂的话很慢 但是日游神不一样 可以直接拘魂 这叫树叶有专攻 日游神皎洁的一笑道 好好好 上差是茅山高人 一定可以看透地下的玄机 其实 日游神是希望叶古藩碰一鼻子灰 然后好心灾乐祸 未必未必 你们地府阴帅都活了几千年 见多识广 浑身本身 上去看不透玄机呢 我也不一定能行的 叶古藩知道日游神的意思 以推为进挤堆了一句 日游神一笑一挥手 拘了叶古藩的魂魄再次进入了地下 短暂的晕眩之后 叶古藩清醒过来 发现自己已经出魂来到了地下 眼前一片光影缭乱 看得不清不楚 就是这一片地 我们看不透 日游神说道 叶古藩点点头后退几步 再后退几步 观察前方的状况 宇宙中的四大元素 地水烽火各有特色和特性 人不见风 鱼不见水 龙不见火 鬼不见地 这也是固定的 叶古藩此时除魂在地下 是看不到土地的 周边都是虚空 就像我们活在空气中 虽然空气包围着我们 但是我们却看不见空气一样 但是叶古藩可以看到 前方有一大片放光区域 好比在空气中发现了一大团虚幻的光影 现在要做的就是走进这团光影里 看看里面藏着什么东西 从四面八方来看都是一样的 无门无路 但是你进去以后却很快又会滑出来 日游神站在叶古藩的身边道 不知道上差有没有看出什么头绪啊 叶古藩不回答 围着这一团巨大的光影走了一圈 日游神好像要存心看笑话 一步步的跟着叶古藩 等到一圈转过来 日游神又问 怎么样啊上差 这回看清楚了吧 看清楚了 但是这个禁止我也破除不了 不会吧 毛山法术冠决天下 怎么会束手无策呢 日游神幸灾乐祸的问道 很明显 他这是欺负叶古藩年轻 故意挤兑 如果换成丁二苗和吴展展在这里 他保证屁都不敢放一个 老哥 你也别取笑我 听我跟你说一下更远吧 叶古藩不以为一道 我们看到的光影缭乱 其实就是地气的流动 而这个地气的流动 又受到天上星象的影响 我现在下面无法看到天星 要不推算一下是可以走进去的 你要是不信 就把这一块土地移到地面上去 看我手段呢 日游神摇摇头道 面积太大 没法移出啊 现在没法移出 我们就只能从地面上想办法 挖下来 我看这里的位置应该不是太深的 呃 一丈多深 要挖起来工程也不算小啊 你们兄弟俩不是还带来了三百鬼兵吗 叶古藩一笑道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从现在起 我们一直守在这里 挖出地下的东西为止 用鬼兵挖地道 日游神快哭了 鬼力和人力这无法相比啊 三百鬼兵不是三百个人 如果是三百个人 大约一上午就可以完成 可是三百鬼兵的话 半个月也不一定能完成啊 没事啊 我会派我的跟班李伟年帮你们的 呃 大家各出一份力 齐心协力嘛 叶古藩一笑 率先上了地面 念动咒语 昏归今生 日游神郁闷地跟了上来 召集手下的鬼兵 准备分配挖山任务 叶古藩说的好听 大家各出一份力 可是他就出一个李伟年 能挖几产的土啊 所以日游神对李伟年也不抱希望 干脆让自己手下去干活了 怎么样 叶古藩地下有什么宝贝 李伟年却走上来 关刀 有个大宝贝价值连长 现在要想办法挖出来 叶古藩笑了笑道 李大爷 你辛苦一下 和日游神守下的部队一起挖山 到时候我进你一宫 没问题 李伟年爽快地答应下来 忽然又到 糟糕 没带铲子了 智商是硬商啊 叶古藩摇摇头道 李大爷 你以前不是特种兵的兵王吗 有没有想过用爆破的办法 李伟年恍然大悟道 行 这事交给我 我去搞材料来 我们一起去 这里交给日游神看着 叶古藩召唤迪云和李伟年一起离开了海山 三人驾车返程 休息到天亮 这才去准备火药原料 李伟年买了一大堆开门炮和炮竹眼线 又添置了铁签和铁锹什么的工具 中午时分 叶古藩等人再次来到矮山 发现日游神的鬼兵 经过半天的努力 在地面上造出了一个小坑 勉强可以放进去一只脚 大家辛苦了 都挖的这么深了 还干的不错 叶古藩看着那个小坑哭笑不得 还行吧 日游神也咧嘴一笑 李伟年看了看 没好气的一挥手刀 都歇着等我来 派几个钻地鬼 找找地下的岩石裂缝 让我包位置给我 说吧 李伟年很牛逼的 走到一边 开始拆炮竹配火药和制作小地雷 第一个自制土地雷很快出炉了 大家都闪开 多远一点注意安全 李伟年说着 日游神带着他的三百鬼兵搜了一下 跑得无远不远 人惧怕炸药 鬼也怕 李伟年选定了地方 放了一炮 轰的一声巨响 碎石乱飞山体颤抖 尘埃落定之后 众人上去看 间地面上被炸出一个直径一丈的大坑 清理了坑底的碎石 一条大裂缝清晰可见 本来就有钻地鬼 测定了岩石裂缝所在 所以爆破格外便宜省势 等我把这裂缝糟大一点 再放一炮看看 李伟年信心满满 摸起了铁结和大锤 日游神喜笑颜开 连声道 辛苦辛苦 等失定以后 我一定表作冥王寄你一功 叶姑帆也得意洋洋 冲着日游神一笑道 怎么样 就某些事情来说 我离个跟班 要抵你三百鬼兵吧 那是当然 毛山弟子的跟班 岂同一般呢 日游神竖紧拇指 脸带微笑 李伟年叮叮当当的凿山 累得满头大汗 叶姑帆摇摇头 走过去帮忙 毕竟这是师父的老兄弟 累死了 自己以后也不好交代 一个多小时以后 李伟年和叶姑帆 又在地上凿出了一个神洞 李伟年擦了一把汗 再一次陪着地雷 第二炮炸响 地面上的坑达到了六七尺深 如此看来 要到夜里才可以炸开啊 日游神说道 如果不是我的跟班 给你们去干的话 一个月也未必能挖开 叶姑帆翻了一个大白眼 收到 速度已经很快了 宁帅大人 那是那是 我就随便说说 而游神一笑 天黑以后第三炮方响 清理掉碎石 叶姑帆发现下面已经不是岩石了 而是黄土 奇怪了 怎么会是黄土呢 叶姑帆 叶姑帆挖了一点西鲜泥土 在掌心里打凌着收到 李伟年也在查看土色 地却很奇怪 这黄土不是山城一带的土质 怪灾怪灾啊 日游神也很愧惑 这好像是干峡之地的黄土啊 干峡一带的黄土 怎么会把到山城来了 迪云觉得很新鲜 叶姑帆托着手里的黄土 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这黄土里面有古墓的气息 而且啊 估计这还是帝王之墓的气息呢 众人目瞪口袋 下面都查清楚了 没发现古墓啊 那一团光影的面积虽然不小 但是显然不能藏匿一座王侯大墓的啊 日游神细细地审视着手里的泥土 喃喃地道 江南的才子塞北的将 盖峡的黄土埋黄上 这土质的确好 的确不是山城一带的土壤 除了盖峡一带 别无分点 叶姑帆想了想到 下面现在什么情况 两个鬼兵钻入地下 最后上来汇报道 地下的光影有所减弱 但还是无法进入 顺着黄土向下巴 卸去地气就可以进去了 叶姑帆抬头看看天星道 林伟年刚好吸了一口气 听到吩咐 立刻抄起工兵厂开挖 挖黄土比凿石头更要省力的多 半个小时过去 已经被林伟年挖下去了几尺 下面的鬼兵忽然来报 说道 不用挖了 那块区域可以进去了 里面有个小香炉 叶姑帆让林伟年听手 转身问鬼兵 什么样的香炉 快拿来给我看看 他们正在搬远 即刻送到 鬼兵手指地面说道 叶姑帆点点头等待着 忽然间阴风扑灭 叶游神的声音惊恐地大叫道 戒备戒备 有不明来源的大批鬼兵 把我们包围了 什么 叶姑帆一呆 随后问道 什么地方的鬼兵 半天星斗 现在都不可见 似乎一场大雨就要降下一半 身边风气不动 但是啊 却阴冷静骨 气氛压抑 这些鬼兵一定是为了地下的香炉来的 日游神看着四周道 无论如何 不能让他们抢走香炉 到底对方是什么鬼 你们不知道吗 叶姑帆手握万人斩问道 现在被对方困住 马上就要刀兵相向了 却依旧不知道对手是谁 这你马一个窝囊啊 对方一句话不说 只是重兵围困 我也搞不清楚 叶游神哭丧着脸道 妙想 是遗漏在人间的那一方鬼王 现在想要作乱 其不管是谁 熬过这一夜再说吗 据说我师父当年 担任明界荡口大元帅 已经清剿了四方鬼扣 哪里还有这么多的鬼王啊 叶姑帆郁闷幽道 而且 前天是我梦里的 明显是一方土神 并非鬼类 我觉得 只是某地方的土神作乱 纠结了这些老鬼 这个也有可能 但是人间的土地城隍 都是明界赤风的 谁有这个胆量呢 日游神说道 四周的风气开始变化 阴风洒洒 这种人 无不感受到 一种空前的围压 让人有窒息的感觉 林伟年看着也急啊 说道 你们能不能回去明界送个信 丢一支援军过来 四周都被围阱主了 水泄不通 无法突围啊 也有谁说道 叶姑帆想了想 问李伟年 李大 开门炮还有吗 还有一些 李伟年说道 你拿着开门炮 跟在我后面 我来炸一炸这些妖女 叶姑帆说道 说话间 地上冒出两个鬼兵 手里捧着衣物说道 提名两位爷帅 下面的香炉取出来了 叶姑帆暂停 来看这地下取出的香炉 为了表示尊敬 日游夜游 让叶姑帆先看 从鬼兵手里接过香炉 叶姑帆微微点头道 这不是香炉 是顶 这是一个青铜小顶 圆口 两耳三足 五色隐人 它寻常饭碗大小 重量约在五斤左右 铜顶保护得非常好 并无一点袖色 四周可有文士 有人物 有鸟兽 顶内有字 约长都 长都 叶姑帆舟没到 这什么意思 日游夜游夜很茫然 不知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也看不出 这铜顶的年代来历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是古物 不是后来的东西 因为日游夜游都能感觉到 铜顶的身上带着远古的气息 忽然有个声音 飘飘渺渺的传来 说道 日游夜游两位阴帅 叶姑帆 此顶并无什么宝贵之处 对你们更无益处 但是对我们来说 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念想 还请你们开恩归还 叶姑帆抬头张望 回窝重重 只闻七声 却不见说话的是人是鬼 你们是哪一路阴兵 哪个鬼王的部下 好大胆子 竟敢围困我们 夜游神 站了出来高声喝道 没错 我们是明界秦广王部下的日游夜游 风鸣在此干事 是想的赶紧退去 且无自悟 日游神也大声说道 人间的孤魂也鬼罢了 不属于任何鬼王管辖 黑雾外 那个声音说道 明界秦广王和上青教派毛山宗的威严 我们自然不敢冒犯 但是我们行事也绝不害人 还请两位阴帅和毛山叶姑帆法师明察 叶姑帆哼了一声道 不敢冒犯 你说的好听 却又为何抓了我的鬼不顾办呢 身后的贾秀姑 嗷的一嗓子大哭道 我家秀姑果然被抓了 法师 你们一定要救救他呀 我在说正事 别吵吵 叶姑帆回头 当了贾秀姑一眼 黑雾外 那个声音大笑道 一个女鬼而已 我们抓她实在无异 这一点是我们做错了 即可放欢 声音刚落 天空中突然有鬼影飘下来 果然是顾盼 小姐你受苦了 贾秀姑扑过去 抱住了顾盼 没事 他们也没有为难我 顾盼安慰着贾秀姑 主仆两个人抱在一起 虽然只分开两天的时间 但是对他们来说 却是恍如隔世 天空中 那声音又道 叶发誓 叶发誓 你要的鬼谱我已经放了 还有两位阴帅 我们不妨就此和解 可好 只要你们把那小鼎还我 我从此以后远离山城一带 绝不踏进山城一步可好 叶姑扑不说话 仔细的辨别这个声音 但是听了好几句 却不是那晚 济入自己梦里的金甲将军 看来对方的势力很大 老鬼们很多 不过对方放了女鬼顾盼 可见还是有所惧怕的 他们也不希望世界扩大 于是先拿出一点诚意来 甚至做出了 永不踏进山城范围的承诺 但是越这样 就越加显得 这个小童顶的神秘 因为就目前来看 对方所做的一切让步 都是为了取回这个小童顶 这个童顶里面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呢 面对对方的提议 日游夜游不能做主 凑在一起嘀咕 一股翻眼珠一转 强先开口道 我看这个童顶里面 隐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 否则你们也不会行事动众 不惜和冥界翻脸 想要抢回 对吧 夜大使严重了 一个小小的童顶而已 既非法器也非神器 能有什么秘密啊 对方的声音很平和 还请大家不要猜忌 相信我们的诚意才好 好啊 你既然有诚意 请告诉我 你叫什么 平时都在什么地方 夜顾翻冷笑温道 呃 这一点我不能告诉你 请不要强我所难 哼 你一再隐瞒身份 藏头漏尾 还可说有诚意啊 日游神也来帮强 你们聚众围困冥界因兵 公然和冥界作对 还强词夺理 说什么诚意 对方依旧不紧不慢道 那你们要如何才愿意归还铜顶 姿势体大 我们要上奏冥王 这个小铜顶 我们要带回去 交给冥王陛下安排 夜游神正色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们翻脸了 对方冷笑一声 传令道 进攻 杀啊 四周鬼叫声纷纷 夹杂着金戈铁马的声音 威亚如同波涛一般压来 叶姑帆护着迪云和李伟年 先向后退去 但是四周都被包围 威亚无所不在 只退了两步 叶姑帆便觉得再无退路了 自己和冥界的鬼兵们被挤压在一起 范围只有七八丈的方圆 李伟年放炮 向四周让 叶姑帆大喝了一声 随即掐了一道杀鬼诀 向前方点出 茅山杀鬼咒 一道红光射出 直刺激黑雾中 将鬼杖撕开了一道口子 但是啊 也就这一瞬间 随即呢 黑雾涌来红光消失 好厉害的鬼杖啊 叶姑帆不敢怠慢咬破中指 画下了血浮 掌心雷联发 碰碰碰 治刚治阳的掌心雷 遇到浓郁无比的烟气 暴响声震天动地 火光闪烁 那总算看到了一点效果 黑雾中有鬼雾不敌 被炸出惨叫声来 李伟年也蹲在地上 用打火机点炮主 向着四周乱扔 砰砰砰 炮主声和掌心雷交替在一起 震耳耳磨 硝烟随后慢起 竟然冲散了一点鬼杖 让叶姑帆等人的活动范围大了许多 日游夜游也躲在掌心雷和炮掌 这带兵四处出击 一个时间混战不休 不过对方依旧躲在黑雾之中 时不时的发招偷袭 让那些鬼兵们防不胜防 敲手不到半炷香 日游夜游手下的鬼兵 已经损伤了近百 两位移帅 你们保护着我朋友 跟着我冲出去 叶姑帆一口血雾 喷在万人盏上 然后用铜钱贴着戒身飞出去 口中连连打破 民兵斗者 接阵列在前 战血铜钱的威力更大 叶姑帆虽然挺进困难 但是终究再向前挺进 鬼杖虽然浓厚 终究拦不住叶姑帆的脚步 但是日游夜游却有不同意见 一边抗敌一边叫道 我希望现在只能防守不能突围 否则我们有可能被一锅断 立刻回来大家抱团抵抗 现在还是上半夜 被动防守 一夜的时间你们耗得起吗 叶姑帆恼怒道 现在刚刚交手 民家的鬼兵就死伤了近百 如果一夜耗下去的话 至少还得增加上千鬼兵才够 所以叶姑帆对于日游夜游的想法 嗤之以鼻 如果这样耗到最后 十拿九稳 自己会被活捉 叶大师 这里是荒郊野外 我们就算突围 又能突围到哪里去啊 日游夜游坚持自己的想法道 突围的话 我们会拜王的更快 抱团坚守 等到天亮以后 这些老鬼就会退去的 不突围就是等死 突围才会有变化 有变动才会有转机啊 叶姑帆一边进攻 一边说道 双方争执不下 各执几件 那些鬼兵本来就是日游夜游的部下 心思又和日游夜游一致 所以自然不听从叶姑帆 他们依旧被动防守不敢冲击 林伟年自然要向着叶姑帆交道 叶姑帆 你在前面开路 我护着迪云跟在后面 他们不冲 我们向外冲 谷判和贾秀姑犹豫了一下 说道 法师 我们也会照看迪云的 这对主仆以后的投胎事宜都还落在了叶姑帆的身上 因此不敢不听从叶姑帆的 迪云大怒道 我有手有脚 要谁照顾了 叶姑帆 我跟你冰肩杀敌 要死一起死 其实迪云有古术在身 拳脚也不错 真实战斗力未必输给李伟年 加上他本就心高气傲 这时候成了大家眼里的保护对象 让他无法接受 你们都别吵 就待在原地 等我冲杀一阵再说 叶姑帆红了眼 呼的展开七步顿法 强冲身前的鬼杖 嗖的一声 叶姑帆已经从包围圈里冲到了圈外 圈外雾霾没有那么严重 依稀可见鬼影淋漓 还有数十名金甲神将分散在其中 妖女受死 叶姑帆举荐就砍 毫无留情 对方也没料到叶姑帆突然冲出来 而且如此深处鬼没 一个措手不及 已经有两个老鬼被万人斩劈中了 被砍中的老鬼惨叫一声 一起飘向远方 眼看着已经是魂魄重伤 即使保住鬼命 也无法再参加战斗了 四周的老鬼一呆 纷纷扑上 最近出的三个金甲神将 也一声怒吓 各挺兵器杀来 三个金甲神将用的都是长兵器 一个是长兵大锤 一个是大斧 还有一个是长矛 而且三人刀马纯属 昭大礼臣 配合默契 一看就是久经杀场之辈 面对三个金甲神将和数名老鬼的围攻 叶姑帆也不害怕 小些一点飘开了七步之外 三个金甲神将和一干老鬼的攻击一起走空了 这是什么步伐 是大斧的金甲神将吃惊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要你命的步伐 但是在这一瞬间 叶姑帆却有闪电般的飘来 万人子站在前 连人带剑 从一个老鬼的身体里穿心而过 老鬼叫了一下 当场了账 魂飞不散 本来叶姑帆还顺便偷袭了那个是大斧的家伙 可惜啊 被他身边的金甲神将用长矛挡住了 为了防止对方的围攻 叶姑帆一招得手 即可再蹲 连续两次蹲出了十几步之外 三个金甲神将追赶不及 气得哇哇大叫 西北角一个年轻女鬼的声音道 那个毛山弟子冲出来了 他才是这里的主心骨 抓住他可以夺去通顶 原来这里的老大是一个女鬼啊 叶姑帆也吃了一惊 一边飘来飘去的趁机杀敌 一边偷眼看向西北角 那边站着一个身材窈窕的女鬼 但是却用黑沙蒙面看不清面容 不过他气定神闲的站姿 还是有点高冷的风度 符合一个领导者的气场 这女鬼不错 可以抓过去伺候 叶姑帆脚下的方向一变 忽然挥剑刺向那个蒙面女鬼 大胆 那女鬼并不惊慌 一抬手打出一道白雾来 白雾在空中与网一样洒开 向叶姑帆当头照道 不知道对方的伎俩 叶姑帆不敢迎接 脚下再一错 换了方向 打算从女鬼背后偷袭 但是啊 那女鬼卓实厉害 一招寄出后招联绵而发 轻刻间打出四五掌 一层层薄雾立刻护住了她的全身 饶食叶姑帆不乏诡异 却奈何不了对方全方位的防护 低溜溜的钻了几圈 叶姑帆硬是没找到下手的地方 叶姑帆交出统顶 我们相安无事 否则你们逃不了好 甚至还会祸及毛山教派 层层薄雾里那女鬼开口说道 叶姑帆继续神出鬼没的流窜 一边道 少吹牛啊 毛山教派不是被吓大的 说话间 又有两三个老鬼中招 残叫着飘出战圈 对于这些被重伤或者被灭的老鬼 那蒙面女鬼并不心痛 也不生气说道 年轻无知 我可以原谅你一次两次 但是不会一直原谅你 叶姑帆 天道轮转 有些事是你无法阻止的 识识我才好啊 嘿 一个女鬼给我论道啊 叶姑帆大笑道 你说我年轻 你又多大 我看你的年纪 死时也不够二十多岁吧 黄毛丫头一个 说话还学人老讲究的 也不撒朋友照着自己 我死时虽然年轻 但是还有一千三百年的鬼命 说起来 比你十八代祖宗 还老了不止十八代 那女鬼恼怒道 叶姑帆 再问你一次 是不是一定要和我作对 叶姑帆并不正面回答 是否作对的问题 却黑黑一笑道 你一千五百多年的鬼命 这么说来是武则天时期的人咯 老实交代是不是如此 那蒙面女鬼一正 显然有点吃惊 但先前没有想到叶姑帆胡言乱语 原来只是套花 被我猜中了 你和武则天是同一个时期的人 老鬼 你也小心点 否则我让你去见你家女皇 叶姑帆继续舍转七步顿法 一边出言 刺激那个女鬼 女皇 谁告诉你我家皇上 是女皇的 女鬼冷笑道 历史上这些皇帝的称谓 你都搞不清楚 真够给毛山教派丢脸的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 虽然是女性 但是他的身份和其他皇帝一样 并无男女之分 他的帝号也和别的皇帝一样威武 叫做慈氏月谷金鸾圣神皇帝 后来李显继位 又改武则天的名号为慈天大圣皇帝 但是这两个帝号之前都并没有一个女字 女鬼说的意思就是这个 耻笑叶姑帆不知过去的皇帝名号 强词多理 武则天不是女皇还是男皇 叶姑帆不也不服 说道 让他再做仪式皇帝 他还是长不出男人的东西 够罪吐不出象牙 来人拿下这个狂徒 那女鬼勃然大怒 挥手下令 都给我上 不用顾及毛山派的人 格杀勿论 看来这次是真的烦脸了 格杀勿论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也明确说了 无需顾及毛山派 啥呀 四周的老鬼和金甲将军们 得到号令一声大喊 迅速朝着叶姑帆不来 面对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叶姑帆不敢抵抗 挥动万人斩 脚下展开盾阀 搜的一下消失不见了 去哪了 给我追 蒙面女鬼 力声喝道 她又钻回去了 还在我们的包围圈里 一个金甲将军说道 合力围住 向里面施压 时间还早 女鬼说道 于是那些老鬼和金甲将军们 各自奋勇 喊人杀声不断 一起将包围圈向内压缩 因为叶姑帆在圈外的冲杀 牵制了对方的大多战力 所以包围圈里 日游夜游带着手下的鬼兵 论绝轻松许多 一番对抗一下来 内圈竟然有所扩展 迪云和李伟年都很牵挂叶姑帆 奈何伪杖厚重 完全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就连叶姑帆说话的声音 听起来也非常遥远 断断续续含魂不清 好在 偶尔能听到一点叶姑帆的话语声 所以 李伟年和迪云知道他还活着 正在交心的时候 前方的轨章一阵波动 叶姑帆仗剑冲了进来 叶姑帆 你可回来了 没事吧你 有没有受伤 迪云惊喜万分 急忙问道 李伟年和日游夜游也同时出声询问 不过 日游夜游关心的 不仅仅是叶姑帆有伤无伤 更想了解一下外面现在的情况 叶姑帆挥挥手 歇了一口气一道 就他们这点微末道 也想叫我受伤了 没事没事 我完好无损 就是外面老鬼太多 我以一滴百泪都够呛了 迪云大喜张了张嘴 却又不知说什么好 最终浅浅一笑 其实叶姑帆这话 目的是为了安慰迪云 但是吹牛的成分却很大 因为以叶姑帆目前的势力 根本就不是外面那些老鬼的对手 得以从容进退 完全是依靠师傅丁二苗留下来的一套盾法 然而是如此 叶姑帆也是汗刘家被打口喘气 不停的跑来跑去也累啊 如果针刀石枪的对着干 对方只削三个老鬼 就能让叶姑帆手忙脚乱 如果换成三个金甲将军的话 可以在十招之内拿下叶姑帆 俗话说明师出高徒 我二苗哥交出来的弟子 自然也是 也是 李伟年想夸奖叶姑帆几句 但是文采不好 一句话说到中途 掐住了 叶姑帆喘云了气 挥手道 李大爷别说这些了 外面老鬼很多啊 我们陷在了老鬼窝里 情况不乐观 我在想 怎样才能突围出去 把你呼噜的交给李大师呢 对了叶大师 外面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日游神指挥手下康迪 叶游神走过来 向叶姑帆打听消息 领头的是一个唐朝女鬼 应该是武则天同意时期的 老鬼很多 数量上百 金甲神将也有十几个呢 叶姑帆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收到 要说战斗力至少在你们十倍以上 唐朝女鬼 有没有更详细的情况 比如叫什么属于哪个鬼王的部下 我哪知道啊 对方又不自爆家门 问了也不说 叶姑帆摇摇头道 先别管对方的身份了 他们已经放下狠话 如果不交出统顶 就格杀勿论 无论是明界的阴帅 还是毛山弟子都得死 叶游神咧嘴一笑道 叶大师沈勇 可以一一抵摆 料想他们也难以得手吧 我吹牛你也信啊 叶姑帆气得一定眼 要是可以一抵摆 我干嘛又跑回来啊 告诉你啊 我也顶不住的 所以你们要卖点力气 别指望我一个人 是是是 我们现在是一条战线上的蚂蚱 自然会奋力杀敌 叶游神急忙点头 然后抽身而去指挥鬼兵们抵抗 但是黑屋外面上百老鬼一起发力 威压浩大 明界的阴兵们虽然训练有素 但是修为相差太多 终究不能抵挡 眼看着原本十来帐的圈子 被压缩到了三丈方圆 而且又有二十多名鬼兵死伤 叶老师顶不住啊怎么办 日游神边战边退一边教导 顶不住也要顶啊 保重团不能被冲散 否则都是死 叶姑帆吼了一声 挺起万人斩 又一个七步盾法 从西南角杀了出去 刚才回到圈子里 叶姑帆休息了半炷香的时间 元气恢复了许多 现在叶姑帆只有冲出去 分散对方的兵力 才有可能保住最后的阵地 日游夜游见到叶姑帆杀了出去 歇了一松 他们的本意就是催促叶姑帆出去的 要不真的顶不住了 果然叶姑帆冲出去以后 又牵制了对方的大多战斗力 日游夜游的压力骤减 指挥鬼兵一寸寸的扩大阵地 但是这次 叶姑帆在外面也只坚持了一炷香的时间 便又逃了回来 因为连番打到太累 他必须回来歇口气了 叶姑帆 这次杀出去 有没有灭掉几个老鬼啊 叶游神讨好的一消温刀 灭了七八个老鬼 重伤了两个金甲将军 叶姑帆上气不接下气道 你们顶住啊 我歇口气 顶住顶住 顶住 叶游神连连挥手 对手下发号施令 那些鬼兵们也苦战了半夜 哪里还有精神 但是不用命就会丢掉鬼命 于是只好强撑 叶游神又道 叶游神啊 现在已经是下半夜了 我们再坚持一个多时辰 就可以脱困了 等到脱困以后 我们立刻禀明明王 调集大军 剿灭这些叛逆啊 一个多时辰 两三个小时啊 这怎么撑过去啊 叶姑帆也头大 坐在地上说道 所以 这还要叶大师大战神通啊 叶游神继续拍马屁道 想当年 阿修罗道 众魔作乱 都是你师父力往狂澜 才扭转乾坤的 你神出鬼没 不停的骚扰他们 每次出去干掉几个老鬼 我们可以坚持到天亮的 我师父在这里还说个屁啊 我现在能和我师父比吗 叶姑帆翻了翻白眼说道 都省点力气吧 该冲杀的时候 我自然会出去的 你们先顶着 叶游神点点头 也收起嬉笑 身为士卒 向对方展开进攻 迪云蹲在叶姑帆的身边道 叶姑帆 不管怎样 我都会跟你在一起的 迪云 你别担心啊 若实在顶不住 我会带着你退的 叶姑帆安慰着迪云又道 至于李大爷嘛 只好让他自伤自灭了 可怜的李大婶弄不好 又要多等一室 才可以和李大爷做夫妻了 这个没有这么严重的 李伟年有点担忧了 温道 的确很严重的 李大爷 你有什么想对李大婶说的 不妨现在说出来 如果我和迪云侥幸有一个人活着 一定会把你的临终一言带到的 叶姑帆说道 李伟年想了想摇头抖 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要说的 绿珠都知道 不说点 你爱他什么呢 叶姑帆问 不用说 有些话不用说的 李伟年继续摇头 李伟年本就是个含蓄的人 虽然内心热烈 和绿珠爱得死去活来 但是绝对不会当着叶姑帆的面 说出那些情情爱爱的话来 因为李伟年觉得这有些矫情 更有些肉麻 而且绿珠也不喜欢 好吧 既然你没有一言那就算了 叶姑帆站起身 看着迪云道 迪云 你照顾好自己 我再冲杀一次 实在不行就带你突围 叶姑帆 这样反复冲杀会把你勒死的 迪云却以伸手 扯住了叶姑帆道 我有一个办法 或许可以脱困 什么办法快说 叶游神倒是耳朵灵敏 打斗中听见了迪云的话 扭头问道 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 无法继续支撑了 所以叶游神 希望迪云有什么好办法 可以来个绝地反击 迪云点点头道 外面的老鬼们 不是很在意这个小鼎吗 我们就以同鼎做威胁 如果他们不收兵 就于死网破 现在就回去这个小鼎 一言点醒梦中人呢 听了迪云的话 叶姑帆和日游夜游都是一起 随后又是一阵惭愧 为什么自己就没想到呢 说实话 迪云虽是女子 但是行事果断 手段伶俐 同归于尽的精神 在这里判定一 他给叶姑帆下了鸳鸯骨 其实也是要死一起死 要活一起活的套路 为了目的 而直接使用最有效的方法 李伟年也随即附和道 好办法 我把这个同鼎里面 埋上火药炸了它 叶姑帆挥挥手 气沉丹田 从外面叫道 喂 外面的老鬼们听着啊 停止你们的进攻 否则 我立刻回去这个小同鼻啊 没错 别逼着我们狗鸡挺有强啊 日游神也叫道 外面的喊杀声立刻小了许多 随后 听到那个蒙面女鬼的声音说道 暂停进攻 原地包围 叶姑帆看了看迪云 收起大拇指 同时赞许的一笑 这果然是个好办法啊 对方投手接气 不敢逼他太紧 日游夜游也同时松了一口气 感激的看了迪云一眼 黑雾之外 蒙面女鬼的声音叫道 叶姑帆 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 喂 我也是奉命办事的 以后怎么办 我现在也不知道啊 叶姑帆的眼珠转了一下 这是明界秦广王的意思 要我们彻查他 小通顶 最后也会交在秦广王的手里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秦广王啊 现在叶姑帆越来越觉得 这帮老鬼棘手难斗了 所以叶姑帆不敢强自出头 而是把责任推给明界 明界势大 自然不会惧怕这些老鬼 对 这是阴天子的意思 你不用跟我们纠缠呢 日游夜游也如此说道 外面一阵沉默 忽然间阴风滚动 鬼章迅速消退 秦客间云开五三 星光漫天 这些老鬼就这么走了 日游神大喜国王 巡视四周说道 是暂时走了 不过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等着看吧 叶姑帆坐了下来 长长的呼着一口气 夜游神抱拳道 辛苦夜大师了 这一仗全靠着你的神勇和迪云姑娘的好谋话 要不我们肯定一拜徒弟 现在时间还早 为方不测 我先带着几个鬼兵去明界请求支援 你带着大家继续留在这里 防止那些老鬼们再来偷袭吧 去吧去吧 最好调集十万鬼兵过来 把这些东西全剿灭了 叶姑帆疲惫的挥手说道 日游神倒是关心兄弟 你也当心 防止那些老鬼半路伏击 把你抓了而去换铜顶啊 我最少会小心在意的 各位都保住 夜游神一抱拳 带着十来个鬼兵化作阴风向南滚去 夜游神闲坐着等待援兵 日游神安排部下巡逻警戒 防止对方捲铜筒重来 忽坐无聊 夜游帆又要过那个小铜顶 在手里打量着 但是看了许久 依旧没有看出其中的玄机 突然歇斯一转 夜游帆把手腕上的小锣盘取了下来 放在了顶底 只见锣盘放进去 指针立刻转动起来 不过这指针的运动很有规律 顺时针方向速度均匀 铜顶里面有气息流动啊 夜游帆吃了一惊说道 气息流动又代表着什么 迪云问道 日游神也有些惊奇 凑了过来观看顶底的罗盘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锯器用的铜顶 他们将铜顶埋在这里 为的是吸收这里的地气 夜古帆说道 师傅丁尔苗留下的秘籍里 有关于八卦锯器阵的方法 那是利用阵法凝聚地气 为人体所吸收 可以在短期内提升修为 恢复精力 但是利用铜顶吸收地气 却没有听说过 可是聚气又是干什么的 迪云又问 聚气的目的最后还是为人所用 当然 我也可以用 夜古帆反复端详手里的小顶刀 将铜顶里面的气息吸收消化 可以提升人的修为 也可以提升鬼魂的修为 这么说这个东西对你有好处了 迪云大喜 夜古帆摇摇头道 没有啊 因为我目前还不能吸收这里面的气息 就像一座金山板子面前而无法开采一样 那么拿去冥界 冥王可不可以加以利用呢 李伟年问道 一边心里想 这次冥王是捡了一个宝贝了 夜古帆一笑道 我估计他也没法用 因为这铜顶必须放在合适的位置 才可以吸收地气 除非我们长教真人帮助冥王 推算出鸡尾所在 否则 冥界也不容易找到安放铜顶的位置 而是由神黑黑一笑道 那也不能这么说 冥界迎兵众多 展开地毯式搜索 还担心找不到鸡尾啊 你懂个屁啊 夜古帆很不客气的翻了一个白眼耳朵 如果都用大量的鬼兵搜索 的确可以找到鸡尾 但是 众鬼云集人间 就打破了阴阳之间的协调 阴阳失调 聚起来的气再多 能用吗 好比开采地下的纯净水 水出来了 却在开采过程中受到污染了 你还是不能喝的 日游身张口无语 李伟年也来凑热闹加入讨论 这么说来 这个铜顶的使用非常复杂啊 的确很复杂 而且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东西 我目前不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 一旦这铜顶得到正确运用 发挥的威力 也必定是无比可怕的 叶姑翻把铜顶放在手里抛来抛去 说道 退房出动这么多的老鬼和金甲将军 为铜顶保驾护航 可见一斑咯 等我们带去冥界 那里大能众多 一定可以猜想透这铜顶的秘密 日游谁说道 叶姑翻笑了笑说道 其实我觉得这个小顶颇为不祥 真的不如回去算了 掌控不了的东西必定隐藏着未知的凶险 就此回去倒是釜底抽薪的策略 不行不行 要交给冥王 让冥王陛下决断才好啊 日游神急忙阻止 我这随便说说不要激动啊 叶姑翻哼了一声 把统领抛给日游神 带去地府先给冥王邀功吧 匹夫无罪怀彼其罪 叶姑翻知道 如果自己把这个统领带在身上 实必会招来无情无尽的骚扰和追杀 而且冥界也会对自己施加压力 反正自己用不上这玩意儿 所以啊干脆丢给冥王吧 他得了保顶也央用不了 多谢多谢 不过功劳是大家的 尤其是叶大师的 日游神大喜嬉笑着说道 不知不觉过去了半个小时 蒙面女鬼那方面啊 倒是没再出现 身边阴风闪动 却是夜游神回来了 高声叫道 好了好了没事了 我们的大部队到了 一公分站起来抬眼思看 果然看到西南方阴风滚滚 遮天盖地而来 少时阴风化作黑雾 凝聚于空中 数十个老鬼从黑雾中落下 站在夜谷帆的面前 来来来 叶大师 我帮你眼见一下 叶游神急忙介绍道 这一黑一白乃是大名鼎鼎的黑白无常 这两位就是牛头马面 还有这两位是富士鬼王和飞天鬼王 见过各位阴帅各位鬼王 叶姑帆起手见礼 那些阴帅鬼王纷纷还礼都还是客气 尤其是黑胖子黑无常 更是拉着叶姑帆的手笑道 二苗哥的徒弟出山了 真是太好了 大家都不是外人 这里的老鬼们 都曾经是你师父的旧部下 在你师父担任当口大元帅的时候 有所耳闻啊 我出出茅山 还请各位念在家师的面子上多多关照 叶姑帆说道 那是自然 叶老弟不必担心 黑无常嘻嘻一笑 向大家宣指道 冥王有旨 将那小铜鼎 立刻送回风都城 做进一步的鉴定 我和白无常兄弟 还有日游也有两位阴帅 带领一千鬼兵留守 配合叶姑帆继续侦查此事 如果有意见纷争 以叶姑帆的决议为准 冥界一般老鬼啊 这纷纷抱拳 口称领命 叶姑帆微微皱眉道 冥王的意思是 让我继续调查这件事啊 如此蹊跷的事 肯定要继续调查 找到对方的根源 以网打尽 才可以涌出后魂 黑无常说道 我这是无所谓啊 只怕那些老鬼会伤害我的朋友 或者对茅山发起攻击啊 叶姑帆略有些担忧说道 这样吧 这个铜鼎你们先交给冥王 看是什么来路 我们分析一下对方的身份再说 黑无常点点头 转身委托两大鬼王将铜鼎送回 此时天色也见亮 叶姑帆苦战一夜疲惫不堪 便让李伟年开车回城里睡觉 黑无常和白无常隐身跟随叶姑帆 其他的鬼兵则四处散开 继续搜寻蛛丝马迹 回到城里 又困又饿又累的几个人啊 随便吃了点东西 然后洗了澡睡觉 越直到午饭以后 叶姑帆才醒来 经过一场睡眠 叶姑帆又恢复了精神 范八爷 请出来说话 叶姑帆坐在客厅里召唤黑无常 哎 来了 黑无常即刻出现在叶姑帆的面前 咧嘴一笑 叶姑帆也一笑说道 民舰那边看出统领的来历了吗 有没有消息过来 目前还没有 再等等吧 黑无常说道 那行 你忙吧 我找李伟年说点事 叶姑帆挥挥手 让黑无常自便 李伟年接到电话 从旅馆里赶回来 叶姑帆说道 一姐吃饭便吃便聊 知道叶姑帆有事要谈 李伟年也不多问 转身下楼 叶姑帆又招呼迪云 三人一起出去吃饭 撇下了黑白无常 在饭馆的包厢里坐下 叶姑帆关了门窗 又用指幅封了起来 这才开口说话道 长调真是说 民企的一帮老鬼 也不是什么好家伙 所以有几句话 我要背着他们说 确实不是什么好家伙 一切只想求利益 用人的时候 秦广王都像个做丫鬟的 低声下气 不用你的时候 一个鬼族都凶巴巴的 好像玉皇大帝 李伟年也发牢骚道 当年我就吃过他们的苦头 明明都把绿珠拴住 发配偷胎了 后来他们又再次追回 幸好二淼哥威猛 直接找秦广王理论 不对了 还有一次 我和二淼哥的魂魄 都被地府扣住了 你师叔吴沾沾大怒 要去扫兵冥界 他们才吓得放人 还有啊 你师父也曾在十八层地狱受刑 那份苦啊 嗨 啊 还有这些事 叶姑帆恶然道 我都没听掌教这人说起过 哼 万叔高不愿意搭理地府 也有这些原因在里面 反正有二淼哥的威名阵着 地府也不敢和万叔高翻脸 李伟年说道 叶姑帆点点头道 师父虽然威武 但是此刻毕竟不在 师叔云游四方 也多年不见踪影了 所以目前的事 还是要靠自己 多多小心才是 那也是 你要说什么说吧 我听着 李伟年说道 叶姑帆喝了一口酒 苦笑道 其实我现在有点后悔 或许我们不该搅这趟浑水的 他们势力太大 还真的有点惹不起啊 李伟年和迪云都不说话 看着叶姑帆 现在那些神秘老鬼 已经被我得罪了 后悔也没用了 但是我们要做好防范 未雨冲锋 最担心的不是他们对我下手 而是把他们朝你们下手 以报复我 哎呦 我们掌教这人 我觉得应该通知一下 叶姑帆继续说道 怎么防范 我只要跟着你不就行了 迪云说道 叶姑帆摇摇头道 但是 你也不能无时无刻都跟着我 我也不能分分秒秒都在你身边的 那你说要怎么办 李伟年问道 叶姑帆的手指扣着桌面道 一步一步来 李大爷 你先帮我打个电话 通知一下掌教真人 把我这边的情况先说一下 让他警惕一下 防止那些神秘老鬼杀到毛山 唐敏儿还没有周达归案 叶姑帆不愿意和掌教真人直接对话 一旦直接对话肯定要挨骂的 李伟年答应一声 拿出电话打给万叔高 电话通了 万叔高在那边最心心的问道 谁啊 是不是家里闹鬼了 张教真人不在明天再来打吧 说吧 他卡巴一下挂了电话 李伟年哭笑不得 再次打了过去 首先开口叫道 万哥 别挂电话 我是李伟年 哦 李伟年啊 好几年不见了 你找我什么事啊 万叔高疯疯癫癫的说道 叶姑帆在一边听着 走崩溃状 不用说了 掌教真人的痴呆病又发作了 明明十天前才见过 现在他说几年没见了 这 哎 万哥你醒醒酒啊 李伟年也叹气道 万哥你听我说 山城出大事了 我没醉醒什么酒啊 万叔高打了一个哈欠 问道 嗯 山城出事关我屁事啊 又不是我干的 万哥 是我们在山城出事了 二妙哥的徒弟叶姑帆 也得罪了一帮神秘老鬼 那些老鬼扬言要去毛山闹事 万哥 你少喝点酒警惕一点 如果那帮老鬼杀到 你被他们抓了去 那毛山派可就丢脸了 李伟年说道 谁 来毛山闹事 万叔高哈哈大笑道 让他来吧 我哪都不去 就在毛山等着 谁不来谁就是刀种 万哥 我说的是真的 没开玩笑 我也没开玩笑啊 就算是玉皇大帝和阎罗王一起来了 我也不怕 叫他们来吧 万叔高冷笑一声 挂了电话 李伟年握着电话 看着叶姑帆 毛山徐云冠 金者强大 一般来说是不会有事的 就怕掌教真人疯疯癫癫的 唉 叶姑帆叹了一口气一道 总之啊 通知到了就行 掌教真人也不是吃素的 虽然平时疯疯癫癫 但是事到临头 他比谁都近了 是啊 他跟你师父南征北战多年 论见识非一般人可比 而且实战经验也有 加上这么多年的修炼 也是一代宗师了 就像射雕里面的欧阳峰一样 虽然最后疯了脑子不够用 但依旧是决定高手 李伟年点点头又问道 接下来还要做什么 叶姑帆放下筷子刀 接下来是肥肠的欧阳和李大婶 他们一句话还没说完 李伟年的电话响了 却是万叔高打回来的 叶姑帆暂停 听万叔高和李伟年的通话 电话里万叔高似乎清醒了一点 说道 李伟年 是不是叶姑帆那小子惹上麻烦事了 是啊是啊 他得罪了一帮神秘老鬼 对方数量众多 几百上千 随便一个都是一千多年的老鬼 修为身后法力无边 而且啊 还有许多金甲神将参与其中 叶姑帆说 那都是一方土神 非常厉害 李伟年天忧加速 希望引起万叔高的重视 谁知道万叔高哈哈一笑道 你大爷呢 这么说我就知道了 是你在骗我 想当天我和二苗哥带领明界十万阴兵 荡平四方鬼扣 现在哪里还有这么多的老鬼啊 万哥 我真的不敢骗你啊 你听我说 这件事明界也出动很多兵马 包括黑白无常 油头马面和日游夜游 但是交手了好几次 明界的阴帅们也没弄清楚对方的具体身份 李伟年急忙解释 急得脖子上青筋抱起 万叔高听完了 沉默了一会儿道 告诉叶姑帆那个小子 如果需要我出山就说一声 毕竟是丁二苗的弟子 嗨 要不我才懒得多管 李伟年捂着话筒为叶姑帆 怎么办 这个是个好机会 要不要请万叔高过来帮忙啊 叶姑帆摇摇头道 暂时不用 让他留在毛山吧 万哥 暂时叶姑帆还行 实在不行了再通知你 李伟年按照叶姑帆的意思回复了一句 电话里万叔高叹气连天又骂道 这臭小子总是不听话 竟然偷跑下山 花花世界 混水于池 三千青丝 一醉一烦恼 万丈红尘 一步一劫难 留在毛山多好 又不少他的吃喝的 嘿 叶姑帆默默的听着 心里有点小感动 长教真人虽然疯癫 但是对自己还是关心的 可是自己终究是要下山的 哪怕红尘邪恶 这条路也一定要走一趟 因为还有父母和妹妹的事情 没有解决 电话那边万叔高唠唠叨叨的说着 一直说了半个小时 说累了才打了一个哈欣挂了电话 其实叶姑帆下山之前和万叔高一起在熏灌 还有点相依为命的味道 现在叶姑帆跑了 熏灌里就万叔高一个 想想也怪凄凉的 叶姑帆 万叔高对你还是很关心的 李温年挂了电话说道 是啊 不过现在不说这些 叶姑帆点点头道 你再给李大神打个电话 并让他转高欧阳 小心防范 另外让他们留下一点头发和指甲 万一有事至少我还能召回他们的魂魄 不会这么严重吧 李温年有些吃惊 只是预防 还有啊 迪云也是 给我一点头发和指甲备用 叶姑帆说道 迪云倒是没有医 随即点头 说回去以后就办 那我明天先去围城一趟吧 苏去苏为 李温年想了想说道 叶姑帆点头称号 酒足饭饱了以后啊 这起身走出了饭馆 回到李温年的住处 恰好遇上黑白无常 叶老弟 明界有消息过来了 黑无常嘻嘻一笑说道 怎么说的 回那个统领 叶姑帆问道 黑无常攻了攻守 正色道 明王有指 方长先钓大鱼 将那个青东小鼎 归还那些神秘老鬼 然后继续盯售 看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什么 将铜鼎归还那些神秘老鬼 叶姑帆恶然不已道 范白爷 不是我听错了吧 黑无常一笑 取出那个小鼎道 老弟 你没有听错 这个小鼎 明王都让带回来了 交给你去办这件事 叶姑帆接过小鼎看了看 的确是那个青铜小鼎 可是 如何放长线钓大鱼啊 叶姑帆问道 还给他们 然后暗中监视 顺藤摸瓜 以锅端 黑无常说道 叶姑帆想了想 你的意思是 对方是傻子 那么容易就能一锅端了 这不是我的意思 是明王笔下的旨意 黑无常说道 叶姑帆坐了下来 皱眉沉思 樊叶 樊叶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这其中恐怕里有曲折吧 你认为 有什么曲折啊 我觉得 是那些神秘老鬼和民界做了联系 然后 明王故意归还这个小鼎道 叶姑帆看着黑无常逗 当然 这是我的猜测 未必就准 而且 明王的意志 我也会听从的 还了就还了吧 无所谓 至于放长线钓大鱼的事 你们另请高明吧 我不想再和这些神秘老鬼有什么交集了 事情的发展太出乎意料了 所以叶姑帆萌生了推议 说不定明王已经知道了那边神秘老鬼的身份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他们放手去做想做的事 归还统顶 不得不让人产生这种怀疑和推送 冥界都不管自己何必多管闲事 接下仇恨而树立强敌呢 就这样放手也很好 自己还有别的事要去做 黑无常又是一呆 随后大笑道 哈 老迪啊 你怎么会这样想 冥界负责阴阳二级的秩序 对于这件事非常的慎重 因为看不清对方的真实身份和小鼎的来源用途 才出此策略的 另外 冥王还有话给你 有话给我 怎么说 叶姑帆问道 冥王有志 这件事还是由你负责调查 我等协助 务必查清此事 彻底扫荡对方 嗯 我可以不接受这个任务吗 不行 毛山弟子一直是人间鬼捕 要配合冥界的义务 除非你不是毛山弟子 明白了 我遵旨啊 叶姑帆郁闷的点了点头 真的推辞了整个任务啊 冥界也不会惩罚自己 毕竟不看僧命看佛面 师父的面子在那里 但是以后自己发配鬼魂去冥府 偷胎 就再无可能了 地府不买你的账 不认可你的符众 自己是吃这碗饭的 和冥界是合作方 所以呢 叶老弟 你别担心 地府的势力就是你的后盾 给冥界效力 对你的以后也有莫大的好处 你师父当年不也是当口大元帅吗 黑无常又来安慰叶姑帆道 而且这件事 一开始就是你发现并且通知冥界的 除了你还有谁能办这事 老门中人才凋零 除了你之外真的没有人可以生人了 冥界鬼将虽然很多 但是不能大摇大摆的在人家行走 所以啊 必须是一老弟调剂这个胆子 叶姑帆抬起手道 明白了不用多说了 现在就按照冥王的意思去办 但是要合体一下 这个小鼎怎么送还才好啊 捉贼容易放贼难 如果送还同鼎 真是个问题 就这样送还 说这玩意对我们没用 那对方一定是认为自己怕他们 那不是一点面子都没有吧 黑无常笑了笑道 这一点我也想过 做个苦肉计吧 让他们抢回去 然后我们也能多一次观察的机会 加时了解 嗯 苦肉计中呢 有粥鱼酒黄盖 好啊 饭白夜吃点盔做个黄盖吧 叶姑帆一笑道 今晚行动 还是昨夜里的黄山 我来布阵摆动堡顶 吸引那些神秘老鬼过来啊 当黄盖怎么当啊 黑无常一呆问道 拼死了保护青铜底啊 被对方打个半死 阔炉记才有点像啊 叶姑帆坏笑了一下 黑无常哭丧着脸道 好吧 我当谎开 只要留下半条命就行了 就其中细节 叶姑帆又和黑白无常商量了一下 全部定下来以后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叶姑帆挥挥手道 出发吧 时间差不多了 依旧是李伟年开车 迪云跟随 大家向昨夜里大站到矮山而去 日游也由先行一步去布置场地 经济维护 而黑白无常则跟着叶姑帆提身保护 来到矮山之上 叶姑帆看看四周略一点头 按照事先的计划 黑无常开始温东温西 老弟 你说这里可以找到线索 究竟怎么找 我布置一个阵法 将这个小鼎放进阵法之中 观察同鼎的变化 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叶姑帆笑了笑 说道 那些老鬼的心思 我迟早会看破 好 今夜里 我们就来见识一下 毛山树的神器 黑无常大笑 吩咐四周道 大家注意戒备 别让对方偷袭抢走了同鼎 遵命 四周鬼兵一起答应 叶姑帆取出罗盘 对照天星 正被测算方位 可因为心思很乱 算来算去 竟然无法算准确 越急就越出错 刷了一个多小时 仍然无法定位 怎么了 不能定位吗 黑无常问道 已经算出来了 在这里 等我布置一下 叶姑帆一笑 收起了罗盘 走向正北 其实叶姑帆没有算出来 只是一个大致的方向 但是叶姑帆心里 忽然想到师父留下来的八卦聚气针 铜顶的功能本来就是聚气 把它放进阵中不就完事了 反正只是做个样子 吸引对方来抢 不必那么认真 黑无常等老鬼不知道 还以为叶姑帆真的算出来了 一起跟来看 在昨晚挖出铜顶偏北几丈的位置上 叶姑帆放下了包顶 开始用红线测量距离 分出八卦方位 其实不用这么复杂的 但是叶姑帆故意拖延时间 给对方制造下手的机会 海山上一片漆黑 叶姑帆在慢吞吞的布置 中人都在一边看着 黑无常巡视四周故意叫一嗓子 都给我打起精神 全力戒备 防止对方出现抢走宝物 是 四周的鬼兵们纷纷响应 将现场围的水泄不通 叶姑帆慢腾腾的定下了八卦方位 在每一挂上都点起了现象 然后来看铜顶的变化 针法渐渐的发挥了作用 那个铜顶正处于八卦图的 银扬鱼眼位置上 立刻发挥了聚气功能 为了检测聚气的速度 叶姑帆把小罗盘放进去 直接罗盘的指针转动很快 令人吃惊 这铜顶的功能太强大了 远远超过人体吸收的速度 叶姑帆拿出罗盘 看着铜顶发呆安自想到 如果修为不够 别说利用这铜顶了 只怕一旦开始修炼 自身的修为也会被铜顶反袭 究竟是什么人才会需要这铜顶啊 正在私存的时候 忽然间顶底射出一道紫气 向着正北偏东一点的方向而去 紫气去势极快 一闪即逝 叶姑帆想要观察 却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靠 叶姑帆大害 心中震惊不已 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 原来这个小铜顶不仅仅可以聚气 还可以隔空传气 刚才这一道紫气分明是铜顶吸收这里的地气以后 将之烈化而后向外传送的 但是这道紫气被传送到什么地方 叶姑帆却不得而知 如果万叔高在这里 或许可以推算出来 黑白无常等老鬼都被叶姑帆的一句 我靠下了一跳 一起围过来问道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 当然不对了 我靠 你们这么多老鬼聚集在这里 鬼气太重 扰乱了这里的气息 我根本就不能做法 叶姑帆即使发挥 挥手道 都给我散开 散开 散得越远越好 伪兵太聚集 对方不好下手 只有让他们分散开 对方才会来偷袭 黑无常愣了一下 随即挥手道 大家散开 散开 都给我散得远远的 不要防外做法 明界的鬼兵得令 一起散开 分布在整座矮山上 就连几个阴帅老鬼也全部分开 站在十几帐外 看着叶姑帆 叶姑帆 这才装模作样的 继续观察 一边掐着手指 似乎在推钻什么 李伟年走过来 低声问道 叶姑帆 等下打起来 我该怎么办 要不要做出全力以赴的样子 不用 一旦打起来 你就睡地上装死 别的啥也别干 叶姑帆说道 嗖 就在此刻 一道金光扫了过来 耀眼的如同红日出生 叶姑帆知道不对 却不保护铜顶 而是一个跟头 翻在一边 开口高贺 什么东西 敢偷邪你家道爷 李伟年愣了一下 立刻按照叶姑帆的吩咐 胡同一下倒在地上 开始装死 保护铜顶 黑无常知道不对 大吼一声 挥动铁锁 向叶姑帆这边扑来 但是又一道金光直射而来 正打在黑无常的前胸 哎呦我操 黑无常大叫了一声 手里的铁锁都掉了 整个鬼影向后急飘 这金光太厉害了 冥界的阴帅也是一招之下落败 范八爷 你没事吧 叶姑分装出救护的样子 追着黑无常而去 一道金光落地化作一个金甲神将 从地上拾起香炉 猛的朝着东北方抛去 快将回铜顶 日游夜游等老鬼一起飘起 向空中的铜顶而去 嗖嗖嗖 但是东北方向又连续射来几道金光 分别命中日游夜游等老鬼 老鬼们不能抵挡 都惨叫一声歇歇落地 而射过来的金光和这些老鬼碰撞以后 立刻化作金甲神将 阻挡冥界的鬼兵追击 叶姑分一番急跑 他终于追上了黑无常伸手将他扯住 快快去嫁回铜顶 黑无常气急败坏地叫道 好范八爷先上 我随后就来 叶姑分忽然在黑无常的身后一推 黑无常措手不及 鬼影向前飘去搜的一下 又是一道金光亮起一个金甲神将撞来 黑无常抵不住 惨叫一声再一次飞出老远 再看那铜顶啊 经过几个金甲神将的接力 就像传球一样 已经被抛出了几十丈远 远离了叶姑分和明界的阴帅鬼王们 快拦住 快抢回来啊 叶姑分一边大呼小叫 一边暗自纳闷 这些金甲神将出现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啊 昏战中 铜顶被越传越远 终于消失不见 留在现场的几个金甲神将 被明界鬼兵重重包围 乌鲁可逃 竟然自行解散了原神就此阴灭 怎么搞的 这么多的鬼兵 竟然还是被对方抢走了通顶 都是饭桶啊 一个个都是饭桶 叶姑分装出脑弄的模样 对明界的老鬼们破口大骂 虽然是演戏 但是叶姑分也趁此机会发现一下心里的郁闷 上差息怒 我们这就去追 夜游神和日游神带着一支鬼兵部队啊 划风而去 下意追击 叶姑分看看四周 叹了一口气 闹剧 到这里啊 搞一段落了 但是铜顶反而显得更加神秘 李伟年还躺在地上装死一动不动 叶姑分又好气又好笑 走过去在他脚下 踢了一下 收刀 哎别装死了李大爷 你再装下去 你就睡着了 怎么结束了 李伟年这次爬起来 揉眼睛看着四周 迪云扑的一下笑了出来 没想到李伟年也这么滑稽 上差 老迪 这些神秘老鬼真的是防不胜防 如今丢了铜顶 我该怎么向民王汇报呢 黑无常走过来 冲着叶姑分挤眉弄眼 哎别装了 这里没有奸细 叶姑分翻了个白眼刀 现在 我的任务暂时结束了 剩下的侦察活动交给你们 你们有了消息和线索再来找我 黑无常扯了扯叶姑分道 还是小声点 隔墙有儿以防万一 叶姑分摇摇头 冲着李伟年挥手刀 李大 我们先撤回城里 李伟年点点头 下车带着叶姑分和迪云返程 回去的路上 叶姑分忽然感到一阵轻松 这个桶顶啊 就是一个烫手山鱼 现在送还了对自己未必是坏事 至少可以暂时轻松一下 李伟年也在想同一件事 说道 叶姑分 现在是不是可以怀一口气了 明天我还要不要去肥城 带回绿珠和羊的头发啊 按照原定计划来吧 你还是去肥城一趟 顺便让李大婶帮我向欧阳解释 就说明界有任务让我去做 暂时回不了肥城 叶姑分说道 这是什么 欧阳原本就不是你的什么人 迪云表示不满 说道 迪云 别忘了我们道家的规则 和平共处 叶姑分嘻嘻一笑 迪云瞪了叶姑分一眼 说道 等你承信了再说 那时候你要一万个老婆 我都可以和平共处 现在不行 雷伟年和事老了 说道 李渊 现在叶姑分心里事多 压力也大 你就忍着点 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看你的车 叶姑分说道 回到城里进了房间 亏白无常也追了过来 叶姑分没好气 说道 你们不去追查 那边老鬼的行踪 跟来干什么 我们跟过来 是为了庭后命令 方便传信 黑无常一笑道 追查的任务 有日游也游他们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叶姑分却日以逼道 我敢打赌啊 他们的追查 又是徒劳无功的 肯定把路跟丢了 论起道行 他们不如对方的 跟丢了也没事 来日方长 我们多多撒网 多不知眼线 总会找到他们的 黑无常却不着急 坐了下来道 老弟 今天那些金甲神将的出现 非常的突然 你怎么看 还能怎么看啊 站着看坐着看 用眼睛去看 叶姑分微微斜眼道 人家修为高速度就快吧 有什么看不看的 呃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 黑无常摇头道 那是什么样的 乙姑分问 据我看 他们是用阵法传送过来的 只有利用阵法传送 才会达到这个速度 才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黑无常说道 乙姑分皱眉 摇头道 阵法传送 没听说过啊 这是上古鬼术 明界中有记载 黑无常笑了笑道 这种枕法并不复杂 我看过 但是却有很大弊端 所以使用这个枕法不多 叶姑分点点头 示意继续 老弟还记得 那第一道金光过来的场景吧 黑无常不紧不慢的解释道 第一道光扫过来 虽然速度快 但是却没有金甲神将现身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传送阵威力巨大 速度很快 所以第一个金甲神将 承受不住这样的速度 冲洒了原神 后来也有好几道金光 没有凝聚成形 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猜测 今晚参与行动的金甲神将很多 但是最终达到这里的 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半 甚至更少 叶姑分摸着下吧 如此说来 对方今晚下了血本啊 这个阵法的弊端 就是损伤太大 所以黑无常说 一般不愿意使用 第一次见到这可怕的金光 是在古庙前 那晚正要逼问那个唐朝女鬼 却被一道金光冲散了女鬼的魂魄 看来那金光也是阵法传送的金甲神将了 没错 他们下了血本 其实我们今晚没有主动防备 就算有防备 拼死一战 也未必保得住通定 黑无常接着分析道 我猜测 对方后面还准备许多金甲神将 如果前面行动不力 后面会有更多金甲神将 远远不断的传送过来 嗯有点道理 叶姑分点头 又问道 可光是猜测还没用啊 我们要搞清楚 他们是从什么地方传送过来的 要找到他们的老巢才可以啊 这一点目前却不能确定 而且对方的传送点也未必就是他们的老巢 因为阵法不一定要在老巢里布置 对吧 回无常顿了一下说道 他们组织严密 鬼将众多 必定在谋划一件大事 非朝夕之功 所以我们也不要急 慢慢来 行 你们慢慢追查吧 有了线索再告诉我 叶姑分说道 遵命 黑无常很客气的一攻守 对了 我还想起了一件事 叶姑分忽然想起 铜鼎里紫气奔蟹的情况 什么事 请说 哦 叶姑分顿了一下 却把原话咽了下去 说道 我在追捕一个千年老鬼 唐敏儿 你们顺便帮我找找 找到了我必有感谢 接着叶姑分又把唐敏儿的情况 简单的说了一下 对于铜鼎里紫气外蟹的事 叶姑分决定暂时不说 反正黑无常等老鬼也没看见 有时候自己留一点秘密 对未来有好处 听完了 黑无常挥挥手道 小时一撞 等我传令下去就是了 叶姑分称谢 然后洗漱睡觉 等待黑白无常等老鬼的消息 日升月落又是一天 李伟年一大早 赶赴肥城去了 叶姑分和迪云在家里先坐 黑无常飘然出现 脸色郁闷道 老弟被你说中了 叶游神丁少那些老鬼果然跟丢了 哎 要说跟踪和追踪 冥界里面就属日游叶游最厉害 一个白天厉害 一个晚上厉害 可是叶游神丁少 居然也被对方甩了 当真可怕 看来啊 我也可以去给别人算命不挂了 叶姑分道秀又问道 跟到哪里跟丢的 燕荡山 叶游神一直追踪到燕荡山 但是却在那里跟丢了 燕荡山 叶姑分吃了一惊 当年自己和父母妹妹分散 不就在燕荡山吗 也就是燕荡山遇上师父师娘的 这次叶游神追踪这些老鬼 在燕荡山去断了信 是不是这些老鬼就在燕荡山 如果这些老鬼的老巢就在那里 那么自己父母当年遇害 或许也是他们干的 至少他们也会知道一些什么 想到这里 叶姑分难免有些激动 说道 燕荡山一带 有没有仔细搜索 如果这帮老鬼真的是当年的凶手 那么自己借助铭记的势力 刚好可以一举铲凭他们为父母报仇 那是肯定要一寸寸搜索的了 只可惜没发现那些老鬼的重要 黑无常说道 不可能啊 燕荡山那么大的面积 就没发现一个老鬼吗 叶姑分问道 老鬼肯定有啊 不过啊 这和同顶世界无关 黑无常察觉到异常 问道 怎么 好像燕老弟对燕荡山一带 有些感兴趣啊 叶姑分定了定神 说道 嗯 没什么 只是问问了解一下情况 黑无常点点头 没在追问 当日夜间 李伟年从肥城赶回 带回了杨绿洲 和欧阳池下的头发指甲 交给了叶姑分 这一趟来回不过十几个小时 这效率真够高的 叶姑分将东西收好以备万一 然后继续留在山城 等待民间老鬼们的消息 然后一眨眼过去了三四天 民间那边老鬼们依旧没有插头 而任何有用的线索 这天晚上又在饭店里喝酒 叶姑分发牢骚道 我真的怀疑民间的办事能力 都好几天了 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难怪当年 剿灭四方鬼扣 他们要请我师父出山 李伟年也复合道 对 就是一帮酒男饭带 办事能力一塌糊涂 正在议论的时候 黑无常忽然从门缝里挤了进来 一脸的喜色 老弟 喝酒也不叫我呀 唉 明界差我办事 却不给我办公经费 我哪里有钱孝敬你啊 叶姑分不无挖苦的说道 黑无常脸皮厚 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慢慢的吸了酒气 老山弟子还缺钱吗 老弟 你们一笔生意 请我喝酒的话 给我喝一年的了 哎 唐敏儿的消息打听到了吗 我就可以请你喝酒了 叶姑分淡淡的说道 今天找你就是为了这件事 黑无常咧嘴一笑道 那个女鬼唐敏儿有消息了 什么 哎 在哪里啊 叶姑分急忙问道 抓住了唐敏儿 自己就可以将他送回毛山了 否则没脸去见掌教真人 黑无常却不着急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说道 老弟 我敢打赌 你猜不出唐敏儿躲在哪里 哎 这不是废话吗 天大地大 我哪里猜得出他躲在哪里啊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唐敏儿很聪明 又躲回毛山了 哼 没想到吧 我没有抓他 因为那是毛山的地盘 不敢乱来 否则 你们掌教又要大骂我们 说我们多管闲事了 黑无常咧嘴大笑 我靠这个狡猾的东西 害得小爷东北西走啊 叶姑分一拍桌子 说道 明天就回去捉了他 他现在躲在哪里 有没有让鬼兵兵着 他在毛山东南武士里 一个乡下的水井里躲着 臭腹一夜抽 也很可怜 黑无常说道 叶姑分点点头道 好 明天就回去毛山 先解决这件事 叶姑分 我陪你一道去 顺便去看看万数高 行 带上你 叶姑分这次很爽快 因为要回毛山见掌教真人 带上李伟年会大有好处 他和万数高是老兄弟 自然回原场 不至于让万数高 对自己有所责罚 我去 迪云说道 好吧 叶姑分点点头 答应了迪云 其实不答应也不行啊 因为鸳鸯骨的存在 迪云可以感应到自己 你不带着他 他可以自己找去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叶姑分带着李伟年和迪云 动身回毛山 依旧是乘坐客车 然后转车 倒了几趟车 在第二天一早 三人来到了毛山范围内 黑无常所说的地方 叫做远唐吉 乡下那个村子叫李河湾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叶姑分在远唐吉镇上 住了一天 一直不露面 直到晚上十点 这次出了远唐吉 黑不蒙面 向李河湾走去 到了李河湾的时候 都夜里十一点了 鸡犬不闻鸭却无声 水井在村东头 孤零零的躺在月色下 现在家家都有自来水 这口老早的水井也报废了 虽然还可以取水 但是却无人使用 黑无常也亲自陪同 事先去了水井处看了一遍 然后向叶姑帆汇报 还在里面 没有出去 好 我去拿它 叶姑帆嘻嘻一笑 脚步轻快的走向水井 到了井台边 叶姑帆注意了一下罗盘 果然可以插到鬼气 唐敏 躲在这里很惬意吧 叶姑帆蹲下来 手在井口边 悠悠地问道 水井里有阴风乱窜 最后传来唐敏惊恐的声音 是叶姑帆 你说呢 叶姑帆哈哈一笑道 出来吧唐敏 一个月没见了 还是有点想你呢 叶姑帆 你为什么不敢放过我 要穷追猛打 女鬼在下面求饶道 我现在不干坏事了 真的 请你相信我 有话出来说 否则我要动手了 叶姑帆取出一张主鬼大福道 我抓了你 还把你带回熏怪 叫给掌教真人出来 你有冤屈 就和掌教真人说吧 水井下唐敏略略一顿叹气道 罢了罢了 奴家就跟你回去吧 声音刚刚传出来 一道鬼影 也从井里毁毁升起 这次唐敏没有使诈 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 叶姑帆一挥纸服 收了唐敏 心里却高兴不起来 反而有点莫名的失落 恭喜老弟抓获女鬼 黑无常嘻嘻一笑上来道喜 叶姑帆摇摇头道 没什么好道喜的 这件事谢谢樊八爷了 改天请你好好喝一杯 好说好说 来了 对了 叶老弟你们还要去谋山是吧 黑无常抱拳道 因为你们长脚脾气古怪 所以我就不跟着过去了 我就在山下等着 等你下山 我们再一道走 你好 辛苦樊八爷了 我先去见见掌门 其他的事再说吧 叶姑帆抱拳告辞 带着李伟年和迪云 星夜上山 从这个李河湾到毛山徐云馆还有几十里路 不过叶姑帆等人都是不怕走路的 这段山路不在话下 林伟年有些兴奋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 说多少年没有来过这里了 当年二苗哥如何如何的 林云也很新鲜 东看西看 偶尔问几句 传说中的毛山吗 还是很神秘的 叶姑帆的心情却有点复杂 不怎么说话 只是偶尔回答迪云的问题 院里两点多 三人终于站在了徐云冠的门前 预测下 徐云冠显得有些破败 有些孤寂和萧条 门前落叶凌乱 还夹杂着一些塑料袋子 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打扫了 山门上原本就没有油漆 只是刷了铜油 经过长期的风吹雨打和日晒 看起来有一些斑驳 下面还有不少的霉点 山门边原本还有门房 是给扫地童子居住的 现在扫地童子没了 门房也就敞开着 看起来格外凄凉 鸡犬不闻一片寂静 偶尔夜风吹过 书也沙沙作响 这就是你们毛山的道观 迪云有点不敢相信 问道 是啊 该整理整理了 叶孤帆抚摸着门板 略带赶伤地说道 怎么这么萧条 是该整顿整顿了 太不精神了 李伟年也说道 叶孤帆笑了笑 抽出万人斩 扎进门缝里 拨了几下 咔哒一声响 里面的门栓掉落 门开了 进来吧 叶孤帆收了宝剑 先一步跨进山门 李伟年和迪云一起跟了进来 走进正殿 叶孤帆放下几条盒子 点起香腕上的蜡烛 整了整衣服 先给祖师爷上香 等待叶孤帆上香完毕 回我山来一看 李伟年已经不见了 李大爷呢 叶孤帆问迪云 最后面了 迪云指着后面说道 叶孤帆点点头道 他就找掌尿这人了 走吧迪云 先去后店喝茶 后店是待客的地方 相当于会客厅 走到后院 叶孤帆发现李伟年正在通张西望 寻找万书高的房间 李大爷 别胡闹啊 掌尿这人 最烦别人打断他的睡猛了 如果被吵醒 一定会大发脾气的 叶孤帆扯住李伟年说道 先来拼店喝茶等着 李伟年没办法 也只好进了后店 打算等万书高睡到自然醒再说 后店里也是一片狼藉 桌子上还摆着泡面的塑料碗 里面还有没吃完的泡面 还有几个空酒瓶也摆放在桌子上 叶孤帆棘忙收拾 然后擦了擦桌子 招呼迪云落座 水瓶里也没有水 叶孤帆苦笑了一声 接水烧茶清洗茶具 好一通忙活以后 迪云和李伟年终于喝上了徐云罐的茶 一杯茶喝完 叶孤翻刀 你们先坐着 我去打扫一下 我帮你 迪云站了起来 未来 李伟年自然也不好意思歇着 三个人立刻开始打扫 里里歪歪清理了一遍 等到红日出生的时候 打扫活动才结束 徐云罐气象一新 今天也不知什么原因 万书高竟然起了一个早 估计是被尿憋醒了 这一招走到后院 沉了一个懒腰 这才发现不对 扭头看了开四周 然后皱起眉头 掐指推算 难难的到 三个 夜里来了三个人 是谁啊 万哥 是我们 李伟年从前面走来 笑嘻嘻的打招呼 早万哥 看你气色不错 昨夜睡得好吧 叶孤翻和迪云跟在后面 也走进了后院 掌教真人早 我回来了 叶孤翻向掌教打招呼 一边介绍迪云道 这是我朋友 迪云 哼 说的回来了 万书高翻了一个白眼 然后目光转向迪云 上下看了几眼 又看着叶孤翻道 叶孤翻 你小子比你师父本事大呀 下山几天 就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叶孤翻大酒 急忙插开话题 取出指幅道 掌教真人 他明天我抓回来了 这就交给你处理 李伟年也觉得不妥 万书高一把年纪了 说这种话未免唐吐 迪云却无所谓 反而听着很受用 笑道 谢谢前辈夸奖 确实我哥叶孤翻 已经是夫妻了 什么 都做夫妻了 万书高哈哈大笑道 牛逼牛逼啊 叶孤翻 你牛逼 叶孤翻哭笑不得 却又没法解释 万书高疯疯癫癫 迪云虎脚蛮缠 这事儿你解释不清 李伟年推着万书高走向后殿 一边低声道 万哥 你好歹也是毛山长教 说话不要太粗粗了 而且啊 叶孤翻是二苗哥的弟子 我们怎么说也是长辈 应该有个分寸吧 什么长辈 叶孤翻是我的小师叔 他是我的长辈好不好 万书高嚷嚷着 但是啊 终究被李伟年推进了后殿 身后迪云看着叶孤翻道 你们长辈真人挺和蔼的 那叫维索啊 叶孤翻苦笑了一下 带着迪云走进后殿 万书高收了唐米尔也没说什么 大概是又犯病了 看着窗外一言不发 哎 长辈真人 我这次下山遇到了一帮神秘老鬼 势力强大 叶孤翻只好先开口做汇报 怎么强大了 说来听就 万书高回过神来问道 叶孤翻点点头 把几次见面交手的情况 细致的说了一遍 万书高一边听 一边掐指推算 听完了 说道 哼 这些老鬼很牛逼啊 都快赶上我的本事了 是啊 他们非常厉害 明见老鬼们都束手无策 叶孤翻说道 万书高想了想到 等我洗把脸上个香 来给你推算一下 叶孤翻大喜点头称好 万书高先去洗漱 然后去钱店上香 上香完毕转到后院 他又忘了刚才的事了 张口道 对了 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怎么突然就忘了 掌揪真人 刚才说的是同顶的事 你说推算一下 叶孤翻急忙提醒 对对对对 同顶的事是吧 好 我来算一下 万书高恍然大悟 取出天机盘 开始推算 这种推算比较复杂 叶孤翻 却要爆出当天的天干地之具体时辰 再说出当时南方七秀的星象角度 而再说事发地的子武经纬 一个说一个算 说错了不行 算错了也不行 这是分金定学的真功夫 无关神鬼 无关法术 万书高虽然痴呆疯疯癫 但是一旦投入某件事 往往比常人更加专注 整个计算的过程里 万书高看起来非常正常 其定神仙 叶孤翻把所有的数据报出来 万书高的计算结果也出来了 这种集位不是一个 一共有八个 万书高盯着天机盘道 但是这八个方位中间 还有一个坐标点 确定坐标点 就知道谁在作怪了 八个 叶孤翻吃了一惊 问道 张教 你怎么知道是八个呀 如何得出这个结论呢 你当时看到的是南方七秀的集位 集位又分阴阳 破庙的位置是阴集位 还有一个阳集位 你没看见 万书高得意的一笑道 二十八秀分为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 南方是朱雀位 以此类推 青龙白虎和玄武星位上 还有各足两个集位 一阴一阳 这样算起来 不是八个集位吗 叶孤翻想了想到 这八个集位 围着中间的一个坐标点 是不是就像八卦战图一样 八卦方位 围绕着阴阳鱼啊 没错 就是这个样子 万书高点点头 那么中间的坐标点 在什么地方 叶孤翻又问道 那个地方一定就是神秘老鬼的老巢啊 坐标点 目前无法肯定 因为我当时不在现场 不能推测八卦方位和中间点的距离远近啊 万书高收到 叶孤翻尘印了一下 又道 前天晚上我来用八卦聚气阵 试探统顶的聚气效果 结果发现统顶不仅仅可以聚气 还会传气 当时一道紫光从顶内飞出 直奔正北偏东一点的位置 长久之人根据这个能不能再算一算 报出当时的子午方位和形象数据 万书高说道 叶孤翻整理了一下慢慢的报了出来 万书高啪啪啪的打着算盘 皱眉不语 约摸搬住箱以后抬起头刀 哎 还是无法计算精准 但是有个大致方向和范围 在哪里啊 在闪地 具体点来说在咸阳附近 万书高说道 咸阳 叶孤翻沉音不语 这范围太大了一点 想要找到对方脑巢 恐怕还是不容易 万书高收起天机盘 在桌子上铺了黄布 取中通钱 顺手起了一挂 叶孤翻知道掌教真人的挂数也很厉害 便不说话 来看挂像 等到挂像出来 叶孤翻傻眼了 这居然 六窑相同 是个前挂 一经六十四挂的第一挂 初九 乾隆勿用 九二 见龙在田 立见大人 九三 君子终日前前 兮兮若 立 无咎 九四 或月在渊 无咎 九五 飞龙在天 立见大人 上九 抗龙有悔 用九 见群龙无首啊 万书高掐着手指 口中喃喃自语 眉头紧皱 迪云不懂这些 便来问叶孤翻第一声道 这是什么挂 是凶士级啊 这是钱挂 大吉大利之招 钱为天 贴行剑 君子自强不信 叶孤翻开心的一笑 谁知道万书高翻了一个白眼 阴森森的说道 别高兴太早啊 这一挂我是推算对方气运的 大吉大利的是对方 不是你 啊 叶孤翻张大了嘴巴 头上开始冒汗了 对方大吉大利 自己这一边 肯定就是大凶大恶了 所以叶孤翻冒冷汗呢 有没有变通之道 让对方的气运改一改 李美年不弄装懂 问道 不改还好 越改越麻烦 万书高又幸灾乐祸的一笑 指点着说道 给你们看看变窑的结果啊 初九窑洞 变得天风后 下砖上前相叠 前为天 转为风 天下有风 吹变大地 阴阳交和万物茂盛 九二窑洞 呃变得同人挂 这个挂 是一挂相叠 前为天为君 黎为火 为臣民百姓 上天下火火星上升 同于天 上下河铜 通州攻击 人陪关系和谐 天下大同 呃 九三窑洞便得天择呃 呃 呃 一向相叠 呃 前为天呃 呃 呃 以天欲君 以择于民 因此 结果吉利 军上 民下 各得其位 叶姑帆急忙摆手道 呃 斩掉真人 别说了 我已经知道了 前挂本就是大吉大利之挂 边东任意一摇 还是大吉大利 这是基本的挂力 叶姑帆还是知道的 这不过呀 呃 假如这一挂真的是显示了对方的气云 那么也太可怕了 究竟可怕到什么程度 怎么可说 万叔高黑黑一笑道 叶姑帆 你小子这次下山真的惹下天大的麻烦了 那些老鬼们绝不是一般的人物啊 叶姑帆想了想道 斩掉真人 你能否再起一挂 算一下那香楼里传出的紫气被什么人吸收了 每日一挂 算多了不准了 万叔高懒洋洋的站起来 背着手走向了前殿 李明年愣了一下 快步追了过去 和万叔高闲话家常 叶姑帆只好似我爸 在心里盘算下一步的打算 这次回毛山还是有点收获的 至少知道了对方的大师方位 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去咸阳一带查找吗 山门外 李明年和万叔高并肩而行 说道 万哥 叶姑帆还年轻 遇到事你得帮帮他呀 帮啊 怎么不帮啊 先让他去查查 有什么为难事再告诉我就是了 万叔高抓了抓头皮道 刚才不就在帮他推算了 我原本 九万五千六百零九根头发 为了鸡蛋这玩意儿都掉了三根头发了 现在还有啊 九万五千六百零六根 万哥 不是吧 李明年有点崩溃 什么不是啊 我汤汤茅山掌教真人会跟你开玩笑啊 万叔高瞪着李明年一眼 忽然在一棵树下蹲了下来 饶有兴致的看着树根下的蚂蚁